刚穿越就当着师姐的面做了八万个俯卧城 可我不但不感觉累 还一由未尽地对师姐说 要不是怕打击在座的各位义府 我还能再做两万个 只因前不久我觉醒了疯狂透支系统 我所有的消耗都能由自己的敌人来承担 同时还能利用他人的天赋来修炼 而此时的我还只是一个练起一层的杂役弟子 却被一个练起五层的外门弟子扣押了自己的凤枉 见状我不怒反省 因为在系统的大道经卷上显示了他的名字 这就证明他刚刚对我产生了杀意 于是我为了报答他开始疯狂的试炼 一开始我为了试验 首先做起了俯卧城长跑深蹲 甚至是胸口最大时 最后发现自己什么事都没有 反而是大道经卷上沈开阳三个字越来越暗淡 随即我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自己练不死 那就往死里练 直到经卷上沈开阳的名字变得暗淡无光才停下来 与此同时 正打算加夜班的沈开阳 还没开始就感觉到全身疲惫感起来 于是他直接服了一颗丹药 可还没到三秒钟又停了下来 见状沈开阳不信邪又服了一颗 可结果这丹药越吃越累 这下沈开阳猛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自己怎么感觉像跟了几十亩地一样 沈开阳慌了 他一边吃着丹药一边朝着清莲门疯狂奔去 此时他的经脉在疯狂的撕裂 浑身的皮肤也开始军裂 沈开阳吓得亡魂直冒 他赶紧跑到自己表哥那里 堂哥救我 说完沈开阳直接昏死了过去 第二天清早 我看着依然暗淡的沈开阳三个字有些惆怅 昨天沈开阳的名字还一闪一闪 乌默着是在吃丹药恢复状态 这说出去谁信 我竟然在担心我的敌人 就在这时 杂役房的领头把我叫到后院 指着地上堆积成衫的衣服到 三天之内把这些弟子服全部洗了 我顿时傻眼了 这么多 就我一个人吗 杂役领头呵呵一笑 怎么你不愿意 说着那练气四层的修为 直接释放 见状我赶紧回笑 哎呀怎么会 我乐意我乐意 领头的冷哼一声 三天之内要洗完 洗不完你知道后果 说完便转身离开 然而就在领头刚刚离开之际 我的大道经卷再次震动 随着毛笔落下 崔浩的名字写在了第二页 见状我兴奋极了 于是我再次开启了疯狂模式 三天的衣服我愣是一天一夜的给他洗完了 而且还不困 虽然没有困意 但是一天下来赶紧肚子好空 于是我赶紧前往饭堂去吃饭 只是我不知道的是 自己从杂役房刚走 崔浩的手死死地抓着门口 然后顶着黑眼圈扶着腰 面色惨白地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 我怎么感觉我像是没睡觉一样 还有我这怎么一觉醒来 浑身酸软无力是怎么回事 而这一边我刚来到饭堂 却悲催地发现自己没钱 自己之前的积分和零食都被沈开阳刮了去 我在饭堂门口来回踱步 最后无奈地叹息一声 在修真界借钱是基本不可能的 只能看着路边的野菜顺手就刚耗了去 奶奶的 我怕是有史以来最为悲催地穿越着 吃饱后闲来无事 我直接回到杂役弟子院落 找到一些杂役弟子直接询问 兄弟我帮你干活 积分分我三个点 那些杂役弟子一听觉得不错 就答应了下来 于是我又开启了疯狂的干活模式 那是一点不偷懒 甚至效率极高 这可把那些杂役给看傻了眼 这一天下来直接赚了三十积分 按照清联门的物价就是三十块钱 我气得猛然拍桌子 这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 好在明天终于可以去饭堂吃饭了 这样下去不行 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修为 虽然沈开阳的明智光芒还是没有恢复 但是共享的夏品灵根效果依然在 我喝了一口水 然后开始疯狂地修炼 也许是体质增强的原因 这一次吸收天地灵气竟然没有撕裂经脉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我起了个大早 看着暗淡无光的崔浩名字有些惆怅 这一届的敌人是我见过最差的 看来自己需要找个厉害一点的敌人才行 可自己现在太弱 如果得罪太强大的人 被人家一巴掌给拍死了怎么办 也不知道自己的敌人能不能替自己死 当务之急自己还是要先赚钱 可杂役弟子这边没活了 只能去外门去打杂 正好院落这些杂役都在 我直接走上前去开口问道 各位师兄 我这个月的俸禄被那沈开阳都给搜刮完了 现在身无分文 还请几位师兄指点一下明目 那些杂役有些同情地看着我 不过还真有人说了一个门道 兄弟我看你体力不错 要不介绍你一个活 不过零食五五分 而且还是大活 我一脸呆滞 师兄 你这活太正经吗 那杂役黑黑笑了笑 你不是想要赚钱吗 这活很赚钱的 随即对着我低声说了两句 文言我立即摆手 不行不行 这我干不了 同时我心中无语 你压得绝必想要害我 恨么的你名字都刻在大道经卷上了 可让我更震惊的是 这崔浩和沈开阳的名字只是白色的光芒 而眼前这位叫张二虎的光芒 竟然是绿色 好家伙张二虎是吧 你隐藏得够深啊 我不由得谨慎了起来 绿色的光我不知道代表着什么 但自己知道 绿色的光芒绝对不可能是杂役弟子 沈开阳都是外门 这张二虎绝不可能只是杂役 难不成是别的宗门的卧底 对此我留了个心眼 去青莲矿山挖矿 竟然对自己有生命危险 那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去 看到我不去 张二虎眸子的冰冷一闪而过 随即换上笑脸 这个时候 另外一位杂役弟子忽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你不是缺钱吗 而且你体力挺好 不如去练气房做个杂工 那里每天都要人 只是太累了一些 但是一天的报酬也有差不多一块零食 文言我瞬间心动 转身便来到了练气房 出示了弟子牌并且说明来意 很快就被带到练气房的后院 你把这些废料全部搬运到地火池子里去 扔下去就好 把这些处理完就算是完工 我看着那都快堆成山的练气废料 不由的嘴角抽了抽 好家伙 这起码有十万斤吧 这么大的工程竟然才给一块下品零食 真不拿杂役当人了 虽然心里不爽 但是表面上还是感恩戴德 多谢师兄 我这就干活 随即我直接动用意念 把大道金券翻到了张二虎那一夜 才开始干活 几乎还没有到天黑我就做完了 然后假装累得半死前去结钱 见状那名领事的弟子都惊呆了 你那么快 你这是什么话 什么叫我那么快 不过表面还是笑着说道 我体力比较好 力气也比较大 不然我不敢接这个活不是 那弟子再次检查了一遍 看来确实干完了 心情也是十分不错 结账的时候直接给了我一块零食 见状我大喜 多谢师兄 那弟子摇了摇头 不用如此 你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忙 你来干这个活 看来是真的缺钱了 我这还有一份苦力 不是零食结算 而是贡献点 一天的工钱是七十贡献点 文言我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贡献点可比零食值钱 敢问师兄 这具体是做什么 去把清廉矿山开采的铁矿 运送到我们这里来 可铁矿那东西很重 很少有人愿意干 你若是想干 我到时候可以多给你三十贡献点 我去 那还等什么 明天就来干 离开练气房之后 我先是去大吃了一顿 这段时间都没有正经的吃过饱饭 吃饱后走在路上 看着大道金卷上张二虎的名字陷入沉默 这一天的重活干下来 那张二虎绿油油的名字才暗淡三分 这家伙到底多恐怖啊 感觉到危险的我充满了警惕 修真戒真的是无处不在的老六 自己必须要赶紧变强 不然在杂役弟子中都没有自保的能力 深吸一口气回到自己的住所 关上房门继续修炼 不过这次修炼下来 明显的感觉不一样 张二虎的中品灵根的修炼速度 简直比下品灵根的修炼速度快了十倍不止 按照这个修炼速度 自己怕是不出三个月就能够达到练起三层 想到如此 我再次进行了疯狂的修炼模式 一番修炼下来我不仅不疲惫 甚至越是修炼那感觉就越爽 可我不知道的是 原本就有些疲惫的张二虎 原本打算修炼一下 可往内一坐就想吐 那感觉像是自己修炼了很久 这是什么情况 我为何还有种抵触感 张二虎皱起了眉头 第二天一大早 张二虎瘫坐在门口双眼充满血丝 明明休息了一晚上 可他还是感觉到自己非常爱 不仅如此 他现在一想到修炼的事情就想吐 甚至内心还有点抵触 张二虎不由地回忆 最近自己是个是吃坏了什么东西 还是得罪了什么人 这难道是被人吓了诅咒 于是张二虎不停地喝水 可这一口水下去 张二虎就剧烈地咳嗽 像是喝了一口岩浆一般 此时张二虎一番内饰 发现自己浑身的经脉都有些红肿 这特么是怎么回事 这杂医院怎么如此邪闻 张二虎面色变了又变 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 可他也不敢让人去检查自己的身体 忽然张二虎看到了刚刚起床的我 张二虎的眼睛不由得一亮 刘师殿 张二虎喊道 刘顺义微微一愣 不过马上还是微笑着跑过来 张师兄 何事 张二虎此时直接拿出一块下品零食 去单房给我买一颗疗伤的丹药 刘顺义有些为难 张师兄 并非是刘某不愿 而是我今天答应了炼气房 去做苦工 这回去帮你买药 怕是耽误了时间 你看 这一点 刘顺义确实是有些为难 张二虎的眼神忽然就冰冷了下来 哦 那关我什么事 刘顺义深吸一口气 好的师兄 你先等着 刘顺义说完赶紧跑步前往单房 然后迅速折返 张二虎拿到丹药之后 十分的满意 不过他还是故意的拉着刘顺义 张师兄 你这是何意 刘顺义面色微变 张二虎反笑了笑 不如何 就是我想知道 你若是去晚了 不知道你会受到什么惩罚 刘顺义有些温怒 张师兄 我和你无冤无仇 我甚至帮你刨腿买丹药 你为何如此坑害于我 张二虎则是冷哼一声 因为你刚才误逆我 这是给你的教训 刘顺义的杀心猛然生疼 甚至拳头都已经握紧 可 这特么可是一个绿色的敌人啊 可是目前 自己能够霍霍的最好的存在 忍住 刘顺义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然后换上了笑脸 张师兄教训的是 没有下策 刘顺义把头埋得很低的行李 张二虎此时眯起了眼睛 你如此能够隐忍 让我害怕 所以 我觉得刘你不得 说完 张二虎猛然一拳 砸向了刘顺义 刘顺义是反应过来了 他甚至觉得 自己还能反制这家伙 可忽然 刘顺义眼角的余光 看到有人 他瞬间装傻 碰 一拳砸在刘顺义的脸上 刘顺义瞬间倒飞出去 张二虎想要乘胜追击 忽然 一把飞剑瞬息而至 直接斩断了张二虎的双臂 啊 张二虎惨叫了一声 跪在地上 看着自己的双臂 额头青睛直冒 浑身都是汗水 此时 一位身穿白色长裙的冷艳女子 从杂役弟子大门走进来 看着跪在地上 不断哀嚎的张二虎 语气森寒 无辜残骸同门弟子 死 简单的一句话 那冷艳女子再次操控飞剑 刷的一下 白盲闪过 张二虎足 刘顺义呆滞地看着这一切 而那冷艳女子 解决了张二虎之后 只是平淡地瞥了一眼刘顺义 再次收剑走人 丝毫不做停留 刘顺义的鼻子 在呼呼流血 甚至鲜血都快打湿了衣衫 无她 方才张二虎出拳的时候 她赶紧把大道金卷 翻到了沈开阳的那一眼 结果 她在承受了张二虎的那一拳之后 沈开阳的名字 直接碎裂 沈开阳的名字没了 其中以后三秒的真空期 这三秒的真空期 刘顺义还是承受了一些负面 等三秒真空期过去 大道金卷第一页的名字 自动变成了催号之后 她才好受 由此 刘顺义也再次明白了一件事情 这大道金卷之上写上的名字 还能替死 卧槽 这外挂 老子喜欢 不过 让刘顺义更加猛逼的是 她的大道金卷之上 再次多出来一个名字 那名字叫张俊宝 而且 这名字比特么张二虎的名字还要绿 绿得像是氛围灯 刘顺义眯起了眼睛 看来 张二虎的死 不去怪那位漂亮的师姐 反而是怪到了我头上 刘顺义嘲笑了一番 这特么就是弱肉强食 不过 刘顺义现在反而最不怕敌人 越是想要他命的敌人 他越是喜欢 而且 这叫张俊宝的 名字如此的绿 那老子可要好好地犒劳自己一番 不对 坏了 刘顺义忽然想到了自己练气房间的苦工 哪还有时间高兴多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 现在最要紧的是挣钱 只有有钱 才能买更好的功法 更好的法术 想到如此 刘顺义赶紧朝着练气房跑过去 沈开阳虽然废了 但是沈开阳的表哥 还是找了个顶级的衣修过来 为沈开阳救治 当然 林青和是不想管沈开阳的 可沈开阳的父母那一关 他是过不了 毕竟他父母都是住击前辈 沈开阳在自己这里出了事情 有点不好交代 所以 林青和也是找个顶级的衣修 来看看能不能救治 即便是治不好 但是能拖一天使一天 等自己住击之后 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可那一世有些无语 林小勇 你堂弟的身体 我已经看过了 不是无法修复经脉 而是这个代价太过于庞大 所花费的零食也不计其数 没有药材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林青和点头 我知道 我只是想要让你再看看 能不能换一些便宜的药材 来稳住他的伤势 说着 更是拿出三十几块下品零食 那一休瞬间喜笑颜开 既然如此 那我再看看 说着 便同林青和来到沈开阳的身边 沈开阳想要起身 林青和摆手 开始吧 那一休点头 先是把脉 然后再次看了看沈开阳的眼睛 只是多看了两眼 碰 沈开阳的脑袋直接爆炸 那红白之物 直接崩了林青和和那一休一脸 一休和林青和呆滞当场 甚至满脸猛逼 沈开阳实在是死得的猝不及防 那一休用手抹了一把脸 然后猛逼地看着林青和 我说 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 你相信吗 林青和也是擦了擦自己脸上的红白之物 面色有些难看 也有些不确定 真的 和你没有关系 一休苦笑 真的和我没有关系 我就看一眼 他炸了 我甚至都在怀疑 你是不是故意讹我的 林青和有些无语 我会拿我堂弟的性命 来讹你 是你太自信 还是我疯了 一休和林青和都对视着沉默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一休这才不确定地询问 那现在 我们应该怎么办 林青和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这件事情有些麻烦 虽然我这堂弟在家里不受宠 但是死了 我那大伯也会把这件事情追查到底 你容我想想 然后 两人就陷入了一阵十分漫长的沉默 沈开阳那无头的尸体 就在旁边安静地放着 刘顺义来到炼气房的时候 炼气房的管事早就在等着了 等着的人还有几位其他杂役 清廉宗很大 杂役房有很多 甚至杂役弟子都有些不计其数 所以 这些杂役 刘顺义也不认识 炼气房的管事看到刘顺义来了 立马笑道 来了 不过要再等一会 矿石没到 刘顺义点头 管事没有问刘顺义 为何来晚了 这也让刘顺义免了解释 由于矿石还没有到 刘顺义等一众的杂役 也坐在一旁休息 因为不认识 几人也没有什么交谈 不过 几人矿石没有等来 倒是等来了一位仙子 而且 那仙子刘顺义还认识 就是方才救了刘顺义的那位冷艳美女 看到那女子 炼气房的管事和其他杂役 赶紧起身迎接 见过姬师姐 众人行礼 刘顺义手忙脚乱的也跟着行礼 有点尴尬 因为 刘顺义不认识 自然行礼也有些仓促 而且也没有发出声音 这番举动 直接让这所谓的姬师姐 未知侧目 其他的杂役也看向了刘顺义 那姬师姐冷目看着刘顺义 直接询问 你叫什么名字 刘顺义赶紧低头回应 弟子刘顺义 见过师姐 姬师姐点头 挨了炼气七层修饰的一拳 你竟然没有受伤 这话一出 其他杂役弟子也惊呆了 甚至有些震惊地看着刘顺义 刘顺义内心暗倒糟糕 不过马上解释 之前那张二虎 让我给他买疗伤的丹药 我尚未给他 他便对我动了杀心 我在受伤之后 赶紧吞了那疗伤的丹药 姬师姐微微思索了一下 最后点了点头 然后直接前往炼气房 刘顺义松了一口气 但是他还是感觉 漏洞有些多 其实若是仔细思索 依然是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 自己现在炼气二层的修为 怎么可能在炼气 七层修饰的攻击下活下来 不行 往后这种事情 绝不能让第二人看到 凡是看到的人 都要死 刘顺义暗自决定 不过 这归根结底 还是自己修为太低 就很惆怅 唉 穷啊 刘顺义很烦躁 这特么穿越之前是穷逼 穿越之后 特么的 更穷了 不过不着急 现在老子也有外挂 只要自己努力搬砖 总有一天 自己能够买到功法 买到法术 想到如此 刘顺义深吸一口气 努力搬砖 那炼气房的管事 此时有些狐疑地看着刘顺义 你认识藏剑锋的大师姐 说着 那炼气房的管事 还看了看姬师姐离开的方向 刘顺义也看了看姬如星离开的方向 然后就讲述了今天早上所发生事情 炼气房的管事听了之后 也是愤怒地说道 那这种人是真的该死 不过你小子也是好运 刚好遇到姬师姐巡查 不然你不死 怕是也要脱一层皮 刘顺义点头 几人再次聊天了许久 之后 青莲矿山那边的矿车室 终于到了 几位杂役赶紧起身干活 刘顺义也起身干活 不过 这一次 刘顺义没有表现得过于扎眼 实在是 姬师姐给他提了个醒 反正别人干活他干活 别人休息他休息 别人喝水他喝水 一切都表现得十分正常 当然 刘顺义也不可能一直藏桌 起码 他还要努力搬砖 所以 干活的时候 除了那位一米九的大高个的壮汉 是第一个 他是稳稳的第二个能干的 那炼气房的管事 看刘顺义也是十分的满意 不过 可能是他们每一次经过炼气房的时候 都能看到姬师姐的原因 那几位杂役弟子干活也是十分卖力 主要是 那姬师姐 也是目光看着他们这些杂役 这让那些杂役更加兴奋了 甚至 还有人光着膀子去干 颇有一种 想要表现自己的意思 唯有刘顺义 是能躲就躲 他可不想 和这藏剑锋的大师姐 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刘顺义发现 那姬师姐 似乎一直在观察自己 刘顺义不断地在内心告诫自己 别多想 别自恋 人家可是那门弟子 你一个杂役 人家看你干嘛 同时 刘顺义也在祈祷 别关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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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认真干活 好在是 那些认不清自己的杂役弟子 一番地卷 原本一天就能干完的活 结果半天干完了 刘顺义是实在受不了 那姬师姐直勾勾的眼神 赶紧去找练气房的管事结账 你很不错 练气房管事 直接给刘顺义的弟子牌上 花了130积分 刘顺义也不客气地收下 同时说道 师兄 往后 有任何杂活累活 都可以叫我 我什么活都干 只要有积分 那管事点头 行 刘顺义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转身就走 那是一点不停留 但是刘顺义却不知道 在他走后 那姬师姐走到了管事面前 与其平静地说道 明天 让他给我送箭 那管事愣了一下 随后赶紧行李 知道了 师姐 姬师姐点了点头 随后踏上飞箭 欲空而去 刘顺义现在兴奋了 该说不说 这干苦力 确实赚钱多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一天的饭前 三十积分 还能存下来一百 一个月 只需要一个月 自己就能进入藏经阁 至于选择什么样的法术 刘顺义都想好了 那种对自己身体危害大的 但是威力巨大 或者是燃烧精血的 燃烧寿命的 燃烧尖的都行 反正自己 只要敌人不死 自己终将无敌 嘿嘿 想到这里 刘顺义笑了 此时 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尤其是看着如今 犹如仙境的清廉门 都觉得有些亲切 那种心境 就好比 之前穷得难受 忽然多了一张 无限金钱的银行卡 心中有底气了 接下来 自己只需要规划 往后如何去好好地提升修为 好好地享受这修真界的风景 只是在此之前 自己需要好好地去做这个世界的路人即可 不可招摇 这是修真界的规则 毕竟 修真界 老六是真的多 只是 现在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赚钱的速度 还是太慢 吃完饭之后 刘顺义有些犹豫 如今 我已经不怕任何负面 甚至我现在身体的强度 相当于炼体五层的修饰 是不是应该接一点宗门的悬赏任务 刘顺义想了想 最后 还是否定了这个想法 因为 自己 虽然能够借助敌人的修炼天赋修炼 可自己的灵根 依然是杂灵根 修为境界 也才炼气二层 宗门悬赏任务 非炼气四层不可完成 若是自己能够完成悬赏任务 这反而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你一个炼气二层的渣渣 这不是告诉别人 老子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吗 若真是如此 到时候 自己将会面对一些老东西的暗杀 或者被抓走研究 虽然自己的外挂很猛 可现在 自己本身已然没有任何自保之力 再有就是 自己现在的敌人不够多啊 敌人不多 实在不安心 一想到这 刘顺义面色十分古怪 我是从来没有想过 我竟然有一天 会因为自己敌人不够多 而担心 刘顺义揉了揉太阳穴 不过 悬赏任务接不了 但是 杂役弟子的活 自己还是能干的呀 自己有敌人承受负面 那自己完全可以24小时疯狂内卷 看着那绿到了极致的张军宝三个字 刘顺义笑了 狗东西 想要弄死我 那我只能好好地消耗一下你了 想到如此 刘顺义直接去了任务堂 二话不说 凡是杂役弟子能够干的活 刘顺义全部接了 然后开启了疯狂模式 早上 张军宝想要和张二虎接头 汇报一下最近在青莲门卧底的情况 结果 他亲眼目睹了自己弟弟的死 虽然张二虎是被姬师姐杀的 但是 张二虎不敢找姬师姐报仇 甚至他直接把仇恨转移到了刘顺义身上 若非是那杂役 我弟弟就不会死 一切都是那杂役的错 张军宝愤恨地说道 甚至 为了一解心头之恨 他今天就准备好好地折磨刘顺义 反正 一个杂役 死了就死了 不会有人关注 宗门的杂役 本来就是如同畜生一样对待 因此 张军宝早早地就躲在了刘顺义的房间 甚至他还准备好了绳子 皮鞭 可让张军宝没有想到的是 刘顺义今天没来 嗯 这是怎么回事 他发现 我了 不可能吧 一直等到后半夜的张军宝有些无语 实在是等不到刘顺义 张军宝准备去找刘顺义 可忽然 一股股疲惫传来 张军宝皱起了眉头 这是怎么回事啊 张军宝有些猛逼 不过 他终究是练起八层的修饰 凡人躯体之上的疲惫 只需要运转一下功法 一切疲惫和困倦 都一扫而空 可有些出乎预料 张军宝运转了一遍功法 那疲惫依然传来 虽然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 有点恶心人 若是不驱散 有些不舒服 可驱散 于是乎 张军宝只能盘坐下来修炼 然后张军宝就吐了 因为 自己无论怎么驱散那疲惫 都无法彻底根除 甚至那种疲惫 逐渐地开始影响自己的心情 不 准确来说 现在自己有种烦躁 恶心地难受 这吐门的怎么回事啊 张军宝开始疯狂修炼 刘顺义此时也惊呆了 因为他现在无论如何疯狂地干活 这张军宝的名字 始终都是绿油油的 那光芒是一点都不暗淡啊 我去 这个敌人 有点东西啊 可同样的 刘顺义也理解到 这张军宝 绝对不是自己 现在能够对付的 不过 陈念道也不怕 因为大道金卷之上 只要有你的名字 自己是死不了的 甚至 刘顺义在想 若是自己的大道金卷 翻到张军宝的名字这一页 然后张军宝再打自己一拳 会如何 最后 刘顺义还是摇头 这种东西 还是莫要尝试 在自己 还需要张军宝 并且没有绝对实力 斩杀对方的情况下 不能尝试这种操作 当然 这张军宝的名字 竟然一直都不会暗淡 刘顺义就更加疯狂了 手中的杂役弟子任务 开始迅速地清零 一直到了第二天清晨 刘顺义才是彻底兴奋了 因为这一晚上 他直接赚了五百多积分 我去 按照这个速度 老子不出五天 就能进入藏金阁了 刘顺义十分兴奋 不对 反正 自己西线再也不困 妈的 继续去接杂役任务 想到如此 刘顺义 再次去杂役弟子任务处 任务处的管事 都有些猛逼 我记得 你昨天接了十个杂役弟子的任务 都做完了 刘顺义恭敬的行李 是的 俺之前也是个老农民 体力很好 身体素质也不错 做这些杂活 也手道青睐 那任务管事 倒也没有多想 毕竟刘顺义接的 都是一些体力活 若是干活麻利 一晚上做完 倒是情有可原 只是刘顺义这个名字 有点耳熟 任务管事忽然想起来 昨天有个指定任务 指定人似乎就是刘顺义 你叫刘顺义 那管事上下打量了一下刘顺义 皱着眉头问道 刘顺义愣了一下 随后赶紧行李 正是在下 那管事有些无语 也不知道 你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我这里 有一份指定的任务 说着 那管事把任务的内容 递给刘顺义 刘顺义也有些猛逼 不是 我只是杂役 也没有结交过多少人 为啥就有指定任务啊 抱着疑问 刘顺义也看了一下任务内容 这一看之下 刘顺义的面色十分精彩 宋剑藏剑风 激素鹰 报仇面谈 多谢管事 说着 刘顺义把身上能够拿出来的零食 全部给了管事 管事瞬间笑了 你小子 很伤到 刘顺义黑黑笑了笑 往后 还是要多靠管事照顾 管事笑了笑 好说 刘顺义直接提出了告词 管事点头 出了门之后 刘顺义叹了一口气 说真的 他是真的不想 和那冷白皮有任何联系 甚至不想多见面 更不想 有任何的交集 实在是身份地位完全不同 什么实力 就交什么朋友 像他这样实力低微的杂役 和内门师姐有关系 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那冷白皮的激素鹰 一看就知道 有很多追求者 甚至有可能都是内门 但凡有个心眼小的 那激师姐 和自己多说一句话 最后都会惹上麻烦 虽然刘顺义现在不怕树敌 甚至树敌对自己而言有好处 可自己实力是真的不够 哪怕有外挂棒身 可若是金丹修士出手 一瞬间就能杀你几十次 甚至自己还有三秒时间的真空期 哎 不行 杂役弟子的炼器基础功法 还是过于垃圾 我要尽快搞到更好的功法 刘顺义想到如此 直接去炼器坊取剑 虽然今天的炼器坊管是不在 但是长剑早就装好 在一个剑侠之中 刘顺义也没有多问 背着剑就走 没多久的时间 就已经到了藏剑锋 有任务令牌 和杂役弟子身份 甚至都没有任何阻拦 就被带到藏剑锋 一路上 刘顺义都没有抬头 不多看 不多问 也不东张西望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到了激素鹰的住处 刘顺义没有具体看激素鹰住的什么地方 不愿意多看 你且等着 我去通报 那带领刘顺义的弟子说道 刘顺义行礼 劳烦师兄 那弟子点头 不多时 刘顺义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然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女性的绣花鞋 刘顺义没有多想 双手捧着剑侠高举头顶 事件 剑已经送到 激素鹰微微皱眉 看着那低头 一副吓人姿态的刘顺义 十分的不满 我被修饰 岂能如此 可随后 激素鹰摇头 人各有志 他也无法多说什么 只是轻轻抬手 那剑侠便自动悬空 打开 一把血红色的长剑 带着一股股热浪 从剑侠之中飞出 激素鹰很是满意 随后看刘顺义 送剑有功 想要什么奖励 刘顺义脱口而出 积分 场面瞬间安静 而那带着刘顺义的弟子 也有些古怪地看着刘顺义 同时他心想 这杂役是不是傻 你不知道 指定任务代表什么吗 那是看好你 特意给你一份机遇 结果你就要积分 而激素鹰也十分失望 他觉得 这刘顺义 过于目光短浅 如此短浅的目光 不值得培养 既然先缘如此 看来日后也无需过多关注 罢了 他想要积分 你直接给他吧 激素鹰对着身边的弟子说道 那弟子点头 激素鹰懒得在看刘顺义 转身回房间修炼 而那弟子挠头 师弟 我这里暂时只有十万积分 你先拿着 用完了再找我要 当然 这里还有一千零食 当作跑腿费 说完 那弟子把一个储物袋 和一张积分卡 都给了刘顺义 刘顺义想要说些客套话 可 这特么给的太多了呀 实在说不出来 刘顺义接过报酬之后 赶紧道谢 多谢师兄 多谢师姐 那弟子笑了笑 喂 只是 你 罢了 既然任务完成了 起回吧 那弟子挥了挥手 激素鹰放弃了的人 这弟子也不想再多聊 刘顺义看得透彻 不过他是一点不在意 相反 他十分想要这样的效果 如此 弟子告退 说完 刘顺义赶紧走 飞一样的狂奔 那弟子傻眼 不是 这地方有那么可怕 而在激素鹰二楼 一直看着这一切的一位罗莉 扑斥一下就笑了 激素鹰此时 也是面色有些温怒 他不是不知道 指定任务代表着什么 他是故意如此 激素鹰十分愤怒 什么意思 我堂堂藏剑锋大师姐 怎么就入不得你杂义弟子的眼 避我如蛇蝎 那罗莉哈哈笑起来 泽泽 追求你的人 我倒是见多了 各种在你面前卖弄 甚至做些其他事情 吸引你的视线 可这杂役 他是真心的不想 和你有任何关系 这小萝莉越说 激素鹰就越是生气 闭上眼睛 微微深吸一口气 刷 他身形瞬间消失 哎 别走了呀 等等我 小萝莉也瞬间消失 刘顺义十分激动 妈的 有钱了 真的有钱了 老子现在报复 有了积分的刘顺义 几乎马不停蹄地前往藏金阁 交了三千积分之后 直接钻进了藏书阁一楼 随后 刘顺义赶紧去挑选功法 功法很简单 凡是那种修炼速度十分迅速 但是代价特别大的 就选这种 最后挑挑拣拣 刘顺义选出来一本功法 一本剑法 还有一个身法 功法叫狂雷精 修炼起来不仅吸收灵气十分迅速 甚至对于真气附带雷霆之力 只是代价十分巨大 因为修炼太快 往往会被雷电撕裂身体 稍有不慎 身体就会千疮百孔 但是这功法不仅修炼极快 甚至在修炼的同时 也会锻造身体 若非这功法缺点过大 怕是都不会放在藏金阁一楼 剑法叫做奔雷剑 一剑出 如同雷霆绽放 威力极大 但是修炼十分危险 需要遭雷劈 引雷锤炼手中之剑 一个修炼不好 人就没了 身份叫做暴射部 字面意思 灵力爆发于双脚 已达到急速 但是搞不好双腿残废 三本修炼功法 笼共花了四五千积分 这对于刘顺义来说 太特么赚了 随后 刘顺义再次买了一本 炼丹基础全篇 还有一门纵火术 无他 炼丹赚钱啊 虽然他现在有十万积分 但是总归是有花丸的一天 想要在修真界立足 还是要学会一些 能够过得去的营赏 炼丹最为赚钱 因为丹药 那是修饰必不可缺的东西 买了这些 刘顺义转身就走 只是他没有回去 他要好好修炼 而自己如今 所要修炼的功法 怕是动静太大 怕引人注意 所以 刘顺义早就来到他之前 一直做过标记的店 青莲山废山 这里灵气还算是浓郁 只是景色不行 就是小情侣 都懒得来这里运动 刘顺义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再次观察 没有人来之后 刘顺义找了一处隐秘的空地 盘腿而坐 然后开始研究狂雷精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自己是浑穿的原因 刘顺义的悟性可以说 非常的离谱 简单地记住了上面的运转之法 刘顺义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不及时吸收 并且操控空气中的电磁 再用电磁点燃灵力 形成更多的电磁 然后电磁形成一个漩涡 凝聚在自己丹田之内 疯狂牵引灵气吗 简单 刘顺义把狂雷精 扔进了除物袋中 随后开始修炼 此次 随着刘顺义运转功法 他的身体周围 开始浮现出一道道雷霆游走 到了最后 雷霆越来越多 随后 天地灵气 几乎肉眼可见地形成漩涡 被刘顺义吸收 当然 这如此狂暴的灵气 直接开始撕裂刘顺义的身体 经脉 四肢百骸 但是诡异的是 刘顺义并没有痛苦的感觉 而且 那些被撕裂的经脉 身体 也在迅速恢复 在迅速撕裂 哄 到了最后 刘顺义的头顶 更是凝结出一片雷云 更有雷霆从雷云之中降落 最后直接落在刘顺义的眉心 刘顺义无感 他在感受那种 身体和修为 逐渐变强的快感之中 四个时升过去 在张俊宝的名字 再也无法恢复光芒之后 刘顺义就赶紧停下 我去 这功法 那么霸道的吗 刘顺义此时不由地冒着冷汗 若不是有大道经眷 怕是自己一辈子 也不会修炼这种功法 但是 刘顺义感受自己体内的真气 脸上带着一抹震惊 炼气 五层 刘顺义简直难以置信 他才修炼了多长时间 四个时辰 这特么四个时辰 自己从炼气二层巅峰 直接进入了炼气五层 这功法 是真你马牛批 可就是 有点费敌人 看着再也亮不起来的张俊宝三个字 刘顺义有些惆怅 唉 这怕不是又废了一个 自语了一声 刘顺义也只能停止修炼 开玩笑 那张俊宝想来修为绝对不低 可就这样的修为 都顶不住他他修炼四个时辰 自己修炼 想都不要想了 怕疼 既然现在 没有暂时不用修炼 也不缺钱的情况下 刘顺义仔细思索了一下 直接拿出了炼丹基础 开始研究起来 边走边看 姬素英和小萝莉 在远处的树顶之上 两人呆滞地看着刘顺义修炼的场景 姐 你当初修炼到炼气五层 需要多长时间 小萝莉询问 姬素英想了想 而后说道 好像用了三年 小萝莉深吸一口气 姐 她用了四个时辰 而且 她还能不修炼狂雷精 甚至直接是修炼到大成狂雷精 姬素英也是不知道 应该说什么 甚至她感受到了 刘顺义那炼气五层的威力和气势 甚至比炼气八层还要恐怖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 刘顺义的那种恢复力 也着实让人觉得恐怖 姐姐 这刘顺义如此天赋 怎么可能是杂役 还有她这修炼得如此迅速 又怎么可能是杂灵根 这件事情 要不要报告给师尊 姬素英刚想要点头 忽然内心一紧 甚至有种不好的预感 姬素英赶紧抬手打断 今日之事 不要告诉任何人 不得让任何人知晓 小萝莉也赶紧点头 甚至此时 她满脑门的冷汗 姬素英回头看了一眼小萝莉 你也感受到了 小萝莉面色惨白地点头 两人对视无言 正在返回的刘顺义 忽然被大道精卷的动静给吸引住 当刘顺义看到那大道精卷毛笔震动之后 心里那时又有点兴奋 又有点紧张地看着周围 心想 老子特么的是个杂役 怎么天天都有人想杀老子 可紧接着 刘顺义忽然就兴奋起来 因为金色那名字第一笔就是金色 还是金光极致闪耀的那种 卧槽 这是哪位大佬想要弄死我 刘顺义是又激动 又害怕 可等了半天 那金色毛笔忽然掉转了个头 把自己写下的那一笔直接抹去 再次恢复平静 刘顺义 不是 啥意思 不行了 我的金色传说呢 我的敌人呢 笔爷 拉屎拉一半憋回去 你不难受吗 那金色毛笔再次悬空 然后一个甩尾 啊 刘顺义只感觉自己的脸一疼 我特么 我给你脸了是吧 你特么给老子出来 你看 老子不舍了你 刘顺义话音刚落 金色毛笔瞬间飞出体外 刘顺义傻眼 不是 你来真的 金色毛笔也不废话 直接按着刘顺义的脑袋敲 哦 刘顺义感受了什么是痛苦 赶紧抱着脑袋求饶 大道爷爷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那金色毛笔这才消停 重新回到大道金卷旁边 回归于安静 刘顺义满脑袋的包 大道 你这外挂怎么还打人呢 我能不能退货 金色毛笔抖了抖 他悬空 再次写下一个名字 而且 这个名字是蓝色 秦少公 刘顺义有些猛逼 嗯 这名字很陌生啊 甚至也没有联系之人 我都不认识 甚至没有见过面 为何想要杀我 刘顺义想到了一种可能 难道 这秦少公 和那什么张二虎 或者是张俊宝一伙的 以张二虎的死 牵连到了自己 原本 刘顺义还想要好好地研究一下炼丹 但是现在嘛 忽然有一个蓝色的名字 那还炼个鸡毛的丹药啊 刘顺义赶紧拿出奔雷剑法看起来 记住了上面的修炼方式 刘顺义马不停蹄地 直接冲向了清联门的后山岩 那里引动天雷 最好不过 来到后山山崖之后 确认四处无人 刘顺义直接运转狂雷精 随着狂雷精的运转 它的头顶再次出现了雷云 奔雷剑的修炼方式 就是强行吸引天雷 灌注在长剑之中 再用雷体游走全身 身体带动雷霆 一剑出 犹如奔雷 力量 速度 都是急速的爆发 甚至还带有雷霆的狂暴之意 摧毁敌人的一切 凝聚天雷 吸引天雷 这一步最为危险 因为天雷之下 一个不胜 便是生死盗修 再加上用天雷强行练化 捶打入长剑之中 这一步 更是危险中的危险 不过 刘顺义完全不在意 天雷出来之后 刘顺义直接狂暴地引雷 最后狂暴地用身躯接引天雷 然后捶打自己的剑招 哄 可天雷劈下的那一刻 刘顺义那是一根浑身一哆嗦 然后赶紧捶打练习奔雷剑剑招 然后还没有练习三分钟 刘顺义赶紧停下 无他 这奔雷剑对自己身体的负担很大 而且自己才刚刚入门 秦少公的名字就没了 我弟的亲娘啊 这是直接弄死了一个啊 刘顺义头皮发麻 这种情况 他哪里还敢继续练习 不过还好 一个蓝色的敌人 终归是让自己入门了这奔雷剑 就是不知道威力如何 刘顺义直接使用奔雷剑第一剑 惊鸿 随后一道电光闪过 刘顺义的身躯瞬间出现在十米之外 而在刘顺义的身后 一排大树瞬间被斩断 然后炸飞 滋滋 刘顺义的长剑还在冒着电光 而他本人则是呆滞地看着自己随手斩断的那些大树 这是我干的 我那么牛 刘顺义简直难以相信 更加让刘顺义难以相信的是 他方才施展的那一剑 消耗的真气瞬间被补充 至于张俊宝的名字 也彻底消失 刘顺义 大盗精卷 这特马再一次捉襟见肘了 没有敌人了 这不行啊 至于还有一个催号 刘顺义现在是真的看不上了呀 一时间 刘顺义赶紧收起了自己身上 那有些狂暴的气息 如今没有敌人了 自己万万不肯冲动 低调 继续藏着 想到如此 刘顺义干脆把自己手中的长剑 都找个地方买起来 防止被人发现 而他本人也赶紧找个相反的方向 绕几圈才返回自己的住处 一直偷偷观察刘顺义的 姬素英和小萝莉 亲眼看着刘顺义这小心谨慎的态度 两人同时后脑挂着一滴汗 小萝莉看着姬素英问道 师姐 她练习的是奔雷剑吧 姬素英点头 师姐 她奔雷剑入门了 姬素英再次点头 师姐 就她现在的惩戒 她应该能够进入外门了吧 姬素英摇头 其实 就她所展现的天赋 即便是进入内门 也不是不行 要知道 能够修炼狂雷精和奔雷剑的人 无论是体魄还是修为 几乎都可以做到同境界无敌了 不过 她既然选择隐藏 那我们也不好举荐 毕竟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目的 小萝莉点头 忽然 小萝莉想到一件事情 姐姐 下个月开始 我们小师妹就要下山历练 需要一个杂役帮忙拿行列 你觉得她如何 姬素英眼睛一亮 这个想法不错 而且有她在 师妹的安全也有所保证 小萝莉点头 那我去发个指定任务 姬素英摇头 不可 你在明面上没有见过她 你发指定任务不合适 还是我来吧 小萝莉想了想 随后点头 那好吧 姬素英眼神之中充满了脚狭 虽然 现在刘顺义 可是练气五层的大修了 但是 对于刘顺义的改变 也只是心情不错 当然 若是她现在有大道金卷上 能够多出来几个优质的敌人 那她怕事才会安心 一想到如此 刘顺义就糟心 我这一天天的 不是担心敌人 就是在担心敌人的路上 可有了大道金卷 没有敌人在帮上 她也睡得不安心啊 想了想 刘顺义觉得 要不 自己再找一找外门的一些恶霸 实在不行 得罪一下内门的恶霸 嗯 得罪内门恶霸 倒是可行 可关键是 应该怎么得罪 才能够不被当场弄死 若是真的得罪了内门 到时候 自己把内门弟子挽死了 那他们身后的师父会不会 等等 就在这个时候 大道金卷她动了 她又动了 那金色的毛笔 刷刷地写下了一个名字 张北平 蓝色高品 我去 品级都出来了 好好好 看着那蓝的如玉一般的名字 刘顺义十分兴奋 就是不知道 这蓝色高品的敌人 能不能经得住自己的霍霍 不管了 奔雷剑虽然才入门 但是那威力 刘顺义感觉 暂时够用了 她现在要做的 还是提醒修为要紧 一想到如此 刘顺义就再次回到自己的秘密基地 开始修炼 张俊宝等不到刘顺义 就决定去找 他一定要弄死刘顺义 不然心里不快 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现在心里烦躁莫名 这特么晦气 恐怕就是 在这晦气的玩意住处 待了一晚上的原因 不过张俊宝刚刚出门 就遇到了秦少公 两人对上暗号之后 就开始谈论事情 不过 两人刚刚坐下来 张俊宝直接贪软倒地 浑身抽搐 俊宝 秦少公大惊 随后赶紧抱着张俊宝 朝着张北平的住处而去 当张俊宝醒来之后 得知自己废了之后 眼神呆滞 一定是那刘顺义 我自从在他房间住了一晚上 就这样子 他一定是对我下毒了 秦少公愣了一下 下毒 随后 他赶紧找了医修 那医修一番检查之后 有些不明所以 因为 这和下毒没关系啊 还有一点 这医修看着眼前的画面 总有一种诡异的熟悉 似乎 之前的沈开阳 也是如此 浑身经脉断裂 无缘无故地成为废人 关键问题是 那沈开阳 自己就看了一眼 最后爆炸了 想到这里 这医修莫名地吞了一下口水 那个 属实抱歉 在下学艺不经 他身上的问题 我无法解决 秦少公面色一沉 这位可是最为有名的医修了 若是他都无法医治 那整个清水城 也找不到第二人 秦少公再次行礼 赵师兄放心 不管是什么药材 或者是付出多少代价 我们都能出得起 医修呵呵一笑 就连林青河南内门 都无法拿出 治疗经脉寸断的药物 你们几个区区外门 还出得起 想着 这医修也直接拿出一个药方 秦少公接过药方之后 看到上面的药材之后 方才知道 自己先前是多梦了 甚至十分的尴尬 那个 可有一些品质低下 能够代替的药材 听到这话 医修浑身一震 这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配方 那下一步 是不是要爆炸 医修有些坐不住了 他赶紧起身 抱歉 没有 说完 这医修转身就要走 不过被秦少公拦下 秦少公眼神有些冰冷 哦 当真没有 医修瞬间明白 今天若是自己不给个说法 怕是走不出这扇门 医修叹息 是真的没有 若是真以后代替之物 我又岂能藏着掖着 我赵狗是什么样的人 想来你也清楚 这话说的确实 赵狗那可是真的一者人心 心中的理想 是救济天下 也因此才选择专修一道 甚至 若是赵狗死在他们手中 这对于他们而言 也十分不利 秦少公想通了这一点 赶紧陪笑 那个 其实是这样的 秦某最近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烦请赵先生看看 赵狗上下打量了一下秦少公 内心叹息 这是给自己抬接下 既然如此 那就给他的抬接吧 想到如此 赵狗点头 手伸出来 秦少公乖乖照做 赵狗开始整脉 嗯 确实有些气虚 原杨泄露过多 还有 彭 赵狗还没有说完 秦少公整个人直接炸了 赵狗手中还拿着那条胳膊 整个人都呆滞在了当场 躺在床上 一直看着他们的张俊宝 也是双眼瞪大 赵狗此时僵硬地回头 看着张俊宝 强行扯出一个笑容 殊不知 他如今满脸的鲜血 背对阳光 手中再拿着一条血淋淋的胳膊 这一笑 不知道有多吓人 不仅如此 赵狗还慢慢地朝着张俊宝走来 呼 呼 你 你别过来 张俊宝吓得浑身颤抖 救 赵狗赶紧捂住了张俊宝的嘴 别叫 真的 我只是想要解释 这是个误会 你信吗 张俊宝为了活命 也只能点头 赵狗松了一口气 那我把手拿开 你别叫 张俊宝点头 可等赵狗的手刚刚放开 张俊宝再次想要大叫 赵狗赶紧再次捂住赵狗的嘴 都说了别喊 这真的是误会 这样吧 只要这件事情你不说出去 我尽量为你医治 怎么样 张俊宝忽然颤抖了起来 随后 就看到张俊宝浑身的灵力 快速被抽干 最后硬生生地成了个人干 赵狗下得赶紧退后 看着自己的手 又看了看他炸裂成碎肉 还有变成干尸的张俊宝 他心态都崩了 这 这他妈真的不是我干的啊 赵狗哭了 第二天清晨 清联门有些热闹 因为一个人出名了 赵狗 那个一休 听说 昨天赵狗亲手震杀了两个清联门之内的奸细 那手段属实恐怖 同时 也让整个清联门的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 一休不仅仅能够治病救人 可若是杀人 那也是相当恐怖的 听说一个直接被赵狗肢解成了碎肉 另外一个直接成了干尸 刘顺义最近也是闲来无事 而且 现在不管如何修炼 也收获甚微 所以 他也就和路人甲一样的来凑热闹 不过听到这些人说的那招够 刘顺义也是大为震惊 我去 一个医师竟然那么厉害 旁边有弟子接话 那可不是 你不知道 我当初也去看了 那尸体 泽泽 场面十分残忍 此时也有弟子敬佩 你们可能不知道 那赵师兄浑身燃血 看样子 是和那奸细血战的 不过最让我敬佩的是 赵师兄的高风亮节 刘顺义来了兴趣 他直接抓了一把瓜子 递给旁边的师兄 甚至好奇地问道 怎么说 那些师兄也不客气 几人干脆一起 吃瓜子 一边聊天 你不知道 宗门长老想要给赵师兄赏赐 赵师兄都拒绝了 甚至都不让长老给他记录功勋 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 不过 最后还是被强行记录功勋了 听说要被宗主 封赏为荣誉长老 我们今天来 也就是为了目睹 荣誉长老的真容 刘顺义不由地点头 确实 如今修真界 如同赵师兄这样的人 不多了 哦 对了 赵哥沙的奸细 如此有背景的吗 直接是荣誉长老 刘顺义十分的好奇 此时有知情人小声的解释 你可能不知道 赵师兄斩杀的那两人 一个叫张俊宝 一个叫秦少公 这两人虽然实力不怎么样 但是他们的地位不同 听说是清廉矿脉那边的人 宗门长老顺藤摸瓜 直接封锁了整个清廉矿脉 结果你猜怎么着 清廉矿脉那边 几乎有八成都是奸细 甚至都成了奸细的巢穴了 而且占据的还是矿满 可想而知 这一次 赵哥是立了多大的功劳 刘顺义 出来了 赵师兄出来了 有人喊了一句 众人赶紧起身 抬头望去 刘顺义也随着人群起身看了过去 此时 一身荣誉长老服的赵哥 满脸像是热热狗一样的难受 刘顺义看着赵哥这表情 也是忍不住的想笑 赵哥成为荣誉长老 晚上自然是大摆宴席 刘顺义再次忙起来 无他身为杂役 被人大摆宴席 自己就需要去端菜 洗碗 刷盘子 这些都是杂役弟子该做的事情 好在是 修炼了狂为精的刘顺义 体魄相当于炼体八层 无论是力量还是气力 都十分强悍 就这点杂活 对于现在的刘顺义而言 那不要太轻松 最为爽的是 端菜的时候 自己还能来上两口 甚至那些零果零酒什么的 能扣两个是两个 实在装不下的 就直接吃 干完活下来 刘顺义直接吃得饱饱的 甚至身上还有不少灵果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因为杂役弟子 暂时还不能走 因为宴席过后 他们还有打扫 还有刷碗 不过这期间 刘顺义发现 只是随便运转了一下狂雷精 那吃下的去的灵果和灵扇 就全部被吸收 转化为了修为 而他的修为 也直接从炼器五层 直接进入到了炼器六层 我去 刘顺义惊呆了 这都是一些什么灵果呀 光是吃一些 就直接突破到了炼器六层 不过很可惜的是 这样的机会 实在是不多呀 谁也不会没事的大摆宴席 只是当刘顺义看着旁边 他同事杂役的那些弟子 费尽的炼化 最后 从炼器二层 到了炼器三层 高兴的满脸通红 刘顺义就沉默了 好像 自己现在在杂役弟子中 有些另类 时间过得很快 宴会结束 那才是他们杂役弟子的福音 无他 因为有很多灵果和灵扇 都没吃完 刘顺义似乎明白了 什么叫做恶狗扑食 那些杂役弟子 去抢灵果 抢灵扇的场面 简直是不当人 刘顺义没有加入 因为真的特么的没必要 现如今 他还剩下五万多积分 还有一千零食 为了这点残羹剩余 真的犯不着 最为离谱的是 刘顺义刷盘子的时候 那盘子都特么干干净净 这搞得刘顺义 已经不想再去膳房去吃饭了 是真的特么恶心 转眼之间 三天的时间过去 赵狗的热闹 也迎来了结尾 而这三天的时间里 刘顺义 依然是过得平静的杂役弟子生活 甚至还是一副好欺负的样子 谁让他干活 他二话不说的 就去干活 不过要收费 也正是因为如此 刘顺义所在的杂役弟子院子 反而十分的清闲 但是日子虽然清闲 那些杂役弟子却不清闲 反正是一有时间 那些杂役弟子就疯狂地修炼 他们都想要早点到炼器四层 晋升为外门弟子 这是那一群杂役弟子死生的目标 不过也情有可原 一层弟子身份 那可就是一层天 别的不说 就外门弟子每个月的俸禄 那可就是五百下品零食 相比较杂役的每个月的五块 直接翻了十倍 这谁不行动 甚至听说 外门弟子入门 就有一把法宝木剑 还有遇见飞行之法 法术基础大权 能够进入外门 那才是真正的修闲 其实刘顺义也有 想要进入外门的想法 但是他现在不敢 因为他是杂役根 一个杂役根 现如今进入了炼器六层 这不摆明了 此地无垠三百两吗 想要进入外门 首先 要找一门隐藏修为的功法 如此才能保险 想到这里 刘顺义直接出门 下山 隐藏修为的功法 绝不能在宗门买 因为稍微调查一下 就能调查出蛛丝马迹 所以 他必须要出门买 杂役弟子下山很简单 因为杂役弟子 压根就不能算是清廉宗的弟子 就连住所 都是宗门之外 想下山 无需通报 反正金手指 在不知道怎么使用之前 刘顺义也经常下山 对于修真戒的方式 刘顺义也是记得一清二楚 甚至可以说是熟悉 不过到了方式之后 虽然刘顺义目标很是明确 他也只是漫无目的地逛一逛 偶尔蹲下来 在摊位上 看一看自己喜欢的小东西 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最终没有成交 至于这些散修所售卖的法术 刘顺义是看都不看 很简单 天下哪有那么多漏简 而且 刘顺义悟性本来就十分高 法术是真是假 一眼就能看出 他来方式很多次了 若是这方式里面的法术 真的是真的 刘顺义那么多年 也不可能一事无成 最后 刘顺义逛着逛着 无奈地走到了多宝阁的楼下 哎 进去看看吧 刘顺义直接走了进去 进入多宝阁之后 就看到了一位书生模样的修士 笑着看着刘顺义 道友 可是要买东西 刘顺义蒙着脸 眼神有些沧桑地点了点头 练其六层的修为 若隐若无 我仇家太多 修为也很好辨认 所以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那书生微微一笑 稍等 不多时 那书生拿出一个卷轴 扔给刘顺义 刘顺义接过卷轴 只是扫了一眼 便知道 这卷轴之上的内容是真的 但是不完全 这是防止有人偷学 刘顺义归还了卷轴 压低嗓音说道 是我想要的 出个价钱 书生笑了笑 836下品零食 刘顺义看着自己 储物袋里的836零食 不由地深吸一口气 好家伙 你真是给我缩瓜的一干二净 不行 给我留一点 刘顺义说道 那书生哈哈笑了笑 你在青莲山上吃饭 用的是积分 不用零食 留着零食干什么 刘顺义无语了 我修炼不用零食啊 书生没有说话 而是拿出一个麻袋 丢给刘顺义 加上这些是送你的 刘顺义很是无奈 打开麻袋一看 好家伙 全是初级的炼丹草药 这是把自己吃得死死的 刘顺义叹息 老青 别整这些虚的 刘顺义直接拿出论语 递给书生 这上面有注释 你慢慢研究吧 那书生十分兴奋 结果看到那些注释 满脸无黑 学而实习之 不义悦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义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义君子乎 学到了实战技法 便找真人练习 不开心吗 有朋友从远方来切磋 不开心吗 别人不知道你的能力 你不生气 反而微笑地觉得他 傻叉 不正是君子的做法吗 书生 书生是刘顺义 来到这修真界 第一个朋友 名叫赵青 当初两人是一头来的青莲门 只是很可惜 刘顺义成了杂役弟子 书生没有林根 也就在青莲山下的方式 开了一家店铺 只是刘顺义觉得 书生很神秘 怎么说呢 反正只要你想要的东西 书生这里都有 只有你想不到的 就没有这书生没有的 书生和刘顺义交易完成之后 也没有着急走 无他 蹭饭 书生倒也不吝啬 好酒好菜全部呈上 不过刘顺义在吃饭 书生在重新批改论语的注释 刘顺义边吃边看 然后 刘顺义很是惊讶 因为这书生全新的注释 竟然是真正的论语注释 好家伙 这书生 当真是大学问 赵青重新注释了论语之后 十分满意 这是一本好书 包罗万象 甚至蕴含真理 说到这里 赵青又看了看刘顺义所给的注释 忽然就挠头 这种注释 若是细细想来 似乎也没有什么挑剔之处 刘顺义黑黑一笑 只是讲究的 就是一个活学活用 不同场合 就是不同的主事 赵青心中有感 随后感激地看了一眼刘顺义 多谢解惑 刘顺义摆手 我也就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 真若是论起学问 我可不如你 赵青微笑了一下 没有继续探讨这个话题 不过看到刘顺义 赵青反而十分好奇 看来你最近遇到的奇遇不朽 如今都快练起六层了 刘顺义呵呵一笑 先别说我 你怕是也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人吧 普通人怎么可能在这修真界的方式生存下来 赵青没有隐瞒 其实那天测试天赋的时候 我是有灵根的 只是我的灵根是无属性的 那测试灵根的弟子不懂 就认为我没有灵根 刘顺义猛逼了 修宪的小说 他可看过不少 若是有灵根 但是没有属性 刘顺义忽然双眼瞪大 你该不会是空灵根吧 赵青点头 确实是空灵根 而且我现在已经是练气十二层 刘顺义那是一个难手 真的是 又怕兄弟过得苦 又怕兄弟偷偷开路虎 刘顺义现在终于是体会到了这种感觉 好家伙 你可真不地道 刘顺义有点酸了 赵青笑了笑 其实最为主要的是 我在离开青莲宗的时候 在路上捡到了一颗珠子 然后我学着练花那珠子 你猜怎么着 刘顺义没有说话 而是静静地看着赵青 而赵青则是黑黑一笑 我炼花了一层封印之后 里面就有堆积如山的灵草 功法和法术 甚至还有很多炼器材料 不过都是一些炼器器的东西 所以 我现在是真的缺少灵石啊 只要有灵石 我就能够炼花第二层静止 所以 好兄弟 赞住一点 第二层静止若炼花 里面的东西 我分你一半 刘顺义二话没说 灵石全部给了赵青 拿去用 不过 若是第二层静止 真的有好东西 你还是先提升你的实力 你强大了 我才能抱大腿 赵青笑着点头 刘顺义来到这个世界 信任的人不多 这赵青算是一个 没办法 当初他一个穿越小白 来到这个吃人不涂骨头的世界 若非赵青 他不知道死过多少次了 两人是过命的交警 赵青同样没有跟刘顺义客气 到了傍晚 刘顺义学习了隐瞒的功法之后 把自己的修为隐藏到了炼气二层 才从赵青那里出来 临走的时候 赵青听说 刘顺义要炼丹 几乎是把他那珠子里面所有的灵草 都给了刘顺义 刘顺义没有拒绝 赵青也是眼馋 好兄弟 到时候丹药放在我这里卖 五分账 这是一个好提议 刘顺义自然是答应的 赵青还给刘顺义一套软甲 一把极拼法器长剑 刘顺义感觉自己特么当场气飞 只是很可惜的是 那些法术和功法 赵青给不了 说是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刘顺义摆了摆手 无所谓 反正我就在清连宗 法术神通什么的 我早晚有一天会学会 只不过你需要小心 怀必其罪的道理 应该不用我多说 赵青十分认真的点了点头 放心 我有分寸 刘顺义点头 然后前往清连山 只是刘顺义走后 赵青才叹息 好可怕的悟性 法术看一眼就会 一天的时间 直接修炼到了极致 赵青沉默了良久 最后他拿起珠子 他想要动用里面的 法术神通 可无论他如何用力 都完全取不出来 怪了 似乎我想要给刘顺义 就取不出来 但是我若是自己想看 毫不费力 赵青有些不明所以的 看了看天空 这一次下山 刘顺义 可谓是收获满满 如今 他处物带之中的灵草 堆积如山 虽然都是触及草药 但是足够自己学习炼炼手了 若是自己真的学会了炼炼术 那自己往后的日子 可就起飞了 因为 自己完全不需要惧怕单独 也不怕用丹药提升修为 根基不稳 反正 一切对于自己不利的影响 都会转移到敌人身上 不过说到敌人 刘顺义有些不理解 剿灭青莲矿山的 是青莲宗的大能出手 始作俑者是那个赵构 这件事情怎么看 都和我没有关系 那张北平为啥想要杀我 刘顺义有些不理解 当然 理不理解 其实都无所谓 既然上了大道经卷 他刘顺义 就完全不担心陈北平 他现在怕的是 别人一秒钟杀他两次 毕竟那三秒的空档期 是真特么的长啊 当前最为重要的 炼丹 提升实力 想到如此 刘顺义的脚步 不由地加快了几分 因为他现在真的有些迫不及待 身有巨款 就是想要快点花出去 可走着走着 刘顺义忽然就皱起了眉头 随之而来的 他的脚步也开始逐渐地放慢 因为四周已经出现了五位黑衣人 刘顺义 眼睛微微眯起来 灵力游走全身 一道道若有若无的雷狐 在他周围游走 这些人 都是散修 而且那一身的血气 一看就是经常干这样土匪的勾当 修真界的高手 从来没有自报姓名 或者前面讲一大堆的废话 杀人夺宝 地荒人少 才是硬道理 一旦起了杀心 俺必然不会留守 就比如眼前这几位 身形交错 几人瞬间朝着刘顺义围攻而来 可怪异的是 当刘顺义法力全开之后 嗡 一道气息满眼全场 周围的一切都被定格 就连那几人的动作 也变得十分缓慢 刘顺义甚至能够看清楚 空气中的水珠 这不是定格 而是我的速度太快 显得他们很慢 刘顺义有些震惊 自己现在的实力 轰隆 一声雷鸣乍响 雷霆在几人当中急速跳远 当泪光散去 刘顺义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几人身后 背对着几人 刘顺义收剑 然后迈步继续朝着 青莲宗的方向而去 至于那截杀刘顺义的几人 身体瞬间断裂 成了几件 见面直接被秒杀 场面十分血腥 没过多久 刘顺义再次狼狈地跑过来 唉 帅不过三秒啊 看着那满地的残肢断壁 刘顺义赶紧去翻找储物袋 好家伙 就这几人 直接为刘顺义 提供了将近三千下品零食 还有各种草药 甚至还有一些毒丹 很可惜的是 没有功法 太可惜了 收获完毕的刘顺义 再次转身就走 同时也有些感慨 果然 在修真剑 杀人越货 永远是来前最快的途径 只是很可惜的是 这群人的修为太低 最高的也不过炼器四层 如今连上大道金卷的资格都没有 无奈地摇头 刘顺义赶回了青莲宗 但是刘顺义却不知道的是 此时天空之上 激素英和小萝莉 全程看着刘顺义出手到结束 那小萝莉有些震惊 姐姐 方才她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让我都有些心惊 激素英笑了笑 能够修炼狂雷精 还能修炼奔雷剑 本身就不普通 再加上这狂雷精和奔雷剑的相辅相成 对战你这个炼器十二层的修饰 也不是不可能 小萝莉哼了一声 炼器而言 反正我快住机了 激素英笑着摇头 只是她没有想到 偷偷观察陈念 竟然还有意外之喜 起码能够让自己这妹妹产生紧迫感 可不吗 人家杂役弟子 没有资源 没有天赋 都努力修炼到了如今的地步 他们激家要什么有什么 她激明月 灵根天赋更是不知道甩了刘顺一几条街 若是这都比不上杂役 那她也不要再修真界混了 丢人 不过激明月还是不死心 修炼狂为精对身体损害巨大 对自己的根基损伤也 激素英抬手打断 她根基扎实的过分 她的肉身境界其实是炼体八层 不 现在是九层 也就是说 方才她斩杀那些人 实际上只用了不到十分之一的实力 激明月沉默了 而激素英则是坏笑着 看着自己家妹妹 激明月无语了 姐 你是不是故意的 激素英点了点头 是的 激明月 转眼又是三天的时间过去 刘顺一 依旧是干着杂役弟子的活 不险山 也不露水 在刘顺一的里面 在修真界 能藏桌 就尽量藏桌 当然 这三天的时间里 刘顺一 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她在暗中调查 陈北平到底是谁 之所以调查陈北平 那是因为崔浩死了 很诡异 刘顺一亲眼看到 大道经卷之上 陈北平的名字 跑到了崔浩的那一页 然后把崔浩的名字占据 结果隔天就传来了 崔浩死亡的消息 虽然 陈北平的名字 在大道经卷上 刘顺一不怕陈北平 来找自己 甚至暗杀自己 但是你陈北平 想要杀我 那我也要调查一下 你家人不是 毕竟我现在的敌人 有点少 最好能够把你全家 都写上去 可结果 当刘顺一完全调查出了 陈北平的消息之后 就显得有些无语 陈北平 陈家的一个废物 但是在三年前忽然崛起 一路修炼 如同做了火箭 最后被清廉宗 说为内门弟子 而陈北平最为要好的兄弟 便是秦少公 刘顺一面色十分精彩 好家伙 这绅士 这套路 这特么不会是个天命之子 或者是气韵之子吧 可问题是 可那也不对 倘若真的是天命之子 或者是气韵之子 名字也不应该是蓝色极品啊 还有 这人是不是脑子有病 那秦少公的死 和我有 嗯 明面上来说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特么不去找赵构 找我作甚 等等 找构 刘顺一忽然想起来一种可能 也许 那陈北平找过赵构 以赵构的性格 自己经历的事情 必然会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再联系到张二虎的死 再加上张俊宝 似乎都是 想要杀自己 但是最后 多莫名其妙地死 这就很好联想到自己的身上 至于去找崔昊 估计那陈北平 也是去验证 自己心中的一个猜想 卧槽 这陈北平不仅不无脑 甚至做事 还滴水不漏 刘顺一 瞬间冷汗直流 陈北平他自然不怕 都上了大道经卷 可陈北平是特么那门弟子啊 若是他把这些事情 上报给自己的师尊 那自己岂不是 危险 不行不行 即便是这个敌人是蓝色 但是他对我的威胁太大 刘顺一内心瞬间有了想法 既然如此 那这个敌人的潜力 必须要榨干 想到如此 刘顺一直接丢掉了手中的活 他要去炼丹 至于没有丹炉怎么办 很简单 直接架锅 而且 还是他自制版的高压锅 至于炼丹的手法 那也是十分狂暴 至于炸炉 他刘顺一 巴不得炸炉的威力 能够把自己炸死 想通了这一点 刘顺一直接按照炼丹基础 开始炼丹 灵草灵药 那是一股脑的往锅里送 然后 就是大火慢炒 最后盖上锅盖 紧跟着 刘顺一直接盘坐在高压锅旁边 嘴里 还在不断地念叨着 炸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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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想之中的炸炉没有 甚至 当一切归于平静的时候 刘顺一揭开锅盖 看着里面静静地 躺着一颗紫色的丹药 陷入了沉默 这特么不是吧 我还故意放错了 两种烈性的毒药 这特么都没炸炉 甚至还成丹了 这没天理啊 刘顺一伸手拿出那婴儿 拳头大小的丹药 仔细端向 面色更加的诡异 不仅成丹了 甚至丹药的上面 还有一道淡白色的纹理 好家伙 这特么 还是有丹纹的丹药 我特么那么牛的吗 一个高压锅 都能炼制出有丹纹的丹药 那要是给我一个炼丹炉 我岂不是起飞 只是这丹药之上散发的气息 好家伙 怎么让空间都有些扭曲 这是毒丹 刘顺一心中有些无语 可紧接着 刘顺一想起来一件事情 毒丹对别人来说 确实是致命的东西 可对我来说 似乎也没有什么影响啊 而且 这丹药虽然是毒丹 可他是不是也有灵气 甚至这其中所蕴含的灵气 甚至比一般的聚气丹 还要浓郁 几乎是想都没有想 刘顺一巴基就是一口 嗯 味道还不错 刘顺一眼睛一亮 随后两三口吃完 丹药刚刚进入腹中 刘顺一倒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 就是感觉身体撑得慌 痛苦虽然没有 但是那种膨胀的感觉 还是有的 刘顺一甚至都不打算 利用狂雷精炼化这股力量 他要的就是暴体而亡 可结果 诡异的一幕发生 刘顺一没有动 狂雷精也没有运转 可他体内的灵气 竟然在不断地平静 随后开始朝着他丹田汇聚 甚至该走哪个经脉 就走哪个经脉 刘顺一 此时他再次看向了大道经卷 张北平的名字 在不断地闪烁 甚至有一股股蓝色的光辉 在不停地朝着自己的身体降落 来帮助自己 稳定体内力量的情况 而自己的修为 也瞬间进入了炼气七层 刘顺一 好家伙 感情 我只要把敌人的名字 写到大道经卷上 我甚至都不需要努力 这特么 敌人不仅帮自己承受负面 还帮自己稳定灵力情况 不仅如此 刘顺一甚至发现 那张北平的名字 竟然开始朝着紫色转变 我去 这当真是气韵之子 刘顺一面色难看 不行 他必须死 想到如此 刘顺一开始再次疯狂地炼丹 这一次和以往不同 他只炼制烈性的丹药 还有剧毒的丹药 刘顺一想得很简单 既然炸不死 那就算是毒 也要毒死你 然而 刘顺一想多了 他不仅仅没有弄死张北平 如今他都突破到了炼气八层了 肉身都快注击了 那张北平还是没死 甚至张北平的名字越来越亮 草 看着已经半紫色的张北平 刘顺一不由地骂街 这特么到底是什么情况 就算是气韵之子 也不带这样的吧 刘顺一彻底骂了 可刘顺一总觉得 哪里有点不对劲 他直接踢翻了 那已经被毒药侵蚀的 不像样子的铁锅 转身回去 刘顺一打算再次调查一下 那张北平到底是什么情况 第二天一大早 刘顺一都不需要去调查 有关于张北平的事情 就已经传得人尽皆知 你们听说了吗 北平师兄 昨天大发神威 一招顿悟 直接从筑击出七 瞬间提升到了筑击巅峰圆满 啊 刘顺一惊讶了一声 对于刘顺一的惊讶 那些杂役弟子 也是见怪不怪 任谁听着这夸张的提升速度 不惊讶 才是见了鬼 甚至还有杂役弟子打探出 其实那北平师兄 似乎是万毒肢体 只要吸收的毒药够多 他的修为提升得越快 甚至毒药越强 被他吸收之后 修为就提升得越发恐怖 此时的刘顺一脸的熊猫无鱼脸 真特么热热狗 感情 这陈北平如此迅速地提升 还特么是自己的功劳 这你妈 刘顺一此时 恨不得直接给自己来一刀算了 等等 给自己来一刀 刘顺一默默地拿出短剑 默默地对准自己的心脏 就在刘顺一刚准备动手的时候 又有一杂役弟子 笑呵呵地说道 你们知道的太少 我还听闻 其实陈北平之前确实是废柴 可当初他死了一次 最后觉醒了凤凰血脉 浴火重生之后 这才有的当今的天才 我去 那么离谱 那岂不是说 他若是再死一次 再次浴火 他的资质 就会再次提升一个档次 刘顺一默默地放下了 自己手中的短剑 好家伙 天命之子 确实牛逼 惹不起 惹不起 不过 若是这张北平不死 那自己岂不死 也等于不死 至于自己会不会被大能抹杀 妈的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刘顺一十分地烦躁 抱着这种烦躁的心情 刘顺一度过了半个月的时间 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没有想象之中的被人找麻烦 刘顺一依然过着平静的杂役弟子的生活 至于陈北平 最近是风光无量 双体质 已经被清廉宗的宗主收为了清传 而张北平也只是紧差一步就迈入金丹 听说是去了什么战场历练去了 反正清廉宗主的话来说 此子必然不凡 他的路需要他自己去走 当然 身为清传 那待遇也是让人眼红到无法想象 宗门之内所有资源 随意使用 灵石随便花 法器 甚至灵器 都随便挑选 藏经阁随便进入 宗门之内的女弟子 随便玩 你妈 搞得刘顺义都想要当清传了 当然 这种事情也只能想一想 刘顺义的头脑很清醒 对于自己这种开挂的人来说 当前的任务是躲避被制裁 然后偷偷发展 而在自己偷偷发展的前提 就是不能招摇 但是身份也需要适当地提一下 杂役弟子的身份 还是有很多不方便 最好还是进入外门 最多是外门 不能再多了 算算日子 似乎下个月就是晋升考核 那自己一定稳了 刘顺义准备去报名 不过刘顺义刚刚打开房门 就看到正欲扣门的激素英 刘顺义感觉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那门师姐 怎么会来他的院子 是不是自己打开的方式不对 想到如此 刘顺义再次关门 然后再次开门 激素英 刘顺义再次关门 然后再次开门 激素英 正当刘顺义想要再来一次的时候 激素英直接用剑柄 挡住了那正要关闭的院门 你没有看错 是我 激素英淡然地说道 脸上也没有任何情绪的变化 刘顺义内心一颤 腰瘦了 那门师姐找上门了 短短的几秒钟 刘顺义几乎把自己所做过的事情 全部想了一遍 可好像 无论自己做的哪些事情 都不可能得罪这位师姐啊 想到如此 刘顺义有些疑惑 见过那门师姐 不知师姐来此 多有冒犯 还请见谅 激素英点头 嗯 不请我去里面坐坐吗 难道一直让我在门外 刘顺义这才反应过来 里面请 里面请 随后 刘顺义把激素英 领进了院子里 刘顺义赶紧去倒茶 激素英 则是看着刘顺义的院子 随时简陋 但是院子很干净 甚至还有一些花花草草点缀 反而格外的温馨 师姐 喝茶 刘顺义恭恭敬敬地上茶 激素英随手接过 随口喝了一点 微微皱眉 茶水有点怪 甚至看到茶杯之中的茶叶 激素英愣了一下 倒是一种十分新奇的喝法 想了想 激素英拿出一些茶叶 直接动用法力烘干 接着 重新取了一些水 直接火球树烧开 茶叶丢里头 重新倒了一杯 嗯 很不错的喝茶手法 刘顺义看得目瞪口呆 因为眼前这位师姐 对于灵力的掌控 和法术的掌控 都堪称是恐怖级别的 而且 方才这师姐 稍微展露的一丝气息 都让刘顺义感觉到恐怖 若是这激素英 想要杀自己 怕是一秒钟 都杀自己几十次 这让刘顺义心中意紧 自己现在虽然开着挂 但是并不无敌 还是要狗起来 当然 刘顺义也明白 怕是这师姐 故意露出这一首 目的 自然是对自己的震慑 刘顺义内心叹息 师姐 不知道忽然到访 可是有什么事情 激素英面色 一依旧平静 再过两天 我家小师妹 将会下山历练 需要几个随从 你力气大 就帮忙拿行列 刘顺义赶紧点头 好的师姐 激素英愣了一下 他原本觉得 这刘顺义修为不低 悟性也几乎逆天 应当是有一些自己的傲气 可他实在没有想到 这家伙答应得如此果断 激素英犹豫了一会 再次说道 其实让你专门做一个 拿行李的随从是假的 我的本意是 让你暗中保护我家师妹 说完 激素英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刘顺义 刘顺义直接说道 定当竭尽全力 激素英 不知道为何 他有一种一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原本想好的敲打之词 还有敲打的语气 现在是一样都用不到 有点不太舒服 不行 你先拒绝我一下 刘顺义 不是 你有病啊 刘顺义无奈 那个 师姐 我拒绝 碰 我是来通知你 不是在和你商量 激素英一巴掌拍碎了桌子 眼神冰冷地看着刘顺义 刘顺义看着自己那可怜的桌子 陷入了沉默 你也别说你 实力低下什么的 你那隐匿之法虽然不错 但是在金丹修士的眼中 形同虚设 当然 倘若你要是答应此次任务 我会无条件让你进入外门 还能再给你一个更加高级的隐匿之法 刘顺义 你也不想 你修为提升那么迅速的事情 让别人知道吧 刘顺义 这位师姐 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老子没有拒绝啊 你让我拒绝的 还要说这些话 你特么心里变态啊 还有 这恶魔一样的语录 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 这位师姐是反派 刘顺义妈了 仅遵师姐之命 激素因终于舒服了 好了 三天之后 宗门之外集合 记住 明面上你是拿行李的随从 但是暗地里 你是保护我师妹的高手 不出手 则已 一出手惊人的那种 刘顺义点头 嗯 就这样 对了 这件事情 你知我知 还我妹妹知道 你明白吗 刘顺义再次点头 好了 最后 激素因给刘顺义 留下一瓶聚气单 还有五千零食离开 说是聘请的报酬 刘顺义瞬间惊呆 好家伙 这那门师姐 那么富有的吗 可随后 刘顺义直接摇头 不管了 这次下山历练 还不知道危险程度如何 当务之急 还是要先提升实力 正好 也不知道那陈北平 到底有没有乱说什么东西 最近这段时间 还是出去躲躲 还有就是 要好生地提升一下 自己的实力 不过 对于现在的刘顺义来说 提升实力 反而很容易 那一瓶聚气单 刘顺义看都没看 直接一口就炫了 什么暴体而亡 根基不稳 又或者是这丹药 有没有毒 这些 刘顺义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有陈北平 帮自己扛 而随着刘顺义 一瓶聚气单 全部吃下去之后 他的修为 也在疯狂地上涨 练气七层 练气八层 练气十一层圆满 一直到了 练气十一层圆满 这才稳定下来 感受到自己 现在浑身充满的力量 刘顺义有些感慨 自己这种 几乎不要命的嗑药 提升实力 那陈北平的名字 也只是黯淡了一丝 这就是紫色名字的魅力吗 刘顺义内心 实在是有些震惊 更加让刘顺义震惊的是 他同步陈北平的 灵根天赋 这他娘的 只是中等偏上的灵根 可这个灵根 吸收灵力的速度 都特么比得上上等灵根了 刘顺义只能感慨 特么的 不愧是天命之子 这一波属世有点变态 不过 就目前来看 似乎陈北平越是变态 对于自己而言 就越是有好处 三天的时间转眼过 而刘顺义 也通过自己炼制的锯气单 成功进入了 练气十二层圆满 他的炼体境界 也进入了炼体十二层圆满 因为有奔雷剑和狂雷精 两种十分霸道的功法和剑法 刘顺义甚至都不用刻意去打磨身体 而更加让刘顺义震惊的是 他如今不过炼体十二层 力量就有五万斤 至于他的真气 也是充满了霸道的雷霆气息 甚至带着一股雷霆的毁灭之力 如今这个实力 应该可以自保 但是依然不能招摇 刘顺义自语了一生 可就是有些可惜的事 他现在不管吃多少丹药 他的修为就一直卡在了炼气十二层 肉身境界也无法突破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刘顺义有些挠头 果然 修炼这种东西 没有人指点 还是不行 下意识的 刘顺义忽然想到了激素因 可随后 刘顺义赶紧摇头 自己如今的身份和地位 最好还是不要和内门有过多的牵扯 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 想到了这里 刘顺义赶紧用隐秘之法 把自己的修为 隐藏在了炼气三层 至于炼体境界 这个无隐藏 因为炼体修饰 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除非自己出手 算算时间 今天正好是激素因师妹 下山历练的日子 刘顺义看了看自己的除代 解读单 回气单 消还单 破障单 看着这些都不缺 刘顺义点了点头 当然 这些不是为他自己准备的 除了回气单 对他有用 其他的丹药 他都是为了那历练的师姐准备的 没过多久 刘顺义来到了青莲宗门口 当刘顺义来到青莲宗的门口之后 他就有些傻眼 原本他以为 自己只是普通的搬运一些行李 毕竟修真者都有储物戒指 那有很多行李 可真的看到自己要搬的东西 他那是一个傻眼 那几乎像是一座小山 至于里面的东西 好家伙 各种食材 各种肉 锅碗瓢盆 调料 还有一些储水的东西 好家伙 这特么是去历练 还是野炊 至于那位要历练的师姐 也是让刘顺义看得傻眼 人长得咋样 不知道道 因为整个脑袋都被包裹着 只露出两个眼珠子 身材倒是很好 但是 总感觉那滴溜溜转动的眼珠子 和他像是丝袜套在头上的形象 怎么看 都怎么感觉猥琐 你就是我的随处 那丝袜套头的师姐 仔细打量了一下刘顺义 眼神之中充满了不满 练技三层 太高了 你再隐藏一下 刘顺义有些茫然 可还是听话地隐藏了起来 还有 你这脸有点帅 怕是出去很容易引人注意 说着 那师姐给刘顺义 拿了一个黑色的头套 戴上 刘顺义 最后 刘顺义 还是老老实实地戴上头套 然后乖乖地背上了那口大缸 没错 那是一口大缸 而原本 刘顺义认为 这位师姐历练 应该会带很多人 结果 特么地救他们两人 然后他们所走的路程 也让刘顺义傻眼 那路也是偏僻的 不能再偏僻 至于找客栈 那就别想了 这位师姐 那是想好了 直接拿出两个稿子 刘顺义和这师姐 吭哧吭哧地挖洞 转眼之间又是七天 这七天的时间 刘顺义也算是看过 这位师姐长什么样子 绝美 而且换上长裙之后 还有一种 飘然若仙的气质 就像是九天之上的玄女 可就这样一位仙子 简直是谨慎到了 令人发指的地步 你要知道 修真戒 稍有不慎 就会生死盗销 想要成就大盗 就是不要惹事 能躲就躲 能不惹事就不惹事 至于机缘什么的 能不争强 就不要去争强 即便是要争强 也需要做好完全的准备 刘顺义很是无语 师姐 我杂役 有没有可能 我暂时接触 不到你说的这些 陈巧莉摇头 我当初也是杂役 可一个不谨慎 就被姬素英给抓到了内门 既然你姬素英亲自指派的 那必然有过人之处 或者是狗盗中人 我且问你 姬素英是不是说 之后承诺你外门弟子的名额 刘顺义傻眼 你咋知道的 陈巧莉冷哼 以为当初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当初说是保护他妹妹 给我外门弟子的名额 结果转眼之后 我就被骗到了内门 你要小心一些 我怕你到时候 也成为了内门 刘顺义面色惨白 好家伙 姬师姐当真要害我 不对 陈师姐 内门不好吗 陈巧莉摇头 好什么 内门都是一群妖孽 妖孽和妖孽之间 每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斗法 或者和别的宗门斗法 要不然 就是被别的宗门找着斗法 和那些怪物斗法 稍有不慎 就会受伤 受伤就有伤口感染的风险 伤口感染 就有丧命的风险 还有 既然你想受了内门的待遇 也就需要进行 内门弟子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 我们这次 就是要剿灭魔修的一个山寨 刘顺义 甚至刘顺义有些怪异的 看着陈巧莉 事件 天王盖地虎 陈巧莉 我们都需要勇气 是谁的哥 陈巧莉瞬间拿出几张符 刷刷刷的贴在了刘顺义身上 甚至手持桃木剑法器 离得远远地看着刘顺义 你到底在说什么胡话 刘顺义赶紧解释 师姐不必紧张 这是 我家乡的暗语 以此来找我家乡的人 陈巧莉再三确认 甚至探查了刘顺义整个身体 百分百确定 刘顺义没有中邪之后 这才放松对刘顺义的警惕 好了 再走两日 便到了康庄城 那里就有隐藏魔修的地方 好好休息 养精蓄锐 接下来有的忙了 刘顺义点头 不过 刘顺义有些不太确定地看着陈巧莉 以师姐的性格 想来再来之前 已经调查好了康庄城魔修的隐藏地 陈巧莉点头 确实早已知晓 但是还是要再亲自确认一下 因为这其中也许有别的变故 哪怕是稍微有一丝变故 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刘顺义 刘顺义对自己的定位很是明确 自己就是个悲行李的 至于其他的事情 应该和自己无关 哪怕再多 自己也就是保护陈巧莉的生命安全 不过看目前的样子 怕是自己嘎了 这陈巧莉都不会死 因为过于谨慎 甚至谨慎得十分过分 原本距离康庄城的路程 一天就可以抵达 在陈巧莉的带领之下 两人是硬生生地走了将近七天 而这七天的时间 他们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就比如说 那陈巧莉 买了一百多张防御符转 一百多张攻击符转 还有质量最好的软甲 还亲自炼制了防火 防毒 防水的衣衫 更是佩戴了一些 躲避蚊虫的项链 还有防止精神攻击的发簪 几乎是所有能想到的东西 它是一个不辣的 都准备好 至于刘顺义 身上也是贴了不少符转 还有解读丹 回击丹等各种的丹药 被陈巧莉要求 放在衣服的口袋里 若是对方有限制修为的正法 或者是有限制神识的法术 除物带就无用 所以 要多放一些在身外 陈巧莉啊 十分严肃地说道 刘顺义想了想 就放了一些在身外 不过 最后还是发生了意外 当两人来到了康庄城之外 就被守城的修士拦下 无他 两人的头套太过于显眼 路过的行人 都忍不住多看两眼 身份 姓名 干什么的 刘顺义两人被拉到一旁询问 陈巧莉不想暴露身份 和那两位修士扯皮 一番拉扯之下 陈巧莉更是付出了200块下品零食 两人才算是进程 不过头套依然没有摘下来 而是再戴上了两个 带有莲木的斗笔 刘顺义什么话都没说 背着大水缸 跟在陈巧莉身后 但是陈巧莉却心事重重 哎 我倒是没有想过 会遇到这样的变故 这让我除掉 那邪修的计划 又下降了两成 刘顺义有些好奇 那师姐 你之前计划的是几成 陈巧莉小声地说道 之前是九成八 现在是九成六 刘顺义 好家伙 你是真的稳 不过越是稳妥 越好 刚好 这师姐可以自己自保 自己也无需出手 不知道过了多久 刘顺义被呀 陈巧莉 带到了一个小院子里 这是我很早就买下来的院子 今天晚上就先在这里休息 你哪里也不要去 听到没有 刘顺义点头 知道了 说完 刘顺义放下了自己背后的那口大缸 结果 他这边刚刚放下大缸 一个手刀 直接劈砍在了刘顺义的后颈 刘顺义回头看着满脸错愕的陈巧莉 两人四目相对 一时间陷入了沉默 不知道过了多久 刘顺义才问道 我是不是需要晕一下 陈巧莉深吸一口气 不用 不过 你要不要喝口水 说完 陈巧莉倒了一杯水 给刘顺义 刘顺义想都没有想 一口闷 然后直接倒下 陈巧莉松了一口气 之后 他直接把刘顺义放到了屋子里 想了想 陈巧莉还是拿出来一颗丹药 此丹药名为忘忧丹 服用之后 昏睡七日 并且忘记半个月之内发生的任何事情 掰开刘顺义的嘴巴 然后丹药直接塞进去 抱歉了师弟 这都是为你好 陈巧莉说完 在刘顺义的身上再次贴了几张福传 做完这些 陈巧莉才离开 当确定陈巧莉走了之后 刘顺义这才起身 无她 赶紧炼化体内的灵气 忘忧丹也是丹啊 自然也有大量的灵气的 刘顺义只能炼化 不过 唯一有些不一样的是 虽然刘顺义 现在炼气十二层圆满 迟迟无法助击 但是他所炼化的灵气 竟然开始滋养 自己体内的雷霆 甚至 自己炼化的灵气越多 那雷霆就越是粗壮 不仅仅如此 随着雷霆的威力越来越大 自己的肉身 也在开始被一点一点的折磨 当然 自己是感觉不到痛苦 只能感觉到爽 因为肉体在不断地变强 不仅仅是变强 刘顺义甚至对于电磁力的操控 也是越发的娴熟 刘顺义不过是念头一动 房间会中的无数金属 就自动悬浮起来 随着念头再次移动 那些金属的温度开始升高 甚至扭曲 刘顺义忽然眼神亮了一下 他直接拿出一个铁片 放在自己的指尖之上 随着电磁力不断地压缩和凝聚 那铁片也开始逐渐地变红 刘顺义赶紧停下 我原来是炮解 刘顺义内心狂喜 他倒是没有想到 修炼着狂雷精 竟然还有这个能力 于是乎 刘顺义直接准备了一处五代的铁钉 而且都是最便宜的 反正这玩意 只是自己对于发射电磁力浓缩的一个媒介 至于威力 那就要看自己输出的电磁力的能量和灵力量 一想到自己从现在开始 就是想行走的人间大炮 刘顺义安心不少 起码 保命的手段再次多了一个 等等 刘顺义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若是自己施展奔雷剑 然后再压缩电磁力 再注入大量的雷霆和灵力 这一剑下去 是什么样的场景 刘顺义有点心动 随后直接出门 身形瞬间消失 没过多久 一道恐怖至极的剑气 从空中划过 那种威力 让人胆寒 为此 康庄城的金丹城主 直接飞到了半空之中 神念几乎扫尸了整个康庄城 和康庄城的外围 在那金丹大能的威压之下 康庄城的所有修士都瑟瑟发抖 尤其是那神念扫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更是让所有人浑身一颤 有些胆小的修士 直接下庙 当然 已经回到自己院子的刘顺义也不例外 在这金丹修士的神念之下 也是面色惨白 刘顺义甚至有感觉 这金丹修士若是想要杀自己 真的只是一个念头 骂的 修真剑真的是太恐怖了 当然 刘顺义回想自己方才研究的那一剑 也特么恐怖 那一剑之下 自己的胳膊直接报废 若非自己有陈北平 此时自己只能凉凉 可即便如此 那陈北平的名字都一下暗淡了三分 可想而知 这一招的代价有多大 金丹修士的威能 相当于给刘顺义当头一棒 让刘顺义那稍微有些浮躁的心情 再次变成了平静 距离自己制造的那些动静 过去了三天 也总算是平静 几乎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 刘顺义也安心了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这段时间 刘顺义没有见过陈巧莉 自己那师姐 把自己放在这院子之后 就直接失踪 刘顺义有些担心 这世界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可随后 刘顺义直接摇头 不可能 自己那师姐谨慎的性格 所有人都会出事 唯独她那师姐不会 既然也无需担心 自己师姐的安全 刘顺义这段时间 一直在练丹 回气丹 那是练至了一如又一如 而且 每一颗回气丹之上 都有丹纹 那是绝顶的丹药 刘顺义自然也知道 自己炼制的丹药 绝对离谱 最起码 他之前也是看过小说的 他几乎能够想到 若是这带有丹纹的丹药 放出去 将会是什么样的场面 当然 刘顺义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怕有大能 调查到了自己 到时候 直接抓着自己去囚禁 专门给他们炼丹 至于自己只要有敌人 就能替死和免疫负面状态的事情 这就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因为若是让一些邪修知道 你有这样的能力 那你就等着被当猪杀 不间断地抽你的血 抽你骨髓 抽你腰子 刘顺义清楚地知道 修真戒的生存之法 能当孙子就当孙子 要不然就狗 反正绝对不能膨胀 无论你有什么金手指 没有成长起来之前 你的一切 都只会成为别人的嫁衣 当然 现在的刘顺义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最近这些日子 他不停地嗑药 不停地蕴含体内的雷霆 如今已经各个方面 都达到了极境 功法 剑法 身法 都已经修炼到了 无法再继续修炼下去 可现在 他实在是注击无门了 这特么的 到底应该如何注击 刘顺义有些发愁 终于 愁出了两酒 刘顺义准备出去逛逛 起码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知道 一些注击的法子 想到如此 刘顺义戴上了 带有莲木的斗笠 甚至戴了个 遮蔽半张脸的面具 直接出门 康庄城 是一座修饰聚集的城镇 走上街道 入眼望去 都是一些法器 功法 灵药 当然 也有一些野兽的骨头 兽皮等材料 东西很多 很杂 而且价格昂贵 哪怕是现在 刘顺义身怀八千零食 在这样一个市场上 也只能买个一两个 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让刘顺义无奈 不过 等等 自己可是炼丹师啊 而且 回气丹这种所有修饰 都需要的丹药 最是畅销 可考虑了一下 刘顺义还是摇头 依然过于招摇 这不好 最后 刘顺义还是放弃了 自己的这个计划 不过 他还是默默地拿出来 一颗极品的聚气丹 这玩意 是修炼的必需品 虽然自己无法卖单要赚钱 但是对于炼丹师而言 有的时候 丹药也是可以当钱花的 想通了这一点 刘顺义开始漫无目的地 去看那些小贩所售卖的东西 可是看了一圈 刘顺义都不是满意 因为无论是工法 还是法术 大部分都是残缺 甚至品级低下 这也就算了 价格还十分昂贵 说真的 自己这一枚回气丹 若是交给青莲宗 都不知道要换取多少积分 而这些积分 随便地买一两个法术 都不是这些散修所能够相比的 如此看来 青莲宗 还是特么的强 至于法器 刘顺义倒是多看了两眼 可最后依然选择放弃 因为那些法器 多数也都是残缺 甚至 都不如青莲宗 发给外门的木剑法器 这特么就有点尴尬 一番盘算下来 刘顺义忽然就觉得 没有必要花这个冤枉钱 反正 就目前自己身上的保命手段 是够了的 又是走了半日 刘顺义对于自己 不花冤枉钱的决定 而感觉到庆幸 因为 他终于知道了筑基之法 因为他遇到了一位 同样练器大圆满的老头 老头大献将至 只求一枚上品聚器丹 而他则是用一顶八品丹卢来换 刘顺义刚好有聚器丹 并且还是极品 于是就和这老头做了交易 甚至当老头看到 是极品的聚器丹之后 更是激动的热泪盈眶 所以 对于筑基之法 也是一并地交给了刘顺义 交易完成 老头急忙去闭关 而刘顺义 也是赶紧地回到自己的住所 赶紧观看筑基之法 这一看之下 刘顺义直接傻眼 因为筑基需要筑基之物 而筑基之物的品质 更是提高筑基之后的 战力品质的高低 或者是未来成就的多元 一句话 筑基便是帮助未来的境界开路 或者是花路标 想要走得更远 更稳 就必须要有更好的宝物 这只是其一 其二 还必须要有筑基之法 筑基之法 同样决定筑基的成败 当然 筑基也并非十分困难 因为若是真的有一两样 适合筑基的天才地宝 随便一个筑基之法 所有修饰都会拼一下 能够筑基就已经很不错 毕竟 不是所有的修饰修炼 只是为了杀人打架 有很多修饰修闲 也是为了长生 可身为开挂的刘顺义 又怎么会随便筑基 可上乘的筑基之法 除了宗门 刘顺义实在想不到 任何地方能够得到 就算是得到筑基之法 那也需要无数的零食 就目前自己的这点零食 想要完成自己的筑基理想 那绝无可能 还有 在研究筑基呢 此时 姬素英的身影 不知道何时 已经来到了刘顺义的身边 刘顺义吓了一跳 然后赶紧行李 见过事件 姬素英摆了摆手 手中还提着一个茶壶 对着自己的小嘴 就是灌了一口 喝了一口茶水之后 姬素英才说道 想要筑基 清联宗有最为顶尖的筑基之物 还有最为顶尖的筑基之法 你若是有大贡献 这些 清联宗都可以免费给你 何必自己寻找 刘顺义挠头傻笑 我也就是 研究一下 姬素英翻了个白眼 清联宗和别的宗门不同 清联宗也避免不了那些紫浆糊气 但是清联宗绝不会基于弟子的机缘 也不会做一些邪修之事 这个你可以放心 不过适当地隐藏一下自己 倒也没有坏处 对了 可知道我为何来找你 刘顺义这才反应过来 对啊 你为啥来找我 看着刘顺义 那迷茫的小眼神 姬素英就有些无奈 陈巧莉被抓了 刘顺义震惊了 你不是在开玩笑 刘顺义怎么都想不明白 以陈巧莉那稳健的性子 怎么可能被抓呢 这完全不合逻辑 甚至有点超出常理 最让刘顺义无语的是 姬素英师姐 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去解救陈巧莉 你一个金丹修是去解救 不是轻轻松松 姬素英看出了刘顺义的想法 微微笑了笑 我有我的事情要做 你们处理邪修 而我则是需要处理妖魔 妖魔不比邪修 那东西才是真正的恐怖 此次下山 我便是要处理妖修 刘顺义面色瞬间严肃 来到这个世界多年 他自然知道 妖修的厉害 记得他刚刚加入青莲宗的时候 当初有个任务 就是去为青莲宗的师兄收尸 回想当初那场面 刘顺义就想吐 支离破碎的身体 五脏六腑破碎 又或者是被可啃食残缺 留有牙印子的尸体 可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那些完好无损的尸体 其中更是有妖气 被妖气侵染 人就会丧失理智 甚至变成了不仁不轨的怪物 一想到这里 刘顺义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师姐 内门需要处理的事情 那么危险的吗 刘顺义小声地问道 激素因解开自己 腰间的酒葫芦 慢悠悠地喝了一口 一般情况下 很少有妖修出现 即便是出现了 也有别的宗门去诛杀 当然 若是到了我们青莲宗的地界 别人也不会管 因为那就是我们青莲宗自己的事情 所以 我们青莲宗需要派人去斩杀妖修 不过 宗门也不会派人去送死 我也不是一个人去 说完 激素因手指弹了一下刘顺义的额头 我被修行之人 要无拘任何挑战 心念坚定 才能走得更远 怎么能够如此胆小 刘顺义很不认同这个说法 可还是一脸受教的样子 师姐说的是 激素因不由得翻了个白眼 重新把葫芦记在腰间 好了 为了能够磨练你 这次任务 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完成 说完 激素因直接腾空 然后几个音爆之后 瞬间消失在天地之间 刘顺义张了张嘴 随后满脸的期待 则则 这就是金大能啊 我什么时候能够到这个地步 刘顺义心中有些期许 可忽然间 刘顺义就感觉不对 刷刷刷 一瞬间 刘顺义周围跳出来无数黑衣人 刘顺义猛逼 操 季师姐 你坑我 刘顺义不相信激素因 不知道他周围有那么多人埋伏 好家伙 这单纯的给自己挖坑 刘顺义也无奈 不过看着那些围杀自己的人 最高修为 不过练气七层 刘顺义直接从储物袋之中 取出几枚钉子 电磁力压缩在钉子之内 最后全部弹射出去 扑扑扑扑 钉子瞬间洞穿了这些人的眉心 这些人刚刚冲出来 然后倒头就睡 刘顺义直接取走了几人的储物袋 瞬间离开原地 转眼之间 三天的时间过去 刘顺义康庄城的北部一个小山沟之中 正看着手中的一本武技 内心有些不确定 要不要学习 这本武技 叫做燃血神拳 很简单 很粗暴 燃烧自己的精血和寿源 短时间之内 让自身的实力提升十倍 但是代价 是使用燃血神拳之后 自己会根基受损 甚至往后都无法再修炼 当然 刘顺义倒不是担心自己 他担心的是 陈北平能不能扛得住 陈北平可是目前最为不错的敌人 要是刘义给自己修炼提升境界 能够用很久 刘顺义不想陈北平飞得太早 算了 先学习 学习完之后 不到万不得已 不施展就好 想到如此 刘顺义认真地学习起来 不到半天 这功法 直接就被刘顺义学会 但是刘顺义没有敢去试验 这燃血神拳的威力 他现在敌人太少了 现在可还舍不得 祸祸陈北平 当然 有了这个保命的底牌 刘顺义也赶紧换了一身衣服 准备去营救陈巧莉 陈巧莉有些面色铁青 她是千算万算 都没有算到一点 康庄城所出现的邪修的事情 竟然是康庄城城主培养的 甚至 在康庄城的地下 还有一个巨型的灰色产业 这些邪修在炼制血丹 然后吞噬血丹 提升自身修为 而陈巧莉眼看 就要破坏那熔炼血丹的大阵 可结果 竟然遭受了康庄城城主的暗算 此时 陈巧莉被关在一个大铁笼之中 看着那些满脸死灰的其他修士 陈巧莉也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如今 我修为被封锁 神识也被封锁 很多手段都用不出来 逃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陈巧莉再次看了看那些修士 不由地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这些人也全部没有活下去的欲望 怕是也指望不上 但是陈巧莉依然没有放弃 她在观察那些看守的黑衣人 全部清一色地助击修士 每三个时辰换一拨人 陈巧莉深吸一口气 无解 说真的 陈巧莉现在也有些绝望了 为此 陈巧莉不由地开始 为自己补算一下 可这一番补算 陈巧莉有些猛逼 她甚至有些难以置信地 揉了揉眼睛 大姐 陈巧莉不由地有些怀疑 是不是自己没有动用修为的原因 所以测算的不准 现在的这个情况 怎么可能大吉 为此 陈巧莉再次测算了一下 结果 依然是大吉 陈巧莉挠头 难不成 有师门的人会过来营救 陈巧莉第一个想到的是激素英 可随后 陈巧莉就摇头 激素英那腹黑的师姐 不坑自己就算了 怎么可能会来营救她 可若不是激素英 那这大吉的卦象是怎么回事 陈巧莉想不明白 就在这个时候 陈巧莉忽然看到一个人 看到那人的时候 陈巧莉有些难以置信 刘顺义 她也被抓来了 随后几人把刘顺义扔到铁笼之中 陈巧莉这才反应过来 你怎么也被抓了 刘顺义也有些无奈 你是不知道 外面的邪修士真特么多 少说有好几百个 陈巧莉 起先 刘顺义确实是想要偷偷地进入这恶人谷 可让刘顺义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刚刚进入恶人谷的外围 瞬间就有十几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而且这些人 全特么的是助击修士 刘顺义当场傻眼 穿越这个世界那么多年 刘顺义见过的助击修士 都不超过双手之数 可这简简单单的恶人谷 一下子跳出来那么多助击修士 让刘顺义都有些措手不及 反抗 自然是没有办法反抗的 毕竟他现在只有一个敌人 而让刘顺义最为无语的是 这些人虽然抓了自己 可大道金卷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就说明 这些人并非是想要杀自己 这就很难搞 即便是自己 现在有大道金卷 再能打 可在这一群助击修士围攻下 自己也活不成 不对 在进来之前 刘顺义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这恶人谷外面有一口大顶 大顶之上 转刻了一些神秘的符文 那一看就是一种法器 而最让刘顺义在意的是 那大顶的周围 有很多枯骨 大顶之内 还有人在不断地熬练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 凡是被抓到这里的人 最后的结果都会死 既然最后的结果都会死 那为何大道金卷 不写上他们的名字 刘顺义微微闭上眼 仔细地看自己脑海中的大道金卷 大道金卷毫无反应 但是那金色的毛笔 却在不断地散发着光辉 这是什么意思 刘顺义一时间有些搞不懂 那金色的毛笔这个状态 是已经在想着下笔 可迟迟不动 这是为什么 金色的毛笔 似乎感受到了刘顺义的疑惑 毛笔飞起 然后落在大道金卷之上 刷刷地写下一行字 不配为敌 刘顺义 不是 你是多么地看得起我 这特么都是青衣色的助击啊 喂 什么叫做不配为敌 可很快 陈巧莉给了刘顺义答案 师弟 我怎么感觉你身上没有什么限制 刘顺义有些尴尬 在进来的时候 他身上确实有限制 可限制都转移到了陈北平那边去了 刘顺义只能解释 可能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吧 陈巧莉 虽然他是不相信刘顺义的话 但是 既然刘顺义身上没有限制 能够动用修为 那自然是好的 想到如此 陈巧莉走到刘顺义面前 师弟 按在这里 催动一下你的修为 说着陈巧莉把自己的衣领 往下拉了 刘顺义 她的第一反应是 好白 啪 接着 她的脑袋挨了一巴掌 别看了 快点 刘顺义赶紧点头 哦 好 随着刘顺义 把手按在陈巧莉胸前 催动法力 随后只听见咔嚓一声 陈巧莉瞬间收紧了衣领 走 我们先杀出去 说完 陈巧莉站起来 手中更是多出来一把长剑 刘顺义猛逼了 不是 师姐 这里里歪歪 有两百多筑机修审 陈巧莉摇头 这些人的修为 虽然都是筑机 可那都是通过歪门邪道 强行提升上去的 就那些漂浮的根基 甚至连我们宗门的 练器七层都不如 还有一点 我发现 这些人其实都是傀儡 都没有自己的思想 他们只是 本能地在做一些事情 和我们无法相比 刘顺义瞬间明白了 大道精卷的意思了 若是这样来说 这些人 确实没有成为自己敌人的资格 可那也不对啊 我还能嫌弃我 替死的敌人少吗 不行 大道精卷 你多少 给我安排两个呀 大道精卷 毫无反应 得了 刘顺义发现 这玩意 自己是叫不动了 随后 他也拿出自己的剑 跟着陈巧莉的冲了出去 然后 刘顺义就有些傻眼 因为他完全跟着陈巧莉的步伐走 一路上 那些巡逻的人 果然都像是傀儡一样 本能地在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似乎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一般 一直走出了恶人骨之外 刘顺义都像是做梦一样 就那么轻松 陈巧莉则是赶紧脱了自己的衣服 一边脱 还一边叮嘱刘顺义 你的也赶紧脱了 刘顺义脑子都有些转不过来 快点 哦 刘顺义赶紧脱掉自己的衣服 然后迅速地重新换上了医生 等刘顺义回头看陈巧莉的时候 有些猛逼 因为陈巧莉只穿了一件墨胸 和一条四脚裤 师姐 你没有衣服了吗 刘顺义脸红地问道 实在是 这陈巧莉的身材 实在是让人顶不住啊 陈巧莉则是十分大方地说道 有 但是现在不能穿 说完 陈巧莉玩味地看着刘顺义 一开始 刘顺义还没有搞懂 可随后就明白了过来 因为她的衣服 顷刻之间化为了一团火焰 那火焰顺着自己的衣服 开始朝着自己的身体燃烧 刘顺义下得赶紧再次脱掉衣服 赶紧走 陈巧莉不再说话 直接转身离去 刘顺义也二话不说 跟着陈巧莉赶紧离开 不知道过了多久 刘顺义被陈巧莉 带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中 自然不用多说 这山洞是陈巧莉早就留好的 为了就是防止发生不测 回到山洞之中后 刘顺义那是一个酸爽 无她 陈巧莉直接用火球术 烘烤了她半个时辰 此时浑身红透了刘顺义 一边冒着烟 一边不解 师姐 虽然我不知道你真正的修为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应该很高 既然你修为那么高 为何还能被抓住 陈巧莉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解释 我修为没到金丹 自然不是金丹的对手 更何况偷袭 刘顺义 金丹 偷袭 刘顺义瞬间想到了康庄城的城主 不会吧 刘顺义有些头大 陈巧莉则是点头 确实是康庄城的城主 刘顺义挠头 那我们为何不直接上报宗门 为何要躲起来 陈巧莉摇头 还记得那火焰吗 刘顺义点头 那是警报火焰 在我们刚刚离开的时候 若是直接脱掉衣服走人 也许城主就以为我们已经死了 可是燃烧了第二次 怕是那城主已经知晓 有人已经逃出去了 此时那城主 怕是已经到了恶人谷 甚至加大人手 排查返回青莲宗的所有人 刘顺义和陈巧莉 整整躲在山洞里一个月 当然 这期间的伙食 自然是不用担心的 因为陈巧莉 早就准备好了食物 而且那些食物 足够两个人吃十年的 至于食物的保存方式 让刘顺义再一次感受到了 修真的魅力 一个冰封树 不仅能够把所有的食物 都保存起来 甚至冰封树用的是零力 被冰封得越久 那些食物就越好吃 当然 这也要看施法者的意愿 而让刘顺义最为舒爽的是 有很多小法术 那才是十分实用的 比如 清洁树 一个清洁树下去 浑身上下 仙尘不染 可忽然 刘顺义就有些无语 外门弟子 竟然可以学习这种术法 那为何当初 还有那么多脏衣服 陈巧莉哈哈笑了起来 那是刚当入外门的弟子 他们暂时还不能学习法术 所以 衣服还是要靠着换洗的 刘顺义 随后两人都不再说话 刘顺义在做饭 陈巧莉在修炼 不过等刘顺义饭 做得差不多的时候 陈巧莉也刚好修炼结束 呵呵 每一次都那么巧 同一个山洞相处了一个月 刘顺义和陈巧莉 也算是比较熟悉 刘顺义一边为陈巧莉盛饭 一边问道 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 陈巧莉熟练地接过 刘顺义递过来的饭碗 边吃边说 应该也要不了多久 毕竟那康庄城的城主搜寻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找到 自然停止动作 不然太过于招摇 必然会引起青莲宗的注意 说话的时间 陈巧莉还在不断地吃 她对于刘顺义的厨艺 真的无法拒绝 当然 明面上不会再调查 可那个康庄城的城主 自然不会放弃调查 甚至怕是已经调查到了我们 刘顺义看了看自己脑海中的大道经卷 当前 只有陈北平一个人的名字 不由地摇头 怕是暂时还不知道是我们 陈巧莉有些好奇 你怎么知道 刘顺义挠头 这个 我说不好 就是一种感觉 说完 刘顺义赶紧吃饭 陈巧莉一边吃 一边默默地 看着刘顺义不语 相处这么长的时间 她对刘顺义也算是了解一些 这家伙 似乎没有什么志向 甚至算得上是一个老好人 但是她总觉得 刘顺义很神秘 她甚至有好几次 偷偷地给刘顺义下迷药 让刘顺义昏迷 可这家伙 什么事情都没有 一开始 陈巧莉以为自己的迷药过期了 自己偷偷尝了尝 结果 若非她提前服用了解药 当场就能够昏死过去 可刘顺义 什么事情都没有 甚至 她发现 刘顺义无论干什么 都没有任何疲惫感 甚至刘顺义干什么 都不会有任何不满的情绪 这个家伙 真的很古怪 不过陈巧莉想来 倒也不觉得奇怪 能够被激素因看上的人 又有几个不奇怪呢 吃完饭 两人像是过夫妻生活一样 陈巧莉洗完 刘顺义扫地 一切打扫完毕 刘顺义闲着没事 数蚂蚁 陈巧莉修炼 忽然 刘顺义猛然站起来 面色变得十分难看 因为她的大道金卷上 多出来一个名字 石长西 紫色中品 随之而来的 则是山洞一阵的剧烈晃动 陈巧莉此时也完全警戒了起来 有人在破阵 说完 陈巧莉拉着刘顺义就走 然后刘顺义就无语地发现 在这山洞住了那么久 她竟然都没有发现 这山洞之中 还有暗门 两人二话没说 在山洞之中狂奔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两人终于看到了光 原本刘顺义准备冲出去 可马上被陈巧莉拦住 你先等等 我来看一下外面的情况 说完 陈巧莉拿起一个小布袋 打开布袋 陈巧莉念了几句咒语 刘顺义就看到两只小虫子飞了出去 默约等了十几分钟 小虫飞回来 陈巧莉才松了一口气 没有危险 我们走 刘顺义不由地竖起了大拇指 师姐 喂 陈巧莉也呲牙一笑 回敬了一个大拇指 然后 两人赶紧出去 可出来之后 刘顺义看着周围一群老母猪 有些风中凌乱 我去 师姐 你这挖地洞 挖到了猪圈里 陈巧莉从刘顺义身后走出来 笑着说道 正经人都不会去排查凡人的猪圈 这是 最为安全的做法 刘顺义 光荡 一老妇人 看着从猪圈里面钻出来的刘顺义和陈巧莉 当场实话 甚至手中的铁锅 都不自觉地掉落在了地上 陈巧莉直接闪到了这老妇人面前 一颗丹药塞了进去 再把这老妇人打晕 放在了屋子里 搞定 走人 刘顺义点头 时间又是过去了三日 刘顺义被陈巧莉带着东奔西跑 期间反正是遇到人就躲避 只要是修士 能不多说话 就尽量不说话 哪怕是遇到清联宗的人 都装作不认识 当然 陈巧莉怎么做 刘顺义就怎么做 而且他原本就是杂役 此次出来的任务 就是负责搬东西的 其他的事情 他自然不会多问 只是陈巧莉有些疑惑 我总觉得 有点不太对劲 刘顺义面色严肃 怎么说 陈巧莉单手抱胸 单手抵着自己的下巴 金丹修士想要搜查我们 哪怕是我做得再如何谨慎 也不可能没有一点蛛丝马迹 甚至我们逃跑出来的太顺利 我总觉得 这是一个圈套 刘顺义偷偷摸摸地 在自己的腰子上再次扎了两刀 然而咳嗽了一声说道 咱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康庄城的城主 遇到了另外一种事情耽搁了 所以才没有抓我们 陈巧莉陈银 也许有这种可能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赶紧回宗门 把康庄城的事情上报 刘顺义点头 只是他们刚要离开 忽然一道身影拦住了他们 那人正是激素鹰 康庄城的事情 宗门已经知晓 接下来你们两个有的忙了 陈巧莉和刘顺义 此时看激素鹰的面色都是一样 一脸了逼了狗 激素鹰 可嗨嗨 这是宗门的任务 正好你们两个都在 正好可以参加此次任务 说完 激素鹰转身 随我来 刘顺义和陈巧莉 互相对视了一眼 两人都有些无奈 时常心做的那些事情 已经暴露了 所以 此次清联宗外门弟子 和内门弟子 都需要下山清理整个康庄城 所以 这一次的任务 你们都要参加 此时 刘顺义和陈巧莉两人 已经被激素鹰 带到了非洲之上 陈巧莉一脸的 要死了的表情 而刘顺义呢 自从加入了清联宗那么久 她还是第一次做非洲 自然像是一个乡巴佬 这丑丑 那看看 尤其是这修真界的景色 那是真特么的美 尤其是 站在非洲之上看 当真是仙境 不过很快 刘顺义就被激素鹰 利用法力给拽了回来 等我把这次 所注意的事情说完 你再去欣赏美景 刘顺义有些尴尬 那个 我只是杂役 而且 此次杂役弟子的活 就是收尸的 激素鹰呵呵一笑 直接递给了刘顺义一个腰牌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藏剑锋的外门弟子 所以 这次你也要参战 刘顺义面色煞白 那个 师姐 这太突然了 而且 我不善战斗啊 我都不会法术 激素鹰笑了笑 此次战斗 会有大量的宗门贡献点 而你想要铸鸡之物 也需要大量的贡献点 去押兑换 出不出力 全凭自愿 刘顺义无语了 他感觉 自己已经被这位师姐 拿捏得死死的 但是铸鸡之物 他也曾经听陈巧莉说过 最为顶尖的铸鸡之物 也只有在最为顶尖的 门派之中才有 不瞧 清廉宗 就属于那最为顶尖的宗门之一 刘顺义有些无奈 眼看自己需要铸鸡 为了铸鸡之物 自己也不得不 稍微展露一些拳脚了 可是姐 我不会法术啊 我也没有 只是他还没有说完 激素鹰就递给了 刘顺义一个除物袋 刘顺义打开看了看 一把木剑 一本修真基础法术全篇 还有一万零食 好家伙 刘顺义前后杀了好几个人 掠夺了他们全身上下的东西 也不过堪堪两万零食 自己成为外门之后 竟然一下就是一万零食 不对 这零食似乎比普通的弟子要高啊 此时陈巧莉过来解释 藏剑峰弟子的俸禄一向最高 能够成为藏剑峰的外门 那可是十分幸运的 因为藏剑峰的弟子 都是姬师姐亲自挑选 就算是外门 质量都十分强悍 甚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说完 陈巧莉又有些可怜的 看了一眼刘顺义 刘顺义不由浑身一紧 然后小声地询问 师姐这是什么表情啊 陈巧莉偷偷说道 虽然藏剑峰的外门待遇 比其他峰峰要好 但是 你若是修为不拼命 汤都喝不到 甚至每一个月 都有一次弟子考核 通过考核 还能剩下半条命 无法通过救 姬素英咳嗽了一声 陈巧莉 我记得 你也快考核了吧 我看你前几次都挺轻松的 要不要这次给你提升 一点难度 陈巧莉赶紧闭嘴 而刘顺义感觉自己 是上了个大笔的 那个师姐 我 嗯 刘顺义还没有说完 姬素英忽然瞪眼看着刘顺义 刘顺义尴尬地挠头 没事了 没事了 姬素英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此次轻角康庄成 你好好努力 对了 说完 姬素英再次拿出一套隐秘之法 这个给你 你的那一套隐秘之法 太过于漏洞百出 刘顺义大喜 多谢师姐 姬素英点头 随后 姬素英就把康庄成的详细情况 都给了两人 让两人好生看 好生研究 刘顺义仔细地研究了一番之后 忽然感觉 没啥值得研究的 这上面所说的 那些血鬼 能影响精神 甚至影响别人的心智 这些 自己似乎并不需要担心 自己唯一要担心的就是 陈北平或者那失常心 能不能扛得住 再说 到时候真的要打起来 他也不可能真的热血上头 当个炮灰冲过去 至于贡献点 那多简单 自己到时候 只找一些重伤的补刀 宗门令牌自动记录贡献点 十分完美 而现在刘顺义更加感兴趣的是 那修真基础法术全篇 整整三天的时间 刘顺义都在修炼技术法术 不得不说 这些法术 简直是特么牛叉的 不能再牛叉了 攻击类别 火球术 水弹术 锋刃术 掌心雷 木刺术 冰刃术 太多了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顿术 还有一些生活类的法术 学会了这些法术之后 刘顺义才真正感觉 自己现在像的仙人 左手一团红色火焰 右手一团雷球 嘿嘿 刘顺义不自觉地笑起来 甚至在房间之中 各种法术都施展一遍 玩的那是一个不亦乐乎 开心的 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而最让刘顺义心里安心的 还是激素因给他的隐秘之法 学会了那隐秘之法后 刘顺义不仅仅能够 把修为隐藏了 甚至把隐秘之法自身都隐藏了 我去 这个隐秘之法 如此之雕 刘顺义心底震惊 甚至 他都隐隐感觉 姬师姐似乎更加不简单 还有 既然姬师姐 都有着隐秘之法 那姬师姐真正的修为 又是如何 刘顺义不由地揉了揉脑壳 修真剑的老六 是真的多 不过 这些都无所谓 此时 刘顺义直接从储物袋 拿出了那木剑法器 然后开始施展玉剑之术 当刘顺义施展玉剑之术后 就看到那木剑摇摇晃晃地 悬浮在刘顺义身前 刘顺义吞了吞口水 控制木剑 飞到自己脚底 随后 刘顺义站了上去 身躯有些歪歪扭扭 这感觉 有点像是在玩滑雪 但是又有些不同 滑雪是用身体控制平衡 随后用身体前行 而御剑 则是身体控制平衡 用脑子驱使前行 也就是神识 还要消耗法力 刘顺义简单地在房间里 做了几个起伏的动作 简单地前后移动一回之后 感觉自己差不多熟悉了 也就把木剑 收到了除物袋之中 没办法 现在正在非洲之上 他也不好试着御剑飞行 轰隆隆 就在这个时候 非洲震动 紧接着一道声音传来 所有人 集合 听到集合的号角 刘顺义着急忙慌地走出房间 和一群弟子 前往非洲的甲板上集合 也许是最近一段时间 和陈巧莉走得太近的原因 刘顺义不自觉地 落在了众人的身后 然后 让刘顺义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 他竟然在外门弟子处 看到了陈巧莉 看到陈巧莉的一瞬间 刘顺义赶紧走过去 来到陈巧莉身边之后 刘顺义低声问道 你不是内门吗 怎么来外门弟子集合 陈巧莉看了一眼刘顺义 又看了看周围 发现没有人注意他们两个 这才小声说道 我是准内门 也就是外门和内门之间 此次请教康庄成 那么危险的事情 在内门就要往前冲锋 生存几率只有九成七 我就不稳当 所以 还是在外门这边集合 刘顺义 他只想说 陈师姐不愧是陈师姐 就这稳健的劲儿 真没有人能够比得上 两人再次闲聊了几句 当人都道得差不多了 两人直接闭嘴 因为此时的现场很安静 甚至还有一股肃杀之气 这种气氛有些沉闷 让刘顺义十分不喜欢 可现在不喜欢也没有办法 让刘顺义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带队他们的长老 并没有说什么鸡汤 也没有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 而是谨慎地盯着 那越来越近的康庄成 大约到了康庄成30里左右 非洲直接在空中停顿 清廉宗的长老再次说道 所有人 下去 声音不是很大 但是却能够清楚地 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 而在听到长老的命令之后 整个非洲的弟子瞬间遇见 所有弟子十分有秩序 非别从非洲的两侧遇见而下 那是一种盛景 在刘顺义看来 就像是有秩序的蝗虫一样 从空而落 简直不要太壮观 当然 此时的刘顺义 也是这其中的一员 搜搜搜搜 弟子遇见从空中落下 几乎像是一道道流光 从天而降 随后光芒散去 便是一个个的清廉宗弟子 所有清廉宗弟子落在之后 并没有收起非箭 此时又是一番景象 只见地面上占满了了人 所有的非箭都悬浮在头顶 那感觉 就像是万箭归宗 刘顺义看得大为震撼 也大为自豪 瞧瞧 这便是东方的修真美学 简直帅爆 刘顺义看得 那是一个面色潮红 内心激荡 更为内心激荡的是 如今他也是这其中一员 可下一秒 刘顺义就完全冷静了下来 因为 他再次看到了另外一群蝗虫 等那些蝗虫靠近 刘顺义才瞪大了双眼 那是血魁 一个个都如同野兽 双眼星红 进宫 此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青莲宗的所有弟子再次冲天起 随后和那些血魁相撞 轰轰轰 一时间 天空之上传来一声又一声的巨响 然后就是风火雷电 五光十色的法术 漫天对轰 然后就是尸体 几乎如同下雨一样的 从空中坠落 两边第一轮的冲锋 光是持续了十分钟 便死伤无数 更为离谱的事 更为残酷的事 一开始还是尸体坠落 可到了后面 坠落的全是残骸 血肉 那场面是要多恶心 就有多恶心 说真的 刘顺义现在躲在山洞之中 吓得瑟瑟发抖 因为这特么太残酷 太过于血腥霸道 也太可怕 刘顺义虽然来到修真界 也杀过几个人 但是如同现在这般 人命如草 分外不值钱 实在是第一次见 刘顺义甚至都决定了 今天绝不出拳 他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这种修真界的残酷 然而 事与愿违 因为 清廉宗的第一轮冲刷 败了 撤退 清廉宗长老怒吼了一声 剩下还活着的人 瞬间遇见 朝着非洲的方向飞去 刘顺义也不例外 几乎在听到撤退的同时 他瞬间遇见 几乎是拉出一道残影 直接消失在原地 而那密密麻麻的血腿 则是满脑门的问号 刚刚 什么玩意飞过去了 一群血腿都是眼神充满了迷茫 不过很快 他们就不纠结这些 而是疯狂地追杀清廉宗的其他外门 刘顺义刚刚落在非洲之上 第一眼就看到了 激素英和陈巧莉 陈巧莉还行 面色如常 激素英则是玩味地看着刘顺义 怎么样 是不是很刺激 刘顺义面色惨白 可还是行脸 师姐莫要再取笑我了 不过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 确实让我惊恐万分 激素英哈哈一笑 不然 为何要拉你出来见见世面 激素英抱着一把长剑 微微依靠在非洲的侧边 眼神看着远处 似乎是在感慨 这还只是清理一个周城的邪修 但是 这只是小场面 修真界 一旦有秘境开启 或者有宗门之间的大战 那才叫做真正的大场面 那个时候 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 什么才叫做弱肉强食 忽然 激素英眼神一正 面色有些严肃 来了 刘顺义 激素英没有再说话 而是用嘴朝着 一个方向挪了挪 刘顺义顺着看去 这一刻 刘顺义浑身俱颤 因为清联宗的助击弟子出手 每九人一组 总共九组 并且每一组的弟子 同时操控飞剑 直接形成了一道旋转的 飞剑轮盘 九个巨大的飞剑轮盘 直接朝着那些血馈冲去 就如同是九个绞肉机 九个轮盘 不断地清理那些血馈 所过之处 全是血物 九个轮盘 不断综合交错 不到半个时辰 直接清理了战场 那种血腥无比的场面 看得刘顺义反胃 激素英此时覆黑地笑了笑 师弟 嗯 你看 那血馈的肠子好长 哦 你看你看 那血馈的眼珠子像是一块红宝石 只是连着一串血肉 着实不美观 哦 你看 刘顺义吐的面色都发绿了 激素英则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师弟 你这样可不行啊 我告诉你 修真节有很多邪修的 有的专门收集人皮 有的专门收集人头骨 有的专门收集 可说着说着 激素英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因为此时 他看到刘顺义的眼神 逐渐的冰冷了起来 此时刘顺义浑然没有了一丝的惧怕 相反 如今的刘顺义 杀意几乎异于眼表 姿姿 此时他灵气运转 周身都布满了雷霆 甚至那法器木剑 也自动悬浮在刘顺义身边 像是随时待命 仿佛下一刻将会突破而去 激素英感觉着很反常 他赶紧顺着刘顺义的眼神看过去 却发现 刘顺义正在死死地盯着一个人 那人鼻孔下面留着一小撮胡子 眼神和笑容都十分的猥琐 甚至身材矮小 头顶也只留了一小撮的头发 样子甚是古怪 虽然是人 但是看起来又有点不太像人 师爹 你和此人有仇 激素英问道 刘顺义目光伶俐 神情肃穆 若是真的是那种人 我想 应该是有的 而且还是血仇 说着 刘顺义几乎朝前踏出一步 激素英赶紧拦住 师爹 莫要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此人可是筑基巅峰 而且还是血癸法师 身边不知道有多少血癸 你去就是送死 不过 师爹放心 既然此人和你有仇 师姐必然会亲手斩了他 刘顺义的牛脾气上来了 不 我要亲手斩他 激素英摇头 不行 此人是天神教 我们宗门都不敢随意 和天神教对抗 你若是斩他 必然有麻烦 还是我去 天神教再如何 我倒是不怕的 刘顺义皱起了眉头 天神教 天神教都是这样的人吗 激素英点头 差不多 刘顺义忽然笑了 哈哈哈哈 好 好 太好了 刘顺义现在是高兴得浑身颤抖 因为这里是修真剑 只要自己有能力 那自己就终于可以做到 自己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如今竟然听说 这种人有很多 这如何能够让刘顺义不兴奋 激素英此时面色怪异 同时 内心也十分愤怒 因为天神教所做的事情 他也多少有些耳闻 甚至有很多邪修之法 似乎都是天神教所创建 只是几大宗门 完全没有找到证据 就没有理由出手铲除天神教 其实说来也奇怪 反正 他看到天神教的人 也有种发自内心的不爽 甚至很多次想要动手 直接杀了天神教的弟子 只是有很多次 都是碍于自己是清廉宗门面的身份 无法下手 不过刘顺义现在反而十分平静 师姐 既然这人是天神教的 这样堂而皇之的 使用邪修的手段 仅此一点都无法断罪 激素英摇头 他只是助击巅峰的弟子 身份不够 而且天神教一向不要脸 即便是这真的是天神教的弟子 若是他的计划成功了还好 若是不成功 天神教就一个死不承认 你永远没有办法 刘顺义点头 随后不再言语 激素英也就不再说话 反而是陈巧莉 此时走在刘顺义面前 默默地拿出一根降魔杵 递给刘顺义 这东西 似乎很克制邪修 刘顺义接过降魔杵 赶紧道谢 多谢师姐 陈巧莉摆了摆手 然后再次退到众人身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所有清联宗的弟子外门弟子 重新聚集了起来 当所有外门弟子集合之后 就开始统计伤亡情况 原先下去三百多外门弟子 如今一轮冲锋之后 最后只剩下七十多个 并且 这七十多个弟子 不是半惨 就是半废 有些哪怕和刘顺义一般 从一开始就躲起来的弟子 虽然没有受伤 可也面色惨白 完全是无法再次参战 而如今康庄城之外 清联宗的那些助记弟子 在清理完血鬼之后 也开始返回非洲 可激素英和那领头的长老 却并没有放松 当然 陈念也同样没有放松 因为他的眼神 一直在死死地盯着那 矮小丑陋的挫子 尤其是看到 他那瞇着眼睛 一直流露出一股 若有若无的笑容 刘顺义就感觉不对劲 不对劲 我感觉这逼玩意 在拖延时间 他们一定有什么计划 刘顺义赶紧对着激素英说道 激素英手指不停地敲着剑鞘 眼神也是 微眯地看着那矮子 这也是我为何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因为我的人正在调查 这矮子到底有什么计划 又或者是会所 天神教有什么计划 就在他们说话之间 忽然从天空之中 降落一只蓝色的蝴蝶 激素英伸出手指 蝴蝶自然地停留在他的手指之上 下一秒 激素英面色难看 好一个天神教 好一个康庄成 激素英没有和刘顺义戏说 而是来到那长老面前 低声说了几句 可下一秒 两人就开始争吵了起来 具体争吵的什么 刘顺义不曾听清 因为他此时的注意力 始终停留在那矮子身上 可就在这个时候 刘顺义的大道金卷 再次震动 金色毛笔再次书写 青藤长老 紫色极品 刘顺义震惊地看着 那正看着自己的青藤长老 他想要杀我 为什么 青藤长老看到刘顺义的眼神看过来 微微笑了笑 然后再次和激素英争吵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激素英气的面色涨红 重新回到了刘顺义的身边 怎么了 刘顺义问道 激素英此时深吸一口气 我的人调查道 我们青藤中的地脉 似乎在不断地流失 但是流失得很小 微乎其微 之前一直找不到原因 只是这一次联想到康庄城这边 似乎有所关联 我让青藤长老 立刻拿下康庄城 他说 姿势体大 不可轻举妄动 因为暂时没有发现 施长青的身影 抓不到这个罪魁祸首 那此次任务 就没有任何意义 至于我的情报 他竟然 说我危言耸听 刘顺义皱眉 冒昧地问一句 除了这个 你们可还有说其他事情 激素英这个时候 也有些奇怪 那青藤长老问我 你怎么一直盯着血鬼法师看 我就说有仇 刘顺义此时面色冰冷了起来 他确定了一件事情 这个青藤长老 一定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人 师姐 你可有话语权 激素英愣了一下 有 刘顺义直接说道 下令 全体进攻 覆灭康庄城 同时 你小心青藤 激素英瞬间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懂了 不过 此战十分凶险 你如今虽然练气圆满 可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战斗 万万不可冲动 刘顺义点头 多谢师姐提醒 弟子明白的 激素英点了点头 随后 便看到激素英飞升而起 激素英悬浮在非洲最前头 青藤长老面色一变 素英 你要干什么 激素英呵呵一笑 青连宗弟子听令 随我屠杀了这些邪秀 是 随着激素英话音刚落 那些住击弟子再次遇见 直接朝着康庄城的方向飞去 至于那些外门 一个个都有些犹豫 青藤此时 直接抬手拦下了那些外门 甚至有些温怒地看着激素英 如今失常心尚未找到 康庄城的情况也尚未可知 你如此冒进 和残骸同门合意 激素英此时看了看着青藤长老 不由地冷哼 若是出了什么岔子 这件事情 自然是我担着 至于是不是冒进 等清理的康庄城在影 同时 激素英玩味地看着青藤长老 还是你觉得 有我们两个金丹圆满坐镇 那失常心一个金丹中期的废物 能够在你我手中 泛起什么浪花吧 激素英只是青藤长老 青藤长老被激素英看得有些发毛 不过他 还是赶紧陪笑 这个 自然不是 但是你可想过 康庄城之内 还有其他无辜的修饰 若是我们真的迁怒那失常心 他乱杀无辜 又当如何 激素英嘴角微微扬起 失常心以人来炼制血丹 当我们非洲前来之后 你认为失常心为了自保 还会让那些修饰活着 青藤长老哑然 他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可发现 什么都说不出来 同时他内心暗骂 该死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几乎明明只差一点 就能够成功 激素英不再理会青藤 再次说道 杀 一个不留 随着激素英的话音刚落 那些铸鸡弟子全部发出怒吼 朝着康庄城杀了过去 而康庄城的那血魁法师 也猛逼了 不是 这怎么和说好的不一样 血魁法师已经额头冒汗 此时他赶紧拿出一面小黑旗 灵力输送之后 小黑旗暴涨 随后就看到那血魁法师 再次摇起 好 一声声怒吼 从康庄城之内传来 随后便看到了三十多头缝和血魁 从康庄城之内冲出来 不好 这是三阶血魁 结阵 有助击弟子面色大变 此时 他们再次结阵飞溅轮盘 然后朝着那些三阶血魁斩去 只是这一次 九个飞溅轮盘 并没有像上次那样大展神威 而是和那三十多血魁僵持不下 甚至还有一个飞溅轮盘 直接被三个血魁打散 九位助击弟子喷血从空中坠落 那矮子看到这里 不由得猖狂地大笑 哈哈 愚蠢的青莲宗人 真的以为本太郎没有后手 甚至 这矮子看到自己的血魁 在屠杀安清莲宗的弟子 脸上还带着享受 可忽然 这矮子感觉浑身冰冷 脊背发凉 想都没有想 矮子直接拿着手中的黑旗 朝着自己身后横扫 当 黑旗和刘顺义的长剑碰撞在一起 矮子只感觉自己双手发麻 身躯也忍不住倒飞出去 可这还不算完 在矮子的瞳孔之中 闪过一丝雷霆 雷霆刹那之间 便出现在矮子眼前 矮子惊恐 因为那是一把鞋带着雷霆的木剑 该死 矮子大怒 他赶紧控制一面盾牌 挡在身前 咔嚓 盾牌瞬间破碎 长剑直接击中了矮子的胸口 但是没有贯穿 反而是长剑被弹飞了出去 那矮子胸前的衣衫破碎 露出了里面的软甲 矮子原本以为自己逃过了一劫 可紧跟着 一道看十分恐怖的剑光 从天而降 那剑光犹如雷霆凝结 而且还带着一股炽热 这剑光不能应接 矮子内心做出判断 随后 他再次挥舞了一下手中的黑旗 一股浓烟从黑旗之中喷发 随后就看到一面色木讷的女子 从黑旗之中出来 直接用身躯抵挡那剑光 扑刺 女子的身体 直接被斩成了两截 但是那剑光 也终究是被挡下 可还没有等矮子松一口气 刘顺义的身躯 再次出现在矮子面前 他常见 直接朝着矮子的脖子斩去 你找死 矮子大怒 紧跟着他 助击巅峰的修为爆发 一股狂暴的灵力 朝着周围炸开 刘顺义赶紧回身抵挡 可练气和助击的差别 实在太大 他被那恐怖的气浪扫中 身躯倒飞出去 最后直接砸落在康庄城之内 那矮子此时也是怒了 我竟然被一个炼气蝼蚁 给逼迫到了这等地步 矮子此时已经不想杀刘顺义 他要把刘顺义 做成一个有思想的傀儡 他要让这偷袭自己的家伙 生不如死 可接下来的一幕 让这矮子震惊 因为刘顺义再次遇见腾空 除了身上的衣服破碎 他本人是一点伤都没有 这怎么可能啊 那矮子有些难以置信 即便是在如何妖念 炼气终究是炼气 怎么可能能够顶着 助助肌修饰的冲击 哪怕是能够顶得住 即便是不死 也必然重伤 而不是现在这般 毫发无伤 这家伙身上有大秘密 大机缘 矮子此时心中已经兴奋了 甚至眼神也变得有些贪婪 小子 今日就让你看看 助肌和炼气的区别 说完 矮子全力爆发 一股恐怖威压 瞬间降落在刘顺义的身上 刘顺义身躯挺拔 面无表情 但是浑身的骨头 在不断传来脆响 看到这里 矮子心中有些恐惧 他不疼吗 而且就算是这样 他竟然都没有跪下 这特么就是个疯子 可矮子很快就回过神来 呵呵 有种 但是你现在也动不了吧 矮子算是看出来 这刘顺义虽然是个狠人 但是在他的威压之下 这家伙也没有任何办法 想到如此 矮子直接擦空一把短剑 随后直接朝着刘顺义飙射而去 刘顺义有些无奈 炼气和助击 终究是一个天 一个地 叹息过后 一股股淡红色的气息 逐渐地在刘顺义的身上升腾 然血神拳直接施展 十倍的实力增幅之下 刘顺义终于能够自由活动 能够自由活动的一瞬间 那矮子的短剑 也到了刘顺义的面前 刘顺义的身体恍惚了一下 瞬间消失在原地 血魁法师瞪大了双眼 嗯 人呢 刚说完 忽然就感觉 下巴被一股巨力撞击 他的身体 也再次朝着天空飞去 但是没有飞多久 刘顺义直接抓住了 血魁法师的脚踝 他再次把这血魁法师扯下来 一手掐着脖子 一手抓住这血魁法师的 两条小腿 然后狠狠地把这血魁法师 撞在了自己的膝盖上 哇 血魁法师 直接腰杆被折断 更是张嘴 喷出一口黑血 刘顺义此时 再次拎着这血魁法师的头发 啪啪啪啪 一顿大巴掌 疯狂地抽这家伙的脸 如此彪悍 直接让整个战场都安静了下来 甚至一同回头 看向了刘顺义 刘顺义也愣了一下 再次一巴掌 抽在了这血魁法师的脸上 对着众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嘿嘿 那个 在下实在不善打斗 你们继续 清廉宗的一群弟子 看了看 打成猪头 正在坠落的血魁法师 又看了看刘顺义 你这叫不善打斗 激素英 则是笑意盈盈地看着刘顺义 而刘顺义也感觉不好 方才只想着 好好地蹂躏一下小日子 一时间竟然上了头 他可不想出风头啊 想了想 刘顺义张嘴 喷出一口鲜血 气息极度微米 身体也从高空之上落下 师弟 那些助基弟子 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是刘顺义方才的彪悍 着实让他们十分敬佩 再说 大家都是一个宗门的人 此时刘顺义遇难 他们自然愤怒 换阵 组成青莲九华阵 多出来的人 赶紧去看看那位师弟 其中一位助基弟子说道 剩下的人点头 随后 几位弟子再次变阵 十多位弟子法力凝聚 一朵青色的莲花 忽然于天空之上绽放 莲花绽放之后 无数青色光芒 开始锁定那些三界血魁 扑扑扑 莲花光芒犹如利剑 斩杀那些三界血魁 犹如切菜 而多出来的三位弟子 则是朝着刘顺义那边飞去 刘顺义有些无语 师兄师姐们 你们多管什么闲事啊 就在这个时候 陈巧莉的身影忽然出现 拦住了那些青莲宗弟子 我去看师殿 你们注意战场 看到陈巧莉 那些弟子瞬间点头 因为不管怎么说 陈巧莉都算是准内门 而且还是藏剑锋的内门 实力自然无庸置疑 所以 他们也十分相信陈巧莉 陈巧莉劝走了那些人 瞬间飞到了刘顺义身边 一下就抱住了刘顺义 刘顺义尴尬了 身为男人 被女人公主抱 这也太他妈羞涩了 师姐 你就不能扶着我 陈巧莉翻了个白眼 我当时没有多想 当两人落地之后 陈巧莉一下把刘顺义 放在地上 哎哟 刘顺义立马跳起来 揉着自己的屁股 你能不能温柔一点 陈巧莉面色难看 因为此时她除了眼睛 浑身动不了 刘顺义也瞬间发现了 事情不对 问 刘顺义瞬间遇见 朝着陈巧莉头顶斩去 扑呲 飞剑直接刺入了一个 隐形之中的东西 绿色的鲜血 在通过隐形的东西 不断地流淌 哼 刘顺义再次冷哼 一道狂暴至极的雷霆 轰然从飞剑之上爆发 哼 雷霆直接让那怪物现行 那是一个异类 上半身长满了胳膊 胸口还有一张 长满尖刺的大嘴 身高甚至有三米 陈巧莉脱身之后 反手就是几张浮转 打在那怪物身上 随后双手结印 浮转瞬间形成了一道道锁链 开始不断地捆绑那怪物 而刘顺义 则是再次开启了燃血神拳 身形瞬间暴射而出 接着一拳朝着那怪物轰去 轰 一声巨响 那怪物直接被刘顺义 一拳轰成了渣渣 同一时间 远处的血魁法师 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怎么可能 那可是无限接近金丹的血魁 它竟然能够一拳轰碎 刘顺义在开启了燃血神拳之后 那可是整体都提升十倍 包括听觉 嗅觉 还有视觉 所以 在他进入燃血神拳的状态下 他就找到了血魁法师的位置 没有犹豫 刘顺义开启报射部 身躯瞬间出现在血魁法师面前 血魁法师茫然 这怎么可能 下一秒 刘顺义一脚踩在他脸上 然后连着他的脑袋 直接踩进了大地之下 轰轰轰 大地一层层的塌险 血魁法师也几乎快要失去了意识 嗡 就在血魁法师即将要完全失去意识的时候 他周身的血气再次爆发 紧跟着 血魁法师的身躯开始变异 原本只有一米三的小个子 转眼之间膨胀到了三米 安血魁法师的皮肤也开始变成了红色 面目也变得有些猙獰 甚至头顶还长了一对丑陋的鸡脚 血魁融合 陈巧莉大惊 师弟快些离开 那完全变异的血魁法师 哈哈大笑 晚了 说着一拳直接把刘顺义打成了血舞 陈巧莉目光呆滞 而那血魁法师则是哈哈大笑 能够死在本太郎手下 这已经是阁下莫大的荣幸 可紧接着 他的神情有些恶然 因为他的视线忽然交错 甚至如同镜面被割裂 不 那是 他半边脑袋在滑落 怎么 怎么可能 最后 他那庞大的身体 轰然倒地 而此时满头红发的刘顺义 平静地收剑 然后红发慢慢地复原 陈巧莉赶紧过来查看 你没事 陈巧莉狐疑地看着刘顺义 刘顺义挠头 应该没事吧 陈巧莉 再多的 陈巧莉没有再多问 走吧 接下来的事情 就不是我们该参与的了 还有 说完 陈巧莉直接拔了那尸体的指甲 猛然插进了刘顺义的肌肩膀 刘顺义 你必须有事情 懂 刘顺义点头 陈巧莉微微蹲下身子 上来 陈巧莉揉了揉鼻子 好 当陈巧莉把刘顺义 再次带到非洲之上的时候 康庄城的战斗也已经结束 因为血癸法师死了 他的那些血癸 也自动地成为了火靶子 在一众筑基弟子的联合倾角之下 很快就结束了战斗 刘顺义没有看到激素婴 也没有看到青藤长老 反而是迎来了一群师兄们 过来嘘寒问暖 因为当初他们可是看到刘顺义 亲手吊打血癸法师 那是一个彪悍 当然 刘顺义也神情落寞 和这些人说 自己动用了秘法 怕是往后的修为再难存尽 这话一出 好家伙 那群弟子瞬间找了好几个借口 瞬间消散 这操作都给刘顺义整惊呆了 我的天 这群人那么现实的吗 陈巧莉呵呵笑了笑 凡人和修真者的差距过大 一旦你成为废人 对于他们而言 怕是往后就不会再有什么交集 自然也就无需再有和你结交的打算 刘顺义沉默不语 可仔细想来 这样似乎也不错 刘顺义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结 毕竟 自己现在的实力 确实不咋地 能够成为一个路人甲 挺好 师姐 你随便把我扔到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吧 你应该知道 我没事的 陈巧莉点头 把血癸法师的储物袋 偷偷地塞给了刘顺义 她也赶紧地隐藏了自己 而刘顺义则是不动声色地 把储物袋收起来 然后靠在甲板上 装作一副十分虚弱的样子 别说 装挺像 甚至一眼看上去 就像是要嘎了的感觉 当然 刘顺义也不是什么都不做 比如说 好好地听这些弟子在交谈什么 左后听了半天 刘顺义总算是听明白了 如今的激素婴和青藤长老 已经进入了康庄城 似乎是要彻底地倾角康庄城 只是有个疑点 诗长星竟然不在 听说是跑了 刘顺义挠头 那么胆小的吗 不过刘顺义还是有些不放心 因为诗长星真的有点厉害 就之前自己施展燃血神泉的时候 那诗长星的名字 也只是暗淡一点之后 就立马恢复 至于之前 自己每天都扎扎自己腰子的事 那诗长星的名字 都不带暗淡的 我怎么感觉 这诗长星 没有那么胆小 不过不管了 自己已经出了风头 接下来 自己依然当个默默无闻的弟子 就好 而且 最让刘顺义头疼的是 那个青藤长老 这特么的 同一个宗门 想要杀自己 接下来还要好好想一想 怎么应对青藤 毕竟那可是金丹修士 若是他也有替死的宝物 那就能够在三秒的真空期的时候 完全杀了自己 至于三秒的真空期一过 自己若是死了 会不会复活 刘顺义不清楚 也不敢赌 所以 接下来 自己还是想一想 自己接下来 应该如何铸鸡 还有那什么铸鸡之物 一想到这个 刘顺义就头疼 铸鸡之物太贵 而且 自己既然有金手指 那这铸鸡之物 必然不能太拉不适 要么不铸鸡 要么就是选择 最好的铸鸡之物 想到这里 刘顺义直接把大道金 卷翻到了青藤那一夜 现在 他只想好好地睡一觉 激素英和青藤两人 早就来到了康庄城之内 因为不确定 施长星是不是在康庄城之内 设下了埋伏 所以 他们没有让弟子入内 如今的康庄城 一片的破败 甚至到处都是火光和狼烟 不多时 激素英和青藤 就来到了城主府 此时的城主府 空无一人 但是城主府的大厅之内 却有一个巨大的地洞 激素英和青藤 朝着地洞看去 里面同样是空无一物 随后 激素英再次看了看周围 也几乎空无一物的城主府 激素英得出来一个结论 这失常心 跑路了 青藤的面色十分难看 可恶 他竟然跑了 激素英有些奇怪地 看了一眼青藤 他若是自觉打不过我们 为了活命 似乎跑了 才是最为正确的选择 青藤面色铁青 让这样的毒瘤跑了 实在是 让人担心 青藤愤怒地说道 激素英呵呵笑了笑 没有再说话 随后 两人再次调查了很久 确定那失常心是真的要逃了 这才离开 当然 激素英在回去的路上 也收到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在特末完全 清剿了康庄城之后 青莲宗流失的地脉 瞬间停止 激素英眼睛微微眯起来 同时 激素英也再次传出去 一个隐秘的消息 暗中调查一下青藤 此时一片山谷之中 失常心有些虚弱的游荡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失常心不再漫无目的地游荡 而是找了一块石头 盘罪上 只是失常心刚刚坐下 一只鹦鹉就落在了他的面前 失常心 你明白康庄城有多重要吗 因为你个蠢货 让康庄城毁于一旦 你可知道后果 乌鸦开口说话 直接就是质问 失常心面无表情 我早就说了 你们所做的事情 终究有一天会被发现 是你们的傲慢 导致康庄城的丢失 和我有什么关系 那鹦鹉的语气 有些愤怒了 那你为何不站而投 你要知道 你今天所以拥有的一切 都是谁赐予你的 主上既然能够赐予你 你想要的一切 那自然也能够收回去 失常心冷哼 我倒是还想要问问你们 你们给我的血丹修炼之法 是有问题的 我如今已经根基不稳 甚至 我现在还有点贫血 那鹦鹉有些呆滞 因为 它此时也在扫失失常心的身体状况 诚如失常心所说 它现在根基不稳 甚至身体之中的血液 还少了一大半 若非它是金丹修为 就这贫血情况 能不能活命 都是个问题 更加离谱的是 这家伙的根基 也确实有些漂浮 这 这不可能啊 主上给你的修炼之法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它和你修炼的是一样的功法 时常心皱眉 那你告诉我 我这贫血是怎么回事 你别跟我说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一个金丹 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贫血 可自从修炼你们的功法之后 前一段时间腰子疼 这段时间贫血 还根基动摇 那鹦鹉也有些猛逼 诗常心说的很有道理 它现在的情况 别说对付一个两个金丹 哪怕是对付半个金丹 都有问题 当然 一开始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 诗常心就赶紧吃血蛋 然后运转邪魔炼化之法 去补充自己的气血 可结果 越是补充 它的气血 就越是燃烧的迅速 诗常心吓得 都不敢再继续运转邪魔炼化之法 所以 这也导致 它现在的根基有些不稳 那鹦鹉沉默了很久 最后依然有些觉得不对 我方才确认过了 你的这种情况 确实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你最近 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了 诗常心有些无语 清莲宗算不算 那鹦鹉再次沉默 因为诗常心身上的情况 太过于诡异 但是这种诡异的东西 清莲宗必然不会有 当然了 若是清莲宗真的有如此手段 那这诗常心还能活到现在 鹦鹉摇头 好吧 鉴于你确实事发有应 这次主上暂且不去计较 但是 清莲宗有个叫刘顺义的弟子 他身上有血鬼法师的东西 想来那刘顺义 绝对不会把那东西暴露给别人 你想办法杀了他 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这也是你赎罪的机会 诗常心怒了 我赎罪你吗 老子原本好好的一个城主 老子活得好好的 结果都是 你们这群狗娘养的 给老子害了 现在我身上被你们整出了问题 不给我解决 还要让我替你们办事 我办你吗 诗常心此时 眼神冰冷地看着那鹦鹉 我今天也把话放在这了 今天若是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结果 别说给你办事 我甚至还会把你们的所有的事情都抖出来 那鹦鹉冷哼 诗常心 你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棋子 主上用你 是给你面子 不用你 你算是什么东西 我劝你 还是要认清你自己的位置 说完 一股威压降临 诗常心的身体 瞬间被威严 按在那轻蚀之上 哼 记住你的任务 一个月之内 我需要见到东西 鹦鹉说完 直接消失 诗常心从地上爬起来 眼神十分的冰冷 狗娘养的 你不让老子好过 老子 不 诗常心痛苦地在地上打滚 他浑身的血液 犹如一根根尖刺 不断地在他的血管之中蠕动 那感觉 像是被凌迟 我做 我照做 我一定照做 诗常心求饶 不多会 那种感觉消失 诗常心浑身虚汗地 躺在那已经裂开的青石之上 双眼无神地看着天空 三天的时间 转眼过 此时 刘顺义换了一身 外门弟子服装 站在藏间峰的山门之外 当作一个守门的 日子过得那是一个清闲 当然 有关于刘顺义 在康庄城之外的 大展神威的事情 青莲宗之内 很少有人知道 因为没有人会传 至于刘顺义 一下子杂役 晋升为外门的事情 倒是在杂役院之内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刘顺义依然还记得 当初他去搬东西的时候 那些杂役弟子羡慕的眼神 但是 他们不知道的是 刘顺义 多少是有些后悔的 因为到了外门之后 刘顺义才发现 外门比特末杂役残忍多了 在外门 你实力不强 那只能被剥削到 不能再剥削的程度 反正一个不好 就有其他外门打你一顿 出气筒 杀包带 这就是外门弟子 资质差 修为差的处境 甚至有的时候 一个整不好 人就没了 至于外门是否有好人 有个鸡毛 到了修真界这个地 已经没有单纯的善恶了 谁权都大 谁有资格说话 谁实力强 那他做的事情 就是正义 这不 刘顺义就是资质差 显露的炼器四层修为 也就被直接穿小鞋 分配到了看大门 与他一同的师弟 虽然面容上没有什么 但是刘顺义清楚 这家伙 刚刚才被揍了一顿 怕是现在在强撑着 刘顺义叹息 外门和杂役 也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有的时候不如杂役 那弟子看了一眼刘顺义 然后低头没有说话 此时刘顺义有些无聊 毕竟藏剑峰 是真的很少有人来 而且在这一战就是一天 真的是浪费时间 兄弟 我看你天天被他们欺负 这种事情 藏剑峰不管了吗 那弟子依然沉默 刘顺义无奈了 好吧 还是个闷葫芦 难怪总是被欺负 出于好心 刘顺义还是拿出来一颗 疗伤的丹药 扔给了那弟子 同门一场 送你了 那弟子愣了一下 他捏着手中的瓷瓶 面上满是犹豫的神色 呵呵 自尊心还挺强 刘顺义笑了笑 算是借你的 日后你要还我 那弟子最后叹息一声 随后对着刘顺义行礼 多谢师弟 我日后必定十倍奉还 刘顺义摆了摆手 赶紧藏起来吧 免得再被别人看到 对你不利 那弟子点头 然后又是一句话不说 刘顺义妈了 好家伙 你是真能憋啊 可这家伙 是能熬得住 刘顺义反而是熬不住了 要是天天都在这看大门 什么时候 才能去找住基之物 至于说不看大门的时候 那就是做梦 刘顺义都已经看了三天三夜的大门了 刘顺义很苦恼 可为了青莲宗的住基之物 他又不得不忍着 转眼之间 半月的时间过去 今日的青莲宗 竟然下起了大雪 刘顺义和他的苦逼兄弟 在藏剑峰的山门外 看大门 不过刘顺义这个时候 则是在烧烤着野味 他那苦逼兄弟 还在那处着 像是一尊石像 刘顺义考好了山基 撕扯了一条大腿 递给了自己的那看门兄弟 后者也没有犹豫 因为每天即便是他不愿意吃 最后 刘顺义也会强行给他 不过今天不仅有吃的 还有酒水 酒水自然是刘顺义自己酿造的 藏剑峰的山门 很是萧条 而刘顺义和 自己的看门兄弟 一边吃野味 一边喝酒 看着山下的美景 倒也感觉到一番别样的风味 兄弟 即便是遭受如此苦难 你依然不愿意离开 为啥 那看门的兄弟想了想 最后还是说道 为了他 刘顺义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 此时从上下走上来 依十分好看的罗利 虽然是罗利 但是十分有料 则则 刘顺义点头 你倒是个情种 而且 你竟然喜欢罗利 好家伙 那我们 只是刘顺义还没有说完 那看门的兄弟 再次急切地摇头 不是 我说的是姬师姐 姬素英和那罗利 来到藏剑峰的山门前 忽然停下 姬素英看着刘顺义 犹豫了一下 你的贡献点 我已经给你要了回来 还有一些奖励 之后会给你 刘顺义愣了一下 随后赶紧啊 行礼 多谢师姐 姬素英点了点头 不过 看到刘顺义在这看门 姬素英有些不解 你怎么在看门 虽然外门弟子院落 也有些江湖 但是那对你而言 应该不至于看门吧 刘顺义笑了笑 我觉得挺好 虽然姬素英说的对 外门弟子 那群最高不过练起七层的弟子 对于刘顺义而言 真的不过谁随便镇压 但是 没有那个必要 他现在完全不需要修炼 一方面是没有助击功法 一方面没有助击之物 至于看大门 每天还有200点贡献点 挺好 激素英皱眉 他不是很喜欢刘顺义这种 没有上进心的心态 可一时间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最后只能叹息一声 转身进入山门 那小萝莉也是好奇地看了一眼刘顺义 没有多说什么 蹦蹦跳跳地跟着激素英进入山门 等两人走后 和刘顺义一同看门的兄弟 眼神死死地盯着刘顺义 刘顺义被他这眼神看得吓一跳 你干啥 那看门的兄弟面色有些不好看 你认识姬师姐 刘顺义有些无语 感情 这孩子吃醋了 刘顺义笑了笑 整个青莲宗 有谁不认识姬师姐的吗 那兄弟急了 我是说 你们互相认识 刘顺义点头 没错 我在做杂役的时候 帮姬师姐送过剑 那弟子神色缓和了起来 哦 刘顺义不由地摇头 你喜欢姬师姐 那弟子面色一红 低头不说话 刘顺义无语 得了 这闷葫芦的属性 又犯了 随后两人再次陷入了沉默 转眼之间进入了寒冬 腊月的天 在青莲山之上格外的冷 甚至有些冰冷刺骨 哪怕是刘顺义炼气大圆满 都有些抵挡不住 至于和刘顺义一同看门的兄弟 此时已经开始发抖 刘顺义被动得受不了 开始缓缓地运转修为 可结果 他发现自己的法力 似乎也开始被动住 我去 不是吧 老子总不能看得大门 把自己冻死吧 刘顺义很难受 甚至感觉很离谱 自己可都是羞逝了 怎么还能被冻成这鸟样 几乎是下意识的 刘顺义看了看和自己 一起看门的兄弟 结果 刘顺义有些傻眼 前面这兄弟都被冻成狗 怎么现在反而精神抖擞了 你不冷吗 刘顺义问道 那弟子想了想 假装搓了搓自己的身子 冷啊 刘顺义 好好 没有想到 这家伙身上竟然有取暖的宝贝 还瞒着自己 唉 刘顺义是越想越气 这段时间里面 这家伙的伙食 都是自己帮忙做的 结果现在可好 人家做什么事情 压根就没有想过你 还有自己之前的疗伤丹药 特么的是喂狗了 想了想 刘顺义赶紧从自己的怀中 掏出来一个本子 有关于穿越者修针指南 刘顺义翻开本子 提笔 刷刷地写下来一行字 不要随便对修针界的其他的人好 那弟子看了刘顺义写的这段话 面色瞬间红了 但是也没有解释什么 时间到了夜晚 藏剑峰的之上 大雪随着寒风一同呼啸 刘顺义被冻的 鼻涕都挂了两个冰溜子 不行 再这样下去 老子真的要被冻死 此时 刘顺义浑身哆嗦 想了想 他直接开始施展燃血神拳 咔嚓 咔嚓 淡红色的血气生疼 刘顺义瞬间感觉浑身一股暖流 充斥全身 那刺骨的寒冷 瞬间就被逼了出去 呼 刘顺义长出一口气 终于 不用被冻死 而此时刘顺义身边的那看门的弟子 看着刘顺义以这样的方式取暖 眼神之中满是震惊 他 燃烧精血取暖 疯了 此时 这弟子的脑海中也传来一道声音 那气息似乎是燃血神拳 可有些奇怪的是 他确实在燃烧血液 但是他的血液没有少 少年 什么意思 少年脑海中的声音再次传来 就是他确实施展了秘法 但是秘法所带来的副作用 对于这家伙而言 微乎其微 少年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大爹 少年脑海中的声音摇头 你不比他差 还有 你别觉得人天赋不错 就想弄死人家 这是什么星星 少年疑惑 老师 修真戒不就是如此 少年脑海中的声音再次沉默 但是沉默了很久 那声音再次响起 虽然你说的也没有错 但是为时还是希望 你不要滥杀无辜 我不信你做个好人 可我更不想你做个烂人 少年沉默 老人也不再劝 毕竟 这孩子亲眼目睹了 自己家满门被灭的场景 心里有很多怨言 那也是应该的 但是 这少年不知道的是 在他对刘顺义露出杀意的一瞬间 刘顺义便感知到了 毕竟他现在是燃血状态 身体的一切都提升十倍 包括感知 刘顺义此时看着少年 你说这几个月来 我对你如何 少年愣了一下 随后说到 多谢师弟的照顾 刘顺义点头 既然我对你没有不好 那方才你对我产生杀意 是什么意思 少年瞳孔一缩 随后否认 师弟说笑了 我怎么可能对你产生杀意 少年微笑着回应 刘顺义眯起了眼睛 随后二话不说 转身朝着山门之内走去 那少年愣了一下 他此时也想要抬腿进入山门 可直接被自己的老师喊住 不要找死 你以为这冰寒 真的是天气的原因 少年的脚步瞬间顿住 他看着一步一步 朝着藏剑封山上走的刘顺义 面色有些阴晴不定 那他怎么可以走 少年的老师无语了 你要不想一想 之前你那位祭师姐讲的话 他的能力 整个外门怕事都奈何不了他 你懂吗 少年张了张嘴 那少年的师父叹息 我给你两个取暖宝玉 你为何不给他一个 少年沉默了一会 因为我觉得 他和我不同 一个取暖宝玉 结交一个外门 不值得 刘顺义确实很生气 他对兄弟挺好 结果那兄弟 还想要杀自己 若非这是在藏剑封 刘顺义恨不得一剑斩了他 什么玩意 刘顺义气得难受 不多时 刘顺义终于回到了 自己在藏剑封分配的房间 可尚未走近 就听到一声声的音音艳艳 嗯 刘顺义迷茫了 他看了看自己住处的弟子牌 是自己的名字没错 可屋子里是怎么回事 刘顺义更加恼火了 碰 他直接一脚踹开了房门 谁 这巨大的动静 自然是隐得里面 两人惊呼 接着就听到一阵 稀稀锁锁的声音 没过多久 里面一位 衣衫不整的弟子走出来 那弟子看到 只有炼气四层的弟子 顿时恼怒 小子 你找死 坏我 他还没有说完 刘顺义一巴掌 就甩在他脸上 那弟子身体一个螺旋 随后重重地摔在地上 你特吗 你敢打我 那弟子再次起身 只是他刚起来 刘顺义直接按住他的脸 哄 这弟子的脑袋 直接被刘顺义按在墙里 然后再次抠出来 哄 再次狠狠地按在墙里 然后 接连七次 那弟子终于扛不住 双目无神地瘫软在了地上 此时那屋里的女弟子 都吓傻了 看到刘顺义走进来 那女弟子 吓得不断地靠着墙 刘顺义看着自己床上一片凌乱 怒火中烧 舔干净 那女弟子面色惨白 好好 第二日 雪停了 天空之中也出现了太阳 而刘顺义则是在想一个问题 按照道理而言 自己能够感受到寒冷 这正常吗 刘顺义此时沉浸在脑海中的大道金卷之中 此时 诗长星的名字依然冒着紫色的光芒 没错啊 诗长星这一夜 自己是打开的 为啥能够感受到寒冷 寒冷不算是负面吗 不过想了想 刘顺义似乎还真的发现一个问题 似乎自己确实能够感受到气温 气温不算负面 若是如此的话 那若是敌人施展法术 直接气温攀升 或者急速下降 那自己岂不是直接被弄死 刘顺义心中刚有这个顾虑 忽然就感觉到一阵温和 嗯 刘顺义震惊了 此时 他赶紧走出自己的房门 不冷了 真的一点都不冷了 刘顺义眼神闪烁 难道说 还有一些负面 是我认为它是负面 也能够成立 一想到如此 刘顺义内心想到 我现在卡修为了 这也是个负面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好吧 这个确实有些不切实际 接着 刘顺义也就不再管这些事情 而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赶紧搞贡献点 上次康庄成 自己总共获得十万贡献 这点贡献 买一个助击功法的零头都不够 况且 还有助击之物 嗯 虽然自己现在买不起助击之物 可总可以去看看吧 想到如此 刘顺义直接出门 直接朝着藏剑锋的宝格走去 不得不说 这宝格也是真的黑 进去一趟就要五千贡献点 尼玛 这可是自己一个月的饭钱 不过 当真的进入藏剑锋的宝格之后 刘顺义又觉得物有所值 因为这宝格之中的东西 试者呢很多 琳琅满目 光转琉璃 卧槽 刘顺义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感觉自己是不是特么看错了 他看到了什么 藏剑锋镇锋之宝 是特么一把剑 清平剑 这特么没有开玩笑 刘顺义难以置信 甚至他觉得 也许 这只是名字相撞而已 应该不是自己 所理解的那把剑 可就在这个时候 纪素银的声音忽然响起 看你的样子 你似乎对这剑 很是熟悉 看到是纪素银 刘顺义赶紧行礼 见过事件 纪素银摆了摆手 这把剑 是我们第一代封主开留下来的配剑 也是我封的阵风之宝 当然 这把剑是不受卖的 老封主曾言 若是谁能拔出来这把剑 那这把剑就是 刺了 刘顺义刚刚拔出清平剑 然后一脸猛逼地看着纪素银 啥 纪素银呆滞地看着刘顺义手中的清平剑 而刘顺义也感觉到有些不妥 赶紧把清平剑插回去 事件 你方才说什么 纪素银回过神来 深吸一口气 然后他也伸手去拔剑 可无论他怎么去拔剑 那剑就就是不出来 你再试一试 纪素银看着刘顺义说道 刘顺义点头 刺了 长剑出鞘 然后再插回去 然后刘顺义不停地抽出 插入 来回反复 停停停 纪素银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这把剑 你拿去吧 哦 刘顺义并没有很开心 因为 这剑 他真的没有感觉到特别之处 若说特别 那就是特别的长 看到刘顺义不满意 激素银都忍不住地 想要揍人 清平剑上 有108道静止 解开静止 你才能发挥它的威力 不过不到万不得已 这把剑你不要轻易使用 刘顺义点头 哦 想来你进入宝阁 是来啊 寻找助机之物的吧 刘顺义挠头 师姐 我怎么感觉 你什么都知道 激素银呵呵笑了笑 少拼嘴 随我来 刘顺义点头 不多时 激素银带着刘顺义 来到了助机之物的区域 激素银边走边介绍 这是天一真水 用磁等宝物助机 天生清水 甚至能够操控水流 作为武器作战 这是炫机 用磁物助机 攻伐之力十分了得 一般而言 是剑修所选 除此之外 天使天窥木 金屋火 化生土 可以说 这里的每一种助机之物 都很离谱 甚至都是可以无限成长的 只能说 刘顺义是都想要啊 可是看了看价格 是真的买不起啊 随便一种助机之物 都特么是五十万贡献点起步 不过 刘顺义忽然看到一颗珠子 眼神直冒光 混元珠 吉苏英笑了笑 这个助机之物很神秘 因为没有人能够用此物助机 因为用此物助机的人 基本上都暴毙了 至于用此物助机之后的功效是什么 暂时我也不是很清楚 刘顺义瞬间有了心思 混元珠 光是听名字 就感觉很不一般 至于说 利用混元珠助机 很有可能直接暴体 而往这件事情 刘顺义最不怕的 就是这个 只是一看混元珠的价格 刘顺义不由的面色乌黑 宗门贡献点 99万 99千万贡献 刘顺义转头看向了激素英 这是认真的吗 激素英笑了笑 自然不是认真的 标注这个价格 就是告诉别人 不要用这个东西助机 刘顺义点了点头 一时间 刘顺义有些犹豫了 这东西 别人都用不了 若是自己拿来之后 成功助机 那不就直接震惊整个青莲宗了 可明明有这样一个离谱的助机之物 若是不用 那岂不是可惜 激素英似乎是看出来 刘顺义的想法 不由得的小声地问道 你想用此物助机 刘顺义沉默 激素英再次问道 你有啊几分把握 刘顺义挠头 我不知道 激素英手指不断地敲打着自己的剑翘 目光一直看着刘顺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激素英说道 我可以做主 把这个混元助给你 刘顺义叹息 那师姐想要让我做什么 激素英面色严肃了起来 近日来 有一个小型的秘境即将开启 秘境之中 有一种灵草 叫做胡火腾 我需要你进入秘境 找一找那胡火腾 哪怕是知道它的具体位置也好 刘顺义 说真的 秘境什么的 他是真的不想去 因为太危险 而且 自己有大到精卷 还有炼丹的技术 想要什么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己大可不必去冒险 安全修仙 才是王道 可以想到自己目前的这柱机之物 刘顺义咬了咬牙 行 激素英一伸手 那混元猪就从那透明的柜子里飞出 随后 激素英直接把这玩意递给刘顺义 刘顺义赶紧接着 就这样给我了 刘顺义有些难以相信 激素英笑了笑 我相信你的为人 刘顺义也笑了 时间转眼之间过去了三天 这三天的时间 刘顺义总共打跑了三拨人 都是外门弟子 甚至还有一些是老牌的外门弟子 原因很简单 之前那霸占自己洞府的人 被刘顺义打了 然后就叫人来找场子 然后叫来的人 再次被打了 然后再叫人 终于 刘顺义几乎是把外门那些十分厉害的弟子 全部都揍了一遍 这才全部老实 如今 刘顺义在藏剑峰的外门 可谓是横着走 甚至那些外面 如今看见刘顺义 全部都行李 这就是修真剑 实力 永远都是身份的象征 刘顺义倒也没有端架子 一一回礼 有的时候 还会停下来 和那些弟子闲聊两句 不过 今日刘顺义有的忙了 因为有了助击之物 他还需要助击的功法 当然 还需要一枚助击单 这些 无疑不是助击所需要的东西 可谓是 十分的费钱 甚至也需要大量的贡献值 好在是 他是炼丹师啊 现在 他只需要认证自己炼丹师的身份 就一颗为宗门炼丹 炼制一颗聚气丹 那可就是五百贡献 一颗回气丹 一百贡献 甚至品级越好 贡献越多 这特么才是自己现在应该干的事情 而且 成为宗门的炼丹师 还有一个好处 宗门的所有要材 单方 自己都可以随便使用 而是炼丹师 每个月的月缝 可是两万零食 好家伙 当时刘顺义的眼睛就直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刘顺义终于是来到了 青莲宗的炼丹房 炼丹房给人的第一印象 有点像是医院 因为这里来往的人 全部都是商员 甚至有的 还是被人搀扶着走 而且人满为患 刘顺义那是七拐八拐 才来到了炼丹师验证处 这里 同样的人满为患 最为离谱的是 那些排队等着验证的人 还在不停地看书 我去 这怎么有种面试的感觉 刘顺义看得十分傻眼 闲来无事 刘顺义也只能排队等待 不过等待的途中 刘顺义还是忍不住地 朝着自己旁边的哥们 偷瞄了一眼 这一看之下 刘顺义有些无语 因为 他们看的全部都是要名和要理 而且都是最为基础的 不是 你们这最基础的要的名字 和要理都不知道 你们来验证什么连单诗 刘顺义搞不懂 当然也没有多嘴 刘顺义都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 等到他都已经昏昏欲睡的时候 终于 验证出的人喊了他的名字 藏剑锋 刘顺义 来了来了 刘顺义赶紧起身 然后跟着那弟子进入了验证处 进入一个大厅之中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丹炉 这玩意 看着和太上的那个丹炉真相 当然 只是看着像 刘顺义估摸着 这玩意和太上的那个丹炉 是比不了的 去吧 那弟子带刘顺义进来之后 就躲在了一边 而刘顺义也走到了那丹炉面前 不 准确来说 是走到丹炉面前的一张桌子面前 桌子上是一张纸 还有几株药草 写下他们的名字和要理 也不知道是谁在说话 刘顺义也不在意 按照提示就做 药材和他们的功效都十分简单 刘顺义几乎马上就写好 当刘顺义刚刚写好之后 那纸张瞬间飞到丹炉的背面 刘顺义这才渗透去看 原来这丹炉的背面 还有一张桌子 一位先锋道鼓的老人 端坐在桌子面前 仔细端向刘顺义所提交的答案 哦 连一些隐藏的功效都写出来了 是个人才 老人十分满意 随后说道 第一关过了 第二关 炼制一如酒品的回汽丹 药材在你左边的柜子里 听了老人的话 刘顺义这才发现 左边的真的有一个药柜 没有犹豫 刘顺义直接拿了一份回汽丹的药材 然后通过那丹炉开始炼制 刘顺义那手法 可谓是相当的残暴 药材是直接一股脑 全部甩在丹炉之中 然后大火提炼 粗暴的灵气 疯狂朝着丹炉之中狂涌 那考核刘顺义的老人 吓得面色惨白 这哪里是来炼丹的 这特么是来炸炉的吧 你在干什么 赶紧给我 嗯 那老人刚想要暴怒 忽然就看到 刘顺义从丹炉之中 取出十多颗乳白色的丹药 老头傻眼了 这什么情况 没有手法 没有任何计较 这也能承担 老头有些不相信 赶紧来到刘顺义的面前 拿起一颗丹药 仔细地查看 这一看之下 老头有些傻眼 因为刘顺义不仅承担了 而且 还都是极品的回气丹 老人忍不住地塞在嘴里 五 那股庞大的药力 温和 并且和十分容易地被身体吸收 也十分容易地 将其中的灵力 转化为自己的灵力 这是极品的回气丹 没错 可问题是 那粗糙不堪的手法 能够炼制这样的丹药 若非他亲眼所见 他都以为刘顺义 是提前拿好的丹药 在糊弄自己 那个 我这算是通过了吗 刘顺义有些不太确定 按照道理来说 极品的回气丹 应该能够通过吧 不过说来 刘顺义还真的对一个好的丹炉 有了一种直观的认知 平常自己炼制中品的回气丹 使用的也是相同的手法 结果 用这个丹炉 直接炼制出了极品 若非自己有意地控制 怕是丹蚊都能炼制出来 为了压制丹药的品质 刘顺义可是捏了一把冷汗 只是 那老头也有些不太确定了 那个 你再炼制一炉我看看 刘顺义点头 然后 同样的手法 同样的操作 刘顺义再次宁练出 一炉回气丹 而且 质量都是极品 没有办法 丹炉实在太好 刘顺义实在是压不住丹药的品质 那老头迷茫了 炼丹几百年了 什么样的炼丹天才 他都见过 可如同刘顺义这般的炼丹天才 他今天是第一次见 甚至这随便炼制极品回气的操作 搞得这老头 有些怀疑人生 那个 要不我再炼制一炉 看着老头不说话 刘顺义试探性地问道 老头摆手 不必了 随后 老头看着刘顺义问道 你的炼丹水平 应该不只是一阶炼丹师吧 刘顺义摇头 我也不知道啊 老头这个时候 拿出来一个丹方 这是三品脆灵丹 你试着看 能不能炼制 刘顺义点头 仔细地看了看翠灵丹的丹方 随后拿出那些药材 开始炼制 翠灵丹的药材 需要的有些多 刘顺义同样的手法炼制 整整花了十分钟 最后 终于出了十二枚翠灵丹 而且都是上品丹药 老头目瞪口呆 三阶炼丹师 刘顺义挠头 自己现在的水平 竟然有三阶吗 这倒是没有想到 老头看着刘顺义 有些不确定 要不 你试一试四阶丹药 刘顺义赶紧摆手 不行 我炼制不了了 三阶丹药 已经是极限 这一点 刘顺义没有说谎 炼制三阶丹药 他都有些吃力 若非是自己 挂着敌人免疫负面的被动 三阶丹药 自己都有可能无法来炼制 四阶就别提了 实在是实力跟不上 那老头也点了点头 确实 四阶丹药 不仅仅是需要实力 更需要庞大的精神力 眼前这小子 哪怕是隐藏了修为 但是想要炼制四阶丹药 也不太可能 最后 老人给了刘顺义 一个三阶炼丹式的身份牌 刘顺义接过身份牌 对着老人行了一礼 多谢 老人摆手 神情有些木呢 主要是 他还在回忆 刘顺义方才的炼丹手法 等刘顺义走后 老头赶紧拿出一份 翠灵丹的材料 学着刘顺义的手法 开始炼制丹药 卧槽 老头越来越感觉不对劲 此时丹炼之内 灵力十分狂暴 甚至整个丹炼 都开始轰轰作响 哄 终于 丹炼最后完全支撑不住 轰然爆炸 刘顺义刚刚走出炼丹房 结果就感觉整个大地都是一颤 回头看去 整个炼丹房阵法都已经开启 一朵蘑菇云更是缓缓升起 刘顺义呆滞 这应该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吧 刘顺义不太确定 可眼下 还是赶紧走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 刘顺义一直在疯狂地炼丹 如今整个藏剑风 可以说完全不缺丹药 甚至因为刘顺义 疯狂炼丹的行为 整个藏剑风的实力 也直接提升了一大截 毕竟之前的藏剑风 想要获取丹药 都需要去炼丹房去买 因为自己风实在是没有炼丹师 而且其他风也刻意针对藏剑风 所以藏剑风想要去购买丹药 价格也十分紧缺 可如今有刘顺义在 整个藏剑风忽然就富裕了起来 如今藏剑风不仅丹药吃不完 甚至还要往外出售 姬素英有些傻眼 他知道刘顺义能干 可没有想到如此能干啊 师姐 我们风的药材有点紧张了 此时 一弟子汇报 姬素英 药槽紧张 那弟子点头 刘师兄几乎都把我们的药材 全部变成了丹药了 而且 现在我们丹药库 都已经全部被塞满了 姬素英眼神之中充满了震惊 我知道了 说完 姬素英打发了弟子下去 想了想 姬素英瞬间消失 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就看到刘顺义还在藏剑峰的丹炉旁边 呼呼练丹 刘顺义看到姬素英来了 笑着说道 正在练丹 还请师姐勿怪失联 姬素英摇头 他看着刘顺义旁边还堆放着挤麻袋的丹药 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 因为藏剑峰 从来都没有像现在如此富裕过 其实你不用如此的 姬素英此时看了看刘顺义放在一旁的三阶练丹室的身份 不由地倒抽一口冷气 无妨 对了 师姐 药材没了 我只需要再练制一千克聚起丹 贡献就够了 姬素英深吸一口气 顺义啊 嗯 其实 你身为藏剑峰的弟子 又是三阶练丹师 藏剑峰的藏金阁 是免费对你开放的 哈 碰 此时那巨大的丹炉 猛然炸链 好在姬素英单手拍下 才没有导致 整个丹房都被粉碎 可饶是如此 刘顺义还是被炸的头发冒烟 满脸乌黑 刘顺义想哭 这些日子 自己没日没夜的炼丹 就是为了早日能够换取一门铸鸡功法 可结果 你现在告诉我 我的身份 可以无条件去学习功法 师姐怎么不早说 姬素英笑了笑 因为 你也没有问啊 而且 你获得炼丹师身份之后 就开始炼丹 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的炼丹师 刘顺义 好像 这姬师姐说的有道理 不过无所谓 反正现在自己有将近七十几万贡献 不用花出去 那还是自己的 想到这一点 刘顺义总算是安心了下来 也是 那我是不是藏剑锋的药材 也能随便使用 姬素英点头 没错 刘顺义没有多说 当即去拿出一份炼丹丹的药材 然后生火 开始炼制炼丹 手法依然是那么狂暴 而且炼制得十分迅速 嗡嗡 当打开炼丹 丹药的霞光尚未显现 刘顺义就赶紧把助击丹收起来 整个过程 姬素英都在旁观 然后就是有些傻眼 虽然他不是很懂炼丹 但是 如同刘顺义这样的炼丹手段 他还是第一次见 而且 那丹药的品质 他也有些没有看清楚 可能够出现霞光的丹药 那必然是了不得 姬素英想要看看刘顺义炼制的助击丹 可看刘顺义那谨慎的小眼神 也就打消了这念头 行了 不用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 我还不至于去黑你的丹药 此次前来 主要是药材的问题 如今藏剑锋的药材 都被你炼制成了丹药 至于心境的药材 估计要再等等 对了 说完 姬素英再次拿出一个储物袋 递给刘顺义 这里是五十万零食 作为你为藏剑锋炼丹的奖励 刘顺义呆滞 那么多 姬素英摇头 如今宗门处于特殊时期 藏剑锋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 这已经算是低的了 若是以前 你这份贡献 少说要奖励两百万零食的 刘顺义舔了舔嘴唇 师姐 其实你也可以打个欠挑 碰 姬素英的剑柄 直接打在了刘顺义的脑袋上 少平 刘顺义也只是黑黑笑了一声 那没什么事情 我去挑选助击功法了 刘顺义说完就要走 姬素英赶紧说道 你知道自己是什么灵根吗 刘顺义愣了一下 这个 他还是真的不知道 毕竟 当初入门的时候 只是说 他是砸灵根 也没有说 他具体是什么属性的灵根 刘顺义摇头 姬素英这个时候 直接拿出一个水晶球 注入你的法力 刘顺义点头 对于姬素英 刘顺义有种莫名的信任 当刘顺义注入法力之后 安水晶球 直接五光十色 甚至光芒还十分微弱 这看得姬素英嘴角抽搐 全属性 砸灵根 正常来说 刘顺义这种灵根 是不可能修炼的 即便是修炼 终其一生 能到炼器三层 就已经很不错了 可这家伙 半年的时间 就已经炼器十二层圆满 其中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是因为无法助击 而没有修炼 这简直是奇葩 可这样的灵根 也没有更加适合的功法 唯一适合的功法 姬素英面色有些古怪的 拿出一本功法 这本功法 倒是适合你 吸收的是全属性灵器 甚至传闻 能够修炼到飞升 但是不知道品级 甚至也从来没有人修炼过 说着 姬素英把手中的功法 递给刘顺义 刘顺义接过功法 看了一眼 好家伙 名字是真霸气 不朽会员精 吸收万灵之气 为自己所用 修炼到极致 甚至可以吸收混沌之气 为自己所用 那么猛 刘顺义震惊 内容是很夸张 但是至今无人能修炼 不过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 若实在不行 我再为你寻一门 适合你的功法 刘顺义点头 好 谢谢师姐 我回去修炼试一试 姬素英点头 而刘顺义 则是一边研究那功法 一边返回自己的住所 姬素英 则是看着丹炉发呆 他还在想 什么品级的丹药 能够发出霞光 实在想不明白 姬素英去了一趟丹房 最近丹房有些遭重 因为时不时的 就能听到炸炉的声音 那是丹房的大长老 在炼制丹药 也不知道怎么了 最近丹房的大长老 有些磨愣 炼丹的手法 粗糙无比 甚至炼制丹药的过程 也十分狂暴 当然 炸炉也炸得十分狂暴 姬素英刚刚来到 丹房大长老的住处 就听到一阵闷响 随后就看到一个丹炉盖子 冒着烟 直冲天际 姬素英有些呆滞 可嗨嗨 丹房大长老 从一股浓烟之中走出 蓬头垢面 但是满脸的高兴 快了 快了 我感觉再炸炉个十多次 我就能够掌握其中的精髓 姬素英听得目瞪口呆 嗯 素英丫头来了 快坐 姬素英行礼 随后啊 落座 苏长老这是 姬素英看着那院子中的浓烟 疑惑地问道 苏长老摆手 新看着一种炼丹的手法 再进行尝试 而且 我已经隐隐地有了一种感觉 我若是能学会这方法 我将会在炼丹的道路上 更进一步 哦 对了 你这丫头 是来向老夫讨要丹药的 姬素英摇头 丹药的话 我藏剑锋暂时还不缺 不过此次前来叨扰 确实是有关于丹药的问题 苏长老 我是说 若是丹药出现霞光 那是什么品质的丹药 苏长老呆滞 丹药出现霞光 传闻只有超越极品的丹药 才会出现霞光 那可都称得上是精丹的品质了 姬素英眼神之中充满了震惊 然后沉默不语 可苏长老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不对 你不是炼丹师 应该不会知道这件事情才对 是不是见过这种丹药 姬素英点头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丹药霞光了 姬素英起身 苏长老 在下还有事情 暂且告辞 说完 也不给这苏长老反应的机会 转身就走 苏长老想要拦下姬素英 可最后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动作 清莲宗的一个小镇子里 此时一个乞丐 一脸毫无血色地躺在地上 因为他最近像是中邪了一样 不仅浑身虚脱 甚至内心之中 还有一股莫名的烦躁 甚至想吐 尤其是 看到丹药就想吐 我这是怎么了 诗长星有些不明白 为何自己会对丹药 那么感觉到那么恶心 尤其是闻到丹药的味道之后 更是一阵的反胃 此时 一条小蛇慢慢地爬到了 诗长星的脚边 那小蛇昂起头颅 口吐人言 诗长星 天火秘境开启之后 那个叫刘顺义的弟子 也会去天火秘境 抓住时机 看了一眼这小蛇 诗长星点了点头 记住 雪葵法师的储物袋 一定要拿回来 而且要原封不动地拿回来 诗长星再次点头 小蛇有些疑惑地 看着诗长星 你这是怎么了 诗长星摇头 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最近感觉有点虚 嗯 甚至看到丹药就反问 小蛇 行了 记住 抓住机会 至于青莲宗的其他长老 你无需担心 青藤会给你创造机会 诗长星点头 小蛇再次扭着身子离开 诗长星无奈地靠在墙边 内心难受和烦躁的情绪 再次传来 操 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诗长星十分地暴躁 他打算出去走走 可忽然 诗长星看到一个人 刘顺义 诗长星双眼一亮 正要上前 忽然就看到刘顺义旁边的激素鹰 他赶紧躲起来 可恶 他怎么会跟刘顺义在一起 一个内门弟子 一个外门 这两个人怎么看 都不可能走在一起 诗长星面色有些难看 不过 他的眼神始终没有离开过刘顺义 同时 他也赶紧给他上头的人传讯 刘顺义也有些无奈 他原本想要住机来着 毕竟他现在有功法 有助鸡之物 有助鸡丹 一切俱备 可这激素鹰 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风 一定要让自己陪着他逛街 师姐 你在青莲宗 什么都不缺 为何还要下山采买这些东西 而且 还都是凡俗之物 刘顺义无语地问 激素鹰微笑 虽然我们贵为修士 应该远离凡尘 但是不入凡尘 又如何超脱凡尘呢 我自小就在山上长大 所见所闻 皆为修道之物 凡尘都未曾来过 这与我而言 是一种缺陷 刘顺义点头 因为这激素鹰 说得十分有道理 如激素鹰这般清醒的修士 怕是没有多少 难怪这激素鹰 是内门弟子 可刘顺义还是不明白 可为啥让我陪你一起啊 激素鹰有些不高兴地 看了一眼刘顺义 想要陪我的弟子那么多 选择你 你就偷着乐吧 怎么你还跳起来了 我看你是皮痒痒了 说着 激素鹰抬起剑柄 做事就要敲在刘顺义的头上 刘顺义赶紧求饶 师姐 我错了 别打 激素鹰冷哼一声 倒也没有真正的下手 随后 两人再次逛街 激素鹰时不时地拿起头花 比对自己的头发 问刘顺义好不好看 好看好看 这个呢 好看好看 那这个呢 好看好看 激素鹰有些冒火 你都没看 啊 我看了 真的 激素鹰眼神不善地看着刘顺义 那你说说 哪里好看 刘顺义挠头 师姐本身就宛若仙女 但什么都好看 激素鹰感觉有些没劲 好了 这街 逛着没什么意思 刘顺义赶紧问道 那要不 咱们回去 激素鹰翻了个白眼 顺义啊 嗯 激素鹰有些语重心长地说道 其实 我今天并非是单纯来逛街的 刘顺义面色紧张了起来 师姐您说 激素鹰没有说话 而是朝着镇子里的一处大院走去 两人来到院子里之后 一群下人行礼 激素鹰摆了白手 最后把刘顺义带到了大院的政厅 坐吧 激素鹰说道 刘顺义点头 随便坐在了侧面 而激素鹰则是微微品了品茶水 这才说道 顺义啊 你可知道 未来修真界有些不太品 刘顺义摇头 不知道 激素鹰差点枪道 随后他把茶杯放下 那很正常 不过今天先同你说说 未来的修真界 可能有些动乱 网大的说 咱们要为天下 网小的说 咱们要守护好自己的宗门不是 刘顺义挠头 师姐 你说的动荡是怎么回事 激素鹰摇头 不知道 刘顺义 不对 别打岔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的细节 但是我知道 在未来 修真界将会大乱 血流成河 魂天地暗 山河破碎 世界崩塌 前途 等等 刘顺义此时听不下去了 师姐 咱要不先把你手中的草稿收一收 你就直接说吧 你想要师弟做什么 激素鹰咳嗽了一声 然后收起了手中的草稿 是这样的 在未来的大乱之中 将会有一人 会终结这场大难 但是 现在十分需要一枚宁金丹 突破金丹镜 所以 师弟 为了宗门 为了天下 能够请你帮忙炼制一枚丹药 刘顺义无语地看着激素鹰 师姐 下次有这样的要求 你可以直接提 不用如此拐弯抹角 不过我现在实力不行 暂时无法炼制四阶丹药 等我到了筑机 也许可以试一试 好 看刘顺义硬呈下来 激素鹰也算是放心了 不过 我这次叫你出来 自然不仅仅只是为了这件事情 知道为何 我不让你突破筑机吗 刘顺义这回 倒是真的迷茫了 激素鹰此时也是叹息 想要进入筑机境界 你还需要一个筑机之地 筑机之地越好 筑机的成功率也就越大 甚至根基更加夯实 宗门的筑机临迟虽然不错 但是也比不上 秘境里面的先天筑机之地 此次天火秘境之中 就有一个九龄倒台 在那里筑机 兴许 还能蜕变一次根基 与你而言 那才是最佳的筑机之地 听闻此话 刘顺义这才恍然 多谢师姐教导 激素鹰白首 还有一件事 把血魁法师的储物袋 给我看看 刘顺义直接把血魁法师的储物袋 交给了激素鹰 激素鹰不由地愣住 你就不怕 我是真的贪图你的储物袋 刘顺义摇头 师姐说笑了 师姐身为藏剑锋大师姐 什么东西没有见过 那血魁法师的 就算是真的家产不错 可我估计 师姐也是看不上的 激素鹰笑了笑 说的没错 激素鹰直接打开储物袋 一阵地翻找 最后终于是翻找出一个小盒子 那小盒子 激素鹰没有打开 他只是取走了小盒子 然后 把储物袋的东西 全部放在另外一个储物袋 递给了刘顺义 刘顺义赶紧接着 是不是疑惑 我为何多此一举 刘顺义摇头 不疑惑 激素鹰深吸了一口气 你说你疑惑 刘顺义 好吧 这师姐老毛病又犯了 刘顺义只好装作满脸疑惑 师姐 在下确实疑惑 你为何要多此一举 激素鹰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因为方才我得到消息 那雪葵法师的 死了就死了 但是他的储物袋之中 有一个污秽之物 天神教的人 想要把这污秽之物重新拿回来 所以 血葵法师的储物袋 在你身上 十分地不安全 刘顺义瞬间懂了 可随后 刘顺义赶紧行礼道谢 多谢师姐 激素鹰叹息 我虽然把血鬼法师的储物袋 拿走 但是我还是不敢保证 天神教的人会不会杀你 你最近可要小心一些 刘顺义点头 多谢师姐提醒 我记下了 激素鹰有些疑惑地看着刘顺义 我怎么感觉 你一点也不紧张 刘顺义愣了一下 随后赶紧摇头 不不不 我只是面色上平静 实际上 我现在内心紧张得不行 激素鹰摇头 不过你也无需担心 天神教的人 再怎么猖狂 也不敢在清联宗的地界撒野 不过你去天火秘境的时候 要小心些 因为进入天火秘境的 还是有那么一两个 筑机巅峰的修饰 刘顺义点头 我知道了 不过师姐 这小盒子里 到底是什么 刘顺义看着激素鹰 一直拿着那小盒子看 他实在是有些好奇 激素鹰面色平静 是一种邪气 人若是沾染上这邪气 就会心生邪念 变成了杀人如麻的邪魔 当然 这东西还有个恐怖的地方 它可以迅速常常 吸收人的邪念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东西 反而是一些魔修 或者是邪修的压制宝 说着 激素鹰直接在小盒子上 打下了几道封印 封印完成之后 激素鹰直接把小盒子 重新放回了 血鬼法师的储物袋之中 行了 没事了 我们走吧 刘顺义点头 随后跟着激素鹰 朝着清联宗的方向而去 不过走在路上的时候 激素鹰一直提着那储物袋 转着圈的玩 石长星一直观察着 刘顺义和激素鹰 可当他们两个走出来之后 石长星就有些傻眼 那储物袋 如今在激素鹰手上 石长星肩膀上的乌鸦点头 我看到了 石长星回头看了看这乌鸦 那我们现在还杀刘顺义吗 乌鸦有些沉默 不过沉默了一回 乌鸦还是说道 一样要杀 因为我们不敢保证 那东西是否真的在激素鹰手中 再说了 一个炼气的蝼蚁 杀了就杀了 石长星点头 那激素鹰呢 那乌鸦再次沉默 刘顺义是个什么玩意 乌鸦是一点都不放在心上 可激素鹰就不一样 藏剑锋的大师姐 甚至修为更是深不可测 反正就乌鸦所见 激素鹰的战斗 几乎都是一剑便解决战斗 从来没有见过它 多出过一剑 表面上 这激素鹰只是精丹修为 可实际上 激素鹰到底是什么境界 无人知晓 乌鸦想了很久 最后还是说道 先杀了那个叫刘顺义的蝼蚁 等把他杀了 若是东西确实不在他身上 那在考虑激素鹰的事情 石长星不由地翻了个白眼 杀刘顺义倒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们到底靠谱吗 别到时候 你们拦不住青莲宗的长老 乌鸦有些生气 放心 这件事情 绝对靠谱 石长星点头 那我修炼的功法怎说 我最近经常贫血不说 甚至还有些生理不适 乌鸦 生理不适 又是什么鬼 石长星把自己现在的情况说了一遍 那乌鸦听完之后 陷入了沉思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乌鸦忍不住开口 说真的 你这种情况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甚至 嗯 我有些难以评价 石长星有些着急 那我总不能一直这个样子吧 有没有什么解决之法 乌鸦摇头 暂时没有 不过 你等我研究一下 说完 乌鸦直接飞走 石长星看着乌鸦飞走的方向 眼神有些愤怒 狗日的天神叫 这一切都是你们害的 石长星甚至十分后悔上这个贼船 如今搞得自己根基都有些漂浮 但是 路已经走错 就完全没有办法回头 随后 他再次装作乞丐 躺在大街上 转眼之间又是一个月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刘顺义过的那是相当的舒服 不用干活 也没有哪个不长眼的外门弟子 前来叨扰 甚至助击的东西 刘顺义都准备好了 一时间 他竟然闲了下来 不过刘顺义倒是拿出那混元珠 心中有些思量 若是我到时候真的暴体而亡 那我的身体 是否能够支撑三秒钟 一想到这里 刘顺义心里就有些紧张 不行 一定要未雨绸缪 即便是我现在有金手指 但是三秒的时间 还是需要自己来承受 想到这里 刘顺义开始炼智 最为顶级的疗伤丹药 对于自己 刘顺义倒是没有藏丝 能够多完美的炼丹 就多完美的炼丹 最后 刘顺义足足地为自己准备了十几颗 带着丹药狭光的来疗伤丹药 当丹药炼制完成之后 激素因就找了过来 顺义 出发了 前往秘境 刘顺义赶紧收拾东西 知道了知道了 这就来 出门的路上 刘顺义没有和激素因走一块 因为实在是不合适 毕竟激素因属于是青莲宗的大明星 自己不过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外门 两人走在一起 甚至某些时候 两人的行为看起来有些暧昧 这就很不好了 不用 当刘顺义来到前往秘境的队伍 看到带队之人的时候 心里有些拔凉拔凉的 因为带队的是特么青藤长老 而且 自己刚刚上非洲 那青藤长老的目光 一直都暗自锁定自己 这老帮子明显是有问题 自己也曾和鸡师姐暗示过 难道鸡师姐就没有调查到任何东西 刘顺义十分的疑惑 但是疑惑归疑惑 他现在考虑的问题是 这老帮子一直在暗中观察自己 显然是一个十分不好的信号 这种信号对自己十分不利 甚至有有可能 这老东西会在半路上暗杀自己 一个金丹若是想要暗杀自己 自己应该如何应对 刘顺义脑子疯狂地转动 就在这个时候 鸡苏英走来 想什么呢 刘顺义赶紧行礼 见过师姐 鸡苏英摆了摆手 我感觉到你很紧张 刘顺义看了看鸡苏英 欲言又止 同时 刘顺义的眼神 有些飘忽地看向了青藤长老 鸡苏英眼珠子转了一下 随后也装作不知道 第一次去秘境是吧 紧张一些也确实合理 说着 鸡苏英直接给刘顺义一张符转 此符转可抵挡金丹境界的权力一击 看情况使用 当然 给符转的时候 激苏英是偷偷给的 不能让任何人看到 他这样做 自然也有他自己的目的 刘顺义似乎明白了什么 收起了符转 刘顺义的内心也是安心了不少 但是这种感觉很不好 若是今天没有激苏英会怎么样 自己岂不是任人鱼肉 而且 刘顺义也仔细地研究过 大道金卷的bug 若是自己遇到拥有大道金卷的敌人 自己会怎么办 若是有绝对的实力 自己直接控制那持有大道金卷的人 然后 让自己手下的弟子 听从自己的命令 来杀那持有大道金卷的人 因为弟子只是听命行事 能不能上大道金卷暂且还不知道 可就便是上了 这其中 还有三秒的真空期 这三秒的时间 足够杀他上百次 而且 怕是是自己现在死了 对于青藤长老来说 只是重伤 这一点 刘顺义曾经也试验过 比如 自己燃烧了一整天的精血 但是那失常心的名字 也不过是暗淡了三分之一 要赶紧住机 刘顺义内心打定主意 只要自己进入秘境 其他的先不管 先住机再说 但是现在 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期望 激素因能够靠谱 想到这里 刘顺义不由地捏紧了自己怀中的福转 而正在刘顺义思绪飘飞的时候 非洲直接启航 轰隆 非洲的震动 把刘顺义拉回到了现实 此次天火秘境 是我青莲宗的一个小秘境 秘境之中 各种机缘 各种法宝 层出不穷 当然 这秘境 也是你们这些外门弟子 一步登天的机缘 因为秘境之中有一块福地 能够改善你们的灵根 或者是根基 非洲进入云层之后 青藤长老 开始说起秘境之事 当听说天火秘境 有能够改变根基的福地 那些外门弟子 全部都沸腾了 因为 此次能够前往秘境的外门 其实都是天赋不错的弟子 只是他们苦于灵根的限制 修为上 实在难有提升 若是他们的灵根 能够蜕变 那对于他们而言 无异于涅槃重生 一时间 弟子们都开始兴奋起来 可接下来 青藤长老的话 直接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 虽然有改变灵根的福地 但是其中 尚且需要涅槃果 这种果子 同样也在秘境之中 但是只有十二颗 说到这里 青藤长来 便没有再说下去 而是笑盈盈地看着众人 不 准确来说 他是在看刘顺义 刘顺义此时的内心 也十分地烦躁 这个狗东西 他怕是知道 自己想要在秘境之中筑击 这是故意给自己找不自在啊 当然了 刘顺义一点不慌 其实自己的灵根进不进阶 其实都无所谓 因为自己有外观 只要敌人够多 嗯 忽然 刘顺义想到了一个法子 我为什么不能直接改天换面 到处树敌 尤其是那些天才 或者是天才背后 有强者坐镇的家族 这样 敌人不就多了起来 甚至运气好的话 还能整个原因的修饰 写在大道经卷上 想到如此 刘顺义的眼神 忽然亮起来 当然 自己也不能乱杀 但是这个计划的种子 已经被刘顺义种下 若是这次注击成功 那他就要试着实行这个计划 因为只要自己敌人够多 那自己再就可以多尝试一些功法 比如说 有些损耗受援的功法 那些需要需要献祭自己精神 肉身的招数 刘顺义暗自地把这种想法藏在心里 非洲大概费了三天的时间 这三天的时间 刘顺义都没有怎么睡好觉 就算是睡觉的时候 他的手中也在紧握着 姬素英给他的扶转 刘顺义这三天的时间 是希望青藤长老 有一些动作的 因为他知道 姬素英也在暗中 但是很可惜 这三天的时间 青藤长老毫无动作 一直到了今天 非洲降落在天火秘境外围 青藤长老依然没有任何动作 下了非洲之后 姬素英甚至询问地 看了一眼刘顺义 对此 刘顺义也只是尴尬地挠头 他也没有想到 青藤长老如此能忍 但是 大到金卷之上 有青藤长老的名字 这个是做不了价的 可为何 他迟迟没有动手 是看出来了什么 刘顺义忍不住地 再次看向了青藤长老 青藤长老依然面带微笑 就像是个慈祥的老人 刘顺义 秘境就在眼前 秘境之内 全屏机缘 诸位弟子 请入秘境 青藤长老说完 单手直接打出一道法力 虚空瞬间出现一个镜面漩涡 从漩涡之中 可以看到秘境之中的一些景象 秘境打开 所有弟子早就按捺不住的御舰 冲向了秘境 当然 刘顺义也不例外 只是当刘顺义 刚刚冲进秘境的漩涡之后 便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拉扯 随后 就感觉头昏地暗 等刘顺义再次清醒的时候 他自身已经身处一片不毛之地 入眼望去 到处都是黄沙 一望无际的沙漠 刘顺义吞了吞口水 这小崽子 给我干哪里去了 这特么 还是在清联宗吗 刘顺义猛逼 关键是 这个地方 特么的 是一点灵气都没有 这老东西 不会是 想要活脱脱想要 直接耗死自己吧 刘顺义面色难看 此时他直接遇见而行 无他 他现在最不怕的 就是灵力的消耗 一方面是有敌人补充 就算敌人补充不了 自己处物带之中 回气单无数 当前最为主要的是 赶紧走出这沙漠 刘顺义疯狂欲见 朝着一个方向狂飞 此时刘顺义可以说是 直接调动了浑身修围 再配合上燃血神拳 那速度 宛若一道血红的闪电 瞬息消失在原地 但是很可惜 这沙漠太大 刘顺义整整飞了三天三夜 依然没有飞出这沙漠 不过 刘顺义从最开始的紧张 现在反而是变得十分平静 因为他发现 自己一点也不可 总而言之 自己完全不用喝水 反而是失常心的马名字 光芒在不断地闪烁 看到这里 刘顺义笑了 哼 这倒是 让我没有想到 其实刘顺义 还有一个原因不着急 因为在进来之前 激素英给了他一份地图 这地图之上 刚好有关于这片沙漠的介绍 说是在天火秘境之中 有一片沙漠 沙漠的外围 倒是没有任何灵气 但是 那是因为 沙漠的中心 有个天然的巨灵大阵 因为灵气全部都聚集到了一起 这才形成了这样一片沙漠 甚至有传言 若是能够找到沙漠的中心 那里有数之不尽的灵石 还有无数灵草 只是这沙漠太大 根本没有弟子 能够在沙漠之中存活 生存都是个问题 更别提前往沙漠的中心 但是 刘顺义不一样啊 他有外挂 更好 自己也无需进阶灵根 对于开挂玩家来说 灵根好坏 有影响吗 完全没有影响 若是自己能够找到沙漠的中心 那这次 自己筑基的事情 就稳了 想到这里 刘顺义不由地看着地图 朝着沙漠中心而去 因为不需要担心灵力的消耗 刘顺义再次燃烧精血 甚至以燃烧法力为代价 只为能够快速地前往沙漠的中心 石长星此时在疯狂地喝水 不仅喝水 甚至 他面上毫无血色 白的都有些吓人 石长星一边吃着蟹丹 一边喝水 这特么又来了 石长星现在十分难受 这尼玛的 每个月都这样几次 心中有种说不出来的恶心 但是 现在似乎更加严重了 他现在不仅精血无缘无故地蒸发 就连法力也在迅速地蒸发 这特么是怎么回事 石长星满脸的猛逼 而在一旁一直观察石长星的乌鸦 也是疑惑地用翅膀捞头 你这情况 我也是第一次见 但是 我怎么感觉 这不是血魔功法的问题 石长星有些愤怒 那你说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别说我是中邪了 那乌鸦沉思了一下 然后说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确实中邪了 怕大 石长星此时 有些虚弱地坐在地上 别特么逞那些没用的了 当前情况 先稳住我 目前的情况行不行 你要是再不想办法 我可能就要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那乌鸦点头 随后拿出一颗血红色的石头 吸收炼化它 石长星没有犹豫 赶紧盘坐 炼化那血石 可接下来 更加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石长星越是炼化那血石 它的血液就蒸发得越来越多 关键是 因为它长时间运转血魔功法补血的原因 它的血魔功法 还特么突破了 可突破之后 血液蒸发得就越快 石长星此时 双眼圆睁地看着乌鸦 你还说 不是你这功法的问题 老子特么血魔功突破了 反而血液蒸发得越来越快 那乌鸦也有些傻眼 他是没有想到 这石长星修炼血魔功 竟然如此有天赋 不 应该说 是妖念 因为石长星修炼血魔功 还没有一年 这就第二层了 可 修炼血魔功 为啥会血液蒸发啊 这给那乌鸦 也整迷茫了 你等等 让我想想 说着 他再次给石长星一块血石 而石长星此时 嘴唇都开始干裂 你先别想了 先给我搞一桶水来 啊 好 可接下来的一幕 乌鸦彻底惊呆 因为石长星 整个人都坐进了水缸里 然后乌鸦就看到 石长星一边炼化血石 补充气血 一边疯狂地喝水 你这怎么还那么渴 石长星深吸一口气 我鸡血蒸发那么多 缺少水分 这很正常 乌鸦点头 嗯 有道理 可紧接着 这乌鸦就心疼了 因为这石长星 血魔宫瞬间突破到了第三层 那吸收血石的速度 也猛然变快 可他的血液在蒸发的速度 也再次变快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乌鸦满脑门的问号 而石长星已经虚弱到了 都无法再炼化血石的地步 算了 我累了 毁灭吧 石长星直接自暴自弃 谁也不喝了 他现在只想死 乌鸦此时赶紧帮忙炼化血石 因为这石长星 真的很是妖孽 这修炼血魔宫的速度 简直是无人能及 所以 乌鸦不能让石长星死 想了想 乌鸦再次掏出来一颗金黄色的石头 这是上古时期的摇头大腰的血液 希望这对你有所帮助 说到这里 乌鸦开始帮忙炼化 那金黄色的血石 一瞬间 一股庞大的气血 直冲石长星的身体之中 而原本半死不活的石长星 也瞬间恢复了血色 不仅恢复了血色 甚至 他感觉 自己的肉身越来越强 石长星瞬间瞪大了双眼 然后赶紧盘坐 此时 他在全力运转血魔宫 哄 一瞬间 石长星的血魔宫再次突破 不 应该是接连突破 最后 他硬生生地把血魔宫 修炼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虽然体内的血魔还在蒸发 但是 石长星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他现在完全不怕血液的蒸发了 反而 血液越是蒸发 他就越爽 实际上 刘顺义也很猛逼 他飞着飞着 然血神拳忽然就突破了 可以燃烧更多的精血 使他的整体实力提升20倍 因为猛然加速 直接搞得刘顺义一个措手不及 摇头扎进了黄沙里 等刘顺义再次起身的时候 吐掉了嘴里的沙子 才难以置信地感受一下全身的力量 怎么突然就突破了 刘顺义挠头 然后没有去管 他再次遇见 朝着沙漠中心的地带飞去 因为速度太快的原因 刘顺义的路程 直接缩短了三分之一 不过 当刘顺义看到大道精卷上 诗长星的名字 眼神之中闪过一抹难以置信 因为诗长星的名字 从原来的紫色中品 现在变成了紫色巅峰 甚至名字的颜色 还在不断地加深 我去 这诗长星 这是开挂了 当然 刘顺义 反而是一点都不在意 上了大道精卷的人 刘顺义巴不得他 越是强大越好 想到这里 刘顺义就不再关注 继续往前飞 然而 正飞着飞着的刘顺义 然血神拳再次突破 从原来的二十倍 如今瞬间提升到了四十倍 卧槽 有了前车之剑 刘顺义瞬间刹车 此时 他赶紧看大道精卷 我尼玛 诗长星这家伙 干了什么 刘顺义的眼神之中 充满了难以置信 因为 诗长星的名字 彻底变成了红色 虽然 只是红色 烈 可这可是红色呀 而且 之前自己施展燃血神拳的时候 诗长星的名字 还闪烁了一下 可现在 自己燃血神拳燃烧的精血更多 威力也提升了更多 可这诗长星的名字 光芒不但不减少 反而还在继续颜色加深 牛逼 刘顺义此时眼神之中充满了兴奋 因为 诗长星 现在反而是自己 筑基成功的最大保障 想到如此 刘顺义再次加速 前往沙漠的中心 转眼之间 又是半月的时间 这一天 刘顺义终于是在沙漠之中 看到了一片绿洲 终于特么的到了 刘顺义从空中降落在这一片绿洲之内 放眼望去 简直是离谱 从天上看 这特么是一片绿洲 可落下来才发现 这一片绿洲 特么的 全是顶级灵药 发了发了 刘顺义赶紧去收集那些灵药 几乎没过多久 刘顺义的所有储物袋都装满 可这整片绿洲 才收集了不到百分之一 更让刘顺义震惊的是 这绿洲的中间 还有一片湖泊 可那哪里是湖泊呀 那特么是灵气花眼 甚至那地上的石头 都特么是极品零食 我迷马 这简直动天福地啊 刘顺义很是兴奋 可同时也很是苦恼 谁能想到 这里有这样一片地方 如今 他也只是装了十万块极品零食 再多的 装不下了 不过 也无所谓 因为这个地方似乎只有自己能来 这次装不下 下次来给他全部整走 刘顺义也是没有想到 自己会有这颇天的富贵 当然 压下最为主要的 还是筑基 想到如此 刘顺义再次朝着这绿洲的中心走去 一路上 十分的安全 没有任何野兽 也没有任何危险 不过想来也是 这绿洲之外的整个沙漠 就是最大的危险 没有人能够活着进入这里 反而是自己 当真是得了便宜 继续往前走 路上 刘顺义甚至都看到了炼脂宁金丹的材料 还有宁英丹的材料 甚至在往前走 有些药材 刘顺义都未曾见过 我的天 这里的富足程度 就算是亲眼看到 我都有些难以想象 刘顺义不由得惊呼 而到了中心点 更是让刘顺义有些呆滞 因为中心有一块巨大天然石台 不 更为准确的来说 那已经是灵脉 一个低级的灵脉 那种灵力的浓郁程度 光是呼吸一口 刘顺义都感觉自己的修为有些松动 甚至 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 刘顺义很难想象 这灵脉的地下 将会是一种什么场景 不过 刘顺义最后还是摇头 暂且以低级灵脉注击 已经是莫大的姓氏 不可贪心 当然 哪怕是这最为低级的灵脉 刘顺义都不打代代出去 因为保不住 一念至此 刘顺义赶紧盘坐在那灵脉之上 深呼吸一口 刘顺义开始运转 开始尝试运转不朽 呼混元经 不朽混元经 刘顺义早就学会 只是尚且没有注击 他就没有修炼过 而此时 一切俱备 刘顺义就直接运转 可随后 刘顺义就有些无语 因为 这不朽混元经 运转起来之后 反而是直接拖着狂雷经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运转 这特么是什么玩意 刘顺义十分震惊 等等 这个路线 是注击路线 刘顺义惊呆了 这不朽混元经 似乎有点猛 就在这个时候 刘顺义的体内 忽然咔嚓一声 此时他的身体 丹田直接破开 刘顺义瞬间回神 注击之物 刘顺义赶紧拿出混元珠 根据激素因的说法 在丹田破开的一瞬间 让注击之物 落在丹田之上 打基础 而当刘顺义 把混元珠落入丹田之后 他终于明白 为啥之前 没有人能够用混元珠注击 这特么的 当混元珠 成为注击之物后 他所散发的气息 犹如刀子一样 强行割裂身体的每一处 不仅如此 此时 他体内的不朽混元筋 带动之下的狂雷筋 也在狂飙一样的运转 周围的灵气 更是犹如海水 往杯子淋贯 这特么谁能够顶得住 好在 刘顺义特么有外挂 哄 当灵气完全涌入 刘顺义的身体 刘顺义直接是疯狂吸收 至于暴体而亡 有石长星这紫色的名字 完全不存在 石长星的名字 一直在闪烁 而刘顺义的身体 一直稳如磐石 说句不好听的 明明刘顺义在注击 可现在的他 反而是有些无所事事起来 因为接下来 他只需要等着混元珠 慢慢地改造他的身体 就好 而刘顺义 则是直接吃了几颗注击丹 让这种改造加速 然后 刘顺义就这么盘坐着睡着了 时间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反正刘顺义是睡醒了 当然睡醒的时候 那混元珠改变体质的幅度 已经接近了尾声 刘顺义瞬间就精神了 他可是要注击了呀 当然 刘顺义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他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全力运转功法 哄 忽然 灵力暴动 然后疯狂地朝着 刘顺义蜂拥而至 刘顺义也赶紧收敛心神 此时 刘顺义的身体 已经完全被混元珠强化 当灵力转眼之后 那混元珠开始慢慢融化 最后融入到了刘顺义的体内 当混元珠完全融入身体之后 此时 刘顺义体内 像是鸿蒙初开 原本黑暗的世界 如今终于地遇见了光亮 这是 真正的丹田 刘顺义震惊 因为这注击之外的丹田 完全就是一颗鸡蛋 而进入注击之后 才发现 原来鸡蛋大小的丹田 不过是注击的开门砖 当把这开门砖拿开 才发现 下面是一个世界 当这个世界完全被打开 周围的灵气 便疯狂地往这个世界汇聚 没过多久 灵气如雨 不断地在这片世界汇聚 没过多久 灵气便形成了一条水洼 可就是 这样一个小水洼 也是之前炼气修为石器的石碑 不行了 剩不下了 当灵力凝聚成一片水洼之后 刘顺义发现 自己就无法再吸收灵气 似乎是有一层无形的屏障在阻挡 让灵力只能凝聚出一片水洼 看来 这就是瓶颈 刘顺义心中明了 当然 现在 他身在洞天伏地当中 又有注击功法 那自然是全力修行 忽然 刘顺义忽然感觉自己脑袋有些疼 哄 忽然 一道沉闷的响声 在他脑海中炸开 此时 刘顺义忽然发现 周围的时间停止 万物都被定格 当然 这只是假象 而此时的刘顺义 已经开了精神之海 这也是注击修士的标配 注击修士 能够直接神识外放 而且神识这个东西 十分奇妙 有一点 像是在长眼睛的手 神识十分奇妙 放开神识之后 神识所过之地 一切物体 都会直接呈现在你脑子里 有点类似投影 甚至还可以放大 自己观看 当然 还能自动看你想要看的东西 比如 那些药材的内在 根精 甚至 神识能够毫无阻碍地穿过岩石 迷途 这还真的是奇妙 刘顺义心情大好 随后开始全心全意地修炼 嗡嗡嗡 灵气疯狂被刘顺义吸收 甚至刘顺义想要尽快地突破 直接开启燃血神拳进行修炼 在燃血神拳的加持之下 那不朽混元经不计后果的运转 刘顺义的修为在节节攀升 哄 如此疯狂之下 刘顺义体内的那层阻碍 直接被打破 此时 他丹田世界中的那水蛙 也开始再次扩张 很快 便形成了一个湖泊 助击中期了 刘顺义面色战红 妈的 继续 如此伏地 虽然自己下次还能来 但是下次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趁着现在 能修炼到什么境地 就什么境地 想到如此 刘顺义再次疯狂地修炼 所谓修炼无岁月 转眼之间 又是半年 半年的时间 刘顺义再次把湖泊扩大了十倍 这应该就是助击后期了吧 到了助击后期之后 刘顺义停止了修炼 因为 助击后期的那层屏障 刘顺义是无论如何都冲不开 哪怕是使用了顶级的聚气单 疯狂地吸收灵气 也完全无法冲开那屏障 尝试几次之后 刘顺义就没有再继续尝试 实在是因为 刘顺义没有经验 他怕强行破镜 到时候再出现什么问题 这种事情 刘顺义决定 等出了秘境之后 再好好地查看一下资料 实在不行 就请教一下激素因 或者是陈巧莉 想到如此 刘顺义开始疯狂地 收割这里的草药 那些太过于离谱的草药 刘顺义没有拿 因为实在是不敢拿 但是那些珍贵的草料 刘顺义是没有放过 当然 前提是 刘顺义直接把之前 装进储物袋的那些垃圾草药 全部倒掉 重新装 动 忽然 天地之间 传来一声钟鸣 这事 秘境的时间要到了 刘顺义赶紧把储物袋 全部套起来 然后 把自己搞得十分狼狈 当刘顺义的一切做好 便有一道金光 落在他身上 随后 刘顺义就感觉一阵拉扯 自己的身体瞬间升空 搜搜搜搜 秘境之外 不断地有弟子被传送出来 激素英的眼神 淡淡地看着那些 被传送出来的弟子 在秘境之中 能够活下来的弟子 全部都有机遇 现如今 这些被传送出来的弟子 全部都到了练气后期 激素英不由地点头 这一批弟子还不错 可激素英左看右看 就是没有看到 他想要看到的身影 总不可能没有活 嗯 忽然 激素英看了一位 像是乞丐的弟子 脸上的污垢 完全遮挡了他的面容 但是激素英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人是刘顺义 因为 刘顺义的眼睛始终透露着 一股鬼精鬼精的光 激素英笑了 但是没有拆穿 嗡 忽然 一股炽热的气息 充斥当场 激素英不由地侧目 那是 叶炎 激素英有些印象 这叶炎虽然灵根资质下的 但是在外门弟子当中 那也是头等人物 而今 这叶炎的气息 已经是助击境界 甚至他那种火焰 这不仅灵根重铸 还获得了了不得的助击之物 激素英有些不淡定了 他瞬间来到了叶炎的身边 小子 你可愿意拜入我藏剑峰门下 我可以带师收徒 叶炎行礼 刚想要答应 青藤长老也瞬间飞过来 叶炎 你若是可以拜入老夫门下 老夫可以倾尽全力地培养你 甚至 我门下 女弟子众多 激素英此时直接说道 我不敢给你保证什么 但是如果藏剑峰 比较自由 甚至别的峰有的东西 我藏剑峰都有 别的峰没有的 我藏剑峰也有 叶炎此时没有多考虑 先是谢过了青藤长老的好意 随后对着激素英说道 师姐 我愿意拜入藏剑峰 激素英笑了起来 好 从今天开始 你便是我藏剑峰的那门弟子 说完 激素英直接给了叶炎一个腰牌 还有一个储物袋 那储物袋之中 倒也不是很豪华 但是有关于助击的修炼资源 几乎多的用不完 叶炎看到这储物袋 也不由得呆滞 激素英笑了笑 用完了直接找我要 藏剑峰别的没有 到那时修炼资源 管够 叶炎内心也十分振奋 多谢师姐 激素英点头 嗯 等会跟我一同回藏剑峰 叶炎点头 可此时的青藤长老 面色十分不好看 甚至 他看向叶炎的眼神 都带着一些杀意 当然 他隐藏得很好 表面上也是装作遗憾地笑了笑 哎 好不容易看中了个好苗子 最后 还是被你抢走了 咔嚓 忽然 周围草木疯狂生长 一女弟子 从秘境之中走出 每一步 地上都开始生长出 一排排绿色的植物 这 这已经是蜕变到了极品的灵根 而且 尚未助击 青藤长老 已经眼热了 不行 这弟子 我青鸟风要了 青藤看着激素英说道 激素英微微一笑 不巧 我藏剑峰也要 青藤长老摇头 你藏剑峰 大多数都是修炼的剑道 这弟子 在你们藏剑峰不合适 而且 你都已经有一个不错的弟子了 激素英摇头 谁会嫌弃自己手下的好弟子多呢 青藤长老不再和激素英争论 他反而是看着那女弟子说道 我青鸟风 想来小丫头应该听说过 大多数都是木修 甚至封主更是木修大能 丫头 相信我 没有青鸟风更适合你的地方 那女弟子此时点头 我愿意败入青鸟风 青藤长老哈哈一笑 好好好 老夫保证 选择青鸟风 你绝不会后悔 甚至 青藤长老也直接给了身份牌和储物袋 出手之大方 简直让人眼红 一件极品木系法宝 一件极品木计衣衫 修炼资源 零食 几乎都能闪下人的双眼 青藤长老甚至还挑衅地看了一眼激素英 激素英只是笑了笑 没有在意 他反而是看了看叶炎 当发现叶炎也没有在意的时候 激素英心里就更畅快了 而此时的刘顺义 泯然众人之中 发现没有人关注他之后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当然 现在的刘顺义 单纯地在吃瓜 泽泽 这种桥段 之前只是在小说之中看过 原来真有这个事情 甚至当刘顺义看到 他们给弟子的储物袋 还有直接给极品法宝的 刘顺义也属实羡慕 虽然 他现在富裕的离谱 可遥想自己之前过的那个日子 特么的 修真界的狗 看了都摇头 刘顺义是一边看着那叶炎和那女弟子 一起风发 一边感慨 哎 成长起来 才是天才 半路夭折 就什么都没有了 甚至刘顺义都看到 有些弟子已经红了眼 甚至眼神之中 都带着杀气 真可怕 刘顺义脖子一缩 再次往后退了两步 他现在尽量地边缘化 同时内心默念 我只是个路人 我只是个路人 可好巧不巧 他的肩膀被人按住 刘顺义回头一看 好家伙 激素英 刘顺义赶紧捏着嗓音行李 见过姬师姐 激素英冷笑一声 哎哟 不错嘛 一趟秘境之行 修为成功 到了炼气七层 刘顺义赶紧低头 侥幸 侥幸 激素英此时哼哼笑了笑 小子 跟我来 刘顺义挠头 师姐 我 我肚子疼 激素英直接说道 那就疼吧 刘顺义 你走不走 不走我 可要用我的方式请你来啊 激素英看着刘顺义 带着淡淡的笑意说道 停停停 这就跟你走 随后 刘顺义跟着激素英离开 来的时候 是同城一个非洲前来 走的时候 反而分成了两派 因为此次秘境 激素英收拢了一些门下 青藤长老也收拢了一些门下 最后都要带着自己的弟子 直接回自己的风 而此时在非洲的甲板上 刘顺义是浑身的不舒服 因为 激素英站在甲板的最前边的位置 而刘顺义和激素英并肩而立 搞得那些弟子 看自己的眼神 充满了迷茫 不见 质问 甚至还有人 光从眼神之中就能看出来 那人想要叨了自己 不是 师姐 我和你并肩站 这是不是不合适 激素英翻了个白眼 你可知道 以三阶炼丹师的身份 再藏见风 那可是荣誉长老 刘顺义 我怎么不知道 激素英则是缓缓地抱起肩膀 现在知道了 说完 激素英还看了看自己身后的那些弟子 意思也很明显 就是告诉那些弟子 刘顺义虽然修为低 但是 人家是三阶炼丹师 是你们的眼 往后还想要吃丹药 刘顺义 你们就不能得罪 果然 这句话一出 所有的弟子都是震惊 随后 看着刘顺义的眼神 都是尊敬 啊 刘顺义不是没有想过 三阶炼丹师的身份很尊贵 但是如此尊贵 他还是第一次知道 看来 自己对修真界的认知 还是过于浅薄 而此时 激素英则是小声的询问 说说吧 怎么回事 刘顺义疑惑地看了眼激素英 激素英眼神看着 已经逐渐远去的青藤长老 再次询问 他并没有动手 所以说 你之前的猜测是错误的 刘顺义摇头 那是因为 他把我传送到了一个 十分恐怖的秘境地带 在那个地方 我差点死 激素英瞬间明白了过来 原来如此 他倒是做得隐秘 而且 你怕是白吃亏 没有证据的事情 就不能说 说到这里 激素英再次看向了刘顺义 会员朱铸鸡之后 附带的是什么能力 还有不朽混元经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刘顺义惊呆 激素英笑了笑 我敢知道 你身上没有混元珠 我猜到了 刘顺义有些无言 甚至 他都有些佩服 这激素英 如此观察入微 刘顺义左右看了看 发现没有人关注自己 这才小声地说道 不朽混元经 倒是能够修炼 但是 怎么说呢 那似乎是个辅助功法 随后 刘顺义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自己现在所修炼的功功法能力 激素英听完之后 满眼都是震惊 你这个功法 很强大 刘顺义 激素英也小声地解释 其实 若是从表面上来看 你的功法 有些平平无奇 但是 若是他能够 把所有功法都拉着运转 甚至无限限地运转 那就十分恐怖了 但是 我现在也不是很确定 若是真的如你所说 你想一想 这天地之间有多少孤本 残本 还有一些无厘头的无上功法 可若是你的不朽会员功 真的有如此功效 那岂不是在你眼中 完全没有残本的存在 听到激素英的解释 刘顺义也震惊了 因为 好像是这个道理 那你的助击之物呢 他给你带来了什么功效 刘顺义挠头 我不知道啊 激素英 甚至 他看刘顺义的眼神 似乎在说 你是不是在逗我 刘顺义很是无奈 那会员珠改变了我的身体 我感觉 我现在特别有力量 这算不算 激素英捏了捏眼角 主基本就会洗经乏水 这每个人都会经历 除此之外 那会员珠 真的没有一点别的能力 刘顺义仔细地感受了一下 然后有些猛逼地摇头 好像真的没有 激素英翻了个白眼 你都感受错了 神石落入丹田 寻找丹田之中 助击之物留下的经文 刘顺义呆滞 随后有些不好意思的照做 不多时 刘顺义终于找到了自己丹田边缘 混圆珠所留下的经文 但是 当刘顺义看到那经文之后 忍不住脱口而出 卧槽 激素英赶紧询问 什么能力 刘顺义再次左右看了看 然后看向了激素英 这个 怎么说呢 说出来也不是不行 可这个事情呢 他有些不好开口 甚至 停停停 激素英赶紧打断了刘顺义 我当时的助击之物 是一把上古仙剑 而他给我带来的能力就是 自己每一次挥剑 自己剑法的威力就增加一点 激素英 这是作为信任的交换 刘顺义听完激素英的助击能力 眼神之中也充满了震惊 师姐 你是不是有点离谱 激素英的剑鞘 再次敲打在刘顺义的头上 别打岔 说说你的助击附带的能力 刘顺义小声地说道 我的助击能力 叫做道法浑然 激素英 要不 你展开细说 刘顺义再次解释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 我的一切法术 都会变异 至于威力 则是看我的灵力 消耗程度 灵力消耗越多 威力越强 而且 我这只是第一次 往后 随着我每一次提升实力 我的法术变异 就会再次增强 激素英同样呆滞地 看着刘顺义 你这助击之物的能力 也属实有些离谱 再配合上不朽混圆镜 说到这里 激素英有些奇怪地 看了刘顺义一眼 泽泽 少年郎 我感觉你的道路 似乎很是广阔 刘顺义都被夸得 有些不好意思了 不过激素英 还是很好奇 你施展个 简单的法术我看看 刘顺义点头 然后直接施展了个火球术 哄 仅此一瞬间 非洲的禁止直接打开 空气中的温度 也瞬间攀升 刘顺义也没有想到 是这个结果 他赶紧收起了火球术 而此时的激素英 像是见了鬼一样的 看着刘顺义 你管这叫变异 此时 那些在非洲之上的弟子 也全部都惊慌了起来 激素英这个时候 摆了摆手 都回去 无事 听到激素英这样说 那些弟子这才安心 毕竟 在清廉宗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激素英的 而打发了众人的激素英 此时则是看着刘顺义陷入了沉思 刘顺义此时的内心也有些慌 道法昏然 道法昏然 我的老天 此时 激素英总算是明白了这句话的道理 你那根本就不叫法术变异 而是你施展的法术 都无限接近本源 刘顺义 天地之间最早出现的火 是为了燃烧万物 燃烧一切 若火之下 才是我们所用的火焰 所以 道法昏然 就是最为进阶本源的道法 当然 你现在 实力还太弱 你施展的法术 虽然只是奔着道法本源而去 但是和本源也相差十万八千里 可即便如此 也相相当的恐怖 刘顺义妈了 我特么那么牛逼的吗 激素英此时也是满脸的羡慕 你若不死 修炼到最后 很难想象你的成就 说完 激素英抓着刘顺义的手 顺义啊 你说 师姐对你如何 刘顺义吞了吞口水 自然是极好的 激素英此时舔了舔自己粉嫩的嘴唇 那你说 师姐我可不可信 激素英这如狼似虎的神情 搞得刘顺义有点怕 师姐 要不 咱们直说 激素英点头 我助击的能力 只有你和我师父知道 所以 师姐对你如此信任 你是不是也相信师姐 刘顺义点头 那师姐往后 若是遇到困难了 你不能丢下师姐不管吗 刘顺义摇头 并且十分肯定地说道 自然不会 我能有如此机缘 全是师姐的功劳 激素英点头 那好 正好我这里有个计划 激素英像是做贼一样 拉着刘顺义蹲下来 小声地说道 刘顺义回头看了看那些弟子 发现众人都没有观察自己 这才小声问道 师姐 你说 激素英点头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你身上的事情 只有你和我知道 你别对外面人说 回去之后呢 你就安心地炼丹 修为道也不用隐藏那么深 每次隐藏一个大境界就好 当然 你在藏见风的时候 我会全力培养你 但是 这也只有我两个知道 而你要做的 就是当我的后盾 我会给你提供 你所需要的一切 功法 法器 临时 应有尽有 刘顺义眼神有些古怪 师姐 你这是 想要保养我 激素英点头 你若是这样想 也没有错 所以 你同意吗 刘顺义没有着急答应 虽然激素表面上 是金丹境界 可激素英真实的境界 到底如何 刘顺义并不清楚 反正绝对不是金丹那么简单 给这样的人当后盾 疯了 而且 自己现在也不缺资源 激素英知道刘顺义在想什么 他再次小声地说道 你放心 我要是培养你 那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而且 我让你做我的后盾 不是让你为我做事 我是想 若是有一天 我将要重伤捶死的时候 你能来救我一下 不会让你涉嫌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刘顺义感觉自己 也没有理由拒绝 而且关键的是 自己也确实 对往后的修炼道路 有些迷茫 这个倒是可以 不过 刘顺义看着激素英拿出来草稿 有些无语 你为啥每次都有草稿 让我有种 你在扑噩我 激素英愣了一下 什么是扑啊 刘顺义摇头 没事 激素英此时看着刘顺义 面色变了又变 有些事情 他不知道该不该和刘顺义说 他确实很相信刘顺义 但是还没有到 两人掏心掏肺 刘顺义也明白 此时激素英的心理 直接摆手 师姐暂时不用和我多说 有些事情 我知道了 并非是好事 激素英点头 随后递给刘顺义一枚玉牌 我们签订一下契约 说着 激素英也拿出来一枚玉牌 两人同时签订了一种契约 随后又开始用精血系列玉牌 好了 接下来就是发誓 然后激素英递给了刘顺义一张纸 你按照上面的来说 刘顺义接过那草稿纸 然后慢慢说出上面的内容 我对天发誓 往后的日子里 无论身居何位 无论贫穷贵贱 我都坚定不移地保护激素英 大道在上 天道为正 刘顺义诡异地看着激素英 看我做什么 你继续啊 刘顺义吞了吞口水 好 然后对着草稿纸再次说道 若有违背 让我无论是转生 还是轮回 永生永世不能人事 四 刘顺义到抽一口冷气 这誓言 是真特么多啊 激素英这个时候 也十分满意 同时 他也拿出一个草稿纸 我激素英 无论日后身居何位 无论贫穷贵 都永不背叛陈念 大道在上 天道为正 若有违背 无论是转世轮回 都永生永世 遭受无尽苦难 众叛清离 不得好死 说完 激素英收起草稿纸 好了 接下来跟着我做 刘顺义点头 一败天地 刘顺义 激素英解释 这是至高无上的誓言 必须庄重 刘顺义看了看激素英摆的桌子 上的香炉 总感觉事情有些不太对 激素英安慰 相信我 这是必不可少的流程 再败 两人同时弯腰 三败 两人再次弯腰 好了 接下来就等誓言成立 说着 刘顺义和激素英 终于 天地有了动静 随后就看到九天之上 光彩流转 随后便是两道提铁卷 从天而降 然后落在两人手中 我就说 这是至高誓言 你看 誓言之书都出来了 这是什么 这就是天地为证 刘顺义也是有些震惊 我去 修真事件 还真的不能乱发誓 可忽然 刘顺义瞧见了上面的内容 就感觉有些不对劲 等等 事件 你看看上面的内容 激素英有些疑惑 内容怎么了 我瞧瞧 随后 他的眼神看向了那从天而降的铁卷 天地誓言 大道有感 天道正知 天地试听 特 誓言成立 刘顺义 激素英 天婚成立 特征 激素英 刘顺义 激素英还是有些猛逼 我们成婚了 还是天道见证的 刘顺义也有些猛逼 是啊 就很突然 激素英赶紧拿出他那本名叫至高誓言的书 这上面说的没错啊 这誓言是最为高级的誓言 天地见证 刘顺义此时再次往后翻了一页 上面赫然写着 成婚专用 两人互相对视 然后陷入了一阵的沉默 而此时一群弟子 也看着他们来两人 沉默的震耳欲聋 不知道过了多久 激素英直接拔剑 随后满是杀气的 看着身后的那群弟子 扑通扑通 所有弟子全部跪下 一个个吓得面色发白 级师姐 您放心 今天这个事情 保证不会有任何人说出去 是啊师姐 我们都知道您的手段 我们 等等 师姐你看 我这就服用忘忧单 一时间 所有弟子都服用了忘忧单 随后全部昏死过去 激素英很满意 然后收件 我不是不愿意承认我们的关系 而是现在承认我们的关系 对你不好 刘顺义点头 我懂 激素英看着刘顺义 一时间有些尴尬 那个 嗯 让我缓一缓 我一时间还有些难以接受 给我点时间 刘顺义也再次点头 我懂 随后 激素英像是桃梨一样的走开 刘顺义赶紧叫住激素英 师姐 激素英一愣 怎么了 刘顺义指着另外一个方向 走返了 你的房间在那边 激素英面色一红 哦 多谢 随后 激素英一路小跑地进入了自己的房间 而刘顺义则是看着手中的铁卷 一阵的沉默 一路无视 刘顺义和激素英很快地回到了青莲宗 不过青藤长老先回来的 在宗门之前 倒是没有遇到 关于天婚的事情 激素英没有提 刘顺义也没有提 就好像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激素英也恢复了往日对自己的态度 不过多多少少 沾染了点特别的因素在里头 说不清 倒不明 值得一提的是 回到青莲宗之后 叶炎倒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毕竟 这位可是外门弟子 成功逆袭的存在 宗门中的一群长老 那是一顿的夸赞 还有一顿的送东西 当然 这些东西虽然是送给叶炎的 但是傻子都知道 这是送藏剑锋一个人情 刘顺义进入藏剑锋的时间比较短 他有些不理解 藏剑锋在青莲宗为何如此厉害 不过 这些都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刘顺义还是那个刘顺义 因为隐藏了修为的原因 在外门弟子当中 十分的路人 而刘顺义也重新回归了 自己那清闲的生活 当然 整个藏剑锋的人 对于刘顺义还是比较尊重的 毕竟 刘顺义可是藏剑锋的三阶炼丹师 谁看了他 都要行礼 至于刘顺义本人 则是表现得十分清和 看起来像是老好人 而且闲来无事 刘顺义直接选择秃躺平 无他 藏剑锋现在完全不缺丹药 至于零食 似乎也不缺 修炼的话 刘顺义还是有些头疼 他如今住击后期巅峰了 这特么完全提升不了 回来之后 刘顺义找人去了一趟藏金阁 结果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我这修为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顺义躺在躺椅之上 有些苦恼 忽然 姬素英的身影 出现在刘顺义的眼前 给刘顺义吓了一跳 你总是那么神出鬼没的吗 姬素英笑了笑 没办法 修为高 就是能够神出鬼没 刘顺义 师姐 找我有事 刘顺义从躺椅上起来 姬素英直接躺下 顺便拿了桌子上的灵果吃了起来 师常心知道吧 刘顺义点头 那不是康庄城的城主吗 姬素英点头 其实 在你进入秘境的时候 我一直都有观察师常心 那家伙在你进入秘境之前 一直都在跟着我们的非洲 刘顺义汗毛竖起来 是冲我来的 姬素英摇头 不是 严格来说 是冲着这个 说着 姬素英很是随意地 把血魁法师的储物袋 扔在了桌子上 刘顺义沉默不语 姬素英再次说道 很不巧的是 再过不久 便是几个门派的内门弟子大比 我也要去参加 这段时间我不在 你就尽量不要出去了 而且 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事情 那就是 师常心的修为 很有可能已经进入了原因期 进入原因之后 身份彻底的不一样了 总而言之 我不在的情况下 若是那师常心向宗门 要一个外门弟子 怎么不会为了一个外门 得罪一位原因前辈 刘顺义 已经开始汗流加倍了 那怎么办 姬素英把吃完的果盒 放在旁边的桌子上 随后笑着说道 进入藏剑峰的试炼之地试炼 完成试炼 晋升为内门 刘顺义摇头 倒也不便 刘顺义此时看着姬素英 叹息一声 让我成为内门弟子 和我们之前的约定有冲突 所以 说说吧 师姐是不是还有解决办法 姬素英打了个响指 聪明 我这里还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但是 我也不能随便出手不适 说着 姬素英对着刘顺义 碾了碾手指头 那意思 你给点好处 刘顺义无语 他直接给了姬素英一个储物袋 其中 还有你要的胡火汤 姬素英 看了看储物袋之中的东西 饶视他藏剑峰大师姐的身份 也不由地被其中的东西震惊 你 到底在秘境干了什么 怎么那么多好东西 刘顺义笑了笑 遇到了一点小机缘 姬素英翻了个白眼 可最后 他只拿了胡火汤 其他的东西 他都没有 这些你留着吧 好声地提升一下修为 行了 我走了 是伤心 我帮你处理了 刘顺义赶紧摆手 别别别 别杀了 教训一顿就好 让他不敢来找我的麻烦 姬素英愣了一下 随后面色严肃 顺义啊 在修真剑 你这种善良 那是愚蠢 刘顺义有些尴尬 那个 好吧 姬素英看着刘顺义 那一脸难受的样子 不由得摇头 你要知道 若是落在诗长星手中 他可不会对你有任何仁慈 往后你这种善心 收一收 不然早晚你会出事 刘顺义行礼 我知道了 师姐 实际上 刘顺义内心有些惋惜 他可不是善良啊 那是因为 这诗长星在大道金卷上的名字 可是粉色 这样一个敌人 死了 真的太可惜了 可这种事情 刘顺义又不能说出去 他只能在内心乞讨 那诗长星 你可不可以跑快点跑 不过 当姬素英刚想要走的时候 刘顺义赶紧拦住姬素英 师姐刘伯 姬素英一脸疑惑地看着刘顺义 刘顺义赶紧把自己修为卡在了住机后期巅峰的事情说了一遍 激素英听完之后 先是震惊啊 刘顺义这提升修为的速度 随后笑了起来 修为提升不上去 这是因为 你修为提升得过于迅速 缺乏沉淀 缺乏历练 根基虚浮 想要继续突破 还是需要历练的 刘顺义挠头 我不可能根基不稳啊 激素英摇头 根基虚浮和根基不稳是两个概念 根基不稳 是住机的时候 根基受损 越是往后修炼 隐患就越大 根基虚浮 是因为你修炼太快 就如同装粮食 看似装满了 实际上 你若是再提一提 沉淀沉淀 你会发现 还有再装半袋子 你现在的情况便是如此 当然 不去历练也行 每日修身养性 久而久之的 修为也会沉淀下来 只是时间比较慢 刘顺义点头 多谢世界解惑 激素英点头 走了 时间转眼之间 又是一年 这一天开春 刘顺义在给自己种的花椒水 一年前 激素英就走了 说是此次宗门大笔 在换月宫举行 藏剑锋 几乎是所有的内门弟子都出动 而刘顺义 则是每天都在养生 闲暇之余 还听一听换月宫那边传来的捷报 谁谁谁 修为十分了得 几招败敌 还有哪个总没有黑马 一期绝尘 听外门弟子说 刘顺义都觉得十分精彩 现在刘顺义都有些后悔 早知道自己去看一看了 不过最让刘顺义震惊的 还是激素英 唉 激素英师姐还是那么无敌 每次上台 几乎都没有出手 对方就认输了 这你就不知道了 不是师姐不出手 而是师姐的气势 直接让对方出不了手 唉 激师姐的光芒 太过于耀眼 和激师姐生在同一个时代 真是那些天才的悲哀 刘顺义也十分认同地点头 对了 你们说 这激师姐到底是什么境界 真的是金丹吗 众人瞬间就被这话题吸引 而刘顺义也当作路人一样 坐在大树下 听着这群人扯淡 可最后看这些闲得淡疼的弟子 为了激素英的境界 都快要打起来 刘顺义赶紧脚底抹油 一直走出去很远 刘顺义这才摇头 为了被人打起来 不值得 说着 刘顺义再次朝着自己的住处走去 不过 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刘顺义罕见地遇到了个熟人 陈巧莉 刘顺义赶紧走过来 陈师姐 你这是 陈巧莉赶紧拉着刘顺义的手 赶紧把刘顺义拉到院子里 左后看着无人 砰的一声 关上了房门 你这是 刘顺义有些猛逼 而陈念则是十分严肃 师弟 想不想玩一个大的 刘顺义 陈巧莉这个时候 拿出来一块残区的地图 你看看这个 刘顺义接过地图 看了看 嗯 这修仙界的地图 就像是山水画 刘顺义有点看不懂 知道这是什么吗 刘顺义试探性地说道 地图 陈巧莉面色严肃 知道 是哪里的地图吗 刘顺义摇头 望穿的地图 刘顺义面色平静 陈巧莉这个时候再次说道 此次宗门大笔 前一百的弟子 都可进入望穿秘境 想要进入秘境 需要几个宗门的长老级别的人物 共同施展秘法 方能打开秘境 说到这里 陈巧莉已经有些激动 可如今 我们获得了 这望穿秘境的地图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刘顺义也猛然惊醒 意味着 我们也能进入望穿秘境 陈巧莉点头 没错 我们不用参加考核 就能够进入望穿秘境 因为这地图上 有前往望穿秘境的隐秘出口 而且 我已经反复确认过了 洞口是真的 进入其中 确实是望穿秘境 所以 师弟 我们搞一个大的 刘顺义刚想说 靠谱吗 但是一想想 陈巧莉那谨慎的性子 感觉不用问了 因为不靠谱的事情 陈巧莉不会做 可 师姐为何邀请我 陈巧莉叹息 其他人 我不怎么信任 至于选择你 也是我观察了半年的时间 才觉得 你可信 刚好 我们两个也相识 刘顺义惊呆了 你观察了我半年 陈巧莉点头 那我洗澡呢 陈巧莉有些无语 你不一直是用的清洁术吗 哦 那倒也是 陈巧莉则是摆了摆手 行了 干不干 刘顺义点头 干 不过你等会 说着 刘顺义直接拿了上千个储物袋 这些可都是花了大价钱买的 激素因此时也有些猛逼 甚至有些怀疑 你没事准备那么多储物袋干什么 刘顺义咳嗽了一声 那啥 你也知道 我炼丹很高效 这些都是准备装丹药的 这个解释 倒也十分合理 毕竟 刘顺义是真的炼丹很是高效 整个藏剑锋的仓库 现在还都是刘顺义炼制的丹药 行 我们偷偷地走 刘顺义再次拦住陈巧莉 有没有踢身 陈巧莉黑黑一笑 果然是同道中人 然后 刘顺义就看到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偶 被放在闭关室里头 刘顺义甚至还捏了捏 我去 有弹性 刘顺义傻眼了 他甚至再次摸索了其他地方 瞬间眼神就变得有些不对劲了 陈巧莉则是若无其事 手艺是不是还不错 刘顺义此时小声地说道 要不 你再多给我几个 陈巧莉摇头 别想了 你以为这东西是大白菜 分一缕你的神魂进去 这人偶就和你是同一个思想 甚至同一个视角了 刘顺义点头 然后照做 当自己的一缕神魂 进入那人偶的眉心之后 十分神奇的一幕出现 刘顺义通过人偶 看到了他自己 甚至这人偶的修为 自己还能随便调整 师姐 你这个东西 有点不得了 陈巧莉点头 毕竟这也是 嗯哼 不说这个 不过这人偶可以送你 但是望穿秘境之中的东西 我七 你三 刘顺义无语 秘境那么多东西 需要这样分 陈巧莉想了想 倒觉得也是 那行 我们走 刘顺义点头 师长心最近过得十分的滋润 虽然 当初自己经受了血液蒸发 根基不稳 精神也被折磨 但是 他确实找了血魔宫的修炼之法 如今他不仅能够把血魔宫 修炼到了第七层 甚至因为不断炼化上骨大腰的血脉 他竟然还获得了一丝上骨大腰的神通 不仅仅如此 他也因此进入了原因 甚至 他还是肉体强大到了极致的原因修饰 那种刀枪不入的感觉 简直爽到了爆炸 如今 师长心很膨胀 你确定了 那天邪魔种就在激素因的身上 师长心肩膀上的乌鸦点头 不会有错的 就在他身上 师长心眼神充满了不屑 区区金丹 我随手镇压 他人在哪里 乌鸦的眼神看向了远处的一座山峰 师长心的身形瞬间消失 我去去就来 乌鸦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但是最后什么都没说 拍打着翅膀 瞬间逃跑 激素因盘坐在群山之上 他把长剑放于腿上 看着这山间的云海 满脸的愁容 激素因心里 在想一些事情 这个世界 到底还是不是原来的世界 上一世 我未曾见过刘顺义 可刘顺义的表现 也不可能寂寂无名 忽然 激素因有些了然 若非自己发现了刘顺义的特殊之处 甚至处处都想要拉着刘顺义到台上 估计 没有人会在意一个杂役弟子 而刘顺义 自然也会隐藏到 无人知晓的地步 可有一点 激素因始终有些不明白 按照刘顺义的这个天赋 上一世整个大陆沦陷的时候 也不可能没有他的身影 正所谓 清朝之下 皆无完卵 哪怕是刘顺义在如何隐藏 在那种乱世之下 他都不可能不出手 难道 在劫难到来之前 他已经飞升 激素因越想 越觉得有可能 当然 这不是最让激素因头疼的事情 发现了的刘顺义 而且 自己还成了自己的底牌 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如今让激素因觉得 有些无法掌控的一点 那便是此次的换月宫之行 若是按照自己前世的记忆 此次换月宫的头盔 奖品应该是新陈衣和长命果 但是现在变了 变成了九段剑和喜神果 虽然后者 比前两者的品级更高 可这也出现了一个十分不可控的事情 那便是 这个世界已经变得陌生 已经不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世界 最让激素因有些惶恐的是 原先这里插着一把绣剑 其实那是一把从仙界掉落在凡尘的仙剑 那仙剑不仅是绝品的仙气 其中还有剑道传承 嗯 虽然剑道传承自己早就有 但是 如今地上只剩下一个长剑留下的洞 那把仙剑 不见了 激素因皱着眉头 有两种可能 也许是我从时间长河回来 触动了时间大道 所以 产生了偏移 而另外一种 激素因不由的心里有些慌乱 上一世 激素因身为顶尖天骄 凭借那仙气 差点杀穿了敌人 若是自己人 也有和自己带着记忆 跨越时间长河回到这里的人 绝不会动用这把剑 激素因觉得 自己做的贡献 值得让天下人尊敬 为了那份尊敬 也不可能有人来抢先动这把剑 可若是敌人 那这件事情 就有些麻烦了 因为仙剑下落不明 若是真的落到了敌人的手上 那这片天地的未来 将会是陌路 激素因觉得 这件事情 必须要好好调查 想到如此 激素因起身 可他这边刚刚起身 施长星的身影 就瞬间出现在他面前 激素因 把血鬼法师的除物袋拿来 本作可以饶你不死 说着 施长星更是轻蔑地看着激素因 激素因 看着这如此猖狂的施长星 也顿时感觉有趣 哦 那我若是不给呢 施长星原因的气息 直接朝着激素因碾压而去 那就死 施长星说道 可紧接着 施长星就瞪大了双眼 这 怎么可能 施长星难以置信 因为激素因 在他原因的威压之下 毫无动静 激素因甚至还手指头 敲了敲自己的剑柄 皱着眉头 就这 施长星二话不说 身形瞬间出现在了激素因面前 同时 一拳朝着激素因的头颅轰了过去 这一拳 施长星很自信 因为他肉身无敌 这一拳 即便是打不死激素因 但是 绝对能要他半条命 可下一秒 施长星震惊了 因为激素因 只是单抬起了自己的长剑 施长星一拳打在了剑柄之上 哄 一股反弹之力 轰击而来 施长星的身体 瞬间倒飞出去 最后猛然镶嵌在了远处的一座山上 施长星管不了 现在自己身体上是什么伤 他开始疯狂地运转自己的血液 驱动自己的身体 疯狂地逃离 激素因冷哼一声 你觉得 你能逃得掉 激素因单手抓住剑柄 长剑并未出鞘 猛然朝着施长星劈了过去 一道恐怖至极的剑气 几乎是瞬息而至 转眼之间 就要划过施长星的身体 施长星的身体 瞬间就成了两半 哦哟 竟然没死 激素因犹豫了一下 最后另外一只手 终于是压在了剑桥之上 他准备拔剑了 就在此时 清藤长老的身影出现 正好挡在了激素因的面前 清藤长老面带微笑 何时让素因失职如此动怒 跟老夫说 老夫替你摆平 激素因深深地看了一眼清藤长老 把鸭在剑桥之上的手放开 没事了 回去吧 说完 激素因的身腾空而去 清藤长老满头的冷汗 等激素因真的离开之后 清藤长老的身躯 也跟着消失 此时一片山林之中 一只乌鸦在不断地寻找 终于 那乌鸦找到了目标 瞬间降落 最终 那乌鸦落在一块巨石之上 看着一团血液 在不断地蠕动 扭曲 最后重新变成了人 那正是失常心 只是如今的失常心 宛若一个刚刚满月的小娃娃 乌鸦 哈哈大笑 你不是无敌的吗 哈哈 现在被人一见 差点原因都给你斩了 失常心此时却并不难过 虽然我这次被斩了肉身 但是我发现 我能够根基重塑 乌鸦也瞬间瞪大双眼 自己这是无意间 搞了个什么怪态 乌鸦有些沉默 而失常心的身体 则是再次开始生长 可代价就是 周围的野兽 一个个都被抽干了鲜血 嗯 已经回到了筑基巅峰了 乌鸦彻底震惊了 若是寻常人被斩了肉身 重塑肉身 就需要几年的时间 恢复修为 至少也要十年起步 可失常心 短短半天 就恢复到了筑基巅峰 这小子 妖虐得有些离谱了 失常心忽然眼神贪婪了起来 我看到了绝顶的美味 说着 失常心更是闻了闻空气中的香味 好香甜的血液 说着 失常心的口水都流了出来 乌鸦顺着失常心的眼神看过去 发现了一男一女 两人都是恋气蝼蚁 你说 这两人身上的血液香甜 乌鸦有些不确定地问 失常心摇头 那男的平平无奇 但是那女的 那香甜的味道 嘖嘖 不行 我要吞了它 说完 失常心再次朝着两人冲了过去 乌鸦这次没有逃跑 毕竟杀两个练起蝼蚁而已 没有逃跑的必要 刘顺义和陈巧莉 一番乔装打扮之后 目的很是明确地 朝着望穿秘境而去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可忽然 刘顺义脑海中的大道金卷上 失常心的名字 开始一闪一闪的 这是啥意思 刘顺义停下了脚步 始终观察刘顺义的陈巧莉 瞬间注意到了刘顺义的动静 怎么了 刘顺义皱着眉头 小心一些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陈巧莉瞬间拿出盾牌 浑身贴满防御服 甚至身穿一身的防御法宝 当了 陈巧莉的防御法器刚刚套在身上 就遭遇了攻击 力道之沉重 直接让陈巧莉都后退了三步 刘顺义有些吃惊 陈巧莉的防御法器多厉害 她不知道 但是她知道 陈巧莉的防御法器很多 甚至还有福赚加持 可即便如此 还是让陈巧莉后退了三步 这攻击她的人 有多强 然而 当刘顺义看到现在的失常心 那是更加的傻眼 这是失常心 怎么现变得如此矮小 刘顺义内心发出疑问 更让刘顺义疑惑的是 对方的境界 怎么才助击巅峰 难道 这家伙被激素阴奏的 刘顺义内心 有个大概的猜测 此时的失常心 则是更加的震惊 虽然 她现在的修为事 才恢复到助击巅峰 可她的攻击手段 那是实打实的金丹手段 她这样的手段 竟然都没有 破开那女子的防御 天下这是怎么了 现在练气修士 都如此恐怖的吗 老子今天就还不信了 我破不开你的防御 说完 失常心再次爆发法力 一拳又一拳地 朝着陈巧莉轰击 陈巧莉也并不惊慌 她不仅催动三个盾牌法器 环绕在自己的周身 甚至为了稳妥起见 又是拿出了一口大钟 笼罩住了自己 咚咚咚 失常心疯狂地攻击 但是 无论她使用什么手段 可最终 依然无法破开陈巧莉的防御 呼呼呼 最终 失常心攻击了半个时辰 周围树木都被震碎 但是陈巧莉 依然安然无恙 失常心想要吐血 你这丫头 属无归的吗 陈巧莉面色严肃地 看着失常心 我和阁下无冤无仇 为何忽然袭击我 失常心舔了舔嘴唇 要怪 就只能怪你的鲜血太香了 陈巧莉深吸一口气 此时 她看向了刘顺义 你快些离开 对上这样一个家伙 我只有九成的胜算 刘顺义 好家伙 九成的胜算 你特么那表情 大有一种毫无胜算的样子 刘顺义稍微犹豫了一下 还是摇头 师姐 你退下吧 这会交给我 陈巧莉看了一眼失常心 又看了一眼刘顺义 最后点了点头 那行 我在穷前面等你 说完 陈巧莉一个遁地 直接消失 刘顺义人妈了 不是 你还这走啊 按照电视剧的方向 此时不应该是互相拉扯吗 还有 让刘顺义无语的是 陈巧莉是你吗 杰丹大能 不是 你杰丹打住机修士 这胜算只有九成 是怎么算出来的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 如今四处无人 刘顺义也想要看看 自己现在几斤几两 此时已经完全伪装的刘顺义 十分霸道地看着诗长心 来吧 小子 让本大爷今天教教你 什么叫 刘顺义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诗长心直接遇见 朝着陈巧莉追了过去 自始至终 那诗长心都看过刘顺义一眼 刘顺义不由地挠头 好家伙 感情 我白说了那半天 当然 刘顺义还是要追上去 因为他怕那诗长心 到时候别被陈巧莉打死 实际上 刘顺义担心得并不错 他刚刚赶到战场 就看到诗长心被陈巧莉 困在了一个阵法当中 随后 陈巧莉直接奴役十二口大顶 一下一下地轰击诗长心 碰 碰 碰 诗长心被陈巧莉的十二口大顶 轰击打得不断咳血 原本就矮小的身体 如今更加的矮小 诗长心心态崩了 打不过激素婴 他认了 原本就只是 想要吞噬一个练气蝼蚁的鲜血 可结果 这家伙半猪吃虎 给自己打的生火都不能自理 最为恐怖的是 他还能在激素婴的手中 死里逃生 可遇到这娘们 他感觉自己今天可能死在这里 因为这女人太狠 布置了封天绝地大阵 自己如今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还有空间封锁大阵 好吧 现在他无论是什么手段 都逃不了 可恶 难道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诗长心有些不甘心 但是 不得不说的是 诗长心的运气 是真的好 远处的那乌鸦 眼看局势不对 他赶紧来救场 那乌鸦直接无视陈巧莉的阵法 冲进来之后 爪子抓起诗长心的头发 瞬间消失 嗡嗡嗡 此时 陈巧莉也收起了自己的法器和阵棋 看着慢悠悠 遇见而来的刘顺义说道 你看 这就是一城的变数 仅此一城 功亏一篑 刘顺义有些沉默 我们赶紧走 方才的动静 已经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再不离开 就有麻烦了 刘顺义点头 随后两人像是逃离一般 三天的时间转眼过 此时 一处煽动之中 诗长心抱着自己的膝盖 坐在煽动的醉里面 神情有些恍惚 心态有点崩溃 他先后经历两场生死 一场被碾压 另外一场 依然被碾压 而且 还是那种毫无还手之力的被碾压 如今 诗长心已经到心接近崩溃 乌鸦劝戒 激素鹰本来如同这个时代的主角 比你资质妖孽 比你强大的人多得是 但是他们都没有人能够让激素鹰拔剑 而你 差一点让激素鹰拔剑 你已经足够自傲了 诗长心茫然地看着乌鸦 是吗 乌鸦点头 那可不 你去问问现如今的那些天骄 有几人能够在激素鹰手中支撑三招 别说是三招 就是两招的都没有 你起码是两招 甚至激素鹰差点拔剑 诗长心眼神恢复了一些光彩 听你这样一说 我倒是觉得有道理 就是我遇到的那个 带着乌龟壳的女子 也是趁我尚未恢复修为 以境界碾压 乌鸦点头 这才对吗 你要知道 你打的都是一些高端局 诗长心瞬间恢复了斗志 你说的没错 而且 我现在能重重塑根基 我甚至能够感觉到 等我完全重塑肉身 我的修为还能更进一步 乌鸦再次点头 没错 所以 你要打起精神来 忽然 诗长心的目光 有些冰冷地看着山洞外 站着的一个人 就是跟在那乌龟壳女人 身边的那个炼气蝼蚁 而此时的刘顺义 则是扛着一把一米五的大剑 慢悠悠地从山洞之中走进来 呵呵 找到你了 市长大怒 你一个炼气的蝼蚁 也敢挑衅我 等等 诗长心忽然看向了 自己肩膀上的乌鸦问道 那乌龟女在不在 乌鸦摇头 不在 她只有一个人 诗长心大怒 小子 我今天要弄死你 诗长心身形瞬息而至 随后一拳 更是朝着刘顺义的胸口轰去 碰 一声闷响 刘顺义躲都没有躲 也没有抵挡 你 这 诗长心呆滞地看着刘顺义 这特梦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真的只是炼气九层的修饰 刘顺义 则是叹吸一口气 你真的是弱的 让我失望 不过你 先到一边去 我不是来找你的 说完 刘顺义迅速伸手 抓住了诗长心肩膀上的乌鸦 嘎嘎嘎 乌鸦乱叫 而刘顺义 则是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 刘顺义之所以答应陈巧莉来望穿秘境 一方面是为了磨练一下自己 争取让自己的修为早些突破 而另外一方面 则是物色一些敌人当作自己的消耗品 毕竟 随着自己的修为越来越高 对于消耗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起码 自己在接下来修炼功法的时候 若非有紫色的品质的敌人 就那些绿色蓝色品质的敌人 怕是自己一个人血神拳就要没 甚至 就算是诗长心 是紫色品质的人 当初自己注击的时候 诗长心的名字可都差一点消失 若非诗长心有大机缘 所以 刘顺义感觉自己的敌人不多了 必须要要出来找些存货 手中的这乌鸦 竟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诗长心 那说明 这乌鸦的真实实力 怕是非常恐怖 而眼前的这乌鸦 怕是只是替身 当然 替补替身无所谓 因为 强者都有自己的尊严 哪怕是替身 若是被自己杀了 怕是也觉自己侮辱了他 那他必定对自己起杀心 只要对自己起杀心 那就对了 因为刘顺义研究过 但凡是对自己起杀心的人 都会被大道经卷写下名字 扑 刘顺义直接折断了乌鸦的翅膀 嘎嘎 蝼蚁 你找死 刘顺义哈哈一笑 随后一巴掌抽在这乌鸦的头上 因为力道啊 过大 乌鸦的脖子直接断裂 那乌鸦的脑袋低垂下来 嘴里还在不断冒险 小子 无论你是谁 我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而刘顺义此时爽了 嗡 大道经卷震动 金色毛笔再次落下 迅速在经卷之上写了一个人的名字 那两不久 中品 分 刘顺义瞬间大笑 唱快了 赚大了 原本 刘顺义易容的就比较粗犷 如今这样大笑 活脱脱的像个疯子 叮 就在这个时候 施长心直接拿出来一个匕首 朝着刘顺义的肚皮上捅他捅去 只是很尴尬 匕首和刘顺义的身体 发生了一种金属的碰撞 施长心吞了吞口水 那个 我说我手滑了 你信吗 啪 刘顺义一巴掌 甩在了试施长心的脸上 施长心直接被拍在眼壁上 随后 刘顺义再次把施长心给扣下来 原本想着留你甜一命 现在看来 没有那个必要了 刘顺义说完 直接掐着施长心的脖子 把他提起来 施长心想要反抗 可当他被刘刘顺义掐着脖子才发现 自己如今的法力 竟然有些运转不动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施长心惊恐地问道 刘顺义没有解释 而是慢慢地收紧了手中的力道 对于这种拿异成的人 来炼制血丹 刘顺义是真的恨不得 现在就杀了他 但是 不着急 这家伙就算死 也必须是被自己榨取所有的价值在死 刷刷 就在这个时候 无数藤条从山洞之外 朝着山洞之内延伸 而且 那藤条的速度也很快 几乎是转眼之间 就从刘顺义的手中 抢走了施长心 抢完就走 几乎不停留 刘顺义没有去追 而是静静地看着施长心离开的方向 看来 我需要学习一种 燃烧本命 元神神通 或者是法术了 嗯 筑基的二节法术 也需要好好学习一下了 刘顺义背着双手 直接去找陈巧莉会合 来了 当刘顺义看到陈巧莉的时候 陈巧莉正在拿着罗盘和长枪 在勘测地形 甚至时不时地摆动一下阵法 对于这种阵法师 刘顺义有些羡慕 其实 当初她也想要学习阵法 可一看阵法 什么周天之术 配合四项 两仪 阴阳 两者相结合 然后再按照结合出来的数字 才能好好运转功法 反正是 沾染数字的东西 刘顺义是看着就头疼 所以 也就不学习了 实在是 除了钱之外 对数字过敏 反正数学不好 别学阵法 那是在折磨自己 只是陈巧莉 虽然在布置阵法 但是也在同刘顺义聊天 虽然我不清楚 世界有的时候说的胡话 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我曾经多次看到 世界一个人彷徨 每天嘴里都在难道 什么往后若是那些人 真的来了 那又如抵挡 即便是侥幸战胜 可那之后呢 灵脉断绝 天地生机流失 末法时代 刘顺义皱起了眉头 姬师姐这个情况 出现多久了 陈巧莉想了想 最后摇头 不太清楚 我也只是偶然听到 但是此次 还越攻宗门大别 我反而觉得师姐的话 有可能是真的 刘顺义低头 看着地上的一排蚂蚁 拿起一根树枝 给那些蚂蚁画了一道圈 看着那一群蚂蚁 在圈的边缘 在不断试探 一边问 为啥这样说 陈巧莉 把最后手中的一枚 震气插下去 随后 垂了垂自己的肩膀 其实宗门大比百年 才开启一次 但是这次的宗门大比 不到三十年就开启 说到这里 陈巧莉再次看着 手中的罗盘 再次确认 他们所在的方位 是否准确 甚至拿出地图对照了 你说 这些大宗门 同时心照不宣地 更改宗门大比 甚至这次宗门大比的内门弟子 比以往还要多 听说名额也是往年的十多倍 这其中是不是有猫腻 若是把这一切都联系起来 再想一想基师姐说的话 那似乎就一切都说得通了 刘顺义此时有些无语 他算是发现了一个事情 这尼玛 穿越者穿越的时代 要不就是黄金盛世 天才争斗 只为走那称帝之路 要不就是世界有劫难 动不动就要毁灭一个大陆 毁灭一个世界 刘顺义揉了揉自己的脸 有没有可能 你想多了 陈巧莉收起了自己的罗盘河地图 对着刘顺义歪了歪头 意思是 可以走了 刘顺义直接走到陈巧莉身边 陈巧莉直接双手掐动法掘 咔咔咔 阵法亮起 犹如齿轮在转动 随后 刘顺义和陈巧莉 就被两团光芒包裹 紧跟着 刘顺义就感觉到一股失重感 他们两个的身影 也瞬间消失在原地 嗡 光芒重新出现在眼前 刘顺义睁开眼 便看到 宛若仙境一般的场景 这是望穿秘境 刘顺义有些惊讶 原本他以为的望穿秘境 会不会到处都是彼岸花 会不会到处充满骷髅什么的 可结果 这地方和自己想的有些出入 陈巧莉此时已经全副武装 从头到脚 都被法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嗯 给刘顺义的感觉 就是 这陈巧莉给自己套上了机甲 修真机甲 陈巧莉不仅给自己武装的 看起来不像是个人 甚至声音都有些沧桑 陈巧莉 递给了刘顺义一个令牌 这是回传令牌 你要说好 我们的时间不多 这回传令牌三天之后 就会自动传送 并且毫无痕迹 趁着这三天的时间 我们要好好地搜刮一下 而且我仔细想过 机师姐可是目前为止 年轻一代的第一人 她的话 虽然有些不合逻辑 但是我们也要提前准备 不然 我也不会冒险来这个秘境 不过说完 陈巧莉再次给刘顺义一个地图 并且嘱托 实际上 我们搜集宝物的时间只有一天 因为最大的宝藏在这里 陈巧莉指了指地图上的一个点 刘顺义顺着看了过去 那上面 似乎画的是一个宫殿 每一代的天骄 来望穿秘境之后 他们的目的 都是这望穿神殿 听说 里面有难以想象的东西 不过我知道暗门 需要两个人同时触动机关 这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明天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里会合 走了 陈巧莉说完 是一刻也不停留 瞬间腾空而起 而刘顺义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沿途之上 无论遇到什么宝物 全部搜刮一空 反正这一次 刘顺义带除物带足够多 嗯 这树似乎也不错 唉 这草也不错 似乎蕴含大量的灵气 而且 似乎对于妖兽 有莫大的好处 我去 这土似乎也不错 似乎对于培养灵直 有很大的弊 随后 刘顺义直接开启了地毯行动 所过之处 寸草生 甚至掘地三尺 时间过去了半天 刘顺义终于停下了 自己手中的动作 因为 刘顺义已经不知不觉当中 把望穿秘境给薅秃了 看着身后的布毛之地 刘顺义有些尴尬 嗯 要不 还是给外面的那些人留一点 可同时 刘顺义就觉得 秘境不愧是秘境 这尼玛 一山一带 都似乎对修炼有帮助 虽然这望穿秘境 比不上那沙漠的中心 但是也不差 当然 接下来的时间 刘顺义 则是选择性地 收取一些东西 秘境之中的杂草 就不收了 泥土多一个样 也暂时不收了 但是 所有的草药 无论什么品级 一个不留 毕竟 陈巧莉所说的事情 刘顺义虽然觉得不靠谱 但还是要防患于未然 能多烧 就多烧 只是很可惜 原本刘顺义 想要把这里的山 都给挖走 可奈何 现如今的自己 没有任何移山填海的能力 算了算了 秘境还在 自己往后 有的是时间 想到如此 刘顺义一边收集草药 一边朝着 望穿神殿那边 赶了过去 终于 在第二天清晨 刘顺义就看到 早早就在等她的陈巧莉 只是 陈巧莉看刘顺义的眼神 十分的古怪 你 有点狠 陈巧莉说道 刘顺义看着陈巧莉 身后的一马平川 有些无语地看着陈巧莉 师姐 你这是在说反话呢 你把山都给搬走了 你说 我有点狠 陈巧莉咳嗽了一声 这些山石 都是炼气和炼制阵法的材料 搬走也就搬走了 只要秘境还在 山 终究还会出现 只是我没有想到 你会绝第三尺 刘顺义摆手 淡定 我也不过是弄一些泥土而已 陈巧莉想了想 望穿秘境的泥土 确实值得研究 说完 陈巧莉手中 飞出一口小顶 小顶飞到空中 瞬间变大 然后 在刘顺义震惊的目光下 那大顶旋转 望穿秘境的土地 不断地被那大顶收拢 不是 地面上出现了 一口深渊 刘顺义站在深渊的边缘 感受到深渊之中 吹出来的冷风 不由地吞了吞口水 师姐 你还说我狠 陈巧莉 不由地笑了笑 这才带进入秘境 确实是个明智的选择 说你狠 我只是从来没有想过 在一个秘境当中 绝第三尺 你是第一个 让我大为震撼 好了 多得不说 我们进入 望穿神殿看看 刘顺义点头 骑士进入望穿神殿 刘顺义以为很麻烦 实际上 进入的方式 让刘顺义十分的傻眼 陈巧莉 在望穿神殿旁边 找了个老鼠洞 然后 她把老鼠洞里面的老鼠拎出来 直接抽了十几个大嘴巴子 然后扔到一边 哪里都不准去 等我们进去之后 把洞口封了 那老鼠人形站里 两个小爪子放在胸前 一脸的猛逼 陈念看着这土拨鼠 脑海中 就出现了一个表情包 随后 刘顺义和陈巧莉 开始挖这个土拨鼠的洞穴 一路挖了不知道多少米 最后 他们终于挖到了一块石板 来 我们一起顶上去 陈巧莉对着刘顺义说道 刘顺义点头 然后 两人很轻松顶开了石板 那竟然是望穿神殿的地砖 两人就很梦幻 毫无波澜地 进入了望穿神殿的最深处 只是来到望穿神殿之后 刘顺义有些傻眼 因为 傻也没有 想象之中的财宝遍地 法宝无数的场景 是一个没有实现 甚至连一个雕像都没有 师姐 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陈巧莉摇头 没有来错 说着 陈巧莉指了指那大殿之上 主座前面的桌子 那里放着一个箱子 宝贝都在那箱子里 我们需要同时触动上面的机关 箱子才能打开 等箱子打开之后 就是我们想要的宝贝 刘顺义眨了眨眼 别愣着了 赶紧去开箱子 这一次 我们真的是赚大了 哦 随后 刘顺义就和陈巧莉 一起去开箱子 刘顺义就是个工具人 因为陈巧莉在那边 不断地挪动箱子上的机关 就像是解密一样 而且手速很快 刘顺义看了一小会 完全看不明白 索性也就等着 好在 陈巧莉也没有让刘顺义等多久 咔嚓 咔嚓 随着两声轻响 箱子上出现两个手印机关 分别写着 蓝 女 来 我们两个同时按下去 陈巧莉吩咐 刘顺义赶紧起身 注意 箱子打开的时间 只有三夕时间 无论看到什么 都从箱子里拿出来 刘顺义点头 随后 两人一同按下那开关 扑呲 刘顺义感觉自己的手掌被冻穿 然后她的血液开始不断地流失 陈巧莉此时也面色惨白了起来 这东西 还稀险 刘顺义有些震惊 碰 忽然 箱子弹开 陈巧莉赶紧说道 你先拿 刘顺义没有犹豫 然后她就看到 箱子里有一本书 没多想 刘顺义直接拿走 咔嚓 箱子再次关闭 再来 此时陈巧莉说道 刘顺义点头 两人的手掌再次按上去 碰 箱子再次打开 陈巧莉没有看 直接从箱子里拿出来一面镜子 刘顺义瞬间就好奇了 因为她拿走那本书的时候 还特意地看了一眼箱子 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 结果 这箱子一观一壶 竟然还能多出来一件东西 陈巧莉深吸一口气 此时 她看着刘顺义有些好奇 你的面色怎么没有什么变化 刘顺义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平常一直练铁 些许血液的丢失 对我没什么影响 陈巧莉猛逼 不是 你就丢失一些血液 刘顺义也有些猛逼 啊 难道还会丢失其他东西 陈巧莉稍微调息了一下 然后才说道 这东西 会抽取一个人的本源和寿源 来匹配宝物 你只丢失了一些血液 嗯 没什么 陈巧莉没有再继续说 对于陈巧莉而言 打探别人的秘密 十分不礼貌 只是刘顺义 现在 还是有些猛逼 因为她看着自己手中的空白书本 是怎么看 怎么都不像是宝贝啊 毫无奇特之处 硬要说奇特之处 水火不清算不算 刘顺义十分不理解 师姐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 你那镜子有什么用 陈巧莉想了想 还是为刘顺义展示了一下 只见她拿出一颗丹药 放在镜子面前 然后她直接探出一只手 从镜子里面 拿出一颗一模一样的丹药 镜子也瞬间变得模糊 卧槽 双星镜 刘顺义震惊地脱口而出 陈巧莉同样震惊 师弟认识这东西 刘顺义吞了吞口水 曾经在一本古籍之上有看过 这东西 一天之内 可复制任意一样东西 你要记住 是任何一样东西 这可是一件逆天的宝贝 只是 当初我以为只是传说 可没有想到 这天地之间 真的有这东西 听到刘顺义这样一说 陈巧莉也震惊了 是任何东西 刘顺义点头 若真的是双星镜的话 那便是如此 可说到这里 刘顺义不由地 看着自己手中的书 这特么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刘顺义实在搞不懂 可就在此时 那书本 瞬间进入了刘顺义的识海 然后刘顺义眼睁睁地看着 大道金卷 直接把那书本吞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不是 金卷大爷 这就没了 你吞了这书 有什么功效 你倒是说说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大道金卷之旁边的毛笔 开始震动 原先金黄色的毛笔 笔杆字之上 多出来一丝丝的紫色花纹 刘顺义 就这 不是 笔爷 要不你讲讲 你现在多出来个什么作用 那金色毛笔 静静地躺在大道金卷旁边 一动不动 刘顺义 此时她的面色 有种说不出的无语 师爹 你的那说 有什么用 陈巧莉忍不住问道 刘顺义此时看着陈巧莉 深吸一口气 我若是说 是一点用没有 你相信吗 看着刘顺义 那一脸像是吃了苍蝇的面色 陈巧莉不由得点了点头 会不会是 你只是流涉一点血液 并不像是我一样 又是寿命 又是本源的 刘顺义感觉有这可能 可看陈巧莉这样子 显然是不可能再来一次 可刘顺义 还是不死心 师姐 这必须要两个人吗 一个人行不行 陈巧莉没有说话 而是指了指那桌子 你还能看到那箱子吗 刘顺义抬头望去 果然 已经看不见那箱子 此时刘顺义有些无语 这特么的 陈巧莉这个时候 拍了拍刘顺义的肩膀 没事 你这次也算是帮了师姐 反正姐姐 我现在有双星镜 到时候我有好东西 自然会有你的一份 刘顺义瞬间开心了 多谢师姐 陈巧莉点头 走走走 接下来是去挑选神通 挑选完神通之后 我们也该出去了 刘顺义点头 然后 刘顺义就看到陈巧莉 再次从他们那出来的地砖之下 把那吐蕃鼠拎出来 啪啪 就是两巴掌 带我们去神通大殿 吐蕃鼠双眼泪痕滴溜溜乱转 可还是很听话的 带着他们一路狂奔 沿途 甚至都没有遇到任何机关 只是刘顺义有些不明白 师姐 为啥每次 你都要先抽他几下 陈巧莉严肃地说道 这小东西天生反骨 让他做事情之前 你不把他抽老实了 他是不会干活的 当然 这小玩意 有天生的趋吉避凶的能力 洛飞天生攻反骨 估计早就人手一个了 刘顺义恍然 不多时 两人被那吐蕃鼠 带到了另外一个大殿之内 进入这大殿 刘顺义看到的是漫天的书籍 那些书籍 全部悬浮在半空 书籍之上 还有光芒保护 陈巧莉这个时候说道 和外面的那宝箱一样 一人只能挑选一本 不要想着一下挑选两本 因为到最后 你可能一本都得不到 所以 师弟这次可要看仔细了 刘顺义瞬间打起十二分精神 既然陈巧莉 都已经把其中的规则说明 刘顺义自然不会再去犯错 说起来 这神通大殿也真的只能 刘顺义随便找了个光球 上面就有一些神通信息 雷炎狂刀 仙人所创 一刀之下 附带雷炎 修炼大成 一刀之下 万物破碎 刘顺义震惊 甚至他脑海之中 浮现出一把遮天蔽日的长刀 横斩一颗星辰 一刀之威 恐怖如斯 刘顺义继续看 不得不说 这望穿秘境 着实让人无法自拔 还有这里面神通 每一个神通 都特么让人眼馋 但是很可惜 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陈巧莉此时再次提醒 一定要选择和自身契合的 因为选中之后 还有考验 考验过了 才能获得神通 考验不过 不用我多说了吧 所以 一定量量力而行 刘顺义点头 多谢师姐告知 我明白了 虽然这样说 但是关于考验 这种事情 刘顺义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 考验他必定会过 但是陈巧莉有一点 没有说错 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神通 需要结合自身 刘顺义也是怕自己 体调花了眼 所以 他干脆别的都不看 直接寻找 有关以消耗寿命 消耗本源 燃烧惊血的神通 刘顺义也不知道 寻找了多久 他终于寻找到了一个剑法 悲鸣之剑 悲鸣之剑 一剑出 万物悲鸣 此剑法 是本仙人根据家师剑法 进行另外一种衍生 此剑法过于霸道 切记 不到万不得已 切勿施展此剑法 因为 它会燃烧自己的生命 每一剑 都会折损寿命 甚至本源 但是威力也很大 故此 无才以悲鸣命名 一剑出 代表着万物终结 也代表你的终结 后缀 怪我天赋有限 未能找出解决此剑的弊端 还望后人 习得此剑者 慎用 洛比 张无意 刘顺义眼神金光直茂 救你了 打定了主意 刘顺义的手 瞬间就伸了进去 问 光芒流转 精神恍惚 等到刘顺义头脑清醒的时候 才发现 自己手中握着一把剑 而自己的周围 全他们是一个个面目猙獰的敌人 那些人 虽然是人 但是却如同妖魔 责人而逝 饮血吃肉 这什么玩意 刘顺义挠头 哄 天空再次传来一阵巨响 刘顺义抬头看去 有些看不真切 他只看到一团巨大的阴影 然后那阴影被什么东西一键斩断 开始从空中落下 不 一声不甘心的怒吼 响彻天地 那恐怖的余波 直接让天地万物都化为积粉 而当那巨大的阴影落下 刘顺义才看到天空之中有一道身影 看到那身影 刘顺义心中忽然有些悲痛 哗啦 刘顺义的意识回归现实 此时 他的脑海中多出来一套剑法 悲鸣剑 一共十二剑 悲鸣剑 不是燃烧寿命 而是剑法过于强大 每一次施展 都会对自己本身造成极大的伤害 要是十二剑同出 那所带来的副作用 能够直接让一个人瞬间肉身绷解 所以说 这叫折兽剑 可刘顺义忽然觉得 这剑法 是真特么契合自己啊 因为 别人若是学习了这剑法 很有可能会当作底牌 但是 他刘顺义 但是这剑法 在自己手中 那就是 可以天天都能用的绝招 而且 这悲鸣剑 还有个最离谱的施展方法 你可以消耗法力 你也可以消耗精血 同样也可以消耗精神 寿命 灵魂 我去 这剑法 似乎真的有点无敌 刘顺义震惊 甚至 刘顺义在想 若是自己所有的东西 都燃烧一遍 会如何 这一剑的威力有多大 可很快 刘顺义就冷静了下来 这剑法虽然很强大 可现在自己的敌人 可不经造啊 自己想要背鸣剑施展自由 看来自己还需要 多多让一些人上榜 还有就是 也不知道这大道精卷的那毛笔 多了一丝的紫色花纹 到底有什么用处 等自己出去之后 一定要试一试 随后 刘顺义 看向了陈巧莉 这个时候 刘顺义才发现 陈巧莉不见了 不过 倒是给刘顺义 留了一行字 师弟 我已获得自身所需要的神通 见你在试炼 便先走一步 记住 你若是领悟好了神通 赶紧捏碎玉牌传送出去 因为天交大会 早就结束了 估摸时间 应该快到了 在刘顺义读完那虚空 用法力凝聚的字之后 字迹便消失 而刘顺义 也没有犹豫 捏碎玉牌 瞬间传送了出去 哄 此时 望穿秘境之外 一群长老合力 动用无上神通 终于是强行打开了望穿秘境 可当这些长老打开望穿秘境之后 看到里面的场景 瞬间傻了眼 因为此时的望穿秘境 一片光秃秃 山川不见 河水断流 放眼望去 只有一个望穿神殿 孤零零地躺在那 诸位宗门的长老 都有些猛逼 他们赶紧关掉秘境入口 这 难道是我们打开的方式不对 其中有一位长老问道 其他长老也点头 那这样 这一次 我们打开秘境的时候 动作稍微轻一点 温柔一点 其他人点头 随后 众人再次合力 然后慢慢地打开秘境 随后 空气变得安静 因为 秘境还是那个秘境 但是 此时的这个秘境 已经完全不是他们之前 所见到的那秘境 这特么是谁干的 终于有长老震怒 因为 他已经看出来 这特么是人为的 可是 谁那么大的胆子 竟然把望川秘境祸害 成了这个样子 而此时 也有其他宗门的长老询问 那这望川秘境 还要让弟子进去吗 换月宫的大长老叹息 不管怎么说 望川神殿还在 那才是真正的宝物 照常进入 可紧接着 这位大长老面色冰冷 望川秘境是我们几个 总的共同守护 不可能首先 要排除的 就是我们自己人干的 竟然不是我们自己人 说到这里 换月宫大长老 看了看那光秃秃的秘境 袍帝 绝坟 这种肮脏和见不得人的手段 倒是和天神教的手段 如出一辙 众人的怒火 瞬间燃烧起来 刘顺义离开望川秘境之后 并没有离开 反正现在别人也不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 那还不好好的浪一下 此时刘顺义躲在人群当中 在观察此次 天骄大笔的那些人 他主要是想要看看 有没有值得留意的天骄 品性不好的 直接给他写到 大道经卷上去 只是 当刘顺义看到望川秘境 那惨不忍睹的模样 也有些猛逼 这不对啊 当初我可是留下很多东西的 难道是师姐 刘顺义挠了挠头 还说我狠 这师姐不比我狠 刘顺义这边刚刚小声嘀咕 他身边就走过来 一个粗犷的汉子 那不是我干的 我在得到自己想要的神通之后 就已经传送出来了 刘顺义惊讶 师姐 那粗犷的汉子微微一笑 怎么样 我这新获得的神通 刘顺义偷偷地竖起大拇指 师姐厉害 只是 刘顺义还是有些不明白 既然不是师姐 难道 这件事情 真的是天神教干的 陈巧莉摇头 暂且不知道 不过 不管这次阿秘境的事情 是不是天神教干的 天神教都在劫难逃 因为这些门派 早就对天神教积怨已深 所以 无论这望川秘境的事情 是否是天神教干的 这天神教都要被除掉 忽然 陈巧莉面色严肃 完了 怕是需要宗门大战了 不行 我要赶紧地跑路 同时 陈巧莉也看了一眼刘顺义 看在你和我算是同道中人的份上 给你个忠告 即便是外门弟子 也需要战斗 但是尽量地划水就好 可千万别再莽撞 有一句话说得好 枪打出头鸟 你我没有背景 表现得太过优异 只会被人吃的骨头渣子 都不上 说完 陈巧莉直接消失 刘顺义想了想 他还是决定再看看 甚至有可能的话 偷偷找个人战斗一下 当然 若是实在是过于危险的话 那就回去 往后慢慢地沉淀 反正 对于自己的修为瓶颈 那都不算是瓶颈 但是好不容易来一次 那还不多多找些敌人上网 想到如此 刘顺义直接融入人群 时间晃眼又是两个月 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刘顺义直观地感受到了陈巧莉的强大 同时 刘顺义也更加震撼陈巧莉的逆天机缘 这些宗门之所以没有立面去清理天神教 依然让这些弟子进入望川秘境 那是因为望川秘境的核心是望川神殿 相比较望川神殿 外面损失的一切 都无法和望川神殿之中的东西相提并论 只是如今望川秘境实在是光得很 所以 那些天骄在进入望川神殿之前 少了很多磨炼 这也导致了 望川神殿之前反而更加的血腥 这似乎是在阳谷 最终能够活下来的人 才能进入望川神殿 至于进入望川神殿 那更是惨烈 因为这其中还有诸多考验 甚至 那些考验 十分的变态 刘顺义在幻月城的一家酒楼之内 看着那投影出来的秘境景象 不由得摇头 按照这个情况下去 这群人什么时候 才能到那个箱子面前 终于 刘顺义再次看了半个月 终于 由一批弟子进入了那宝箱面前 但是 打开宝箱的方式 让刘顺义震惊 因为 他们打开宝箱的方式 和陈巧莉打开的方式完全不同 陈巧莉当初是破解机关 然后他和陈巧莉一同按按钮 轻轻松松地打开箱子 可这群人 是又是祭拜 又是雪祭 而且 还是十几个天骄合在一起 甚至都开启了雪祭大阵 好家伙 最后 那些天骄开始放血 当他们都雪祭得差不多的时候 终于 箱子打开 原先还同仇敌开的那些天骄 开始为了争夺一件类似仙器的东西 开始大打出手 甚至 周围的那些修士更是倒抽冷气 我的天 那竟然是一件仙器 我的天 此生得见仙器 老朽也是死而无亥 甚至有些隐藏的强大伞修 都已经开始眼冒红光 甚至那仙器 也是惊动了各个宗门的长老 甚至 都有宗主清零 嗖嗖嗖 甚至有无数修士 都慕名而来 要乱 刘顺义感觉不妙 然后仙泽偷偷开溜 远离人群之后 刘顺义不由地惊呼 不过是一件仙器 都引发这等腥风血雨 若是让别人知道 尸节火的的 可能是天地至宝 那将会如何 刘顺义内心想着 同时也对陈巧莉 能够躲开那些试炼 甚至仅仅只是凭借他们两人 就轻松打开宝箱的手段 而震惊 我这世界 是真的不得了 可忽然 刘顺义看到一个人 姬素英 他没有去密解 刘顺义有些疑惑 当然 他也绝不可能 和姬素英碰面 不过姬素英 倒是看到了刘顺义 他只是对着刘顺义笑了笑 并没有理会刘顺义 然后继续朝着远处走去 刘顺义有些无语 这娘们 是有火眼金睛吗 茫茫人群之中 一眼就认出来我 还是 我的这隐藏能力太差 想了想 刘顺义准备 再次换个面容 想到如此 刘顺义 直接找个小巷子 钻了进去 可结果 你说巧不巧 又特别遇到了熟人 失常心 和那个小乌鸦 在出秘境的时候 刘顺义 还特别重新换了面容 这两人 倒是没有认出刘顺义 甚至看到 刘顺义都没有修为 那就更加没有理会 只是 刘顺义的脑海中 却传来两个声音 妈的 望穿秘境 都特么是杂草 你确定我们洗劫的 真的是望穿秘境 那乌鸦同样传音 那确实是望穿秘境没有错 但是 有人比我们动作快 先一步 夺取了里面的东西 这个我不管 若是真的 都是太太天才地宝 冒险就冒险了 可现在什么好处没有 我可能还要死 天神教就没有一点点其他的准备 乌鸦安慰 放心 天神教的成员 已经在幻月峡谷集合 我保证 你死不了 就是 此次望穿秘境的损失太大了 刘顺义有些猛逼 他有些不理解了 自己为什么能听到 两人的传音 嗯 忽然 刘顺义发现 那声音 似乎是从那带着紫色花纹的毛笔传来的 刘顺义瞬间无语了 不是 你吃了我的那本书 就多了这个功能 而且 还需要靠近 才能听到特么传音 刘顺义瞬间觉得 这东西似乎有些鸡肋 这特么有什么用 等等 似乎也有点用 他们说天神教的人 现在都在幻月峡谷之中 那自己岂不是可以 提前告诉别人 天神教的人来了 先让人把天神教的人给灭了 想到如此 刘顺义准备偷偷离开 诗长星和乌鸦同时看了一眼 刘顺义的背影 但是也没有多理会 不过 我有些好奇 你到底有几个分身 诗长星看着自己肩膀上的乌鸦问道 乌鸦呵呵一笑 只要我想 我就有无数个分身 诗长星的眼神之中 有些忌惮 越是了解天天神教 他就越是感觉天神教十分的神秘 甚至 这天神教所图之大 实在是让人 有些难以想象 即比如说望穿秘境 望穿秘境不知道存在了多少个岁月 一直都是秦州九宗的把持 从来没有人想过去动望穿秘境 因为那是在和九宗为敌 更甚至 天神教还想要把整个望穿秘境 都完全炼化 最后成为了他们自己的东西 这一点 就让人震惊 可问题是 若非这一次望穿秘境 忽然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变故 天神教 说不定就成功了 不过 诗长星还是有些好奇 另外一件事情 天神教最近在疯狂地收割秘境 疯狂地夺取他人宗门的地脉 到底想要做什么 乌鸦的眼神 微微眯了起来 有些事情 不该问的不要多问 知道的太多 对你不好 虽然我有意想要让你成为 我天神教的核心弟子 诗长星 很是果断地闭嘴 有些事情 他还是拎得清的 忽然 不知道从何处传来一阵阵的鸟叫声 只是声音过于刺耳 听得让人反胃 因为那声音 像是冤魂在悲鸣 也像是婴儿在啼哭 但是 那乌鸦听了这声音 反而十分地享受 甚至还陶醉了一回 终于 那声音不再叫 乌鸦这个时候 神情激动 走 天阳踪 诗长星没有多问 起身就走 刘顺义的目标也十分明确 离开那小巷子之后 重新改变了一个老农的面貌 直接朝着幻月谷而去 沿途之中 刘顺义更是到处散播消息 听说了吗 此次望穿秘境 被天神教洗劫 更甚至 天神教还有更大的图谋 想要抓我们秦州的修士 听说是要炼制血淡 真的假的 天神教如此大胆的吗 当然 还有人疑问 可幻月谷是幻月宫的灵要重敌 你说天神教的人 就躲在幻月谷之内 这有些不可能 刘顺义摇头 怎么不可能 我们村有个叫二牛的人 他就是被天神教给抓了去 最后成为了天神教的弟子 可前些天 那二牛回来了 说是从幻月谷而来 甚至连夜带着自己的家人逃离 你们说 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 此话一出 众人都未知一振 就在此时 一位儒雅随和的年轻人 来到了刘顺义的身前 那年轻人对着刘顺义行礼 这位老伯 在下幻月谷弟子李牧 敢问老伯 你方才说的 可是真的 幻月宫的弟子 刘顺义赶紧摇头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村的二牛 确实是天神教的弟子 但是从幻月谷出来 你品 你细品 李牧皱起了眉头 不过 还是笑着说道 多谢老伯 李牧说完 匆忙离开 因为 他要去确定这些事情 众人方才听说 那年轻人说自己是李牧 这让那些人都有些震惊 因为李牧 可是幻月宫的圣子 名气和实力 听说和激素因都不相上下 更有传闻 李牧可是未来幻月宫的掌门人 如此天骄 他们竟然遇到活的了 而且 更为恐怖的是 李牧相信了这件事情 可当众人 回头想要问问那老伯细节的时候 才发现 那老伯也会见了 刘顺义把消息传给了李牧之后 就赶紧地前往幻月谷 刘顺义主要是想要看看 隐藏在幻月谷的那些天神教成员 倒是是什么修为 修为若是不高 那自己就直接冲上去 杀个天翻地覆 当刘顺义在得知 天神教大部分都是小鬼的时候 内心就已经给天神教上了死刑 所以 但凡自己能杀 那必然要去杀 反正他现在是一个老人模样 当然 若是真的遇到了金丹境界的强者 那不用打了 直接跑路 一方面是可能打不过 毕竟 金丹修士 超脱天地 掌控三阶法术 还有本命法宝 然和一样 都不是自己能对付的 虽然刘顺义底牌很多 但是 你有底牌的同时 人家也有底牌 助击占金丹 那不切实际 再说了 刘顺义的底牌 可不能随便暴露 不然会掉马甲 所以 刘顺义在等 这一天 正在修炼的刘顺义 忽然惊醒 随后 刘顺义就看到漫天剑气落下 卧槽 刘顺义尚未做出任何反应 身体瞬间被漫天剑雨冻穿 你妈 嗯 等等 我怎么没死 刘顺义惊呆了 忽然 刘顺义赶紧看向了大道金卷 这一刻 刘顺义终于是明白了 大道金卷之上 石长星 陈北平 奈良不久 青藤 这四个人的名字 在不断地暗淡 同时 也在不断地亮起 那名字合在一起 一闪一闪的 跟特么声浪一样 当然 这不是最为关键的 最为关键的是 自己的修为漂浮的问题 几乎在这一瞬间解决 甚至自己的身体 也变得十分强大 好家伙 你特么 是修复了我会被秒杀的bug是吧 刘顺义有些震惊 但是震惊的同时 刘顺义也选择赶紧跑 但是刘顺义不知道的是 他倒是不痛不痒 他的那些敌人 可就十分酸爽了 刘顺义是硬扛那漫天的剑气 成功地逃出了攻击范围 此时他站在远处 看着天空之中一人 擦空漫天的剑气 和另外一个人对轰 那另外一人 他还是认识 就是换月宫的李牧 李牧的神色十分平淡 那漫天的剑气 甚至都无法破开他的灵力护照 这特么就离谱 刘顺义看的属实 有些震惊 更让他震惊的是 这就是金丹大能的战斗方式 这特么 稍微一个三阶段的法术 方圆百里 都特么遭殃 此时刘顺义终于体会到了 什么才叫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若非自己有大道经眷 此时此刻 自己怕事都成为了鸡粉 刘顺义摇头 不行 外面还是太危险 回去 先突破到筑基圆满 想到如此 刘顺义直接选择回归清廉宗 而且要赶紧走 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方才能够从金丹修士的手中逃跑出来 有没有引起他人的注意 所以 必须要立马走 天神教这次谋划得很大 甚至做的事情也很老六 如今宗门大笔 宗门之中 几乎是一半的战力都掉走 而天神教 则是选择在这个时候 开始偷家 其实 天神教士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 因为天神教也有预感 此次九宗大笔 结束之后 必然会对天神教动手 所以 天神教也想得很简单 在你想要动手杀我的时候 那我先偷袭你 实际上 天神教的这个做法 是成功的 因为天神发动了血鬼 那种完全汉不畏死 不计代价的偷袭 几乎让九宗损失惨重 甚至有些宗门 早就已经被天神教的人渗透 在里应外合之下 竟然有无数宗门直接被灭 这种事情 几乎震惊了整个秦州 而最为让人愤怒的是 那些被天神浇灭掉的宗门 宗门之内惨不忍睹 男人被各种虐杀 女的衣不避体 被蹂躏致死 那种场景 简直是人间炼狱 甚至有逃出去的弟子 更是双眼满是血泪 天神教 此生不灭天神教 我永世不得轮回 有人当即发出毒誓 当然 也有一些宗门十分的幸运 比如说幻月宫 天阳宗 青莲宗 百花谷 天河宗 幻月宫是因为提前知道的消息 李牧亲自去清理天神教的人 青莲宗自然不用多说 听说藏剑封封主只是说出一个字 潜藏在青莲宗外的天神教等人 就直接化为虚无 百花谷比较奇特 因为天神教的弟子 几乎都不是什么东西 进入百花谷的迷幻阵之内 直接就被控制住 一个个成为了百花谷 任人宰割火把子 天河宗 直接开启了水墓大阵 宗门周围全是水 天神教的人 完全就过不了海水 就被抹杀 至于天阳宗 那才当属幸运 原本天阳宗 是要被灭的 先不说 天神教这边 有几个化神境界的强者出动 就是那乌鸦和狮长星 都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乌鸦化身一尊大妖 张嘴便是吐出一片黑色的火海 凡是被他那黑色火焰所沾染 顷刻兼化为飞灰 狮长星则是 掌控地上的血液 血液幻化成剑 洞川无数修士 天阳宗的化神宗主 无法按下天神教的化身 拼的就是中层站立 而天神教这边的中层 在乱杀天阳宗的人 难道 我天阳宗 真的要灭亡于此了吗 天阳宗长 教神情悲壮 眼神之中 也多出来一抹决然 天神教 哪怕是我天阳教 今天就此覆灭 那我也要拉 忽然 两声惨叫 传遍整个宗门 几乎是所有人 都朝着惨叫的声音望去 然后众人一脸猛逼 因为此时的失常心 和那幻化成大妖的乌鸦 正在疯狂地抽搐 然后就看到了两人身上 开始浮现出一道道细小的伤口 嗯 这是 天阳宗的宗主 有些猛逼 难道我天阳宗 还有隐藏的老左 而天神教这边的化神强者 眼看情况不对劲 也瞬间做出判断 撤退 请客之间 岌岌可危的天阳宗 现在 诡异地化险为夷 此时 所有弟子 全部高呼 宗主威武 宗主无敌 天阳宗宗主 我要说 这件事情不是我干的 你们信吗 此时 天阳宗的宗主 也不知道是高兴 还是该高兴 在天神教 要发起最后计划的时候 清藤长老觉得 自己的任务 应该是完成了 接下来 就是要给安清联宗 来个重重一击 然后撤退 可当藏剑风风主 一道声音 震杀了整个天神教的门徒之后 清藤长老 瞬间不敢说话了 甚至 他现在十分害怕 自己的身份暴露 好在 藏剑风的风主 斩杀了天神教的人之后 就没有下文了 正当清藤安心的时候 就有弟子来报 长老 宗主让你去一趟 清藤面色一紧 可有说什么事情 那弟子摇头 这个弟子便不知道了 清藤点头 沉吟了很久 最后 清藤还是去看看 没办法 现在是特殊时期 不去看 不是咋告诉别人 自己有问题吗 好在 宗主让他们过去 只是庆祝 藏剑风风主 迈入了全新的境界 为此 清廉宗宗主 大摆宴席 很巧的是 赵构也在其中 他可是名誉长老 但是不得不说 赵构为人不错 本来就是医修 就是为了救治苍生疾苦 但是在知道 天神教的那些人 所作所为 赵构更是言辞愤恨 天神教的这帮畜生 都该千刀万剐 遭受凌迟之行 赵构这边刚刚说完 清藤就感觉浑身不对劲 嗯哼 赵构有些疑惑地 看了一眼清藤长老 你没事吧 清藤长老呵呵笑道 没事 赵构看着清藤的手 都有些发抖 很是担心 清藤长老 我是医修 你相信我 你绝对有问题 来来来 我帮你看看 清藤惊了 不 不用 赵构很是大气 放心 我不收费 我现在也不差钱 说着 赵构直接抓住了清藤的手 啊啊呀 清藤再也忍不住 瞬间惨叫 然后浑身开始 是标显 赵构整个人都呆若目击 因为 清藤长老这 怎么看 怎么都像是 被凌迟了 你是说 你当初说了一句 天神教的人 都应该被千刀万剐 清廉宗宗主问道 赵构点头 然你你觉得清藤长老 身体有些不舒服 所以 你想要帮忙看看 赵构再次点头 可随后赶紧解释 我真的没做什么 我只是 想要给他看看病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刚碰到清藤长老 他就忽然被千刀万剐了 但是 宗主你要相信我呀 其实我医术很高的 此时宗门大殿之中 所有人都沉默 甚至所有人看赵构的眼神 多少都带着一点不对劲 看到众人的表情 赵构赶紧解释 不是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对清藤长老做什么 而且 我的医术真的很高明的 这真的只是个误会 众人继续沉默 清廉宗宗主这个时候 反而沉吟 你之前说 天神教的人都应该千刀万剐 你说出这话的时候 清藤就被千刀万剐了 最为主要的是 他是如何被千刀万剐的 都无从得知 甚至都无法阻拦 说完 清廉宗宗主 眼神再次看着赵构 要不你再说点什么 赵构 嘿 宗主 我若是真的有言出法随的地步 我岂不是早就无敌了 清廉宗宗主 也很是认真的点头 那倒也是 不过 你还是为清藤治疗吧 把他治好 我有些话要问他 一听说到行医 赵构瞬间精神了 宗主放心 我必定治好清藤长老 说着 赵构上前想要治疗 但是清廉宗宗主 还是不死心 要不 你还是再诅咒一下 天神教的人试一试 赵构无奈了 行吧 那让我碰到天神教的人 他们都原地爆炸 说出这话的时候 多少也带点怨气 毕竟 之前他是真的看到 两个天神教间隙爆炸了 宗主发现 什么都没有发生 稍微有一些失望 那你去为清藤治疗吧 赵构瞬间欣喜 此时来到清藤长老身边 搓了搓自己的手 甚至低声说道 清藤长老还请放心 我的医术 无人能比 说完 他轻轻地抬起 清藤长老的胳膊 哄 一声巨响 整个大殿全是脆弱 赵构提着 清藤长老的胳膊 神情有些茫然 有些恍惚 还有一些惆怅 最后更是像是丢了魂一样的坐在地上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片血污 而整个宗门大殿 此时所有人都沉默 场面安静的落真可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清连宗宗主咳嗽了一声 这才说道 好了 你我等人都看到了 此事并非是赵长老所为 至于清藤的死 我想诸位内心应该都有了答案 记住 此事不能色声张 我们要保护赵长老的安全 一群长老全部点头 我等明白 嗯 鉴于赵长老铲除奸细有功 正好清藤长老的职位空缺 此后 赵构便解体清藤的位置吧 赵构此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人有点麻木 忽然 宗主再次补充 那个 赵长老 虽然你医术很高明 可我还是觉得 王后还是能不行医 就别行医了 说完 宗主还专门送了赵构一夫子 绝命医师 赵构看着想哭 宗主 我 我都还没有行医呢 是他自己炸的 这和我没有关系 和我的医术没有关系啊 宗主点头 嗯 我知道 对了 王后还是别随便诅咒别人啊 王后还是我让你诅咒的时候 你在诅咒 我 好了 今天大家也都累了 早点休息吧 不是 宗主 你听我 宗主抬手打断了赵构 赵长老啊 你要接管青藤的位置 怕是有很多事情 需要你去处理 就这样吧 再见 宗主走了 赵构看向了其他长老 那些长老全都行礼 恭喜赵长老 赵长老真乃神人业 赵长老 王后还是多走动哈 赵长老 之前多有得罪 还请见谅哈 我这就准备陪礼 一群人寒暄几句之后 看到赵构伸手 下得赶紧走 当然 宗主又回来了 宗主 你听我 啪 长老令牌交给了赵构 宗主也赶紧闪 轰隆 大殿之外 一道雷霆划过黑暗 那雷光照亮了一下黑暗一瞬间 同时 也照射出 照过那生无可恋的神情 在回到清廉宗之后 刘顺义就赶紧选择修炼 无他 因为今天见识到了金丹境界的手段 刘顺义瞬间觉得 小小的筑基境界 在金丹境界的修饰眼中 真的是什么都不是 所以 回到清廉宗之后 刘顺义直接嗑药 无论是什么丹药 直接往死里吃 然后疯狂地运转不朽混员工 但是刘顺义没有想到的是 他吃丹药的时候 不知道吃了个什么玩意 那丹药被他吞入之后 那狂暴的灵气开始疯狂地增长 灵力太狂暴 刘顺义是完全炼化不过来 最后 他的身体完全被撑爆 当然 刘顺义的身体是不会爆的 但是大到金卷上 清藤长老的名字瞬间消失 而在清藤长老名字 瞬间消失的一瞬间 几乎所有的紫色光芒 全部落在他的身上 从那一刻起 刘顺义似乎有种 自己早就在铸鸡境界 沉寂几百年的感觉 小小的灵力暴动 不足为惧 于是 在消耗掉了清藤长老之后 刘顺义的境界 瞬间进入了 到了铸鸡大圆满 而更加让刘顺义 惊讶的是 清藤长老名字 尚未消耗掉的紫色光芒 瞬间平分给了 其他人的名字之上 让那些名字更加的耀眼 嗯啊 之前没有过 难道是吞了那书之后 新增的功能 刘顺义不是很清楚 可这个暂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特么敌人有点少 不行不行 这次出门 虽然收获很不错 可敌人太少 想了想 刘顺义 直接把人偶重新掏出来 安置在闭关室 他准备连夜出门 就在这个时候 陈巧莉的身影忽然出现 嗯 你这是准备要出去 刘顺义点头 陈巧莉摇头 等两天 明天是赵构长老的庆功宴 所有人都要到 所以 你现在出去容易露线 刘顺义有些震惊 赵构长老 庆功宴 赵构那么厉害的吗 这才多久 直接晋升为正式长老了 陈巧莉的神情有些精彩 确实挺厉害的 主要是 赵构再次抓住了一个奸细 而且身份很高 刘顺义有些震惊 身份很高的奸细 陈巧莉点头 是青藤长老 刘顺义 好家伙 之前 刘顺义还在想 青藤咋长老一下死了 宗门会不会有所察觉 然后 进行宗门的地毯式搜索 虽然青藤长90%的 可能是奸细 可这种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青藤的身份 都无法做出任何的说法 刘顺义之前 还有些发愁 就怕青青联宗 会不会查出什么 蛛丝马迹 可刘顺义是万万没有想到 那么大的一口锅 这赵构是接得又准又稳 但是 刘顺义还是比较好奇 那赵构 是如何揭穿 青藤长老身份呢 陈巧莉 把宗门大殿的事情 重新说了一遍 刘顺义听完之后 面色十分的精彩 天下 还有这种巧合 刘顺义小声的嘀咕 忽然 刘顺义想起来一件事情 陈师姐这次过来 是有什么事 陈巧莉朝着四周看了看 随后低声说道 我之前得到一枚魂天丹 我复制了一枚给你 那玩意是提升助肌修为的丹药 药性十分霸道 但是我后来自己研究了一下 那魂天丹似乎有些问题 刘顺义 魂天丹 不会就是让我暴体的那玩意吧 丹药呢 陈巧莉问道 刘顺义挠头 我没看到啊 陈巧莉赶紧去刘顺义的房间翻找 当他看到一个空的橱袋之后 面色有些难看 你没吃 刘顺义点头 陈巧莉不由的面色难看 完了 这东西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这回可出大问题了 刘顺义十分好奇 大问题 什么大问题 陈巧莉深吸一口气 那魂天丹 是我从一个遗迹之中获得 这个丹药是上古丹药 丹药不仅能够重塑一个人的根基和肉身 甚至对于修为上的帮助 也十分的离谱 而魂天丹最为主要的功效不仅如此 它还有一个功效 就是提升神魂 混养神魂 甚至听说 哪怕是到了原因 这魂天丹依然有用 但是 我获得的那颗魂天丹 里面有一缕残魂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残魂 说到这里 陈巧莉再次看了看刘顺义 你真的没吃啊 刘顺义摇头 真没有 若是真有的话 按照你的说法 我此时已经暴体而亡了 我这小身板 如何能够承受得住魂天丹的药力 陈巧莉摇头 那倒是不一定 因为那残魂想要夺射 既然她想要 重新夺射一个人肉身 她自然会用混天丹 稳住那个人的肉身 刘顺义此时挠头 师姐 咱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你的双星镜 可以复制任何物品 但那是物品 不是灵魂 陈巧莉思索了一下 很是认同的点头 那我要去找找 到底是谁得了这个丹药 走了 刘顺义点头 陈巧莉走后 刘顺义赶紧关上房门 然后赶紧用神石 扫描自己的身体 她现在也慌 妈的 怎么会有神魂 在丹药里面 这修真剑 怎么那么多老六 刘顺义自己的翻轴 然而 半炙香的时间过去 刘顺义并没有发现 任何一样 难道真的 和我想的一样 双星镜 并不能复制灵魂 想到如此 刘顺义瞬间 安心了不少 不过 接下来刘顺义 反而是开始思索起来 自己现在的情况 如今 大盗金卷 似乎进行了升级 若是我会被秒杀的情况下 那么 我所造成的伤害 会平均分配给 所有我的敌人 这叫做克制爆发 第二点 大盗金卷 似乎不再有真空气 之前青藤死之后 大盗金卷 似乎立马就掉到了 陈北平的身上 嗯 这一点似乎更加牛逼 刘顺义 在房间中走动 也就说 大盗金卷 现在所有的bug 都已经完全修复 那自己接下来 只要敌人够多 自己就可以使劲了 刘顺义摇头 不能膨胀 我想想 刘顺义陷入了沉思 最后 刘顺义选择了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 就是他需要学习 两种法术和修炼体系 明面上的刘顺义 必须要修炼正常的法术 为了掩人耳目 而自己 若是出门行走的话 那需要修炼 另外一种体系的功法 还有绝招 悲鸣剑 起码自己真正的身份 不能施展 那是需要另外一个身份 然血神拳也是 嗯 还需要一门功法 说到功法 刘顺义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他赶紧翻找当初 血魁法师的战利品 莫过多久 刘顺义终于找了一本功法 血魔功 吞噬万物生灵的血液进行修炼 生灵的修为等级越高 修为提升的就越快 刘顺义眼睛微微一亮 那我要是炼化 我自己的血会怎么样 想了想 为了保稳起见 刘顺义把大道精卷的名字 翻开到了奈良不久 随后 刘顺义直接划开自己的手指 然后赶紧运转血魔功 嗯 下一秒 刘顺义惊呆了 卧槽 这不是我的血 刘顺义再次朝着大道精卷看了过去 此时 奈良不久的名字 开始慢慢地暗淡 原来如此 我去 刘顺义瞬间精神了 然后开始全速运转血魔精 在刘顺义不计后果的全速运转之下 他的房间都开始弥漫起层层的血污 最后血污过于浓郁 直接形成了一个血污 卧槽 这是哪 我是怎么过来的 还有 老子的魂天丹呢 此时 一道老麦的残魂 在一片石海当中 满脸的迷茫 上一秒 他记得 自己即将要夺射一个人来着 结果一大片紫光 瞬间亮起 结果他这一眨眼的功夫 怎么出现在了另外一个人的石海当中 而且 这家伙的石海 怎么那么浩瀚 而他再次抬头 当看到上空的日月星辰之后 这残魂彻底抹了 这 这特么是大城修士的石海 还没有等着残魂反应过来 虚空之中 弹出一只大手 直接抓住了这残魂 然后瞬间碾碎 等碾碎了这残魂之后 陈北平也是猛然吐出一口鲜血 陈北平现在的眼神 十分的迷茫 甚至他看着眼前那生锈的铁剑 甚至有些不甘心 难道 除了激素鹰 真的没有人能用这把剑 陈北平深深地叹息一声 为了这一把剑 他已经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想要炼化这把剑的时候 他竟然感受到了 万剑穿心之痛苦 还有一种 被千刀万剐的感觉 虽然对于自己来说 不够致命 但是也让他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最让他不理解的是 这剑 是不是多少 有些不正经 他对着自己一上一下的 最后往自己脑子里 射了一道残魂 一想到 那猥琐的动作 和那甚至有些肮脏的举动 陈北平气地想要 把这剑折了 他甚至有种 被这剑侮辱的感觉 等等 总不可能 这把剑 解封 需要一些 十分不堪入目的手段吧 陈北平面色 有些难看 然后 陷入了纠结 可最后 陈北平还是觉得 这种事情 过于荒唐 算了 既然我得不到 那就让这把剑 永远不要问事 说着 陈北平提起这把剑 慢慢地朝着 一处山洞走去 最后 陈北平 走到山洞之中的 一个岩浆池子当中 看了看手中 这把剑 陈北平 还是有些不舍 可不为自己所用 陈北平 还是直接把剑 扔向了岩浆 问 就在此时 那剑剑震动 随后瞬间飞走 啪 就在这个时候 姬素英 从另外一个山洞走过来 伸手抓住了 那生锈的长剑 姬素英 没有第一时间 去管长剑 而是看向了 站在自己对面的 车臣北平 说说吧 你是如何找到 这把剑的 又为何想要 把这把剑扔掉 不要想着逃跑 也不要想着 在我面前说谎 陈北平深吸一口气 甚至面色 变得有些苍白 她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被 姬素英发现 也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被抢夺 机缘失败 更加让她有些 难以接受的事 她会如此 早早地退场 因为 姬素英这三个字 就代表无敌 可 陈北平不信 我陈北平 也是顶尖天骄 我何曾若于他人 哄 一股恐怖的 气势攀升 她 今天要挑战一下 这所谓的无敌 姬素英嘴角 扬起一抹不屑的笑容 叮 姬素英 只是手指轻轻敲了一下 剑翘 一道气浪直接炸开 山石坍塌 岩浇江翻滚 陈北平被气浪扫中 整个人倒飞出去 最后 他更是犹如一颗炮弹 直接轰在了远处的一座山峰之上 刷 姬素英的身形 再次出现在陈北平面前 我 刷 姬素英手指 直接闪过陈北平的脖子 陈北平的头颅 瞬间飞了出去 刷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巴掌大小的婴儿 瞬间远钝 哼 姬素英手掌摊开 虚空一握 哄 那婴儿瞬间炸开 姬素英拍了拍手 原来是曾经的一只蝼蚁 也敢妄图染指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姬素英说完 身形瞬间消失 天神教分布大总堂 此时 那凉不久浑身干枯的人 躺在血池当中 血池的血液肉眼可见的不断见底 但是 那凉不久 依然没有任何的好转 其实 这样说也不准确 因为这中间 还是有些好转的 只要奈良不就即将撑不住的时候 它的血液 就会停止蒸发 当它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 血液再次开始蒸发 但是 奈良不久十分地高兴 因为 它曾经见识过 时长性不断突破 血磨精的经历 就是这样的 现在 这份机缘终于是我的了吗 奈良不久疯狂地运转血磨精 果然 它对血磨精的理解 越来越深 甚至 它也真的在不断地突破 快 血池 血精 上古腰黄的血精 给我拿来 奈良不久说道 手下的人不敢耽误 赶紧开始准备 而奈良不久 也开始疯狂地吸收 虽然 这个过程 十分地痛苦 但是 那种功法 一直在突破的感觉 也让人欲罢不能 哈哈 按照这个速度突破下去 我将会无敌 到时候 我 嗯 等等 悄悄麻袋 奈良不就发现了不对劲 现在自己特磨的 不仅仅是血液 蒸发那么简单 而是它的灵魂 它的瘦源 还有它的血肉 都开始蒸发 不 不要 奈良不久惊恐 而随着它话音刚落 那种蒸发 也终于停下 此时 奈良不久 不仅成了一具干尸 甚至苍老的不成样子 它从血池当中走出来 看着血池 眼神之中 充满了恐惧 把这个血池给添了 快 手下的人赶紧点头 当然 他们也害怕 你看着奈良长老 这特磨 都被血池吸成了人干了 而奈良不久 此时也终于感觉 有点不对 这 这怎么有点像是诅咒 奈良不久刚说完 此时一位老婆婆 微笑着走了过来 你说的没错 这就是诅咒 而且 还是一种 十分强大无比的诅咒 看到眼前的老婆婆 奈良像是 找到了救星 拜托了婆婆 帮我解决这该死的诅咒 那老婆婆 嘿嘿笑了起来 如此强大的诅咒 我还是第一次见 不过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地帮你 说完 那老婆婆 直接拔掉了 奈良的一颗牙齿 随后 老婆婆利用奈良的延迟 开始发动诅咒 扑 奈良狂喷一口鲜血 然后无数虫子 从她的身体之中钻出来 婆婆你 奈良不久一脸猛逼 那老婆婆也是一脸猛逼 你是不是有兵 你诅咒你自己 奈良不禁瞪大了双眼 这 我没有诅咒我自己啊 那老婆婆皱眉 可我这诅咒 就是寻找诅咒的源头 然后把诅咒的源头吃掉 奈良不久此时气若犹斯 那个 婆婆 要不 你先收了诅咒 我感觉 我快不行了 那老婆婆点头 可正当她要停手的时候 一声声扑呲扑呲的响声传来 此时她的身体 也出现了无数虫子 在撕咬她的肉身 我诅咒了我自己 婆婆满眼的惊恐 不 停下 老婆婆想要结束施法 可那诅咒的虫子 吃得太快 转瞬之间 那老婆婆和奈良不久 成了两具骷髅 刘顺义也是没有想想到 血魔精被她修得直接变异 之前的血魔精 只是吸收别人的血液 提升自己的肉身 可在自己一番不要命的修炼之后 自己的血魔精 不仅能够吸收别人的血液 就是别人的血肉 它都可以炼化吸收 提升自己的肉身强度 当然 还有个更加夸张的是 它可以吸收别人的寿元 提升修为 而且 寿元提升修为的速度 更快 甚至比灵丹妙药还要快 这还真的是 天理不容的功法 刘顺义修炼的都有些恐慌 而更加让刘顺义恐慌的是 当她看到大道金卷之上的名字 只剩下诗长心一个人的时候 心里的焦炉 瞬间生起 我去 不至于吧 我这才修炼多久 不至于都死了吧 而且 最让刘顺义不理解的是 要是说 奈良不久是自己修炼死的 那还情有可原 可这陈北平 是怎么死的 难道是突然暴毙了 这让刘顺义更加的感慨 果然 在修真剑 没有人是主角 也没有人能够确保自己 一定会崛起 越想 刘顺义越发觉得 自己还是要苟住 可现在矛盾的点就来了 这特吗 自己现在没有敌人了呀 这让人十分惆怅 不行 不能坐以待毙 自己必须要想办法弄点敌人 正所谓 做好人呢 可想要做个坏人 那太简单了 刘顺义把傀儡安置在了 闭关室当中 而他自己 则是趁着夜色偷偷地离开了青莲宗 其实在出发的时候 刘顺义已经选好了目标 进水城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 那是因为 这座城属于修真剑的黑市 想要让别人杀自己 其实 自己并不需要多做些什么 只需要破坏规矩 那就会有人要杀你 只要想要杀自己的人 那就都会上榜 当然 刘顺义也不是想要 随便找个人就要为敌 之所以来进水城黑市 那是因为 来到这里卖东西的 都是杀人夺宝 甚至使用了很多 肮脏手段 获得宝物的人 明面上 他们到手的东西 自然是卖不出去的 所以只能来非市 刘顺义 直接换了一张脸 再戴着一个面具 然后大摇大摆地 走进了进水城 只是 他刚刚来到城门之内 就被两位助机修室拦住 道友 规矩 说着 两人直接伸手 刘顺义 规矩 什么规矩 上来就要钱这事 刘顺义直接压低嗓音 我没钱 那两位修室 眼神冰冷 你当我们眼瞎吗 你那储物袋之内 少说 有几十万零食 刘顺义 此时他发现 大道金卷上 终于出现了名字 进水城护卫 顶级蓝色 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 名字 名字呢 还有 进水城护卫 竟然是蓝色顶级 可刘顺义 总是感觉哪里不太对 想了想 刘顺义用匕首 偷偷往自己的大腿上 扎了一下 啊 啊 那两个护卫 同时惨叫一声 然后 两人的大腿上 开始流血 你敢动手 那护卫震怒地 看着刘顺义 刘顺义 赶紧摆手 我没有啊 不过 我最守规矩了 刘顺义 赶紧给钱 每个人的手上 都有大把的零食 那两个护卫有些迷茫 真的不是眼前 这人动的手 但是 这都无所谓 此时 这两个护卫 赶紧传音 兄弟们注意 出现了肥羊 身上少说 有数十万零食 听到这个消息 进水城的护卫 直接炸了锅 而刘顺义 也有些猛逼 因为在大道金卷上 进水城护卫的颜色 从顶级蓝色 慢慢地 变成了初级紫色 刘顺义 忽然陷入了思考 颜色升级 这说明 想要杀我的人 越来越多了 虽然这群人 在大道金卷上 连名字都不配有 但是数量可观啊 刘顺义看了看 自己储物袋 不游得有些好笑 虽然这是他刻意为之 但是 他也没有想到 这种钓鱼的方式 是真的不错 想到了这里 刘顺义 重新换了储物袋 甚至零食 增加到了一百万左右 静置不强 稍微探查一下 就能感知 果然 在刘顺义换了个除袋之后 大道金卷上 再次变化 静水城护卫 紫色极品 静水城进军 粉色出击 刘顺义暗自心惊 这静水城 还真是一个 吃人不涂骨头的地方 就连进军 都想要吞了自己的财富 不过 刘顺义 还是不满意 因为 哪怕是这些人 数量再多 但是 连名字都不配有 这不是刘顺义想要的 刘顺义 继续朝着 静水城深处走去 身怀巨款 堂而皇之 静水城护卫的颜色 没有再继续变化 反而是 静水城进军的颜色 最后 变成了粉色鸡品 虽然 想要杀他的人很多 但是 刘顺义现在 丝毫不慌乱 因为 这群人杀不了自己 而自己现在的身份 又不是刘顺义 所以 做什么事情 都可以大胆一些 不过 很可惜的一点 那些摆摊的人 虽然眼神 都看向了自己 但是没有一个 是有名字的 刘顺义有些疑惑了 这群人不见才起义 不是说 这些人都是 穷凶恶物之辈吗 怎么一个个 都如此安静 刘顺义 又是逛了一圈 发现那些摆摊的 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刘顺义终于忍不住了 他随便蹲在 一老人的摊位前 你就对我没有什么想法 那老头面色古怪 嘿嘿 老夫 没有龙羊之好 刘顺义 草 你说的是什么玩意 我是问 你看我那么有钱 你不心动 老头这才反应过来 然后赶紧摆手 只要不是傻子 都不敢对你有想法 刘顺义迷茫了 怎么说 老头有些无语 你这不是纯纯的 在钓鱼吗 在修真界 才不外露的道理 小孩子都懂 既然你故意要露财 那不就是想要让你截杀你 你之后再反杀 黑吃黑吗 实不相瞒 我们都这样做过 刘顺义 他就不明白了 小说里面的敌人 不应该都是弱智吗 怎么到了自己这脸 一个个都特么 看得如此通透 刘顺义无奈地收起了自己的储物袋 想了想 刘顺义随手 在老头的摊位 拿走一样东西就走 没给钱 老头有些沉默 刘顺义有些疑惑 这老头 这样对不对自己起杀心 想到这里 刘顺义又退了回来 重新蹲在了那老头的摊位面前 老头微笑 道有 可是还看得上了什么东西 刘顺义摇头 反而是问道 你不生气 老头摇头 你能拿老夫的东西 那时看得起老夫 我怎么会生气 刘顺义摇头 你认识我 老头摇头 不认识 刘顺义就奇怪了 你不认识我 我平白无故地拿你的东西 你不生气 老头这个笑了笑 我所修炼的道法 名为因果之道 钱财结算 便是当面了结因果 你从我这拿走东西 不给钱 那你我便有一份因果在其中 老夫不会亏 刘顺义 好家伙 感情亏的是自己 刘顺义 把手中的东西 重新扔回到了摊位上 起身走人 老头赶紧拦住刘顺义 道友且慢 我这里 还有其他好东西 你要不要再看看 刘顺义摆手 不便 老头再次说道 免费送你 刘顺义继续摇头 老头这个时候无奈了 那个 道友 我能够看得出来 你来黑市 并不是要来买东西的 道友 我对这黑市知道的很多 其他东西 你也许看不上 但是这个东西 你应该看得上 老头这个时候 拿出来一本折子 这上面 有你想要的东西 刘顺义狐疑地 拿过折子 打开看了一下 陈大海 杀人无数 夺宝无数 恶人绑排行第七 金丹初期修为 曹灵远 最爱干有些 强抢名女之事情 恶人绑排名第十三 金丹初期 陆程 屠杀过十几个村子 只为宁炼煞气修炼 恶人绑第四 金丹后期 还有其他很多人的名字 反正都是恶人 只是 刘顺义很好奇 你为何就确定 我不是恶人 又如何知道 我要找的是恶人 老头笑了笑 道友浑身正气 眼神还透露着清亮 而且故意陆才 来这净水城 就知道 道友是来为名除害的 刘顺义面色有些黑 他感觉这老头像 是在说自己的眼神 透露着清澈的愚蠢 不过 这名单道 是不错 多谢 这东西 我收下了 老头开心了 好好好 那再下道次 老头说完 收摊走人 这操作 给刘顺义看傻了眼 修真戒不可能 有这样的人 这老头 一定图谋什么 可以时间 刘顺义也想不明白 那就干脆不去想 反正 他现在不是刘顺义 无所谓别人的图谋 若是想要暗害自己 大道金卷 自然会写上他的名字 没有多想 刘顺义按照折子上的名字 一个个地找了过去 首先是陈大海 这家伙 看到刘顺义前来 眼睛微微眯一下 道友 买东西 刘顺义低头看着 蹲在摊位上的陈大海 你就是陈大海 陈大海点头 我是 啪 刘顺义上手就是一巴掌 然后转身就跑 陈大海被打得满脸的猛逼 反应过来之后 陈大海瞬间冲了出去 小子 你特么找死 陈大海朝着刘顺义追了过去 而刘顺义 跑了一段时间之后 来到了曹灵远面前 道友 你可知道 那陈大海 为何要追杀我 曹灵远警惕地看着刘顺义 为何 你想不想知道 曹灵远摇头 在下想知道 啪 刘顺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迅速给了曹灵远一巴掌 给你脸了 说完 刘顺义转身再次逃跑 然后来到了陆成面前 道友 算了 刘顺义再次一巴掌 抽在陆成脸上 转身就跑 妈的 你找死 然后三个金丹靖大能 去抓一个助击巅峰的刘顺义 可追着追着 那三个金丹境界的高手 就猛逼了 因为刘顺义 直接将血神拳拉满 在染血神拳40倍的 综合实力加持之下 再使用土盾 几乎瞬间消失在原地 那三个金丹境界的高手 愣是顶着巴掌印 面色铁青的 拔尖四股心茫然 小子 别让我知道你是谁 不然老子 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 几人怒吼 找不到刘顺义 几人只能无奈地回去 然而 当他们回去之后 直接傻眼 我的东西呢 那几人询问 一番询问之下 几人吐血 因为刘顺义 直接折返回来 把他们的东西 全部打包带走 原本 这几人以为自己够惨 但是刘顺义 依然没有走 因为这净水城 黑市里面的商贩 大多数都在名册之上 妈的 不管了 全部拿走 随后 刘顺义 直接洗劫了整个黑市 草 小子你找死 你妈 小贼你给我站住 净水城大乱 刘顺义 直接扛着一大包东西 朝着净水城出口而去 刷刷 净水城的守卫 和禁军瞬间集合 挡住刘顺义的去路 小子 束手就急 禁军统领看着刘顺义说道 刘顺义此时直接拿出一剑 悲鸣剑第一剑 剑气入雨 刘顺义 开着燃血神拳 然后直接消耗自己寿命和精血 砰砰砰 刘顺义 甚至都还没有利用完全出剑 净水城的守卫 就开始不断斩裂 这一幕 让人看着胆寒 这是什么剑法 尚未出剑 那威力就让人原地爆炸 刘顺义也没有想到 这碑冥剑如此威力 自己燃烧寿元和精血 竟然需要消耗如此之多的 净水城守卫 看着大道金卷上 净水城守卫的名字颜色 再不断地下降 刘顺义有些心惊 这辈冥剑的威力 不过不管了 刘顺义赶紧把大道金卷 翻开到了曹陵远的名字上面 随后一剑斩出 这一剑 剑气直接喷发 犹如雨水一样 不断朝着下方轰击 在这件雨之下 别说是人 就是净水城的城墙 都直接被轰击成了粉尘 我操 我原来如此厉害吗 刘顺义惊呆了 反应过来之后 刘顺义赶紧跑 来我净水城倒是 小辈 你就想要这样一走了之 忽然 一道声音传来 随后 便是一股威压落在刘顺义身上 哄 刘顺义什么事情都没有 可此时 净水城里的禁军 瞬间死了一大片 净水城的城主 有些猛逼地看着那些 死去的禁军 这死法 怎么像是 死在我的威压之下 净水城城主有点不自信 而让他更加惊恐的是 那小贼 无视自己的威压 一个助击 无视原因的威压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难道他身上有什么宝贝 净水城的城主越想 越觉得有这种可能 可同样的 他的眼神之中 也充满了贪婪 难怪敢在我净水城撒眼 可不管是什么人 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 你都必死 说到这里 净水城城主说道 来人 给我好好查一查 这闹事之人到底是谁 是 净水城的暗卫 挤接了命令 瞬间去调查 刘顺义愣是 在外面多躲了两天 才偷偷地进入青莲宗 进入青莲宗之后 刘顺义换掉了自己的傀儡 同时 他也稍微把自己的境界 展露到了炼器九层巅峰 不展露也没有办法 不然 有大量的丹药 和藏剑锋的资源 又闭关了那么久 修为没有一点提升 那就有些说不过去 当然 也不能提升得太快 毕竟自己的资质 在那里摆着 起码 自己真实身份的人设 不能暴露 他刘顺义 就是个有点炼丹天赋的老好人 不过 今天无事 刘顺义便躺在自己的小院子里面 晒太阳 现在刘顺义 终于是没有什么紧迫感 因为大道金卷之上的名字 现在足够多了 而且 让刘顺义最为意外的是 多出来一个名字 林无道 橙色极品 卧曹 橙色 除此之外 陈大海 曹灵远 陆成 这三个名字 全是粉色极品 可诡异的是 大道金卷上 还有一行字 净水成乌合之众 橙色 中品 好家伙 这些人都不配有名字 甚至刘顺义 仔细地研究了一下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似乎 能够被大道金卷写上名字的人 必然会有一些奇特之处 否则 都是乌合之众 当然 这也只是刘顺义的猜测 不过 也无需研究 反正 目前的自己 暂时不用慌 正好 忙活了那么久 先休息一下 时间转眼过去了三天 原本 三天之后 是赵构的庆功宴 但是 被青莲宗延迟 甚至整个青莲宗 都充满了肃杀之气 甚至整个藏剑峰的人员 都开始筹备 满脸的严肃 刘顺义 随便拉住一个弟子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那弟子一开始有些恼怒 可一看是刘顺义 瞬间带着恭敬 因为整个藏剑峰都知道 藏剑峰的刘师兄 虽然修为不怎么样 但是人家是三接恋单师 那可是相当于他们的一世父母 当日 这件事情没有被传扬出去 因为被激素阴下了死命令 谁若是说出去刘顺义的事情 一个字 死 但是藏剑峰的人基本都知道 此时看到了刘顺义问话 那弟子赶紧行礼 是这样的 刘师兄 原本其他宗门就准备进攻天神教 但是天神教依然不好对付 因为最为关键的是 天神教有个叫奈良不久的 还有个叫风雅婆婆的 两人的手段十分的诡异 有这两人在 进攻天神教实在是有些冒险 虽然会赢 可必然会死伤惨重 但是就在前几天 这两人似乎发生了内斗 两人都死了 如此便是进攻天神教的大好时机 刘顺义面色瞬间严肃 这是要宗门大战了 那弟子点头 刘顺义直接给这弟子 打赏了一瓶回气单 那弟子赶紧道谢 刘顺义此时想了想 走到自己的房间之中 开始魔剑 正好 也借着这个机会 让众人知道 我的真实身份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所使用的是 什么绝招 彻底和我的另外一层身份 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 这样 就会有什么联系 刘顺义计划得很好 可就在这个时候 有弟子过来汇报 刘师兄 师姐说 你身为藏剑锋的炼丹师 不用参加此次大战 刘顺义愣了一下 然后点头 好的 多谢道之 那弟子再次行礼 随后退去 而刘顺义则是看着那些 忙碌的弟子 有些沉默不语 这一日 宗门所有的准备 都已经备好 问 嚎叫声音响起 随后 刘顺义就看到将近十多艘 非洲慢慢弹空 并且 每一艘非洲之上 都有长老带队 就是赵构长老 站在非洲面前 脸色有些苍白 甚至仔细看 他的身体都在打颤 看到赵构 刘顺义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我很抱歉 赵构 刘顺义在内心说道 想了想 刘顺义 还是拿出一块玉牌 发了一段文字 大致的意思 让激素英可以的话 照顾一下赵构 激素英 没有回复刘顺义 而是在非洲之上 偷偷地点头 刘顺义 没有在说什么 而是目送那些人离开 时间转眼之间 又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 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刘顺义 把大道金卷 翻到了诗长星的名字上 一直在疯狂地修炼 在无数的天才地宝的加持之下 刘顺义的修为 也在迅速提升 如今 他的丹田 灵力磅礴 甚至都在 急速地压缩 压缩灵气成固化 然后凝结在一起 方可凝结金丹 如今 刘顺义的灵气 已经压缩了一半 当然 这不是刘顺义修炼的慢 而是在激素英 给他的修炼真解当中 有淬炼灵气的说法 灵气淬炼的越是纯粹 最后凝结的金丹 就越是强大 至于灵气淬炼到什么程度最好 修炼上只是说 灵气淬揽如星空 所以 刘顺义就在一直地淬炼灵气 不过 这修炼真解上说得很对 按照上面的淬炼灵气之法 他的灵力虽然只是凝结了一半 但是 那种灵力庞大的感觉 却是十分地强大 至于到底有多强 刘顺义不知道 但是一定很强 而且很危险 光是淬炼灵气这一步 他的身体都受伤了无数次 若非有大道经卷 这种法子 打死刘顺义都不敢尝试 最近这段时间 刘顺义一直在闭关 因为 他在冲击金丹金解 反正 现在自己有的是敌人 那还不趁着这个时间 好好地活活 进水城守卫 进水城进军 这些都是无所谓的敌人 甚至因为数量减少的原因 名字的颜色还会下降 刘顺义 想要彻底凝结成金蛋 需要肚结 刘顺义没有再继续修炼 因为下一步需要肚结 肚结 在清廉宗有些不合适 其次 就是自己灵力聚集在一起之后 刘顺义才发现一个问题 自己似乎淬炼的灵气 淬炼的有些过头了 按照激素因给的那本书上所述 修饰淬炼灵气 凝结灵气 最后 聚合在一起之后 是在体内形成一块不完的 一颗巨大的灵力甲丹 灵力甲丹的大小 决定了 将会迎来多强的雷结 其实凝结金丹 大小并不重要 只要能够凝结金丹就好 反正凝结金丹之后 金丹的大小 也会随着自己 慢慢修炼 逐渐变大 重要的是灵力的品质 品质越高 凝结金丹的几率就越大 甚至在某些时候 反而凝结的甲丹越大 肚结的时候 反而越是不安全 因为甲丹越大 雷结也就越狠 刘顺义看着自己体内那 像是一颗星辰大小的甲丹 不由地有些担心 也不知道 我这大道金卷上的这些名字 是不是能够扛得住 不过想来也无所谓 因为结丹这个事情 刘顺义暂时不着急 而趁着这个时间 刘顺义有的是机会 好好地再去挑选一下敌人 闲来无事 刘顺义干脆坐在小院子里喝茶 欣赏风景 同时 刘顺义也在学助机境界的法术 只是这些法术 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学的 因为助机境界的强者 也只是比来练器修饰所学的法术 稍微复杂一些 唯一不同的 可能就是助机的时候 有一些助机之物 那些助机之物 所附带的能力 可以在施展法术的时候 再次提升一个档次的威力 助机法术 没有什么好学习的 金丹修饰的法术 倒是可以学 就是施展不了 刘顺义开始翻看金丹修饰 所能够施展的法术 嗯 亲自了解金丹的法术之后 刘顺义就觉得有些梦幻 因为金丹法术 多少有些毁天灭地 什么无尽天火 无尽弱水 只要施展 便是毁天灭地 怪不得 当初我都没有怎么看到 那天神教的金丹修饰是谁 就直接被秒了 这金丹和助机 这特么是 跨越了次元的差距 刘顺义看得有些沉默 问 就在这个时候 清廉宗的上空 有一非洲飞回 这非洲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刘顺义也抬头望去 只是一眼 就让刘顺义瞳孔收缩 因为那非洲已经残破不堪 甚至非洲之外 到处都是血迹 有些已经干涸 有些还是新鲜的 而非洲之上 也多是伤残的弟子 甚至那伤残的程度 比之前去清理 被妖修所杀的人 还要惨烈 咚 没多久 非洲停靠在宗门的停泊点 便是有无数杂役 帮忙收尸 或者是抬走那些重伤的弟子 甚至有些肢体 已经残破的 不能再残破 那些杂役弟子 只能用锄头开始清理 虽然这种场景 已经不是第一次所见 可再次看到这场面 刘顺义还是有些不适 但是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为了资源 为了利益 就是要拼搏 想要拼搏 就会有流血的事情 转眼之间 又是三天的时间过去 这一天 藏剑锋 有一位弟子回来了 而且那弟子 刘顺义还认识 叶炎 就是当初在天火秘境 重塑林根 激素英亲自招收的弟子 叶炎受伤很重 一直昏迷不醒 最后直接抬到了刘顺义这里来 刘丹师 可有疗伤的丹药 刘顺义赶紧点头 哟 等我一下 刘顺义赶紧跑到自己的屋子里 在自己的储物袋当中 寻找丹药 最后 刘顺义寻找了一颗带有一道丹纹的丹药 然后赶紧走出去 塞在叶炎的嘴里 叶炎吞下丹药 身上的伤口 肉眼可见的愈合 不仅如此 叶炎的身体 也开始冒着一丝丝的火焰 呼 叶炎猛然从地上坐起来 茫然地看着四周 这是宗门 藏剑峰 刘丹师 看到眼前的这个场景 叶炎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回来了 带叶炎过来的弟子 看着叶炎没有什么事情 也就告退 而叶炎 则是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之后 震惊地看着刘顺义 我破损的根基都痊愈了 刘顺义没有说话 但是一脸的淡点 叶炎这个时候 赶紧跪在地上 对着刘顺义一拜 我去 别 你快起来 叶炎摇头 刘丹师对叶某有再造之恩 明当得其叶某一拜 刘顺义有些尴尬 但是对于这叶炎 好感是蹭蹭地往上涨 这家伙 相比较某个看大门 不知道要好多少呗 起来吧 你我同门 无需如此 叶炎笑了笑 既然刘顺义不想多说 叶炎也没有多问 但是能够修复根基的丹药 简直闻所未闻 叶炎表面上没有说什么 但是从内心 记住了这件事情 刘丹师 我想在你这休养一段时间 不知道是否叨扰 刘顺义沉思了一下 最后还是点头 主要是 他想要了解一下 各大宗门围攻天神教 到底是怎么个回事 具体地进行到了哪一步 所以也就同意 而叶炎则是很高兴 刘顺义能够留下他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刘顺义终于是知道 叶炎为何要留下 这家伙 天天忙上忙下的 为自己打扫院子 房间 甚至还为自己端茶倒水 这搞得刘顺义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近些日子 刘顺义和叶炎 也比较的熟络了起来 叶炎这孩子 性子有点直 但是为人倒是挺正直的 而且 也没有身为外门弟子的傲气 最为主要的是 这叶炎 也是努力的不行 早上帮忙做好了早餐 叶炎就去修炼 虽然是助肌修为 但是对于自己这个 隐藏了进阶炼气九层的修饰 依然十分恭敬 刘丹师 我去修炼了 等你吃好了 早上叫我 我来收拾 刘顺义笑着摇头 不用如此麻烦 我也不是什么大老爷 自己收拾就行 叶炎挠头 好 说完就去修炼 刘顺义看着叶炎离去的身影 忽然觉得 这样的日子似乎也不错 甚至 刘顺义是真的有点想要找个仆人的想法 可一想想 自己身上有那么多秘密 身边有仆人 就很不合适 不仅如此 他还要想个办法 让这叶炎去到别处修炼去 你一个外内门弟子 天天来我这修炼 这说不过去 吃完饭之后 刘顺义还是找到了叶炎 如今的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总是在我这里也不是个事情 内门弟子院子里 应该有比我这里更加适合修炼的地方 你应该去那里 叶炎笑了笑 我知道 但是我就是想要为您做点什么 刘顺义摆手 以你的天赋 去内门那边修炼 想要要不了多久 就能修炼永城 若是真的想要为我做什么 倒不如 等你将来强大之后 好好地照着我 叶炎想了想也是 好 那我回内门 叶炎说完就走 你等会 刘顺义赶紧叫住叶炎 叶炎疑惑地 看了一眼刘顺义 刘顺义此时 拿着一份储物袋递给他 这 我不能要 叶炎看到 里面的修炼资源 内心打惊 刘顺义摆手 然后弹了一下 自己腰间的三阶 炼丹师 我不缺这些 叶炎内心有些触动 好 那叶某就不再推辞了 刘顺义笑了笑 又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 这半个月 刘顺义倒也不算寂寞 因为叶炎这小子 总是从内门 偷偷地带出一些宝贝 刘兄 听说这玩意 对住机有很大的帮助 刘兄 这是内门那边养的灵兽 我们尝尝 刘兄 好家伙 这叶炎 是有好东西 真的想着自己 可这些玩意 刘顺义 是根本看不上啊 还有就是 自己马上都惊丹了 这对住机好的东西 对自己是一点用没有 刘顺义这个时候说道 叶炎 往后这些东西 不用给我带了 我是藏剑锋的炼丹师 什么药材都能用 我是真不缺这些东西 叶炎笑了笑 不缺也拿着 万一哪天真的缺了呢 再说了 宗门的东西 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咱们自己留一点底子 刘顺义被说得哑口无言 因为这叶炎说的 还挺有道理 忽然 刘顺义想到了一件事情 你之前来的时候 我怎么看 你是被烧伤的 而且身体之中 还有中毒的迹象 说起这个事情 叶炎的面色 就有些愤怒 我们宗门 有个之前有个弟子 叫陈北平 不知道 刘兄知不知道 陈北平 刘顺义愣了一下 他不是死了吗 叶炎继续说道 因为 我在战场上看到了陈北平 但是他不是青莲宗的陈北平 而是天神教的陈北平 刘顺义 陈北平 叛变了 叶炎摇头 倒也不像是叛变 只是好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完全不计之前的自己是谁 但是现在是天神教的弟子 我那一身的伤 就是被他烧伤的 刘顺义陷入了沉默 当初陈北平 从自己的大道金卷上除名 自己以为陈北平死了 哪怕是他有个涅槃复活的体质 在刘顺义看来 从大道金卷消失 那就是彻底没了 但是 如今看来 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 难道说 若是有人不想要杀自己了 也会从大道金卷上除名 就在这个时候 大道金卷的毛笔震动 虚空写了个字 否 刘顺义 那陈北平的名字 怎么不见了 毛笔再次震动 足 刘顺义有些无语 那现在的陈北平是谁 毛笔不再震动 陷入了一片平静 刘顺义 说起战场上的事情 刘顺义有些好奇 能不能给我说一下 前线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说起这个 叶炎就有些面色发白 现在 战场上是什么情况 我有些不好说 但是 在我来的时候 战场的情况 很是不妙 刘顺义内心也紧张了起来 怎么说 叶炎叹息 其实 一开始 几大宗门的联手 天神教是完全不够看的 因为他们的两个头 目死得不明不白 天神教中层的战力 相当于是没有 可 几个总嘛 终究还是嘀咕了 天神教的丧心病狂 说到这里 叶炎直接拿出来 一个水晶球 这上面有他记录的一个画面 那是一片混乱战场 各大宗门 犹如天兵天将一样 立于云层 俯视天神教 这场面 太过于震撼 原本的天神教 已经是绝境 但是 这一切 都是天神教的计划 他们利用战场上的血液 激活了一个阵法 那阵法吞噬战场上的血液和煞气 最后终于是唤醒了一个怪物 哄 那怪物的身躯将近上千米 从地面上出来 直接遮蔽了整个苍穹 最为让人恶心的是 这怪物是蜈蜈的身体 但是它的千足 却是一条条肥瘦的人手 甚至怪物的脑袋 更是一个巨鹰的脑袋 嘻嘻嘻 哈哈哈哈 两种截然不同的笑声 同一时间 从那怪物的口中传出来 十分刺耳 仅仅是这个笑声 战场之上 便有无数弟子的身体破碎 啊 好啊 那怪物开口说话 几乎是上百种声音 同一时间说出同样的话 紧跟着 便是那怪物张嘴 一股庞大的犀利 传来 宗门联盟的弟子 几乎是全军覆没 记录影像到此为止 刘顺义看得冷汗直冒 这他妈天神教 怎么能够如此逆天 而且 那个怪物 这特么怎么看 都和自己记忆中的 那种人体实验 如出一辙 即便是在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文明 这群人 依然还是如此生处 一股无名的怒火 在刘顺义的心中 再燃烧 可很快 刘顺义就冷静了下来 目前这个级别的战斗 不是自己可以掺和的 场中的大能太多 即便是隐藏身份 就自己那点手段 很难保证不暴露 嗯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战场 刘顺义发现了一个问题 在这个水晶球之中 他没有看到激素鹰 甚至是藏剑峰的其他弟子 叶炎这个时候点头 我给你看的 只是其中的一个战场之一 实际上 天神教的恐怖 比我们想的还要恐怖 刘顺义皱眉 怎么说 叶炎面色十分严肃 天神教研究的 那个什么血魔精 不管是有没有灵根 都能修炼 当一种功法 凡人也可以修炼的时候 想想看 这是多恐怖的事情 刘顺义叹息 所以 在进攻天神教的时候 宗门联盟才意识到 天神教已经偷偷发展到了一个 十分恐怖的地步 叶炎点头 所以 战场有好几个 不过按照我的猜想 我的那个战场 都出现了如此恐怖的妖怪 那其他的战场 应该也有类似的妖怪 叶炎忽然想起来什么 对了 还有一个人 之前的康庄城城主 施长星 这个人 早就是原因修为 而且在这次战场之上 他简直无敌 施长星 无敌 刘顺义有些难以置信 叶炎说出了自己得到的小道消息 听说那施长星 在看了奈良不久的死亡过程 他再次突破了血魔精 在战场上 只要有足够的血肉 那施长星 就等同于不死不灭 施长星的那片战场 听说是被那施长星一个人屠杀 甚至死了的人 连一个完整的尸体都没有 在施长星的那种魔弓之下 都逐渐地变成了白骨 刘顺义沉默地看着大道金卷上 那已经完全变成了 橙色名字的施长星 这家伙 还真的是天赋一饼 刘顺义自语 对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叶炎忽然笑道 你知道赵构长老吗 刘顺义点头 这个自然知道 那可是青莲宗晋升最快的长老 叶炎点头 听话赵构长老的那片战场 完胜 刘顺义有点震惊 完胜 赵构长老如此猛猛 夜言摇头 倒不是赵构长老实力有多强 而是天神教的那些人 看到赵构长老 简直就像失了痣一般 他们追求的是 这一仗可以输 但赵构必须死 所以 那群天神教的人 如疯狗般疯狂地追杀赵构 汗不畏死 结果便是 他们的眼中只有赵构 宗门联盟的人 趁机直接发动攻击就好 不过说起来 赵构长老只 须轻轻一碰天神教的人 他们就跟炸药同事的爆开了 也正因如此 我们清廉宗内 再也没有天神教的卧底 要是我 肯定也会疯狂地追杀赵长老 哈哈 刘顺义摸了摸鼻子 内心有些惭愧 抱歉啊 赵长老 其实 我真的没有想要让你背锅的 真的 至于其他的再多内容 刘顺义就不知道了 因为夜言在他的 那个作战区域 覆灭之后 就回来了 所以 其他战场如何 他也不知道 转眼之间 时间过去了半年 这半年的时间里 刘顺义明显地感觉情况 有些不对劲 因为刘顺义感觉 这个世界变得有些安静 安静得十分不正常 期间 刘顺义甚至下山一次 他发现 宗门之外的那些杂役弟子 都所剩无几 哪怕是宗门之内 都有些荒凉 甚至 刘顺义 在经过一些弟子的院落 那些弟子的院落墙头都已经长草 刘顺义皱起了眉头 总感觉 似乎有什么大事 要发生 刘顺义 去药库之中 取了一些自己想要的药材之后 就赶紧回去 然后 再观察整个青莲宗的变化 时间又是过去了一个星期 刘顺义越发地觉得 心里有些发慌 因为这段时间里 夜言也没有来看他 这就很不对劲 对于夜言的性格 刘顺义还是能够摸得轻 以往 哪怕是夜言不来 也会给自己打个招呼 而不是如今这样 一点动静都没有 刘顺义有些担心 好在 又是担心了三日 夜言终于来找刘顺义 不过他的面色有些严肃 刘兄 天阳宗被灭了 刘顺义震惊 天阳宗 被灭了 哪怕是几个宗门联手 天阳宗都被灭了 夜言点头 不仅如此 宗门联盟 这一次可谓大败 如今都在退回到自己的宗门 而且 现在的形势发生了转变 天神教从一开始的防守一方 如今反而变成了进攻的一方 说到这里 夜言不由地叹息一口气 最近这些日子里 宗门的一些长辈 已经交代了我们一些事情 若是形势不对 便让我们赶紧逃走 说着 夜言直接拿了的传送令 刘兄 这是传送到其他州的令牌 若是到时候情况不对 你就捏碎令牌 刘顺义点头 等等 这令牌你给我了 你呢 夜言黑黑傻笑 不用担心我 我也算是不错的内门 这令牌 我储物袋之中 还有两块 刘顺义神识扫了一下夜言的全身上下 就没有发现一枚令牌 刘顺义不由得有些无语 这玩意儿 你是真对人掏心掏肺啊 刘顺义还是把令牌递给了夜言 然后重新拿出来 一块一模一样的令牌 我有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三阶炼丹师 藏尖锋早就为我准备了突发情况的保命手段 夜言愣了一下 随后也点头 好 他重新收下了自己给出去的令牌 刘兄 告辞 最近这段时间 我可能要闭关一段时间 你自己小心一些 刘顺义点头 夜言刚走 刘顺义就皱起了眉头 因为他发现一个人 鬼鬼祟祟的跟着夜言 而且那个人 刘顺义还认识 当初和他一起看大门的 这小别致 想要干什么 刘顺义有些担心 想了想 他也跟在后面看看 没过多久 夜言来到了青莲宗后山的密林之中 来到密林之后 夜言手中多出一把长剑 出来吧 夜言说道 那之前看守大门的弟子 也是笑盈盈地 从一棵大树后面走出来 能发现我 你倒是有几分本身 那弟子称赞 夜言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你我素不相识 你跟踪我 所为何事 那弟子眼神微眯 我看上了你身上的一样东西 就是不知道 你可否割爱 哦 夜言再次挑眉 是什么东西 那弟子平淡地说道 静世之火 夜言面色难看 我的筑击之火 你是打算杀了我 强行夺取 那弟子笑了笑 也不是不可以 说完 一道飞剑 瞬间朝着夜言抱射而去 叮 夜言同样使用飞剑抵挡 嗖嗖嗖 夜言这边刚刚抵挡一把飞剑 再次有无数飞剑 从四面八方而来 而且是剑剑致命 咚 夜言瞬间召唤出一口大钟 把自己关在其中 那些飞剑也完全被大钟抵挡 但是那弟子一点也不着急 甚至有些悠然自得地再次操控那几把飞剑 然后融合为一 最后 飞剑融合成一把巨剑 轰隆 巨剑狠狠地劈下 咔嚓 一声脆响 夜言的大钟瞬间碎裂 紧跟着便是夜言 直接被那巨剑的剑气撞飞了出去 夜言的身体 直接撞断了四五棵大树 等停下之后 夜言不由地喷出一口鲜血 单膝跪地 气息紊乱 那弟子慢悠悠地来到夜言的面前 何必呢 在我眼中 你也不过是稍微大一点的楼眼 夜言笑了笑 是吗 那弟子内心一紧 尚未等他有所反应 便看到空中有无数丝线缠绕而来 瞬息之间便是控制住了这弟子 控制住了这弟子之后 夜言才慢悠悠站起身 他看着那被他控制的弟子 心里就十分恼火 同为藏剑风的弟子 你竟然残害同门 想要杀人夺宝 你这样的祸害 今日定然是留你不得 夜言说完 长剑在手 然后直接朝着那弟子的脖子 斩了过去 叮 夜言有些难以置信 因为他的长剑 斩在了对方的脖子上 宛若斩在了钢铁之上 叮叮叮 夜言布置的写丝线法宝 直接被那弟子证断 夜言眼看不好 赶紧后退 但是那弟子 却不想给夜言逃跑的机会 只见那弟直接伸出手掌 瞬间抓住了夜言的脖子 而他另外一只手 则是朝着夜言的丹田 抓了过去 夜言震惊 他想要反抗 可那弟子的手掌一用力 他都完全使不上进 难道 今天要死在这里 夜言的眼神有些绝望 甚至有些不甘心 温 哄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银白而又炽热的光柱 瞬间将那弟子的头颅淹没 等到那炽热的银白色 光柱消散之后 那弟子的脑袋 早就被那光柱 燃烧的渣都剩下 夜言扭头看去 只见刘顺义双手 缩在自己的大袖之中 有些无语地看着夜言 夜言有些震惊 此时 他赶紧搜刮了一下 那弟子身上的东西 随后来到刘顺义面前 刘兄 不不不 前辈 你怎么来了 夜言现在有些激动 甚至看着刘顺义的眼神都放光 刘顺义叹息一声 在你离开之后 我就看到那小子跟在你身后鬼鬼祟祟 所以就过来看一眼 嗯 结果就看到 你被这小子按在地上摩擦 夜言有些尴尬 不对 前辈 这不能怪我 这小子着实有点诡异 身体犹如钢铁 而且 他所施展的预见之术 完全不是他这个助击境界 应该能够施展出来的 刘顺义点头 嗯 他应该是有自己的机遇 不过 无论再好的机遇 现在都是你的了 夜言给赶紧摇头 不不不 前辈 这是你的 我不能要 刘顺义挥了挥手 我不能要 还有 今天的事 刘顺义看了看夜言 夜言赶紧笑着说道 前辈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刘顺义点头 还有 不要叫我前辈 还是和之前一样 叫我刘兄 夜言点头 没什么事情 我要回去睡觉了 刘顺义说完 打了个哈欠往回走 夜言看着刘顺义的背影 有些感慨 藏见风不愧是藏见风 每个人深藏不露啊 夜言不由地摇头感慨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在夜言的脑海中传来 小娃娃 听得见我说话吗 夜言吓到一哆嗦 谁 谁在说话 那道声音再次传来 我是你手中的玉佩 夜言不由地低头 此时玉佩之上 有一道迷你的残魂正端坐在地上 小娃娃 我看你根基不错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夜言皱眉 那我需要做什么 又或者是往后会付出什么代价 那残魂笑了笑 我就是想要找个传承 继承我的一波 当然了 你若是能够成长起来 到时候给我重塑肉身 也不是不行 夜言想了想 再次问道 之前那弟子 也是你的徒弟吧 残魂沉默了 夜言继续询问 你为何不救他 残魂没有说话 而是把那弟子所做的事情 全部赶夜言看了一遍 看过那弟子暗地里做过的事情之后 夜言也愤怒了 甚至那家伙私下里 不仅有怒虐待人的残忍手段 竟然都算计自己的老师 还真的是出生不如的东西 夜言愤怒道 可随后 夜言就有些疑惑 那你就不怕 我是下一个他 那残魂哈哈一笑 你看我这个样子 能够支撑到什么时候都不好说 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最后也不过失去残留在这世间的 最后一缕执念 可就是我的一身传承 我不想让他埋没 夜言没有保证什么 只要前辈信得过在下 在下愿意拜您为师 那残魂哈哈大笑 好 又是过了一些日子 清廉宗十分的平静 想象之中的大灾难没有到来 但是清廉宗去讨伐天神教的那些人 也没有来 不过慢慢的 清廉宗恢复了以往的状态 宗门之内 人员各司其职 甚至清廉宗之外 再次招收了一批杂役 不仅如此 近些日子 拜入清廉宗之内的弟子 也开始变得多了起来 比往日多了 不知道多少倍 反正刘顺义 站在山头之上 看着那黑压压的一片人 内心之中有些感慨 但是同样的 刘顺义最近也有些苦恼 因为自己的修为 要压不住了 现在自己只要稍微一个不注意 就有可能引来天节 凝结金丹 不行了 自己必须要找个地方 好好地渡劫了 刘顺义内心想着 可同样的 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 大战到底进行了 到了哪一步 自己一无所知 总是这样 也不是办法 刘顺义忽然觉得 自己是不是需要用另外一种身份 去搞个专门打探情报的事例 一方面可以让自己知道 外面的动向如何 另外一方面 也能让自己知道 这修真界 哪个人比较坏 而且修为还高的 刘顺义觉得可行 可问题是 自己必须要找个 能够信得过的人 可目前看来 这个想法 还是有些不成立 轰隆 正在刘顺义想着出神的时候 他的修为 险些有些压制不住 天空瞬间开始变得有些阴暗 不行 当前情况 还是需要找个地方 先突破金丹再说 想到这里 刘顺义准备回去闭关 不过很巧 刘顺义刚回来 叶炎也跟着过来 刘兄 你这是要闭关了 刘顺义点头 叶炎这个时候 看了看周围的人 忽然小声地询问 刘兄 你这里 可有滋养神魂的丹药 刘顺义愣了一下 暂时没有 不过 我倒是可以练制一些 说到这里 刘顺义上下打量了一下叶炎 你似乎没什么毛病啊 叶炎白手 不是我 是我师父 然后叶炎 就把玉佩和玉佩里面 有个老爷爷的事情 告诉了刘顺义 刘顺义听完之后 有些无语地看着叶炎 那玉佩之中的老爷爷 也是有些震惊地看着叶炎 你 你都不隐藏一下的吗 随便找个借口什么的 刘顺义看着叶炎问道 那玉佩之中的老爷爷 也不解地看着叶炎 叶炎 黑黑一笑 我比较相信刘兄 而且 我的感觉告诉我 刘兄是个信得过的人 那玉佩之中的老头 有些沉默 刘顺义也有些沉默 不过刘顺义还是说道 这种事情 你知我知 就好 不要再对任何人说起 叶炎点头 我也就同你说 我又不傻 刘顺义点头 然后看着玉佩说道 老灯 既然都是自己人了 还不出来透透气 玉佩安静了一下 随后出来个先锋道骨的残魂 刘顺义看着这残魂 不由得有些震惊 你这残魂 怎么有种被人恋化过的感觉 那残魂叹息 欲人不说啊 刘顺义想到了之前 那看大门的兄弟 不由得摇头 确实 那个小别智 为人确实有些离谱 等我一下 刘顺义说完 直接进入了炼丹房 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刘顺义就拿着一颗丹药走出来 给你 那残魂猛逼了 这 确实是养魂丹 可炼制这样的丹药 需要大量的灵魂 你是怎么来炼制的 刘顺义伸手 手中直接出现了一朵蓝色的火焰 你 你疯了 燃烧灵魂为我炼丹 刘顺义笑了笑 不打紧 叶炎忽然就惭愧了起来 哥 秦哥 你早说养魂丹是这样炼制的 我都不找你了 刘顺义摆手 无碍 哦 对了 这次我找你 主要是想要给你送的东西 说完 叶炎赶紧拿出来一只迷你的小葫芦 这是什么 刘顺义接过那小葫芦 反复地观看 叶炎这个时候解释 这是我家祖传的宝贝 听说里面是一方世界 但是我也不知道真假 不过这东西有很大的空间 几乎什么东西都能够装进去 刘顺义瞬间惊呆 这我不能要 叶炎赶紧摆手 哥 你前后救我两次命 又救了我 师父一命 我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唯有这东西能够拿得出手 你就莫要推辞了 你若是不要 那我往后可就不来了 刘顺义想了想 最后只能叹息 那我先帮你保存吧 你若是反悔 随时都可以来我这里去 叶炎开心了 看着叶炎 这真心把他当成自己人的样子 刘顺义直接掏出一本书 上面写的是小传 这个世界的人 反正是看不懂 名字叫穿越修真指南 刘顺义把这本书递给了叶炎 这是我为我家乡的人 留下的一些东西 若是你往后遇到了我家乡的人 看他若是人品不错的话 你就把这本书给他 叶炎严肃接过那本书 我知道了 不过 你家乡的人有什么特征没有 刘顺义挠头 特征 随后 刘顺义整理了一番思绪 特征这个东西 我有点说不上来 但是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若是和我一样的人 你就看他的眼睛 他们的眼睛里 绝对也透露着一股 相比较于修真界的一种单纯 叶炎不由地照镜子 看了看自己的眼睛 又看了看刘顺义的 两人陷入了一阵的沉默 所以说 其实我们是家人 叶炎有些不确定 刘顺义摇头 不是 这让我怎么说呢 忽然 刘顺义画了一幅图 上面一颗大星 四颗小星 若是有人看到这图 并且对这图十分庄重 并且做这个手势 说完 刘顺义做了一个 敬礼的手势 那就是我家人 叶炎点头 好 我知道了 但是这种方式靠谱吗 刘顺义黑黑一笑 十分靠谱 你可能不知道 若是我老乡 在这个世界 看到这样一幅图 在某个地方飘着 那将会是多炸脸 叶炎点头 好的 我会留意 刘顺义解释 不用过于在意 反正我感觉 你有点像是天命之子 而且为人不错 若是你往后有所成 我这也是为我老乡 谋一份活路 叶炎哈哈大笑 放心 我只要活着 哥的老乡 就是我老乡 不过 我怎么感觉 你在交代后事 刘顺义摇头 我接下来一段时间 要闭关 宗门联盟 进攻天神教的战斗 如今 已经到了结尾 宗门联盟 最后还是赢了 但是胜利的代价 十分的凄惨 天神教 虽然被打残 但是灭不掉 宗门联盟的人 虽然赢了 但是死伤惨重 短时间之内 无法再进行了 第二次大规模的战斗 几乎所有的宗门 都需要修养生息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毕竟 修真戒 可不仅仅 只有一个秦州 若是不死不休 怕是整个秦州 都将会是别人的预榜 为此 宗门联盟和天神教 不得不签订一个 修战协议 还有一系列的条约 为此 秦州迎来了 短暂的三百年的和平 如今 随着这场大战的结束 秦州再次恢复 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修真戒 也再次恢复了之前的影响 然而 造化弄人的事 此次大战 赵构长老鞠躬至尾 回到宗门之后 赵构一脸麻木地 接受宗门的封赏 甚至眼神都有些无神 人也变得沉默了很多 在接受完封赏之后 赵构第一次选择了闭关 而且 还是必死关 此次战斗 赵构已经深刻地体会到 实力低下 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自己的命 完全都在被别人摆布 自己存在的价值 就是被人当成钓鱼的鱼儿 这期间 甚至都没有人问过他的想法 也没有人问过 他是否同意这样做 但是 他没有选择的权利 因为他实力低 这个世界 实力低 就是啊玩物 就是工具 就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所以 赵构第一次想要变强 他想要摆脱这种操弹的命运 当然 风平浪静之后 净水城 忽然成为了文之色变之地 无他 因为最近净水城 总是出现一些诡异的事情 比如说 凡是在净水城当守卫的 或者是当禁军的 多多少少 都像是中邪了一样 每天 不仅感觉到心里烦躁 甚至偶尔的 就感觉自己的灵力 被莫名其妙地抽空 甚至有些人 是直接被灵力 抽空而死 原本 众人觉得这件事情 已经够离谱了 可就在前一段时间 净水城的禁军 出现了大量的人员死亡 而且死得十分诡异 身上没有一点伤口 就忽然死了 然后清联宗的人下来追查 可追查的结果是 这些人的神魂完全消失 而且 像是被一种什么功法燃烧的一样 为此 净水城城主被逮捕 我们现在严重地怀疑 你在修炼魔道功法 还请跟我们去清联宗接受调查 凌无道一脸的无语 你们这是血口喷人 清联宗的弟子摇头 是不是血口喷人 到了清联宗 自有人定夺 凡请跟我们走一趟 凌无道皱了皱眉头 最后叹息一声 好 时间转眼 直接过去了三日 凌无道安全地从亲 联宗走出来 因为这件事情 确实非他所为 最后 他也终于是 回归了净水城 可凌无道越想越切 尹卫 调查的如何 凌无道询问 一位黑衣人 从暗影之中走出来 大人 无论是背后 对我们动手的人是谁 甚至之前 在我们净水城闹事的那个人 也完全没有头绪 凌无道有些惊讶 一点踪迹都没有 那尹卫点头 凌无道有些难以置信 你都查不到 那这闹事的人 到底是什么背景 尹卫摇头 不过 凌无道还是冷笑 不过无所谓 无论是什么背景 难道这个世界 还有比我的背景强的吗 尹卫没有说话 因为凌无道说的 对 凌无道确实背景强大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强大 那小子 你继续调查 但是这种神不知 鬼不觉燃烧 别人神魂的手段 绝非是一般人所为 把这件事告诉我爹 让他派人 来好好调查这件事情 尹卫点头 属下这就去办 说完 尹卫直接消失 凌无道则是若无其事地 拿起一本书看起来 可逐渐地 凌无道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自己的修为 怎么开始躁动了起来 噗 猛然间 凌无道感觉自己魂 如同遭受了重击 这种感觉 怎么有点像是在杜姐 凌无道有些猛逼 然后抬头 看着万里无云的天空 陷入了沉默 噗 猛然 凌无道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他整个人也单膝跪地 这不对劲 哄 凌无道瞬间飞到天空之上 圆阴圆满的神石 开始扫描大半个秦州 砰砰砰 就在这个时候 进水城的守卫和进军 一瞬间 全都炸了 尸骨无存 凌无道单手一抓 一撮燃烧的骨灰 被他抓在手中 确实是雷杰的气息 虽然威力不小 但是 这是金丹雷杰 凌无道面色变得难看 凌无道看着天空 又看了看手中的灰烬 尹卫 给我搜查 看看这整个中州 是谁在杜截 或者 给我查一查 是谁最近突破到了金丹 尹卫点 属下明白 吩咐下去之后 凌无道 直接进入了闭关室 然后开始盘坐 他需要好好的防范 自己将会遭遇的无妄之灾 刘顺义为了杜截 直接使用燃血神拳 并且不惜代价地 燃烧自己的灵力 灵魂 只为了横跨半个秦州 去杜截 这也是为了稳妥起见 因为此次他杜截 主要选择 抵挡负面的 是凌无道 这可是橙色的敌人 可也正是 因为是橙色的敌人 刘顺义 才更加地小心 无他 能够是橙色的敌人 少说也是原因 当初刘顺义惊鸿一瞥 甚至还看到 那灵魂道十分年轻 应该才三十多岁 虽然真实年龄到底如何 但是听说 金丹境界就会定格容颜 三十多岁 就能修炼到金丹境界 这样的人必然不准 若是自己杜截的时候 对方瞬间遭受攻击 怕是很快就要想到 这附近是不是有人杜截 所以 为了稳妥一些 当然 刘顺义之所以如此做 还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不想暴露自己的 另外一层身份 毕竟 另外一层身份 可是要好好搞事情的 实际上 刘顺义所做 确实不错 因为他的所有预判 都十分地准确 刘顺义感觉 距离差不多了 就找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最后 他找到了一个高大的雪山 之所以选择这里 因为这里是极寒之地 很少有人来 而且 寻常之人也来不了 走到半路 就会被冻死 但是刘顺义 完全无视这种冰冷 反正负面 都有自己的敌人来扛 并且 刘顺义 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像是这种天气 所带来的负面 他似乎可以指定 一个人来扛 虽然 感觉没有什么用 但是聊胜于无 又是过去了两日 终于 在刘顺义登顶之后 他的修为 再也憋不住了 在刘顺义 解开压制的修为 那一瞬间 天空变色 乌云黑压压的笼罩在山顶 甚至 刘顺义有种感觉 这雷杰 似乎也憋不住了 在自己放开修为的一刹那 轰轰轰 雷云都尚未完全凝聚 雷霆就迫不及待地 开始落下 那雷霆 犹如瀑布 倾斜而下 卧槽 刘顺义毫无准备 就被雷霆 瀑布淹没 而他体内凝结的灵力甲丹 也瞬间破碎 我尼玛 刘顺义妈了 我这是第一道雷杰 都没扛过去 虽然 刘顺义是不疼 可特么的 贾丹没了呀 而且 境界提升 有成功 也有失败 这还是天地规则 不属于任何负面 刘顺义有些难蹦 不过还好 残废 这属于负面 虽然贾丹没了 但是 他刘顺义没有废 操 只要老子不死 我终究结贷 谁也拦不住我 我说的 刘顺义此时 把自己的家当 从葫芦里全部拿出来 不管是丹药 还是草药 全部吃了 然后再次凝结贾丹 哄 雷霆瀑布 再次倾鲜弱 啪 刘顺义的贾丹 再次崩碎 再来 哄 咔嚓 再来 哄 操 老子今天就不信邪了 我就给你对上了 刘顺义此时疯狂地凝练贾丹 碎了就继续 反正自己死不了 无所谓 终于 在接近三百多次的贾丹凝结之后 这一次的雷杰 没有再把他的贾丹毁掉 因为 那雷杰已经毁不掉了 咔嚓 此时 那贾丹外壳碎裂 一颗透明到了极致的金丹 从刘顺义的体内飞出 盘旋在刘顺义的头顶 之后 那金丹开始吸收和撰刻 属于他自己的金丹神闻 哄 雷霆再次落下 金丹碎裂 呵呵 刘顺义冷笑了一声 一回声 二回说 哼 我输不了 轰轰轰轰轰 刘顺义接连破碎了八十一颗金丹之后 最新凝结的金丹 雷霆再也无法摧毁 哈哈 老子死不了 我能无数次的凝结金丹 我就问你 我怎么说 哈哈 此时 刘顺义再也忍不住地起身 看着自己那浩浩生辉的金丹 猖狂地大笑 可忽然 刘顺义神情僵硬 因为那雷杰忽然全部凝聚 最后 凝聚出一头巨人 站在苍穹 俯视刘顺义 卧槽 这他妈是天结 刘顺义人麻了 此时看着 这凝结成巨人的天结 刘顺义 直接把金丹吞入腹中 起身就跑 可忽然 那雷霆巨人的打手 直接抓住了刘顺义 我尼玛 那个 雷杰大爷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了我吧 真的 往后我在渡劫的时候 给你上香 砰砰砰 此时那雷杰 把刘顺义放在掌心 另外一只手不停地拍落 就像是鼓掌 而刘顺义这个时候 则是惨叫 卧槽 好疼 刘顺义这回事 彻底地震惊了 虽然 死不了 但是这雷杰 到底怎么做到的 竟然让自己感受到了痛苦 砰砰砰 巨人的手掌 不停地拍落 刘顺义被揍得死去活来 别打了 真的别打了 我错了 行不 砰砰砰 草 你特么给脸 不要脸是不 笔爷 给我写上这雷杰的名字 问 此时 毛笔震动 悬浮在刘顺义脑海中 笔间光芒闪烁 叮 就在那毛笔 接触大道精卷的一瞬间 一道无形的屏障 忽然挡住了 那金色的毛笔 毛笔被弹开 然后再次陷入了瓶颈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那雷杰巨人 也终于停下来 不仅仅是停下来 甚至 还把刘顺义 放在一片空地上 在刘顺义 目瞪口呆的眼神下 然后 像是整理洋娃娃一样 蹲在地上 帮刘顺义 整理好了衣服 手指头 更是撸顺了刘顺义 那被雷霆炸了的头发 整理完毕之后 雷杰巨人 甚至对刘顺义 露出一个微笑 然后瞬间消失 刘顺义一脸风中 凌乱地看着 这乱糟的一切 脑海中 还回荡着方才 那雷杰巨人的 所作所为 这 这特么是雷杰 刘顺义有些难以置信 此时进水城之内 林无道艰难地 从密室之中爬出来 他面色惨白 浑身修为 都有些荡然无存 好在 没有变成了废物 可即便如此 为了应付这无妄之灾 他愣是耗费了自己 现在的全部家庭 来人 把我扶起来 林无道虚弱地喊道 此时 有隐蔚赶紧走过来 扶着林无道 而林无道 则是虚弱地抓着隐蔚 你身上疗伤的丹药 和恢复修为的丹药 献给我 那隐蔚有点猛逼 他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 自己家主子 竟然问自己要丹药 虽然心中有疑问 但是隐蔚也不敢迟疑 林无道 赶紧吞下丹药 面色终于是好了很多 可依然还是十分虚弱 人找到了吗 林无道虚弱地询问 眼神之中 也满是杀气 他一定要找到 这背后之人 这个陷害不知道 通过什么手段的人 不仅让自己平白遭劫 还特忙耗光了自己的家底 想着想着 林无道就喷出一口鲜血 这不是伤 这是纯属悲弃的 可隐蔚此时就有些面色精彩 有可能是查到了 但不是很确定 林无道 那隐蔚解释 因为根据属下的调查 就我们这边 最近突破金丹境界的 只有一个人 而且没有杜劫 林无道瞬间惊神了 是谁 尹未再次说道 青莲宗 一位叫赵构的长老 林无道眉头一皱 青莲宗 赵构 尹未点头 随后也拿出了他调查的赵构的生平 尤其是 当他看到赵构那摸谁谁死的手段 更是感觉惊惊惊天人 这手段 林无道不由的 深吸了一口冷气 可逐渐的 他也越发确定 此次自己的遭遇和赵构有关 因为金丹必须杜劫 可为什么赵构没有杜劫 不 他杜劫了 特么的 自己搬空了家底 帮他杜劫 只是青莲宗 有些不好办 别人不知道青莲宗 但是林无道却知道 青莲宗的底细 青莲宗 绝非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自己没有证据 自然没有办法 直接找青莲宗要人 可自己这口气 不得不出 甚至 这个赵构 也必须要死 因为这特么还只是金丹 若是赵构不死 那他若是修炼到了原因 自己岂不是还要帮他杜劫 想到如此 林无道直接说道 找个机会 把赵构带到我面前 那隐蔚点头 此时已经晋升为金丹的赵构 看着天空 眼神之中充满了迷茫 甚至到现在 他都有些难以相信 自己竟然如此简单地晋升金丹 甚至他准备的阵法 法宝 几乎都没有用上 最让赵构不理解的是 一开始 他晋升金丹的时候 是有雷杰的 可不知道为何 那雷杰像是听到了什么召唤 直接跑了 那感觉 就像是有什么急事 这就很离谱 我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 雷杰都带半路跑路的 赵构有些不明白 难道 是我治病救人 所获得的福报 有功德加深 所以 雷杰也就找了的理由 跑了 赵构不由地揣测 然而 这些似乎都无所谓 反正自己 现在已经是金丹了 此时修为提升 赵构心里十分兴奋 甚至 他觉得 现在自己修为提升了 再去行医 那必然不会再出什么意外 他决定试一试 随后 赵构便直接下山 毕竟身为长老 下山自由 时间一黄眼 三天的时间过去 赵构的心情十分好 因为这三天的时间 他再一次证明 之前那些人的死 真的和自己的医术 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他最近救人无数 甚至他所修炼的医道 在他进入金丹之后 反而更加强大 小病小灾 自己只需要往哪一站 病就消失 疑难杂症 自己也只是略微出手 便是病痛全消 赵构此时内心十分舒爽 他再次体会到了之前那种 救治天下的感觉 我终于 重新证明了自己 赵构都激动得 有些热泪盈眶 忽然 此时 赵构来到了一个无人的悬崖边 看着四下无人 赵构直接张嘴大喊 老子不是绝命医 呜呜 赵构话还没说完 嘴就被人用一张符转堵住 然后整个人 被人套在一个大型的乾坤袋上 之后被人按倒 乾坤袋封口 最后被两个人直接抬走 进水城之内 凌无道虚弱地 坐在轮椅之上 浑身包裹着被子 怀中还抱着个暖屋 此时他面前躺着两个人 分别是曹灵远和陈大海 这两个人 也是死在雷劫之下 推着轮椅的隐位点头 是的 虽然没有打雷 但是他们身上 那种焦黑的伤势 确实是雷劫所为 凌无道眼神有些异动 随后 他看着那同样和自己一样 虚弱到了极致的陆成 说说 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陆成喘息了一会 这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我当时 还在正常的摆摊售卖 可忽然之间 就感觉自己 全身遭受重击 就像是触电一样 我 我感觉不对劲 就疯狂地吃疗伤的丹药 和稳定自己的修为 直到我耗费了无数的家底之后 这才保住了性命 凌无道点头 那你觉得冷吗 陆成 没事了 再次紧了紧 自己身上的棉被 随后 凌无道看了看尹卫 赵构抓来了吗 尹卫点头 人呢 在后院 不过考虑到 他都能不让大人 您帮助杜劫 属下就不敢动行 凌无道点头 做得不错 带我去看看 尹卫点头 然后推着凌无道 来到了后院 赵构此时 面色惨白 因为他看到这后院 插满了 用人头做的图通 还有用人 皮缝制的一些 不知道是什么的什么玩意 看着相互撕旗子 可又有些不像 赵构此时 已经浑身 都开始哆嗦了 自己现在 可是金丹大能啊 可即便是如此 还是被人 悄无声息地 掳到了这里 这背后之人 到底有多强大 而且 赵构 还发现了一点 这特梦 绝对不是太天神教的人干的 就天神教那对自己 恨之入骨的德行 自己若是被天神教掳了去 此刻 怕是早就被制成了血鬼 可不是天神教 赵构就更加惆怅了 我他妈招谁惹谁了 怎么到处都有敌人 这没道理啊 且不说 天神教的那些奸细 被自己医死 那纯属是意外 是巧合 可自己之前 玄乎就是 怎么可能到处都是敌人 赵构很惆怅 嘎吱 就在这个时候 院子的房门被打开 赵构紧张了 看了过去 这一看之下 有些难以相信 自己的眼睛 净水城的城主 而且 这大热的天 怎么还抱着火炉 包着棉被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净水城的城主 怎么如此虚弱 而且 你抓我干啥 林无道看了一眼赵构 再看了看 自己后院的杰作 笑音的说道 这些都是我的敌人 甚至想要害我的人 所以 对待想要害我的人 我会把他们做成一种艺术 顿了顿 林无道看着赵构 所以 老实交代 我也能让你 少受点皮肉之苦 赵构 交代什么 林无道 眼睛微微眯起来 呵呵 继续装 此时 林无道笑了笑 既然你不肯配合 那我也只能用 一些特殊的手段了 林无道看了看尹卫 尹卫愣了一下 可是大人 打 尹卫点头 是 随后 便传来赵构一声声的惨叫声 两个时辰之后 赵构已经被打鼻青脸肿 内心也接近崩溃 他还是没有说吗 林无道问道 尹卫点头 林无道面色有些难看 倒是没有看出来 这家伙 还是个硬骨头 尹卫再次推着林无道 来到了那 跪在地上的赵构面前 只要你把那种 能够让别人 帮你渡截的秘法给我 我放你一条生路 林无道平静地说道 忽然就感觉到很热 然后 赶紧把怀中的小火炉扔掉 被子也扔掉 赵构此时 已经无语了 撑住 有没有可能 你真的找错人了 我真的没有什么 让人帮助我渡截的办法呀 林无道眼睛 眯了起来 继续打 若是还不老实地交代 那就搜魂 此时尹卫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少爷 若是他真的有那种 能够让别人 帮助他承受雷劫的办法 那搜魂 会不会也能让别人 帮他承受 林无道 浑身打了个冷战 你说的有道理 可问题是 他是真的想要 得到那种秘法 那你说 现在应该怎么办 尹卫沉吟 其实 还有一种办法 那就是 找到赵构的家人 然后在他面前玩弄 或者是虐杀 我不相信 他看到这里 还会不老实 林无道点头 好主意 那把他家人请来 赵构面色平静 林无道 不多时 尹卫回来了 抱歉 主上 他没有家人 林无道面色铁青 不用主上 还有一法 既然他没有家人 其实我们也可以找两头母猪 然后给母猪投喂一些 发情的丹药 然后也给他喂一颗 林无道眼神一亮 赵构下的面色惨白 等一下 别这样 林无道笑了笑 所以 你肯说了 赵构很是无语 城主大人 我是真的没有你说的那个秘法 若是我真的有你说的那种秘法 那我何之于修炼了七百年 才经丹静 林无道皱眉 也许是你最近刚好获得秘法 赵构无语了 我身为青莲宗的长老 所作所为 更是在宗门其他长老眼下 我若是真的有如此机缘 那也不是我的 再说了 我若是真的有这种秘法 我何之于被你们打得鼻青脸肿 林无道沉默了 因为 赵构说的 确实很有道理 可林无道还是不死心 准备两头母猪 赵构心态崩了 不是 撑住 咱们做人要讲道理 你为什么觉得 我会有如此逆天的秘法 林无道冷笑一声 那我问你 你进入金丹境界的时候 可以杜劫 赵构张了张嘴 可随后还是说道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雷杰走了 林无道越发地确定 就是这赵构 还说你没有如此秘法 你是没杜劫 但是你那雷杰都劈我身上来了 因为 准备母猪 赵构已经无力反抗了 然后 他拿出一枚毒丹 准备自尽 哄 可就在这个时候 进水城之内 忽然传来一声爆炸声 随后就看到 一高大的男子 提着一扇大刀 直接朝着 城主府冲了过去 什么情况 林无道赶紧询问尹卫 尹卫这个时候 赶紧出去查看 没过多久 尹卫回来说道 大人 是天神教的人 此人是为了赵构而来 而且是天神教黑袍 林无道愣了一下 天神教 为了赵构 林无道看着赵构皱起了眉头 你对天神教做了什么 对方出动黑袍 只为了杀你 赵构内心松了一口气 此时他忽然觉得 天神教就是自己的救星 哪怕是死在天神教手中 也比和母猪发生点 什么都要强 丁 就在这个时候 整个城主府 直接被一道剑气划过 然后整个城主府 斜着滑落 当城主府的剑主 滑落之后 便看到激素因 悬浮在空中 右手更是掐着一个 高大男人的脖子 咔嚓 激素因单手 微微用力 那人直接归系 解决了此人之后 激素因慢慢地 落在林无道的面前 他看了看赵构 又看了看林无道 谁打的 林无道看着激素因 面色也变得有些难看 此事就此作罢 如何 激素因摇头 偷偷截略我青莲宗的人 还动用私刑 你想就这样算了 林无道看着激素因 忽然笑了笑 要不你先说说条件 激素因想了想 随后说道 林公子来我擎州 怕是在谋划天地江山图吧 想必你也已经得手 不如把那东西交出来 林无道点头 去拿东西 尹薇愣了一下 再次用眼神询问了一下 林无道点头 尹薇这才点头去拿 莫过多久 尹薇便抱着一个盒子走出来 然后把盒子递给激素因 激素因直接打开盒子 从中取出一幅画 只是打开扫了一眼 便收了起来 梁青 还有 人我带走了 激素因也不废话 直接带着人离开 尹薇有些疑惑地 看着林无道 大人 就这样放他们走 林无道笑了笑 不然呢 别说现在 就是我全胜时期 都未必是激素因的对手 尹薇挠头 可那天地江山图 林无道摆了摆手 没有山河印 天地江山图就是个废纸 相比较天地江山图 我现在更在意的 是那种 让别人替自己杜劫的秘法 尹薇点头 大人放心 我会时刻盯着赵构 林无道深吸一口气 不用盯着他了 赵构身上 没有那种秘法 尹薇 林无道再次解释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什么样的金丹雷结 才能够把我差点轰沸 甚至是重伤 这样的金丹修士 又是多强 可那赵构 虽然是金丹修士 可还是太弱 因为瞬间明白了 这个道理 所以 接下来的时间里 你需要再好好查查 有没有哪个金丹修士 相比较 同一个境界 十分的强大 给我带过来 我要一个一个 等等 林无道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情 他看了看路程 又看了看曹灵园 和陈大海的尸体 一时间陷入了沉思 若是天底下 真的有这种秘法 那也不可能 凭空让别人 替他妒解 若是想要完成这一步 那也一定需要 一个必要的条件 或者是说 必须有肢体接触 林无道手指 敲击着轮椅的扶手 神情陷入了沉思 这些人 到底和谁有过接触 之前那个 穿着黑袍的小子 甚至我也对他 施展过威压 也是从那一天开始 我进水城 就变得十分不正常起来 尹卫 好好地去查一个人 尹卫行李 去查之前 来我进水城的那小子 尹卫点头 等等 尹卫刚想要走的时候 再次被林无道叫住 这件事 不要告诉任何人 家族那边 也不能有任何人知道 尹卫再次点头 等到尹卫走后 林无道继续眯着眼睛 无论是秘法 还是至宝 这东西 我都必须得到手 成为金丹修士之后 刘顺义才知道 金丹修士 到底有多强大 一颗金丹吞入腹 从此天地任逍遥 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 成就金丹之后 金丹就如同是身体之中的 一颗小型的星辰 金丹和功法结合 形成了一种自传 也正是因为这种自传 让这天地束缚 就再也没有天地束缚 自己体内就有天地 天地又如何束缚得了自己 哄 刘顺义立于高空之上 欣赏着天下美景 当真是美不胜收 而金丹之所以被称之为 金丹大能 那是因为金丹境界 就可以做到 移山填海 刘顺义一伸手 金丹转动 灵力喷发 一座大山 就被刘顺义轻松地射去 甚至刘顺义稍微一用力 那座大山 直接被他扔到了远处的海中 哄 大海掀起一道滔天巨浪 随后那座大山 便慢慢沉入海中 嗯嘿 好玩 然后刘顺义再次摄取几座大山 直接在海面上打水漂 一座一座的大山 在海面上漂泊了许多次 然后渐渐地沉入了海中 刘顺义再次玩了一回 当看到有无数修士 全部朝着这边聚集过来的时候 这才停手 卧槽 怎么引来那么多人 刘顺义有些震惊 随后赶紧隐匿身形 在刘顺义 刚刚隐匿完身形之后 那一群修士 就直接从他头顶飞了过去 刘顺义看到 这群人面色有些惨白 甚至还有恐惧 这是什么情况 刘顺义等了一会 这才发现 这些修士 都是被人追杀的 而且是被一个人追杀 很巧的是 那个人 他还认识 石长星 刘顺义有些震惊 自己现在可是飞了大半个擎舟 这怎么还遇到石长星了 话说 自己是为了杜劫 这石长星 又是为了什么 才来这里的 刘顺义十分好奇 也就跟上去看了看 但是没过多久 刘顺义就有些愤怒了 因为这是石长星 竟然在吸收那群修士的灵魂血肉 进行修炼 好吧 其实自己早该想到了 但是第一次直面看着石长星这手段 刘顺义还是有些愤怒 嗯 其实若是说起来 这件事情应该怪我 我要是当初杀了石长星 也许这些修士就不会有今天 想了想 刘顺义决定自己先试一试 他想要看一看 自己直面自己的敌人 将会是什么情况 一念至此 刘顺义瞬间飞身追上了石长星 刘顺义的速度很快 这让石长星都有些猛逼 不过刘顺义隐藏了修为 石长星看不出来 但是刘顺义一身黑袍 还戴着一个猙獰无比的面具 就显得很是神秘 内心已经断定 这绝对是一个大能 石长星停下 对着刘顺义抬手行李 见过前辈 不知道前辈何意 刘顺义咳嗽了一声 那些人别追了 放了吧 石长星眯了眯眼睛 好 一切听从前辈的 刘顺义也没有想到 一切竟然都如此顺利 可下一秒 刘顺义就看到那些已经逃走的修士 忽然肉身碎裂 全部生死 刘顺义面色难看 你早就能够杀了他们 这所谓的追赶 其实都只是你在戏弄他们 石长星此时已经不在心里 因为他已经断定 眼前这个家伙 修为并没有多高 若真的是大能 又怎么会挡不住自己这原因的小手段 罗姨 我原因老祖的事情 你也敢管 也敢插手 死 石长星抬手 一道狂暴的灵力光柱 直接淹没了刘顺义 然而 那光柱确实穿过了李刘顺义的身体 但是刘顺义 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扑 反而是石长星 身体开始军裂 甚至 生命都在流失 石长星赶紧停手 他这边刚刚停手 身体的伤害 这才没有继续遭受伤害 这怎么可能 你到底 是什么东西 石长星满脸的恐惧 而此时的刘顺义 也同样皱起了眉头 因为他发现 虽然自己已经金丹死了 原因也不会死 但是 死亡这个负面 似乎是很强的一个负面 自己死一次 也许只是让石长星重伤 可若是自己死三次左右 石长星也会死 刘顺义比较庆幸的是 大道金卷修复了三秒真空气的bug 不然就刚才石长星那一手 自己直接凉凉 可好在是 这个bug被修复 是自己所有人敌人 都会分摊自己的死亡负面 并未直接解决了 这真空气的bug 可即便如此 刘顺义内心还是很震惊 因为就石长星方才那种攻击 自己的大道金卷上 进水城守卫 进水城进军 进水城乌合之众 还有路程 全这么消失了 如今就还剩下石长星 和灵无道 碰 石长星身体坠入地面的声音 把刘顺义惊醒 刘顺义四下看了看 赶紧从空中落下 然后慢悠悠地走到了 那一脸恐惧的石长星面前 前辈 我 噓 刘顺义对着石长星 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石长星瞬间闭嘴 刘顺义从自己的葫芦里 拿出来一条绳子类的法器 直接把石长星给绑了 然后拖着石长星 慢慢朝着深山之中走去 石长星发现 他们所去的地方 越来越偏僻 石长星就越发地恐惧 因为接下来 自己将会面对什么 一切都是未知 赵构虽然被激素英带走 但是 两人并没有递时间 走出进水城 因为激素英 之所以来进水城 那是因为 有一份机缘在这里 那是一滴弱水 传闻是仙界 落入凡间的一种仙物 激素英 想要用那一滴弱水 来为自己那把生锈的上骨胸剑开刃 用弱水开刃 必然会比他上一世 用星辰石开刃要更强 所以 弱水他势在必得 好在是 这一次 没有什么意外 凡人不识此物 他就轻松地得到 有了弱水 激素英 这才带着赵构离开 不过在路上 激素英有些好奇 我听说过你的事情 甚至你成为长老 其实某种意义上而言 是实至名归 说到这个 赵构就心痛 这个 激小姐 我若是说 那是一个误会 你相信吗 激素英点头 其实仔细想了想 那确实是个误会 你从来没有对他们动过手脚 甚至行医治并不知反击 若是真的是你 怕是你也活不到现在 赵构内心十分感动 听听 听听 终于有人明白自己 懂得自己 承认自己 激小姐说得很对 其实我都在想 到底是谁在暗算我 随后 赵构有些感慨 其实 若是青莲宗真的想要把我推出去 当成鱼儿 我倒也没有什么怨言 可 你总不能搞我的医术啊 这是我要救人的道 如此抹黑我 实在是弃杀老夫 赵构有些咬牙切齿 激素英只是笑了笑 其实激素英之所以认为 被赵构医治的人都爆炸 和呀 赵构没有关系 那是因为上一世 赵构就是走的医术大道 甚至自己都曾经被赵构医治过 但是有一点 激素英有些不明白 上一世 赵构这个人发挥的作用太大 难道是 有人想要故意抹黑他 让他成为天下人 都为之变色 以此来破坏他的道心 激素英沉思 但是 赵构现在十分开心 因为有人终于承认 那些人的死 和自己没有关系 而且 还是激素英承认的 激素英在青莲宗 可是很有声望的存在 赵构为了自己的医术 能够发扬光大 甚至让激素英 回到宗门之后 好生地为自己澄清 他不由地 对着激素英说道 激小姐 虽然之前都是误会 甚至不凡有人 在陷害在下 但是在下 从来没有放弃过医道 正好 我最近心里 无一种医术 激小姐要不要品鉴一下 激素英微微一笑 不用了 我相信你 赵构摇头 不不不 你是我在世的之一 我一定要让你看一下 赵构眼神之中 甚至充满了请求 激素英叹息一声 那好吧 你要怎么施展 赵构瞬间兴奋地跳起来 我这最新的神通 是一种 我不用触碰别人 便能够治疗别人的 一切疾病 说着 赵构身体升起 此时 他浑身冒着绿色的光芒 照耀在整进水城 赵构神色庄严 更是对激素英解释 这是我自我领悟的神通 我命名为 普度众生 话音刚落 绿色的光芒 直接笼罩在 进水城的每一个人身上 激素英有些震惊 因为 这一招 他记得 赵构在很晚 很晚才领悟出来 可现在 怎么那么早 可还没有等激素英震惊完 砰砰砰 整个进水城 直接炸了 无人逃脱 那爆炸的血液 直接让满城都血流成河 至于那些人 则是直接粉身碎骨 哗啦啦 鲜血还在流烫 赵构 依然还在保持 普度众生的姿势 但是整个进水城 已经完全失去了他 原来应该有的喧闹 而激素英 则是看着滚落在 自己脚下的一个狗头 也陷入了沉默 场面十分安静 安静得有点可怕 不知道过了多久 激素英直接转身就走 脚步走得飞快 赵构也沉默了 然后默不作声地 跟在激素英身后 此时 他们两个刚刚离开 林无道 则是茫然地走在 陷入今空旷无比的 进水城之内 哗 林无道也张嘴 吐出一口鲜血 这是什么手段 我也遭受了重创 甚至神魂都不稳定 林无道眼神 都有些恐惧 他甚至有些庆幸 还好 当初这照过 没对自己下手 这种手段 实在是有些挡不住 哗啦 此时从血河之中 尹蔚的身影也走出来 嗯 你也没死 林无道有些惊讶 尹蔚此时 也是心有余悸 当然 他在施展神通的时候 我并没有被他身上的光芒照射到 所以躲过了一剪 林无道点了点头 扶我一下 林无道伸手 尹蔚赶紧过来搀扶 此时 走在空无一人 只有鲜血的街道 林无道吞了吞口水 之前照过说 他那一招叫什么 尹蔚这个时候说到 叫普渡众生 话音刚落 忽然地面上有个洞口 喷发而出 然后便是一群蛇属的尸体 被血水冲出来 从两人的面前 流向了远方 林无道看着尹蔚 普渡众生 尹蔚点头 嗯 他是这样说的 普渡众生 林无道朝着四周看了看 沉默了不知道多久 然后点头 也许 是真普渡众生 尹蔚 这天大雨 一位顶着斗笠 穿着缩衣的修饰 直接提着鱼竿 背着鱼篓 朝着河边走去 没过多久 这修饰便来到了自己的调点 这人熟练地放下东西 布好了鱼洞 上耳料 甩钩 做完这些 这人才朝着旁边的钓友看了过去 收获怎么样 那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钓鱼人 笑着点头 不错 不过最近 出现了两条大鱼 有点难钓 你呢 那中年钓鱼人 四周看了看 然后才说到 有点意外 青江里 变成了曼英罗 他旁边的钓友 瞪大了眼睛 疗伤鱼鱼 变成了剧毒鱼 那中年人点头 那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钓鱼人 依然看着他 中年人直接拿出一个水晶球 当看到 普渡众生的光芒散落 进水城上下 全部化为血雾之后 那钓鱼人 也不由得吞了吞口水 这 接下来怎么办 中年人此时也苦恼 我不知道啊 我甚至都不敢靠近他了 你是没有亲眼看到 普渡众生之后 一瞬间 真的只是一瞬间 一成的人都没了 宗门联盟和天神教的大战 已经结束 原本应该平静的秦州 如今反而更加的不平静 无他 赵构一个普渡众生 直接灭了整个进水城 至于原因 那也是相当的简单 进水城城主 劫略赵构 赵构一气之下 一个普渡众生 进水城满城覆灭 而且死得连个渣渣都没有 原本天神教的人 还想要暗杀赵构 或者是活捉赵构 结果 赵构硬生生靠着自己 辉煌的战绩 给天神教下的不敢 再有任何动作 属实是 那赵构的手段有些诡异 最为主要的是 秦州的人都知道 进水城城主 乃是一个原英老祖 可即便如此 进水城依然被灭 甚至那原英老祖 似乎也是身受重伤 这不得不让秦州修士 再次刷新了 对赵构的认知 而通过这一连串巧合 赵构也直接成为 金丹第一人 甚至这个金丹第一人 还是被秦州修士 认可的 毕竟 赵构的战绩 实在过于辉煌 可谓是一战成名 当然 清廉宗也瞬间出名 一方面 是宗门大战 清廉宗所表现的 强大的战力 另外一方面 就是赵构 是清廉宗的长老 这两种光芒的加持之下 清廉宗都有一种 秦州第一宗门的意思 清廉宗之内 赵构眼神空洞 看着不断有 清廉宗的其他长老 甚至其他疯疯主 前来给自己送礼 尤其是看着这群人 又是惊恐 又是崇拜的眼神 赵构就感觉有些无力 而且 赵构现在 都有些自我怀疑了 若是之前 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那些人的死 和自己真的没有关系 可现在 他自己都不自信了 可他始终想不明白 自己那是真正的医术啊 医术 可为什么别人会炸 为什么 赵构有些不明白 而让赵构更加不明白的是 自己人生和自己的命运 自己从一个稍微有些名气的医修 就很是离谱地 一步一步走上了最高 更加离谱的是 自己就稀里糊涂地 成为了金丹第一人 可我真的没有多大的实战经验啊 而且 我所修炼的任何法术 都特么是救人的 在自己那辉煌的宫殿之内 赵构坐在台阶之上 单手撑着自己的脸 看着自己面前堆积成山的礼物 心情十分地复杂 姐姐 真的是赵构屠杀进水城 姬明月头顶的两撮 呆毛动了动 而她自己则是坐在窗台上 吃着糖葫芦 眼神有些好奇地看着姬素英 对于这个问题 姬素英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 可想了半天 姬素英还是说道 应该是吧 姬明月有些惊讶 原来依修若是真的动怒 竟然如此地恐怖 姬素英面色十分怪异 可终究还是忍不住道 说真的 我也没有想到 嗯 依修确实很恐怖 赵构的这个事情 让姬素英 现在也有些看不懂这个世界 这世界和自己记忆中的那个世界 有很多相似之处 可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世界和她所认知的世界 偏差得实在太大 有将近十万八千里 对了 最近刘顺义在干什么 姬明月继续吃着糖葫芦 在闭关 姬素英的神识 朝着刘顺义所在的住处扫了一下 果然 她看到刘顺义确实在闭关 姬素英有些难以置信地 再次扫了一眼 嗯 真的是她 姬素英总觉得 哪里有些不对劲 可就是看不出来 这闭关的刘顺义 有什么不同 甚至 那闭关的刘顺义 时不时地挠头 然后时不时地嗑药 都和她所认知的刘顺义 如出一辙 可这有点不合理啊 这家伙 怎么能如此安分 姬素英皱起了眉头 猛的 她看向了姬明月 你难道不知道一点什么 姬明月挠头 我应该知道什么 姬素英小声地询问 你就没有发现 刘顺义和其他人 有些不同 姬明月想了想 有 比如说 这家伙闭关出来之后 必然会躺平很长时间 然后过着平凡人的生活 还喜欢养花 姬素英翻了个白眼 除此之外呢 姬素英想了想 黄雀挺大 姬素英 啪 她直接一拳头 砸在姬明月的头顶 你说的都是什么 姬明月抱着自己的脑袋 疼得呲牙咧嘴 姐 我没有说错啊 她养了一只黄雀 那黄雀真的比其他的黄雀都大 姬素英愣了一下 神识再次扫过刘顺义的院子 然后真的发现 一只墨约十来斤的黄雀 被铁链拴着脖子 绑在树上 嗯 她这是怎么养的 姬明月此时呵呵一笑 每天一颗聚齐丹 虽然都是下品 但是那待遇 可比寻常宗门的内门都离谱 姬素英 刘顺义这边的事情 姬素英不再多问 陈巧莉呢 姬明月有些无语 在闭关 姬素英 她也在闭关 姬明月点头 是的 而且闭关很久了 姬素英总觉得 哪里不太对 但是算了 除此之外 我不在这段时间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姬明月摇头 很重大的事情没有 但是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倒是不少 姬素英有些好奇 说说 姬明月点头 比如说 你带回来的那个叶炎 最近修炼的速度提升得挺挺快 而且修炼十分勤奋 经常到野外里面 姬素英皱眉 这有什么不同吗 姬明月吃完了最后一颗糖葫芦 拿着糖葫芦的签子笔画 最大的不同是 那叶炎的修炼 几乎是一步一步个脚印 脚踏实地 按照道理来说 这样的修炼方式没有那么快 但是她修炼得十分迅速 我感觉 她像是被冥师指导 而且那个指导她的人 怕是身份不低 甚至 我们感觉出来 叶炎所修炼的功法 很高级 姬素英笑了笑 这有什么好说的 藏剑锋这样的弟子 谁没有自己的秘密 姬明月摇头 这不是最为主要的 最为主要的是 很多女子见了她 就想要一直往她身上贴 就像是失了痣 姬素英 刘顺义在成就金丹之后 没有第一时间回去 一方面是 自己现在敌人有点短缺 这让她心不安 通过失常心的实验 刘顺义发现了另外一个弊端 若是自己遇到一个化神境界的大能 自己的敌人若是没有多杀 那自己一样会死 当然 自己的敌人也会死 大不了 人家和你同归于尽 再不济 人家干脆不杀你 直接把你封印 镇压 我杀不了你 我也让你直接失去自由 我也不给任何能伤害你自己的东西 甚至刘顺义还想到一点 若是有些人丧心病狂地圈养你 找一群畜生折磨你 那可就真的是生不如死 所以 刘顺义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是偷偷地树敌 而且 这个树敌要巧妙 不能让人愤怒地想要拉着自己自爆 可同样的 要让人对自己有杀意 这一点 就很考究操作 所以 刘顺义才没有第一时间回去 反正自己 现在就在秦州的另外半边 这里 也没有人认识自己 那自己才有机会好好操作 其次就是 刘顺义在研究 那进水城的禁卫 进水城进军 进水城乌合之众 之前刘顺义倒是没有在意 他只认为 那些人只是不配有名字 所以 大道经卷 只是随手那么一写 可这段是时间 刘顺义 捣毁了很多个邪修的分布 也没有出现过类似这种 一个势力的名字 我总感觉 这其中应该是有什么限制 甚至让我感觉 似乎写上有关于势力 似乎比单独一个人名 还要有些作用 就比如说 诗长星 只是天神教的一名成员 可若是大道经卷之上 直接写上天神教的名字 那岂不是说 整个天神教 都要为自己承担负面 一整个教派 那终归是比单独一人 要牛逼不是 但是得罪一整个宗门 这件事情 需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要不直接往天神教里面扔香 在天神教 正在吸收血池里面的血液的时候 我直接跑过去尿尿 越想 刘顺义越觉得 这件事情可行 诗长星蹲在刘顺义旁边 看着刘顺义的眼神 都有些惨白 这特么是人干的事情 当然 这刘顺义就不是人 最近这段时间 诗长星 简直是受尽了折磨 跟我准确地来说 他是自己折磨自己 他曾经暗杀过刘顺义很多次 刺刺自己差点答 诗长星也总算是明白 怕是自己 已经被眼前这黑袍人 下了一种秘法 这家伙 直接伤害转移 诗长星心态都崩了 更让诗长星心态崩溃的是 眼前这可恶的家伙 天天给自己投尾丹药 这并不是为了自己好 而是把自己养成最佳状态 他直接修炼一种 十分诡异的秘法 瞬间抽空他的身子 每当自己快要不行的时候 这家伙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继续投尾丹药 如此反复 宛若被凌迟 最为让诗长星烦闷的是 那种修炼的枯燥感 他还完美地感受得到 这特麻到底是什么秘法 时长星想哭 而刘顺义则是再次头疼另外一件事情 草 突破一个金丹 我两个秘境的存货都被消耗一空 没有修炼资源 修行速度比之前慢下来不少 刘顺义叹息 不过这些事情 刘顺义倒是都不考虑 他当下要做的事情 试炼制自己的本命法宝 毕竟有本命法宝的金丹 和没有本命法宝的金丹 那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至于本命法宝的选择 刘顺义直接选择轻平剑 第二选择是那夜眼给的葫芦 当然 刘顺义选择两件的东西 一起炼制酝酿 步骤很简单 寻常的炼制手法炼制 炼制完成之后 滴一滴自己的金血 再分出一缕神魂 最后就是放在自己的金丹里酝酿 不过在做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刘顺义很是猛逼 金血是滴了出去 但是耗费的完全不是自己的金血 神魂也不是自己的神魂 而且 那清平剑和葫芦 一个是抽血大户 一个是抽神魂大户 清平剑要神魂 葫芦要血 好家伙 双管齐下 直接抽的诗长星 在地上不停地打滚惨叫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刘顺义笑了笑 没事没事 来 把这丹药吃了 刘顺义赶紧拿出一颗不屑丹 诗长星深吸一口气 你休想 我 刘顺义直接掰开他的嘴 把丹药塞了回去 诗长星的神情更加痛苦 接着 就是一阵阵漫长的折磨 时间转眼过去了半个月 诗长星贪软地躺在地上 眼睛泛白 嘴里还流着口水 阿巴巴 阿巴 而刘顺义 则是右手持着一把 冒着纯白盛光的清平剑 左手一只冒着黑气的葫芦 两种本命法宝 几乎是一瞬间 跟刘顺义产生了联系 而刘顺义也终于知道 为何拥有本命法宝 和没有本命法宝的金丹 是两个概念 因为本命法宝 和自己修炼的道法 会进行融合 甚至进行变异 之后烙印在本命法宝之上 而金丹修士 只需要操在本命法宝之上 不停地注入法力 本命法宝 就会根据自己的念头战斗 甚至一念之间 本命法宝 就能释放属于它自己的技能 甚至只要你的法力足够 你想要让本命法宝变多大 它就有多大 甚至物体变大 质量也会随着提升上去 这也是为何 金丹修士 被称之为大能 因为金丹修士 是真的能够一山填海 只手遮天啊 此时 刘顺义直接催动法力 嗡 清平剑瞬间暴涨十多丈 而刘顺义念头一动 刷 十多丈的清平剑 直接散发出一道剑纲 轰隆 紧接着 远处十多座山峰 直接被清平剑拦腰削平 剩下的半座山 全部飞了出去 我这还只是一个念头 甚至只是普通攻击 刘顺义震惊 若是他继续催发 清平剑融合的 奔雷剑和悲鸣剑 那是什么光剑 刘顺义不敢想 随后 刘顺义又看了看 自己的那葫芦 不过这葫芦的能力 反而有些意思 那葫芦也继承了 自己的奔雷剑和悲鸣剑 可这两种 本命法宝所施展的招式 完全不同 同样是奔雷剑 清平剑的激发方式 是直接剑光完全 甚至形成一片剑网 而这葫芦则是通过葫芦口 直接朝着外面喷发剑气 那种哒哒哒哒的喷发剑气 像是加特林 不仅如此 刘顺义更是把自己的 领悟的电磁力 运用到了本命法宝之上 然后刘顺义就发现了 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葫芦在凝聚电磁力 到了极致在喷发 直接是一道毁天灭地的 巨大光柱 卧槽 巨型电磁炮 而清平剑 在凝聚电磁力 爆发出去 哄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直接生腾 我滴乖乖 我似乎研发出来了 两种不得了的东西 刘顺义此时想了想 他直接把清平剑 装在葫芦里 然后燃烧法力 把电磁力在两者之间 催动到了极致 最后进行发射 刷 刘顺义只看到 一道白光闪过 然后空气陷入了一片宁静 啊 刘顺义猛逼了 这是什么情况 两者融合 不应该威力更恐怖吗 这怎么还哑火了 这不应该啊 正当刘顺义疑惑之时 他面前的空间忽然破碎 接着 破碎的面积越来越大 当空间破碎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一头巨大的蜈蚣 忽然从空间之中掉落下来 最后轰然落在地上 刘顺义 因为那蜈蚣的脑袋上 还插着清平剑 刘顺义收回清平剑 看着这当初在战场 虐杀宗门联盟的怪物 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我那么厉害的吗 刘顺义这个时候 看着远处的尸长星 你让我很是意外 灵魂都受损到了这个程度 你竟然还能清醒 甚至还能召唤出那怪物 尸长星双目震惊地看着刘顺义 你到底是谁 还有 那两件本命法宝 到底是什么东西 刘顺义没有回答尸长星的问题 而是一脸笑意地看着尸长星 你很不错 已经是橙色的颜色 尸长星有些茫然 什么意思 什么颜色 而刘顺义则是黑黑一笑 其实我这本命葫芦 它是个至宝 而且还还有一个能力 尸长星 刘顺义直接操控葫芦 对准了尸长星 搜砰 尸长星直接被刘顺义 收进了葫芦中 而这葫芦里 就如同夜言所说 里面有天地 可那不是一片小天地 而是36片天地 每一片天地 都是独立的存在 这可真的是一个了不得的宝贝 同时 刘顺义也对着尸长星说道 你就在我这葫芦里 永生永世地做我的工具 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 甚至 我有什么好东西 我都还会第一时间想到你 尸长星瞬间感觉到 自己的未来一片的黑暗 不 前辈 我知道错了 你放我出去 我保证 我绝不会把前辈的事情说出去 我可以立试 刘顺义呵呵一笑 要不 你在我葫芦里好好狗活 要不 就是去死 尸长星眼看求饶 没有任何用处 他直接选择自爆 可 尸长星无论如何 想要自爆 他身体之中的灵气 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你 你这个魔鬼 尸长星终于是明白了 在这个葫芦里 他的一切 都已经不是他自己掌控了 生死 也只是在刘顺义的一瞬间之间 然后 尸长星直接跪在地上 双眼泛白 哈哈哈哈 疯了 刘顺义震惊了 卧槽 倒心那么脆弱的吗 然后刘顺义赶紧投胃 带有丹纹的醒神丹 尸长星蛋要吞入之后 眼神再次恢复了清明 不 为什么你 还得让我清醒 你 啊 尸长星头颅不断地去撞葫芦世界的石头 可一个原因 想要装死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尸长星再次崩溃 刘顺义再次投胃醒神丹 尸长星醒了 然后再次崩溃 刘顺义无奈 再次投胃醒神丹 尸长星沉默了 这一次 没有继续崩溃 而是呆滞地坐在地上 刘顺义叹息 哎 看来把你眷养起来 这种事情有些不切实际 一旦一个人没有了目标 知道自己往后黑暗的路 就没有了活下去的必要 既然萌生了死至 便等于是无用之人 尸长星惨然一笑 你说的没错 刘顺义最后摇了摇头 谁让我心善 那我就杀了你吧 尸长星 可最后 尸长星还是说道 多谢 而刘顺义 则是盘坐在地上 开始燃烧精血 燃烧神魂 燃烧肉体修炼 尸长星肉眼可见的身体 慢慢变成了干世 最后化为粉尘 而刘顺义的修为 也直接进入了 金丹中期圆满 结束了修炼 看着尸长星的名字消失 刘顺义 多少带着一些惋惜 你还可以继续成长 但是 你杀人杀得太害了 而且也知道太多 所以 只能领饭盒 同时 刘顺义感受到了 自己的修为的提升 刘顺义内心十分的震惊 燃烧一个 源源因修饰的神魂 精血 肉体为代价 摄取天地之间的灵气 自己便是金丹中期 嗯 若是我不断地燃烧原因修饰 岂不是短时间之内 就可进入原因 想到这里 刘顺义就有些激动 随后 就开始寻找目标 一谎言 三年的时间过去 刘顺义如今在秦州的 另外一半地方 有些猛逼 因为他发现 一个问题 这特么的 别说原因境界 就是金丹境界 他都所见甚少 而且进入金丹之后 金丹之下 还有金丹境界的人 连上大道金卷的资格都没有 而原先的林无道 也从橙色的名字 如今变成了紫色 这 特么的 刘顺义已经准备回去了 同时他也终于知道 为何秦州的修士 都在北半部 因为这秦州的南半部 是真的穷 不过 就在刘顺义即将要回去的时候 这秦州的南半部 忽然发生了一件大事 上古一记出现了 不知道是谁吼了这一嗓子 整个秦州瞬间炸锅 紧接着 刘顺义就看到 天空之中的虚空 瞬间打开了无数个 紧跟着 便是宗门之人 乘坐非洲 从虚空之内而出 最让刘顺义震惊的是 他看到了清联宗的非洲 而带队清联宗的人 是赵构 并且 其他宗门的人看到赵构 都是满脸的恐惧和尊敬 刘顺义 问 虚空在不断地震动 一道道的空间之门被打开 秦州凡是有些名气的宗门 几乎都在第一时 来到了这南半部 这是真的有大事 要发生了 刘顺义有些震惊 可这传言的 所谓的上古秘境 又是什么 刘顺义在这个地方的时间 虽然不长 但是也不算是太短 当初突破金丹境界 金丹不断地被摧毁 然后重塑 自己的一切修炼资源 都耗费得差不多 刘顺义也是想要寻找几个秘境 好好地搜刮一番 甚至刘顺义都想要回到天火秘境 去那沙漠的中心去 但是天火秘境 自己暂时是去不了 可这秦州南半部的地面 自己都搜查了无数次 也没有看到秘境啊 而且让刘顺义更加意外的是 此次清连宗带队的是赵构 而且 不仅仅是那些宗门的长老看赵构 眼神带着尊敬 刘顺义仔细地观察一下周围 才发现 是凡是认识赵构的人 面色都带着恐惧和尊敬 甚至 现在的赵构 让刘顺义感觉到有些陌生 怎说呢 之前的赵构 有些朝气蓬勃 而现在的赵构 有些失去了笑脸 身上反而是多出来一股 上位者的气势 至于赵构 对于那些对自己打招呼的人 也只是不苟言笑地点了点头 如此态度 竟然没有人不满 刘顺义很是好奇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让一个原本开朗的人 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此时 刘顺义直接拉着旁边的一位修士 道友 你认识那赵构 那修士看了看刘顺义 有些震惊 你竟然不认识赵构前辈 刘顺义咳嗽了一声 认识自然是认识 只是之前老夫一直在闭关 这才刚刚出关 就有些好奇这个人 我看你对他十分崇敬啊 那修士一脸的狂热 实不相瞒 赵构长老是我的偶像 而且 赵构长老可以说是金丹之内第一人 随后 安修士说的脸红脖子粗 刘顺义总算是明白了怎么回事 一个普度众生 直接屠城 不是 等等 你说的 该不会是净水城吧 那修士反而震惊了 你怎么知道 刘顺义也骂了 不是 他是真的没有 想要赵构背锅啊 还有就是 这赵构是不是先天背锅圣铁 这那么大的一口锅 你是接得又快又稳的 关键是 在刘顺义的仔细了解之下 才发现 这赵构 无论是出手的时机 出手的目的 那都是相当合理 甚至刘顺义都有一瞬间的恍惚 难道真的是他一个普度众生给屠城呢 当然 这不可能的 因为刘顺义十分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 他也只能面色古怪地看着那 站在非洲之上 神情肃穆的赵构 对了 兄弟 你说 你认识赵长老 刘顺义点头 认识 那修是此时满脸的激动 那你可能跟赵构长老说上话 刘顺义摆手 我认识赵构长老 他未必能够认识我 那修是满脸的可惜 唉 是我有些磨愣了 但是 我是真的想要拜师赵构长老 刘顺义愣了一下 你也是一修 那修是摇头 不 我是独修 刘顺义 如今秦州南半部 十分的热闹 从原来的平级之地 如今已经变成了修市聚集地 甚至所有的宗门 也都选择直接占据一片大山 之后有大能者 直接出手炼化一地 之后形成了一座座 带有宗门标志的宫殿 这等手段 实在是惊为天人 只不过 安都是在普通修市的眼中 刘顺义若是愿意 他也可以 因为金丹境界 就是能够移山填海 炼化万物为自己所用 当然了 刘顺义是不可能到处显摆的 他最近在调查 有关于上古秘境的事情 因为他完全没有发现 上古秘境 到底应该出现在哪里 又或者是说 有什么前兆 不过这只是其一 其二 刘顺义在调查天神教 现在的据点在哪 因为刘顺义 现在需要敌人 平白无辜地拉仇人 这一点有些不合适 虽然他刘顺义 也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为了自己 不分好坏地拉别人上榜 多少有些良心过不去 但是对于天神教 刘顺义 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道要 道要 请留步 这一天 刘顺义正在一座城里闲逛 忽然就被一位 丑陋到了极致的女子教主 这女子不仅丑 脸上还长满了脑包 嗯 看着很像是癞蛤蟆 嘿嘿 这位 姑娘 所为何事 那女子咯咯一笑 道要 可有兴趣搞一下 哟 刘顺义当场喷了 没兴趣 刘顺义转身就要走 可那女子 忽然抱住刘顺义胳膊 放心 我有分寸 再说 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搞了 说着 那女子拿出两个一模一样的铃铛 就连铛铛上的缺口 都一模一样 沉 那女子赶紧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刘顺义点了点头 紫紫 小帅哥 走走走 到我房间里来 刘顺义 此时有一些过往的修士 都不由对刘顺义竖起了大拇指 实在是 这陈巧莉的装扮 太特么恶心了 此时来到了陈巧莉的房间 刘顺义多少有些震惊 因为 陈巧莉的住所 也太过于普通 甚至没有一点的防备 你真的是陈师姐 陈巧莉朝着四周看了看 随后笑着说道 既然是改变了样貌 那自己的性格 也要改变一下 我的性格太过于谨慎 这也是我的一种标志 若是这个性格不隐藏起来 不是告诉别人 我就是陈巧莉 刘顺义挠头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 但是我想问的是 那些得罪你的人 估计是死得毫无痕迹 你确定会有人认识你 陈巧莉白首 谨慎义些总没错 刘顺义无言以对 好像 这确实也是一种谨慎 忽然 刘顺义觉得 自己在这方面 似乎和师姐相比较起来 是真的有些差距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说说我们的事情 陈巧莉再次确认了一下周围情况 之后才说到 这次的上古秘境 是一个顶级秘境 里面的东西 可以说 十分难以想象 里面天才地宝无数 法宝同样无数 甚至高级零食 或者是顶级零食 都是按照一座一座的来计算 可以说 此次秘境 决定了一个宗门之后的发展 刘顺义震惊 那岂不是说 这秘境 可能要死很多人 陈巧莉笑了笑 死很多人 啊不不不 你应该说 此次秘境 将会有那些宗门会被灭 因为秘境出来之后 那是所有宗门 都会倾巢出洞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顶级秘境出来 才是修真界的巨大风波 甚至 这种秘境出来 甚至有很多老怪物 都会下场 因为秘境之中 有老怪物需要的东西 刘顺义听着这秘境的可怕性 不由的头皮发麻 那师姐 你这次还想要搞一波大的 这种情况 我们真的能搞一波大的 陈巧莉点头 这次的秘境太过于离谱 但是你也无需担心 因为秘境的层次不一样 炼器境界的修饰 在秘境的边缘蹭一蹭 就是莫大的机缘 筑机修饰 秘境第一层就已经是极限 至于秘境第三层 那才是秘境的核心 但是这第三层秘境 也是鱼龙混杂之地 因为这层秘境之中 有原音修饰 也有化神修饰 秘境第四层 那是宗门真正的大能 所战斗的地方 具体第四层是什么情况 没有人知道 而且 我们这个境界 也无全知道 而我这次所要的东西 则是第三层的一颗丹药 名为补天丹 刘顺义吞了吞口水 也就是说 我和你都需要去第三层 陈巧莉点头 作为报酬 得到那补天丹 我直接分你一个 因为我有双心境 刘顺义没有着急答应 反而是问到 补天丹有什么用 陈巧莉面色严肃 可以让自己重生 并且恢复到巅峰状态 甚至重塑自己的资质 刘顺义 这东西 确实逆天 可对于刘顺义而言 似乎并没有什么用啊 但是 这对于陈巧莉而言 用处似乎有点大 因为陈巧莉有双心境 她若是得到这补天丹 完全可以一天复制一枚 长此以往 这陈巧莉 怕是都死不掉 看着刘顺义 有些兴致缺缺 陈巧莉再次说道 当然 你若是看不上这补天丹 到时候 在秘境之中 你若是看上任何东西 我都帮你取来 而且 你尽管放心 在秘境之中 我绝对保你安全 刘顺义点头 好 我答应了 陈巧莉笑着点头 随后 她拿出一个储物袋 这是给你的 刘顺义有些疑惑 因为里面全是红色的果子 这是什么 陈巧莉平静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但是这东西 可以拓展石海 提高精神力 只是扩充精神力的时候 会很头疼 刘顺义直接无视副作用 只是听功效 刘顺义就感觉 这是好东西 多谢师姐 陈巧莉摆手 这也算是报酬 刘顺义点头 他直接收起了这果子 暂时没有去吃 毕竟 大道金卷上 只有林无道一个人的名字 刘顺义有些不安心 对了 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我感觉 自从我的助击之物的能力 是道法混源 我的隐秘之法 应该没有人看得出来啊 陈巧莉点头 确实看不出来 但是 我偶然之间 看到你买东西 甚至还写了一些独特的字 那种字 只有你能够写出来 刘顺义 他确实买了很多东西 甚至写上了小传 大致的意思是 老乡 看这里 别的帮不了多少 但是我在这里 给你留下来很多修炼资源 当然 你也不要怕看不懂 因为刘顺义 标注了拼音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个举动 竟然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而陈巧莉这个时候 也再次说道 你也太不小心了 虽然我知道 你那有可能是给你那 虚无缥缈的家人留的 但是你都不知道岁月 还没有一点保护和防盗 我为你加持了一些阵法 破阵的关键 也是需要认识你的那些字 刘顺义愣了一下 随后 对着陈巧莉行礼 多谢师姐 陈巧莉摆手 小事 这段时间 我需要好好准备 到时候 我会再次换一个身份和面貌 但是我到了秘境之后 会挂一个铃铛 刘顺义点头 若是没什么事情 你该走了 都一个时辰了 刘顺义 陈巧莉笑了笑 修真戒也不缺少一些 如狼似虎女子 若是真的有一个时辰的时间 那也别去秘境了 等着被一些虎狼给你圈禁吧 刘顺义这个时候赶紧走 等等 你就这样出去 刘顺义瞬间了然 然后随便找了个木棍当拐杖 刘顺义幻化了一张眼圈发黑 面色苍白的脸 之后才晃晃悠悠地走出去 不过 当刘顺义走出去之后 面色更加惨白 因为暗中 是真的有一些眼神冒着光的女子 一直看着她 不过 当看到刘顺义这样子 那些人瞬间就失去了兴趣 刘顺义此时看了看大道经卷 上面还只是林无道的名字 不由地吞了吞口水 笔耶 你特么确定 那什么过度 不是想杀我 金色毛笔十分平静 刘顺义内心绷紧 再次记住了这样一个bug 想了想 刘顺义再次掏出 穿越修针指南 然后拿出毛笔 刷刷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千万不要沉迷女色 因为那什么 女人若是想要杀你 无需动杀星 真的扛不住 当然 你要是带有什么种码系统 或者是多子多福系统 但我没说 不过 刘顺义忽然觉得 若是真的带系统 也不可能看到 自己这穿越修针指南 写完之后 刘顺义赶紧把书收起来 然后迅速地离开此地 真的太可怕了 不过半个月的时间 秦州的南半部变化 是真的大 刘顺义打听到了秘境的消息 秘境还有一年的时间 就会出现 不过 秘境不是在地上 而是在天上 虽然 秘境没有出现 但是刘顺义 反而是见到了好多人 人山人海的那种 而且清一色的都是修士 只不过 刘顺义见到修为最高的 也就是金丹 原因修士和原因以上的 刘顺义都没有见到过 反正原因修士 是轻易地不会出现 而刘顺义 就有些无语 因为金丹境界的修士 都不配成为敌人了 见不到原因 不好操作呀 这大道金卷 多少有些挑剔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 他终于找到了天神教的驻弟 刘顺义 那是一个高兴 天神教 我特么来了 刘顺义很是兴奋 直接抓了一个天神教的弟子 杀了 然后换上了衣服 之后 就朝着天神教驻弟走去 没过多久 刘顺义 就来到了天神教的驻弟 可很快 就被两人拦住 你爹 干什么爹 那天神教弟子询问 听着口音 刘顺义忍不住地想要抽他们 但是 为了自己的大忌 暂时还不能动手 刘顺义这个时候赶紧说道 我爹 嗯 我叫甘里娘 此次前来 是要向大人汇报工作 那两人 小眼睛充满了迷茫 甘里娘 没听说过 刘顺义摆手 不是不是 是甘里娘 哦 我们是说的甘里娘啊 阁下 刘顺义忍不住了 操 随后直接两巴掌 抽爆了两人的脑袋 这动静 瞬间引起了天神教 其他人的注意 一瞬间 就冲出来无数天神教的弟子 刘顺义转身就走 只是刘顺义 还没有走出去多久 一位身穿巨大长袍的女子 直接让那些弟子回去 刘顺义愣了一下 而那女子 则是从驻地之中走出 看着刘顺义问道 你是藤野松下的下属吧 刘顺义愣了一下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刘顺义还是点头 啊 对对对 我是 谁知道 那女子笑容十分柔和 甚至有些阳光 之后 她直接掏出一把短刀 扔在刘顺义面前 刘顺义 那女子再次说道 藤野松下请求我 想要最高规格的自裁 我同意了 身为她的属下 你也同样是最高规格的自裁方式 所以 你切负吧 刘顺义 你嘛 我随便套了一件衣服 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 刘顺义有些惆怅地看着这女人 我就是来好好的逛一圈 你为何要逼我呢 那女子 扑扑扑 青瓶剑化作一道流光 不停的人群之中穿梭 几乎不到十秒的时间 这一片的人全部死光 唯有那穿着长袍的女子 没有死 可此时她已经面露骇然 金丹修士 你到底是谁 刘顺义呵呵一笑 老子日穿钢板 说完 刘顺义转身就跑 当然 她不是真的跑 因为天神教实在是做得太过于隐秘 哪怕是这个驻地 也不过是一个分布 至于为何不杀那女人 为的就是跟踪这个女人 找到其他的天神教驻地 果不其然 这个分布被灭了 那女人也吓傻了 因为死的 只剩下她一个人 她此时啊 要赶紧汇报这边的情况 最为主要的是 日穿钢板 那不是安倍落雪早先碾死的护卫吗 这是安倍落雪的意思 这件事情 事关重要 她必须要向门主汇报 刘顺义一直紧随其后 大概过了两天的时间 刘顺义震惊地看着那女子所去的方向 因为那方向 距离青莲宗的驻地不远 不 更加准确来说 这群人所在的地方 就是特么青莲宗 刘顺义傻眼 不是 这群掉毛 为何总是跟青莲宗过不去 驻地都特么藏在青莲宗里面 这是怎么回事 刘顺义有些不明白 想了想 刘顺义 也直接进入了青莲宗的驻地之内 当然 刘顺义之所以 如此简单地进入青莲宗的驻地 那完全多亏了陈巧莉 陈巧莉给的正法令牌 可以随便地进入青莲宗的正法 没办法 陈巧莉的正法之道 实在是过于恐怖 进入青莲宗之内 刘顺义再次傻眼 因为天神教的人 就这样堂而皇之地 在青莲宗之内的一些其他房间 甚至牌子都挂出来了 不是 这青莲宗是哪样 甚至刘顺义朝着天神教那边走了过去 再次被人拦住 天神教驻地 你不能进去 刘顺义当即就火了 不过他没有立即发火 而是慢慢地退下 可刘顺义怎么想 都怎么觉得不对劲 不对啊 刘顺义忽然发现 这群人虽然穿着青莲宗弟子的衣服 但是 那些衣服 好像都有些破损 甚至有些人 就是衣服都不会穿 刘顺义这个时候 再次看了看青莲宗的牌子 又看了看那些弟子 终于明白了 这是在扯虎皮 说来也是 最近这段时间 赵构的名字 可谓是威名远扬 谁敢冒充青莲宗 也正是因为 不敢冒充青莲宗 所以 这地方出现青莲宗驻地 也不会有人怀疑 刘顺义此时笑了 到时候 他们不管做出什么事情 那都是青莲宗的锅 既然如此 刘顺义忽然笑了 赵构啊 老哥我再给你增加一点威望 说完 刘顺义直接升空 一瞬间 他浑身冒着绿色的光芒 当然 这是他目属性的灵气 附带治疗效果 但是和别人不同的是 他在目属性的灵气之中 加上了电磁力 天神教 二等竟然敢冒充我青莲宗 是真的当我赵构不存在 普度众生 刘顺义话音刚落 绿色光芒瞬间万丈 而且在那绿色的电磁力之下 那天神教爆炸的样子 就和当初那些人爆炸的样子 如出一辙 一瞬间 天神教覆灭 而刘顺义在光芒消散之后 转身就跑 等刘顺义走后 就有修饰感来 当他们看到 那下方假冒的青莲宗之内 血流成河的景象 并且从上到下 没有一点生机 众人不由地倒抽一口冷气 赵构长老 太过于恐怖 青莲宗赵构 最近可谓是名声大噪 甚至之前对于赵构 还有怀疑的人 最近也完全打消了自身的怀疑 因为天神教 搞了个假冒的青莲宗筑地 赵构 一怒之下 接连拔出了很多天神教的据点 而且手段很辣 凡是赵构所到之地 天神教必然无人生还 同时 这也更加坐实了 赵构乃是金丹之中第一人 因为天神教的那些筑地 都有金丹修士 甚至有的金丹修士 都不下三个 但是 赵构 是看都没有看一眼 金丹修士 就被他普度众生 直接秒杀 甚至还有人评价 普度众生之下 一切平等 这个评价 瞬间把赵构 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此时 青莲宗筑地的宫殿之内 青莲宗大长老王阳之 有些和颜悦色地 找到了赵构 道友 虽然我知道 你是为了我青莲宗 但是你这下手 确实太狠了一点 赵构 想了想 赵构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我最近又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王阳之有些无语 你做了什么 你不知道 等等 难道你是想要我夸你 好好好 王阳之心中有些疑惑 可之后还是摇头 对了 赵构长老 天神教的八骑士 和你预定了生死战 你看 赵构神情淡漠 哦 地点 王阳之愣了一下 嗯 赵构长老之前 还装作唯唯诺诺 怎么最近不装了 王阳之直接告诉了赵构地点 时间 不过王阳之 还是有些没有底 赵构长老 那八骑士 可是金丹大圆满 甚至快要进入假阴境界 你真的有把握 赵构依然神色平淡 无妨 王阳之点头 然后告退 等王阳之走后 赵构再次拿出一本上古经络书 仔仔细细的研究 刘顺义最近很事无语 因为这天神教的人 像是见不得光的老鼠 尼玛 筑地是东一个 西边一个 而且筑地还都建造在山洞中 或者是地下 人员分散的到处都是 这些天 他之所以打着赵构的名义 是因为这些人 特么的 连成为自己的敌人都不配 所以 刘顺义也就为赵构多 提升一点声望 不过 当刘顺义听到 赵构要和太天神教的 第一金丹生死动 刘顺义惊呆了 卧槽 小赵啊 你这让我有点难骂 刘顺义想了想 最后开始打听 那什么八骑士的下落 虽然不至于截杀 可最起码 先给他弄成残废再说 刘顺义这边开始忙活 但是 刘顺义始终没有找到 八骑士到底在哪 甚至天神教真正的筑地在哪 刘顺义也不知道 可就在刘顺义一筹莫展的时候 大道金卷洞了 安培鬼车 橙色极品 安培落雪 红色 围 迷路丸 红色极品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忽然多出来如此之多的敌人 而且这品项 都十分离谱的高级 虽然有敌人是好好事 可问题是 我是怎么得罪这些人的 等一下 不会真的有日川钢板这个人吧 刘顺义想了很多种可能 可似乎 这才是唯一的可能性 当然 有了名字 刘顺义就能很快地找到天神教的筑地 因为上了大道金卷的人 只要和自己距离很近 大道金卷就会一闪一闪的 距离越近 闪烁的频率就越快 刘顺义看着那不断闪烁的安倍鬼车 逐渐地靠近了天神教的筑地 好家伙 这天神教的筑地 竟然在一片湖泊下面 这特么的 当真是会藏啊 原本 刘顺义想要混进去 可忽然 刘顺义看着那湖面 眼神忽然亮了起来 这里应该是天神教的总筑地 既然你建造在湖中 刘顺义做了个标记 然后悄然离开 不过他没有走太远 他要等那个什么八骑士 结果 刘顺义是完全失算了 因为刘顺义整整蹲点了半个月 依然没有看到八骑士的身影 可就在今天 忽然有修士大喊 走走走 今天是赵构长老和八骑士的生死之战 听话两人都是金丹第一人 此战过后 那将会完全证明 谁才是金丹第一人 一瞬间 几乎所有的修士 都朝着一个地方聚集 刘顺义 我尼玛 老子蹲了半天 这八骑士不在住地 还有那赵构 我去 刘顺义坐不住了 虽然和赵构没有多少交集 但是赵构为自己背了那么多的锅 刘顺义早就把赵构当成了兄弟 赵构为自己负重前行 自己也绝不能让赵构有生命危险 想到如此 刘顺义加快了步伐 甚至他心中也想好了计划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他只能用自己原本的身份露一手 刚好可以和自己现在的身份 做出一个鲜明的对比 虽然他很想把原本的身份好好地藏起来 但是为了赵构 暴露一下也无所谓 没过多久 刘顺义也终于是来到了观战戏之地 此时 刘顺义抬头望去 刚好看到赵构神色淡然 穿着一身白色长袍 站在山巅 有种飘然若鲜的气魄 而站在另外一座山巅 和赵构对视的 则是一位赤裸上身 五官狂野的大汉 那就是八骑士 眼看人来得差不多 那八骑士看着赵构 哈哈大笑 哈哈 就你这个小身板 就凭借你那哄骗人的把戏 也配称之为金丹第一人 来来来 今天就让本大爷捏碎你的丹 面对这人的嘲讽 赵构也只是呵呵一笑 这些年来 我所经历的事情 不是你能够想象的 就你这一点微谋的道行 还是不要在我面前显摆 因为 我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命运 逼得走到了更为离谱的道 说到这里 赵构的脸上 写满了惆怅 一瞬间 赵构的那些狂粉 也瞬间嗷嗷叫 刘顺义是冷汗直冒 老赵啊 你要不先等等 我特么还没有让那家伙上网 你别着急啊 刘顺义内心有些焦急 然而 那八骑士 完全不给刘顺义可操作的机会 八骑士 直接祭出本命法宝 那是一把血光长刀 上面 还带着一股十分邪恶的气息 那血光长刀刚出现 天地都为之变色 就是天空之上的云 都被侵染成了红色 甚至能够看到 有很多冤魂在云层之内咆哮 刷 那血光长刀 朝着在赵构砍去 血光漫天 那一刀的威力 更是让人感觉到了胆寒 刘顺义此时 已经准备呼唤出轻平剑 他准备出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赵构动了 他只是伸出一根手指 一点绿色光芒 从他指尖绽放 哗啦 顷刻之间 血色长刀破碎 天空也重新放晴 那八骑士更是被本命法宝反噬的大口喷血 此刻 天地寂静 落真可闻 赵构最后灵力直接包裹住了那八骑士 啊 八骑士惨叫 然后在一群人目瞪口呆之下 被赵构那绿色的灵力 最后完全灼烧成了飞灰 做完这一切 赵构沉默了很长时间 之后偏然而去 那可是十足的高手风范 刘顺义也是瞪大了双眼 因为这一次他是真的没有动手 赵构长老和八骑士的一战 直接被人才吹爆 无他 赵构成了名副其实的金丹第一人 而且是越穿越离谱 甚至有人说赵构金丹致敬 甚至可以挑战原因 而且这件事情还真的不是说说 因为赵构抹杀那白八骑士 简直是顺杀 就连本本命法宝都没有寄出 当然 也因为赵构的出名 此时其他宗门的人 对于青莲宗是更加忌惮 实在是 赵构的手段过于诡异 甚至有些宗门已经下达了命令 有赵构在的地方 能退则退 千万不能与之为敌 于是乎 如今在修真界 赵构简直成了同境界无敌的代名词 甚至有些早已经成名 想要挑战赵构的金丹修士 在八骑士被秒杀之后 也直接失去了生意 此时 刘顺义已经恢复了自己本来的身份 刘顺义一身白衣 气质儒雅 像是一个读书人 也同样是一个翩翩公子 如今 刘顺义正在和赵构走在一起 两人都如同仙人 而赵构对刘顺义也十分有好感 无他 因为刘顺义是炼丹师 虽然只有助击出妻 但 三阶炼丹师的身份 也是和他平起平坐 而且 两人很是聊得来 比如说 有关乙医术 还有草药 那都是十分相同的话题 不过熟络了之后 刘顺义还是忍不住问道 赵老哥 我还是十分好奇 你是怎么让那八骑士 就那么死的 死得渣渣 都不上 说到这个话题 赵构的面色 就像是吃了死苍蝇 刘顺义笑了笑 我也只是好奇 若是实在不方便 便不说 赵构四处看了他 最后叹息一声 我是一休 所行之道 是一者人心 救治众生 赵构像是在解释 可同样的 也像是在告别 可总是事与愿违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就莫名其妙地 医术杀人于无形 一开始 我觉得和我没有关系 可普渡众生之后 我认为 是我修炼出了问题 可 总有一些事情 是真的很梦幻 因为 我在回去好生研究 医学之路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十分离谱的问题 赵构看着刘顺义说道 你能相信吗 人体是活物 刘顺义 思索了一下 刘顺义有些不确定 你是说 人体就像是许多 有生命的活物组成 是这个意思吗 赵构点头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 这是不会最为主要的 主要是 那些东西 就像是天地之间的一种规律 它们按照这种规律进行 才能形成一个个体 但是也有些活物 实在破坏这种规矩 这才导致人生病 而我 只需要抑制那些 破坏规矩的活物 人的身体就会瞬间爆炸 或者化为浓水 当然 我也可以让一个人的伤口 不断扩大 撕裂 最后也能办到 让人化为飞灰的下场 那八骑士就是 刘顺义听完之后 只感觉几倍发凉 好家伙 我这是逼出来一个 多恐怖的人才 刘顺义想了想 这个时候忽然问道 那你 往后还治病救人吗 对于这个问题 赵构想了很久 可最后还是说道 应该会吧 但是我有点不敢 心里有阴影 刘顺义 他只能心中默默地 说出一句抱歉 可忽然 赵构面色愤怒了起来 因为他看到一个人 那个算命的 你给我站住 赵构直接冲了出去 而远远的 眼角贴有 高药的算命先生 看到赵构 更是瞳孔一收 摊子都不要了 赶紧跑 可最后 赵构一句话 那算命的瞬间 浑身颤抖 你若是再跑 我可就为你治病了 那算命的 吓得差点没有跪在地上 等到赵构来到他面前 那算命的 才露出一个 鼻苦还难看的笑脸 赵构此时满脸的怒气 你个牛鼻子 当初就是听了你的话 选择一休 就能成就大盗 就能够服援身后 可我现在 说到这里 赵构忽然愣住 那算命的 也是尴尬地笑了笑 嗨嗨 赵长老 你现在不就成就大盗了 而且 还是青莲宗的长老 身份高贵 可不就服援身后 赵构脸色变了变 因为 这算命的 好像说得有道理 可 这不是赵构想要的呀 此时赵构压低了声音问道 能不能让我换个方式 服援身后 那算命的有些无语 我是算命的 不是神仙 我所说 只是看到了你的命图的一部分 再说 我若是有那种手段 我早就飞升上界了不是 赵构此时笑了笑 我看你有病 那算命的满头冷汗 等等 我倒是有个办法 但是命运这东西 这那不好说 我只能给你变一次 是随机的 好坏不定 你确定要变吗 但是这是随机的 好坏我无法左右 赵构愣住 然后陷入了沉思 可最后 赵构还是选择了放弃 算了 不改了 而且我感觉我的运气很差 尤其是和你沾染上了 运气就更加差的离谱 那算命的老先生 呵呵一笑 可忽然 那算命的老先生 忽然看着刘顺义 有些呆滞 小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刘顺义愣了一下 随后笑了笑 怎么 你要给我算命 那算命先生 上下打量刘顺义 眼神之中充满了惊意 你的命运飘忽不定 甚至我感觉 你随时都有陨落的风险 你若是信得过我 我 啪 哎呦 那算命的话 还没有说完 忽然就感觉老脸一疼 像是被什么东西抽了一下 谁 谁在偷袭我 赵构四处看了看 有些茫然 而刘顺义 则是有点猛逼 因为这老头 被毛笔抽了 找不到人 那老头再次笑呵呵地 看着刘顺义 真的 老夫观察你 最近劫云照顶 近些日子 必然有血光之灾 但是只要你给我点钱 我能 啪啪啪啪 老头被抽得 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草 到底是谁暗算老夫 算命的 再次四处张望 可 依然没有人 这算命的老头挠头 这 难道有脏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 那算命的老头 忽然感觉到 一股十分危险的气息 笼罩在他头顶 老头抬头 什么都没有看到 倒是刘顺义 有些猛逼地看着那 悬浮在老头头顶的毛笔 因为方才的一具脏东西 让那毛笔十分愤怒 此时 毛笔的笔刷 开始不断地散发着金光 金光凝结成剑 卧槽 不至于 金卷大爷 让他回来 刘顺义内心赶紧说道 大道金卷震动了一下 那毛笔瞬间飞了回来 但是笔杆子还在震动 显然气得不轻 那算命的老头 此时吞了吞口水 我咋感觉 我刚刚在死亡的边缘走了一遭 赵狗呵呵一笑 怕是你学医不经 乱算命 老天爷看不下去了 想劈了你 刘顺义惊讶地看了一眼赵狗 好家伙 虽然不是 但是这赵狗 说得也算对 而那算命的 听了赵狗的话 心里也有些感悟 之后 他赶紧推演了一番 面色瞬间变得惨白 两位抱歉 我家祖坟不知道什么原因炸了 我要赶紧回去一趟 赵狗和刘顺义对视了一眼 都无比的沉默 随后 两人再次逛了很久 都分别说 有事离开 算命的老头 可不是真的说说 他家的祖坟确实炸了 不仅仅是祖坟炸了 连牌位都炸了 那算命的回到家之后 更是满脸恐惧 因为在大堂之中 做了三个 穿着衣服的骷髅架子 卧槽 算命的老头 转身就要跑 可这边刚转身 碰 房门自动关上 那算命老头 再次吞了吞口水 然后慢慢地转身 可他这边刚转身 就和三个骷髅头脸对脸 距离不到五厘米 那老头咧嘴 黑黑一笑 最后双眼一番 直接贪婪地倒地 那三具骷髅 相互对视了一眼 最后有个骷髅蹲下去 手指指骨 掐合老头的人中 不多时 老头醒来 然后三个骷髅 形成了三角形 一同看向老头 老头瞬间身体绷直 头一歪 再次昏厥了过去 三个骷髅 一同挠了挠头 自己的光滑的头骨 最后只能扛着老头就跑 所去不知何地 但是 最后淹没在了一阵浓烟之中 赵构没什么事情 甚至比想象之中过得好 刘顺义 也就不担心赵构 此时 他已经来到了天神教的驻地 也就是那片灰湖 刘顺义观察了几天 只会发现一个事情 那湖下面的天神教 每天都在吸收这湖中的灵气 准确来说 是湖中的一颗乳白色的珠子 所散发出来的灵气 而且 有那珠子存在 这湖水 也变成了灵力也 哦吼 你们靠着这湖水生存是吗 刘顺义呵呵一笑 直接脱了裤子放水 此时一直在观察 岸上情况的天神教成员 一瞬间脸都绿了 杀了他 有人说道 可就在他们想要冲上去的时候 刘顺义 嘿嘿一笑 他直接拿出一个封锁大阵 这些天神教的成员 全部封锁了进去 那群人刚刚冲到湖面 就被封锁大阵挡住 混蛋 你弟 找死 刘顺义站在水面上 看着这群小樱花 嘴角露出一抹邪恶的笑容 刘顺义走了 然后没过多久 他直接带着一群牙猪 公猪 随后 刘顺义给这些猪都为了避水丹 还有几颗荷环丹 天神教的那些人 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可恶 该死的杂种 不要让我抓到你 不然 等等 你要干什么 紧跟着 他们就看到 刘顺义朝着水里倒了一些粉红色 还冒着粉红色烟的液体 做完这些 刘顺义直接把那一群猪全部踢下水 然后拿了个水晶球 把这里的所有事情 全部投影到了空中 让全情周人 都看着天神教的那些人 而刘顺义 则是在水晶球上写着 制作人 一代迷太郎 做完这些 刘顺义瞬间消失 哄 另外一处天神教驻地 安培落雪 看着天空之上的投影 浑身都冒着冰冷的寒 尤其是看到安培鬼车 也开始抑制不住地 开始抱着猪 不 是被猪抱着 他的面色更是直绿了 气得他 一把拍碎了桌子 给我查 到底是谁干的 还有那个一代米太郎 又是谁 我要你们抓活的 我要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然而 不仅仅是安培落雪震怒 因为一个安培鬼车的原因 整个安培家族都震怒 甚至整个天神教都开始动荡 他们开始在寻找刘顺义的踪迹 而刘顺义此时十分的兴奋 因为这回 他彻底不用愁了 大道经卷上 多出来一个很多东西 安培家族 金色烈 安培擎天 金色极品 千本茶茶 金色烈 千本松下 金色烈 日照八下 金色诀 天神教 金色诀 现在有了敌人 而且 还是那么一大票的敌人 刘顺义很是兴奋 就像是之前没钱 可现在 忽然暴富一样 当然 刘顺义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赶紧走 毕竟大道经卷上的名字 几乎全特么是金色 他现在要赶紧找个地方闭关 想到如此 刘顺义一直跑路 转眼之间 时间再次过去一个月 刘顺义十分疑惑 按照道理而言 天神教承受了如此奇耻大辱 应该对自己恨之入骨才对 可为什么 最近这段时间 天神教依然安静 有点不对劲 刘顺义原本想要好好修炼一番 但是 他现在 反而是不着急 因为现在自己的敌人那么多 完全不担心暴毙 他现在唯一想要弄清楚的是 天神教为什么不来找自己的麻烦 自己做的事情 可是得罪了整个天神教 可即便如此 天神教依然没有第一时间来搜寻自己 那必然是有更为重要的事情 既然是天神教重要的事情 那他刘顺义必然要捣乱一下 想到如此 刘顺义直接走出自己藏身的山洞 朝着外面走去 只是 刘顺义刚走出去就有些傻眼 因为 这秦州南半部的人变得更多 这都不是最主要的 关键是这些人 如今面色都十分严肃 甚至有些人的面色都有些难看 忽然 刘顺义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让他意料之外的人 赵青 刘顺义偷偷地走到了赵青身旁 随后低声说道 小河 财路尖尖角 赵青惊疑地看着 这改变了面貌的刘顺义 早有蜻蜓立上头 刘顺义点头 赵青朝着四周看了看 也是低声说道 换个地方 刘顺义点头 没过多久 刘顺义和赵青 来到了一个偏僻的茶丝 两人随便点了一些东西 赵青笑着说道 我倒是没有想到 你也会来这里 刘顺义此时呵呵笑了笑 我也没有想到 你会来 赵青无奈 上古秘境出现 身为修仙之人 怎么可能不来看看 不过话说回来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 刘顺义直接说道 助击中期 赵青黑黑一笑 我已经助击大员满了 马上就要迈入金丹境界 刘兄 你还需要努力啊 刘顺义也是笑了笑 没有继续在境界上多讨论 对了 最近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看他们的脸色那么难看 说起这个事情 赵青同样面色严肃 因为此次上古的秘境的事情 实在是关乎重大 来的人可不仅仅是秦州的宗门 秦州之外 也有很多宗门会来 甚至听说 中州的天极圣地也会来人 李顺义皱眉 脑海中再次解锁了一个新的势力 不过刘顺义暂时没有说话 而是继续听赵青讲 而赵青也是 稍微地喝了一口酒水 才再次低声说道 其实天极圣地来 对于秦州的修士而言也不算意外 甚至也没有什么好恐慌的 可关键的问题是 天神教不知道如何勾搭上了天极圣地 现在成为了天极圣地的走狗 天神教成为天极圣地的走狗 那对于此次秘境之行 可就有些生死难料 刘顺义皱起了眉头 天极圣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天神教只是当了天极圣地的一条狗 就已经牛逼成这样 赵青有些古怪地看着刘顺义 你身为青莲宗的弟子 青莲宗应该有天极圣地的资料才对 你没有看 刘顺义有些无语 有没有可能 我即便是青莲宗的弟子 我也接触不到这些 赵青看了看刘顺义 这才猛然想起来 哦 对 你是杂林根 我瞎意识地以为 你和我是一种林根 刘顺义无语地看着赵青那 有些带着炫耀的小眼神 行了 先说说天极圣地 到底是什么情况 赵青双手 缩在自己的大袖之中 神情平静地解释 最为简单来说 天极圣地 相当于整个修真界的王朝一般的存在 只是修真界没有什么王朝制度 至于天极圣地到底有多强大 举个例子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宗门 若是能够稍微和天极圣地搭上一点关系 短时间之内 那就是另一个青莲宗 刘顺义震惊 这样啊 刘顺义想着自己的大道经卷 陷入了沉思 我要是把整个天极圣地 都写在大道经卷上 那我岂不是无敌 刘顺义内心有些火热 可他现在依然十分冷静 只是有一点 刘顺义想不明白 按照你这样说 那岂不是说 天极圣地若是来此 整个秦州的宗门 都要巴结天极圣地 赵青点头 说的没错 刘顺义皱眉 那为何天神叫成了最后的赢家 他做了什么 赵青乐呵呵地说了一句 巴结天极圣地 不如巴结来天极圣地的人 听闻此次来秦州的那位大人 十分好色 而且还有龙阳之好 天神叫你是知道的 别说是人 前段时间把牙珠都给弄死了一片 满足那位大人的喜好 那可不是轻轻松松 刘顺义 这说的还真的是 而且 赵青还给刘顺义 说了一个更加炸裂的事情 你听话过安倍鬼车吗 刘顺义点头 赵青笑了笑 其实天神叫之所以如此迅速地 给那位大人当狗 几乎全开那个什么安倍鬼车 刘顺义惊疑 怎么说 赵青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那位大人好喜欢看戏 尤其是那种丧心病狂的戏 所以 安倍鬼车与狗 安倍鬼车与马 与牛 与 刘顺义听得目瞪口呆 我尼玛 虽然世界不同 可这群小樱花 还是玩得如此变态 当然 天神叫如何取悦天极圣地来人 刘顺义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 天神叫若是成了天极圣地的狗 那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刘顺义也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赵青听了之后略作迟疑 小宗门没有活路 大宗门也举不艰难 刘顺义犹豫了一下 要是那天极圣地来的人死在了这里 会如何 赵青深吸一口气 整个秦州都要完蛋 刘顺义 刘顺义暂时没有了弄死那天极圣地来人的想法 实在是 拉着整个秦州陪葬 这有些不值得 同样的 刘顺义也没有和赵青续救多久 赵青说是自己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赵青没有解释 刘顺义就没有多问 至于天神叫 刘顺义只是呵呵笑了笑 反正 现在整个天神叫都在大道经卷上 让天神叫在这次的秘境中 完全没有收获 甚至全部负面 这对于刘顺义而言 实在是过于轻松 只是在此之前 自己还是需要先修炼 和赵青分开之后 刘顺义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秘密山洞 进入山洞之中 刘顺义把大道经卷 翻开到了天神叫那一页 随后 刘顺义 开启燃血神拳 随后在不朽混元经的运转的情况之下 血魔经和狂雷经 同一时间运转 此时 天地之间的灵气 直接形成了一个漩涡 被刘顺义吸收 其实更为准确的来说 这已经不是在吸收天地灵气 而是在掠夺 可让刘顺义震惊的是 即便是他如此疯狂地吸收 大道经卷之上 天神叫的光芒 依然没有半分减弱 不对 更为准确地来说 那金色光芒之上 只是多出来一个小黑点 犹如蚂蚁一样大小 而那小黑点 一直在吸收那天神叫的光芒 我去 金色就是厉害 没有了后顾之忧 刘顺义再次开始疯狂修炼 转眼之间 时间过去了半年 刘顺义的修为 也成功地来到了金丹后期 外挂虽然很猛 可问题是 自己金丹境界所吸收的灵力 似乎有点多 而且 自己这疯狂地吸收下去 方芸几十里 都特么被自己吸收的 没有灵气 可以再次吸收 这也导致 刘顺义现在的境界提升 不得不终止 若非谢魔精 能够吸收别人的灵魂和精血 来提升实力 就这地方的天地灵气 怕是都无法让自己提升到金丹后期 而让刘顺义更为惊讶的是 此时他的山洞之外 已经聚集了很多修士 而且 还有一个原因初期的修士 这是摆明的 想要来杀自己的 可为何 大到金卷之上 没有按原音修士的名字 不过 现在不是研究这些的时候 刷 刘顺义直接换出了自己的本命法宝 那冒着黑气的葫芦 慢悠悠地走出了山洞 在刘顺义走出山洞的一刹那 周围的修士便蜂拥而上 哼 刘顺义精丹后期的气息 猛然散开 那些想要围攻自己的小卡拉米 直接爆炸 清理掉那些小卡拉米 场中就还剩一些精丹修士 和那个原因 看着这些人 刘顺义微微皱起了眉头 你们不是天神教的人 你们是谁 那原因境界的修士 微微眯起了眼睛 我家大人想要见你 刘顺义皱眉 你家大人是谁 那原因修士 已经失去了耐心 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说完 那原因修士 直接动用秘法 一道道灵力锁链 瞬间控制了刘顺义 啪大 刘顺义直接施展 施展了燃血神拳 同时也用葫芦 喷发了一道悲鸣剑剑气 这一剑 刘顺义自己都不知道 燃烧了多少精血 法力 还有神魂 但是效果十分可观 黑葫芦喷发的剑气 瞬间崩碎了 那原因修士的法力 那原因修士 也是十分震惊 你那是什么宝贝 原因修士并不认为 刘顺义这个金丹后期的喳喳 能够突破自己的灵力墙 所以 那葫芦一定不简单 而刘顺义 则是黑黑一笑 什么宝贝 那当然是大宝贝 说完 刘顺义把葫芦口 直接对准了那原因修士 哄 一道粗壮无比的激光 瞬息淹没了那原因修士 至于那两个金丹 直接就被那粗大的激光融化 但是当激光散去 那原因修完好无损地还活着 那粗壮的激光 都没有破开他的灵力护照 你不会真的以为 那原因修士 刚想要装一波 可紧跟着 他面色狂变 因为他看到 那葫芦里 再次喷出一道剑气 而且 那剑气速度十分迅速 转眼之间 洞穿他的眉心 哄 这原因修士的身体被瓦解 他的原因 瞬间飞了出来 可下一秒 那原因修士完全绝望 因为刘顺义的葫芦口 再次对准了他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会愚蠢地认为 自己两三下 就能杀一个原因吧 说完 那黑色的葫芦 再次喷出一道剑气 这道剑气 可是消耗了天神教 十分之一的光芒 所凝炼的悲鸣剑 哄 剑气几乎是形成了一道红线 瞬间斩了这人的原因 甚至就连空间 都有些错误 那人的原因 即将消散之时 在他最后的视线之中 他看到刘顺义 再次葫芦口对准了自己 呼呼呼 那是 凝聚的火焰 而且温度十分地高 这原因修士 只感觉到憋屈 自己堂堂原因啊 什么都没有做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还手 就死在了一个金丹的手上 若是能够重来一次 他绝对第一时间放大招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即便是他死了 刘顺义 还是封锁了这一片的天地 然后用本源之火 足足在这里 烧了三天三夜 甚至为了防止 有人看到这里的异象 他还特意布置了一个隐匿阵法 一直把这片地方 燃烧成了一片岩浆之地 刘顺义才离开 天神轿之内 一位长相阴柔的男子 在不断地享受天伦之乐 甚至在看着他那所谓的好戏 一旁 身穿白色长裙的安倍洛雪 也是十分细心地照顾这男子的一切 大人 若是抓到了那小贼 还请交给洛雪处置 那男子呵呵一笑 小事 随后看着安倍洛雪 眼神充满了猥琐 来 这里好好地帮我放松一下 安倍洛雪面色一红 好的 大人 然后安倍洛雪慢慢地蹲下身子 可就在这个时候 安倍洛雪忽然感觉到有些异样 扑扑扑 几乎在同一时间 天神那些修为低下之人 身体全部爆开 然后瞬间烟消云散 安倍洛雪满眼的震惊 然后他看向了那男子 当然 你可要为我天神教做主啊 那长相阴柔的男子 此时也面色难看 知道我在天神教 竟然还有人敢对天神教动手 还真的是胆大妄为 这是 在打他天机圣地的脸 也是在打他的脸 尹卫 给我好好查一查 这到底是谁的手贬 暗影之中 有人瞬间消失 安倍洛雪原本想要说什么 但是 这位大人不希望别人误逆他 安倍洛雪也就没有再说 但是 没有过去多久 那阴柔的男子就面色难看 什么 你说查不到 尹卫点头 是的大人 的确查不到 因为这些人死得完全没有痕迹 那感觉就像是凭空被杀 或者是说 更像是暴毙 而且大人 千万抓捕那一代米太郎的兄弟 魂牌也碎了 那阴柔的男子 面色阴沉的可怕 安倍洛雪 想要是什么 可就在这个时候 照顾的身影 逐渐地出现在他的视线之内 大 大人 他就是凶手 安倍洛雪指着赵构 神情激动地说道 那长相阴柔的男子 看到赵构 眉目之间有些疑惑 金丹初七 安倍洛雪点头 大人 别看他是金丹初七 但是他的手段诡异 而且 我们这些人的死 和他之前杀人的手段 如出一辙 那阴柔男子 抬手打断了安倍洛雪 而是眼神带着欣赏地 看着赵构 那些人是你杀的 赵构看了看 地面上还有些血污 沉思了一下 应该是吧 那阴柔的男子 眯了眯眼睛 所以 杀了人 还堂而皇之地 来到本座面前 是在挑衅 赵构赶紧摇头 不不不 大人您误会了 我是一个医修 行医治病 是我的责任 这话 直接把那男子说糊涂了 行医治病 你把人全部医治的渣渣 都不剩 赵构咳嗽了一声 那个 我最近在研发一些别的医术 既然要研发医术 自然是要在畜生身上 多做一些实验不适 不就是死了几个畜生吗 大人不至于和心疼你 这几个畜生吗 这话说的 让那阴柔男子 有些错愕 实在是 这家伙很会说话 那阴柔男子 沉默了半生 最后有些试探性的问道 你此次前来面见本座 所谓何事 赵构面带微笑 我是依修 你可知道 依修的含金量 那阴柔男子 赵构这个时候再次说道 大人若是信得过我 我会给你施展一下我的手段 你就知道我的价值 那阴柔的男子皱眉 沉默了许久 那男子这才说道 好 此时赵构灵力波动 慢慢地沉入了那男子的身体 几乎是寝客之间 那男子的一处暗伤 瞬间被治愈 这手段 直接让那男子猛逼 你 这是什么手段 赵构行礼 大人 这便是依修的厉害之处 无论你身上有任何疾病 只要我实力足够 我就能够为你治疗 那阴柔的男子 此时在看赵构的眼神 那简直是在看一个宝贝 哈哈 好 很好 你这依修 很不错 随后 那男子再次坐在椅子上 说吧 你来找本座 想要得到什么 此时赵构再次行礼 行礼之后 转身就跑 安培落雪 那男子 这是什么意思 可还没有等众人反应过来 碰 那阴柔的男子 有些疑惑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下面 此时正在血流如注 嗡 一瞬间 空间扭曲 天地都为之变色 而赵构 则是在狼狈地逃窜 哄 那阴柔的男子书 瞬间飞升而起 随后直接凝聚出一个真元大手 直接朝着赵构抓了过去 赵构感受到 自己逃不掉 只能灿然地一笑 不过 他的面色 倒是接受这种死亡 可让赵构没有想到的是 一道见光 直接挡住了 那真元大手 那阴柔的男子 原本想要发怒 可当看到激素英之后 瞬间面色变得惨白 激素英没有和那男子 多说任何话 他只是看了一眼赵构 赵构愣了一下 茫然地对激素英行礼 之后转身就走 看到赵构走了 激素英这才看向了那男子 你可有意见 那男子摇头 鸡姑娘说笑了 激素英点头 我来 也是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天神教和清廉宗的过节 你不要插手 那阴柔的男子有些犹豫 鸡姑娘 此次我代表的是天极圣殿 激素英眯起了眼睛 我知道了 那男子赶紧答应了下来 而激素英这个时候 看着那还在畜生做运动的安倍鬼车 直接一个念头过去 那安倍鬼车瞬间消散 看到这等手段 那长相阴柔的男子 瞬间不敢说话 此时 刘顺义还在逃跑 无他 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特么的 忽然冒出来一伙人疯狂地追杀自己 这都是一些什么人 疯了 刘顺义这一路上 都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关键的问题是 杀了一波又来一波 我尼玛 到底是哪个王八犊子 想要害我 就在这个时候 刘顺义感受到了大道金卷在震动 上面少了一个名字 也多出来一个名字 唐小仁 红色极品 刘顺义瞬间恼火 就你他妈想要 嗯 刘顺义原本以为是这所谓的唐小仁 想要害死自己 可他忽然发现 大道金卷上 还有一个人的名字 在不断地闪烁 林无道 刘顺义震惊 也就是说 这些人 是林无道的人 震惊过后 刘顺义眼神变得冰冷 反正 他现在大道金卷上 最低的都是红色品质 这林无道紫色的渣渣 那也没有必要留了 刘顺义直接葫芦 对准了林无道的方向 哄 一道巨大的激光 瞬间碾压一切 可随后 刘顺义眼神逐渐地变得震惊 林无道并没有现身 也没有对他出手 可就在方才的那一瞬间 刘顺义忽然感觉到 林无道的名字 闪过一丝金光 卧日 这也是个老六 刘顺义内心震动 可同时 他内心有种不好的预感 林无道 一个原因想修饰 没有理由不对自己动手 甚至在原因修饰的眼中 自己不应该是渣渣吗 那这林无道不动手的原因是什么 甚至 刘顺义仔细地想来 那些来我围堵自己的人 并没有想要杀他的意思 他们似乎 想要活捉自己 刘顺义的眼神 微微眯了起来 难道 这林无道 是联想到了什么 而且 从他让手下所作所为 怕不是想要贪图我身上的什么 忽然 刘顺义摸着下巴沉思 他一个原因老祖 不对自己动手 也许有一种可能 他不敢对自己动手 不是怕自己这样一个金丹小辈 而是怕自己身上的一种不确定性 刘顺义深吸一口气 他忽然觉得 自己身为穿越者 有点蛋疼 为什么老子没降之光滑 所遇到的修真之人 是一个比一个妖孽 刘顺义不确定 林无道是不是知道什么 但是 刘顺义笑了笑 你可能以为你隐藏得很好 但是 老子有JGS 你傻了吧 老子还有虚空所敌 想到如此 刘顺义直接盘坐 然后开始施杯名剑 他在燃烧自己的寿源 精血 法力 甚至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刘顺义更是吞了几颗毒丹 此时已经躲了很远的林无道 忽然就觉得浑身有些无力 紧跟着 他的头发也开始变得苍白 噗 林无道忽然跪在地上 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瓮 林无道赶紧盘坐 检查自己的身体 可越是检查 林无道的面色就越是震惊 但是 他的面色倒是没有多少担忧 反而 林无道对于目前的情况 充满了笑意 我其实并没有中毒 那么 我身体里面的毒是哪里来的 林无道眯起了眼睛 除非 他在吃毒药 至于我的血肉和兽源的消失 恐怕也是 他在使用某一种禁术 想到如此 林无道嘴角洋溢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这种手段 当真是 让人兴奋 呵呵 林无道低声说道 随后 他的身体 开始逐渐地消散 可让人震惊的是 林无道这边刚刚消散 一个婴儿忽然出现在 他原本消散的位置 看到那婴儿 婴儿赶紧拿出一块早就准备好的墙包 把婴包裹起来 那婴儿看着婴儿 口中发出一道稚嫩的声音 让我们的人全部退走 还有 往后遇到那家伙 绕着走 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 不要对那人气杀心 婴儿点头 可随后 婴儿再次挠头 可当然 他经常改变容貌 我们也不确定 会不会惹怒到了他 那婴儿笑了笑 我会把我天眼神通共享给你们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还有 有关于那家伙的事情 不要和任何人说 婴儿有些不理解 为啥 婴儿到此时笑了笑 因为 我判断出来 那家伙并非是随便找个人 就能让别人替他受伤 这其中有个必要的条件 而这个必要条件 就是想要害他 你自己说说 你们若是把他的秘密说出去 那就是想要害他 这个必要条件成立 那你们的生死 就会被他掌控 婴儿瞪大了双眼 那他岂不是活颜望 灵无道愣了一下 沉默了一会 灵无道点头 对 活颜望 空气中陷入了一阵的沉默 刘顺义此时看着远处 抱着一个婴儿狂奔的隐位 也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他竟然脱离了大道经卷 这一点 让刘顺义实在是没有想到 可仔细想一想 其实也不对 灵无道确实死了 只是灵无道死了 可他似乎使用了一种秘术 轮回了 重新轮回的灵无道 对自己没有杀心 所以就没有上网 刘顺义眼神微微眯起来 不行 这个人太妖孽了 刘顺义瞬间追了过去 因为此时瞪大了眼睛 大人 大人 他追过来了 怎么办 灵无道从强宝之中露出小脑袋 看着刘顺义 随后他不由地叹息 这天下阴节 当真是比比皆是 沉思了一下 灵无道忽然笑了起来 哼 他真的以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对付他了吗 放我下来 我要使用绝招了 尹卫点头 随后 他把灵无道放在地上 而灵无道 那小小的身影 背负双手 迎着夕阳 一脸的高深 二影子 你要好好看 好好学 这一招 我只教一遍 尹卫瞬间满脸的严肃 而等到刘顺义 来到进前之后 灵无道扑通一声跪下 爹 尹卫 Sigma A 刘顺义 下话线 场面再次陷入了沉默 刘顺义看着那光着定 一脸谄媚的婴儿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 应该怎么处理 尹卫此时也有点不知道说什么 实在是 这一切都过于猝不及防 爹 你放心 往后我 就是你儿子 你放心 你收了儿子 对你来说 绝对没有坏处 甚至儿子知道的可多了 刘顺义 爹 你要相信我 说完 看着刘顺义的神情 更是一脸的卖萌 刘顺义 此时刘顺义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灵无道说着 更是拿出了自己的储物戒指 爹 这是孩儿孝敬你的 作为认爹的礼物 刘顺义最后盘坐下来 不要叫我爹 若是可以 喊我大哥 灵无道立马点头 好的大哥 此时 刘顺义看着这婴儿灵无道 说说看 你对我都了解了多少 灵无道此时是一点隐瞒都没有 把自己对刘顺义的猜想 全部说出来 没有一点隐瞒 同时 灵无道在赌 他赌自己的真诚 是否能够让刘顺义不杀自己 然而 灵无道赌对了 刘顺义确实没有 想要杀灵无道 因为 灵无道的脑子有点厉害 手段 也有点高 其实 这都不是最为主要的 最为主要的是 灵无道很聪明 因为他知道 打不过 那就加入 这样的人 真的是人才 更为主要的是 秘境开启在即 灵无道的这股力量 对于自己来说 多少都有点用 刘顺义最终还是走了 来的时候 满怀杀意 走的时候 满脸猛逼 因为此时对自己家的大人 人设崩塌的有些厉害 灵无道看着尹卫 呵呵一笑 是不是很意外 我如此高傲之人 为何会忽然认怂 尹卫摇头 大人这样做 一定有大人的道理 灵无道此时坐在地上 两个小手抱着肩膀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尹卫有些疑惑 什么事情 灵无道叹息 只要对他产生杀意 那就要承担他所受到的任何伤害 拿着某种程度而言 他只要不是过于招摇 他就死不掉 尹卫不是很理解 若是按照大人所说 那他即便是很招摇 也没事 谁想害他 谁就被他掌握生死 灵无道像是在看傻子 你是不是觉得 修真戒都是蠢货 还是你觉得 那些能够活了成千上万年的老怪物 没有见识过更厉害的天才 你要明白一点 无论在如何逆天的天赋 都不是无敌的 他的天赋 确实某种意义上是无敌的 可也不是没有手段摆脱 说到这里 灵无道举了个例子 若是我是还化身境界 或者是合体境 你认为一个金丹的死 对我来说 是一种什么伤害 隐味摇头 不知道 灵无道再次解释 也不过是被轻轻地打一拳 即便是他有再多的人 替他承受他所受到的伤害 我一样可以摸死他 再换一个话题来说 哪怕是我打他 等于是打我自己 可他的天赋 终究是有个终点 这个终点 大不了就是 我和他同归于尽 但是 我依然能够通过轮回天赋 重新活过来 隐味还是不明白 那既然大人有办法能够杀他 为何 灵无道白手 我说的这个情况 是建立在他是一个蠢货 可他不是 这样的人 往后所到达的高度 无法估量 既然打不过 倒不如早早地加入 隐味点头 只是隐味还是有些怪异 甚至有些不确定地问 那我们 若是不忠心 会不会也会被火炎望掌握生死 灵无道忽然呆滞 然后和隐味对视沉默 但是不知道过了多久 隐无道才开口打破了沉默 那要不 暂时还是忠心吧 隐味点头 刘顺义再次找了个地方 隐藏了自己的身形 隐无道的事情 刘顺义暂时没有多想 收了隐无道 主要也是 看中了隐无道的情报能力 还有一点 那就是 隐无道是绝对的忠心 甚至隐无道估计也明白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对自己不利 那都会被他掌控生死 所以 对于隐无道 刘顺义反而是更加的放心 但是 之前刘顺义 也没有真的第一时间走 他暗中偷偷观察了一下 隐无道 而关于隐无道后面 所猜测的理论 刘顺义深吸一口气 因为 林无道这家伙 猜测的十分正确 而且 他应对自己的手段 也十分的精准 他说的没错 自己并不是不会死 只是相对而言 很难死 越是想到这里 刘顺义就越发的 想要提升自己的实力 刘顺义盘坐沉思 天神教暂时先留着 怕是真的到了秘境之中 会有大用处 随后 刘顺义看了看其他人的名字 不过 天极圣地 竟然和天神教染上了 那要是天极圣地 在天神教之内 出现了一点意外 而且 我有血魔精 这不就是天神教的功法 啊 想到这里 刘顺义不由地笑起来 他把名字 直接翻到了 唐小人的那一页 随后 血魔精启动 血肉 神魂 兽元 全部转化为 自己本身的灵力 天神教驻地 唐小人刚刚 把自己的硬件修复好 忍不住地和安倍落雪打扑克 可渐渐地 唐小人感觉 有些不对劲 我的精血 我的神魂 我的兽元 都在流失 妈的 你个贱人 唐小人发现 这特么就是血魔精 这件女人 竟然敢对自己 使用血魔精 气得唐小人 一巴掌 把安倍落雪抽飞 啊 安倍落雪被打猛了 大人 你这是为何 可随后 安倍落雪惊恐地发现 唐小人的头发在变白 她的身体 也开始衰老 甚至身上的法力 也在流失 贱人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还不赶紧停下 安倍落雪也慌了 不 大人 我没有做任何事情 唐小人愤怒 你当我是傻子吗 这明明就是血魔精 安倍落雪震惊 忽然 她想起来一个事情 这 这是时长星 才能运转的血魔精 唐小人忽然贪软地 坐在地上 我不管是谁施展的血魔精 但是现在 立马给我停下 安倍落雪都要哭了 大人 那时长星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在哪 要不你稍微再忍耐一下 我现在 就派人去找 可话音刚落 唐小人身上的异常状况 就完全停止 唐小人赶紧拿出一瓶丹药 灌进了嘴里 没过多久 唐小人便恢复 恢复过来的唐小人 直接一伸手 真元打手 抓住了安倍落雪 那个叫施长星的在哪 安倍落雪满脸痛苦 艰难回应 他早早地就来到了这里 大人 我这就让人去找 唐小人的眼眸森寒 我要活的 敢对本座动手 我要让他明白 有的时候 活着也是一种痛苦 可他这话刚落 那种被抽疼再次袭来 唐小人的容颜 再次开始变得苍老 气息也开始不稳 去 马上 把人给我找出来 找不出来 本座不介意灭了你天神教 安倍落雪这回彻底震惊了 大人稍等 我这就去找 随后安倍落雪赶紧离开 不过在安倍落雪离开之后 赵狗的身形再次出现 唐小人看着赵狗 面色阴沉 你还敢来 赵狗笑了笑 你可能不记得我 但是我对你的印象很深 唐小人赶紧打坐 稳定自己现在的情况 而赵狗这个时候 则是说道 三百年前 你做错了事情 把罪名安置到了我赵家的头上 导致我赵家灭门 我原本都已经放弃了仇恨 因为我知道 我没有把犯复仇 但是 我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竟然会莫名其妙地成长到了这一步 你想要做什么 我可是代表的天机圣地 我要是死在了这里 你可知道会发生什么 赵狗呵呵一笑 死 啊不不不 我是一休 我怎么可能会让你死 相反 我不仅不会让你死 我还要让你好好活着 说完 赵狗那绿色的法力 完全包裹住了唐小人 原本神色难看的唐小人瞬间好转 然后赵狗再次放手 唐小人再次开始衰老 然后赵狗再次治疗 如此反复 刘顺义都有点傻眼 他明明看唐小人的光芒 在不断地削减 可忽然一下 就又亮了起来 刘顺义再次加大火力 炼化唐小人的精血和兽源 结果 那唐小人的名字的光芒 还越来越亮 卧槽 这是什么意思 挑衅 刘顺义也生气了 直接开启燃血神拳 然后全力运转血魔精 结果 那唐小人的名字 在不停地闪烁 像是蹦迪一样 我去 名字是极品红色 就那么猛 刘顺义再次疯狂地吸收 时间过去了一天 刘顺义的修为 也在这疯狂地吸收之下 来到了金丹巅峰 修炼到金丹巅峰的境界 刘顺义再次停下 因为接下来无论如何修炼 他都没有那种凝结原因的迹象 甚至没有办法圆满 刘顺义明白 这是自己修炼太快的原因 需要沉淀一下 只是刘顺义有些不明白的事 那唐小人到底是什么情况 自己这不吸收他的精血和兽源了 他的名字 怎么反而还在不停地暗淡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刘顺义也有些准不明白了 不过无所谓 想来这一次 可以给天神教带来不少的麻烦 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需要历练一番 当然 算算时间 怕是秘境也要开启 自己也需要好好地谋划 在谋划之前 刘顺义还是决定 去找林巫道一趟 想来 那林巫道对于秘境的了解 比自己多 尤其是林巫道身边的影位 让刘顺义有些眼熟 赵构最后把唐小人治疗个半身不随之后 也是赶紧离开 至于那唐小人会不会去天极圣地去告状 赵构觉得他不会 因为他手中有关于唐小人的秘密 唐小人若是敢去天极圣地告状 那他就把唐小人和天极圣地某个人 有一腿的事情说出去 到时候 那唐小人只会更惨 只是 赵构可不想让唐小人落在天极圣地的手中 报仇 哪里有自己动手来的爽快 只是 赵构不由地挠头 因为就自刚才 他再次领悟到了一个全新神通 并且 赵构把那神通的名字叫做肢解 为何如此命名 那是因为 他现在可以完完整整地卸下别人的四肢 甚至肝脏 还能让人不死 甚至还能让被肢解的人 一直感受到伤口的痛苦 并且无法愈合 赵构随手从地上抓来一只老鼠 法力包裹 老鼠的四肢 全部被卸下 支支支 老鼠痛苦地惨叫 赵构念头一动 老鼠的四肢 再次接了回去 可没过多久 那四肢还是滑落了下来 支支支 老鼠再次惨叫 赵构有些无奈 还是不成熟 可同时 赵构的面色有些怪异 我怎么感觉 我走得到 越来越像是魔盗 赵构有些不确定 不过今天心情好 扔掉了手中的老鼠 赵构准备找个地方 喝一杯 等赵构走后 已经恢复到一岁左右的林无道 看了看还在地上 因为失去四只惨叫的老鼠 又看了看赵构 眼神之中 不由地多出来一丝震撼 好家伙 第二个火炎王 林无道说道 尹未此时也看着那老鼠 面色变得有些惨白 大人 这老鼠的肢体断裂之处 还是新的 但是没有流血 也就是说 他会一直感受痛苦 林无道点头 所以说 这又是一尊火炎王 往后不要招惹他 尹未吞了吞口水 那个 大人 我之前想要让赵构和老母猪 关在一起 林无道面色一变 他忽然想起来 当初自己的进水城 在赵构的一个普度众生之下 瞬间荡然无存的景象 我这是造了什么念 人间两个火炎王 全被我给碰到了 甚至都有过节 林无道有些怀疑人生 甚至都不知道 该说是自己运气好 还是运气差 好在是 自己暂时还是火炎王的鬼 结果 林无道这边刚说火炎王 刘顺义就到了 你们在看什么呢 刘顺义问道 林无道看到刘顺义 这个时候赶紧说道 大哥 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情 刘顺义 林无道接着把自己 和赵构的事情说了一遍 刘顺义也很是猛逼 甚至他看着那依然充满活力 并且四肢全无的小白鼠 也是有些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赵构干的 林无道点头 刘顺义挠头 我滴个乖乖 我怎么感觉 这赵构比我还恐怖 不过有关于赵构 刘顺义还是摆了白手 你放心 赵构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对了 我们去找赵构 我刚好有点事情找他 林无道愣了一下 他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两个活颜望见面 总觉得没有什么好事 没过多久 刘顺义和赵构成功的见面 赵构看着改头换面的刘顺义 一脸的警惕 道友 找我有事 刘顺义此时 把自己的真容 展现了一瞬间 赵构也呆滞了一瞬间 可随后就当作没看到 林无道此时也猛逼的 看着刘顺义 清连宗的人 他都调查过 而这刘顺义 除了一个炼丹师的身份 其他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可他今天才知道 好家伙 这位活颜望 隐藏的可真的是深 当然 林无道此时 是没有一点想法 他是一点想法都没有 而此时的刘顺义 则是在赵构耳旁 低声说了几句 赵构眼神呆滞 你念念 刘顺义黑黑笑了笑 力量没有正邪之分 而你我合作 我们只是诚挚恶人 又不伤他们性命 赵构心里 还是有些过不去 刘顺义这个时候 则是继续劝说 要不这样 我到时候负责害人 你负责救人 这样 你的玄壶救世的名声 也打出来了 赵构忽然眼神一亮 这个好 这个好 刘顺义和赵构一番商量之后 两人的眼睛都雪亮 无他 因为上古秘境开启的原因 如今来到秦州的人 越来越多 而且都聚集在了 这秦州南 此时不搞点事情 什么时候搞 至于刘顺义 为何如此做 那自然是帮助天神 教拉仇恨 虽然天神教的名字 都被他的大道经券记了下来 但是天神教 哪怕是死完 刘顺义都不带心疼的 无他 天神教里面 全特么是小樱花 而刘顺义这段时间 做的事情 也非常的简单 因为修为增长得过快 他现在无论再如何修炼 修为的增长 都十分缓慢 和当初筑基一样 这应该就是根基虚浮 解决这个事情的办法 很简单 也很直观 去干架 当然 为了自己 能够好好地历练一番 那也只能苦了其他修炼者 当然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刘顺义找林无道 要了一份名单 名单上 都是最大恶极的门派 或者是一些杀人如麻的恶徒 有了名单和画像 刘顺义开始行动 因此 整个秦州 一个叫做一代米太郎的人 完全出了名 哈哈 你们这群喳喳 今天就让你们知道 我天神叫得厉害 刘顺义控制着那冒着黑气的葫芦 一人冲入了一个宗门的筑地 然后就是一顿乱纱 没办法 如今能够让大众都看到的筑地 里面修为最高的 也不过是金丹金解 就算是有一两个原因 刘顺义也不害怕 他现在还真的想要和圆英打一场 或者被圆英揍一顿 因为那样 他的修为虚幅的事情 就可以被一瞬间解决 但是很不巧 如今能够看到的筑地当中 圆英修饰都不在 圆英不在 那就是刘顺义的主场 哄 刘顺义把黑色的葫芦变大 瞬间碾碎了几个宗门的筑筑地 这还不算 刘顺义同时面对十多个金丹 哼 一群土鸡娃狗 也敢和我天神叫作对 刘顺义不屑 随后 他的葫芦口 再次喷发出一片黑色雷霆 扑扑扑 黑色雷霆之下 天空之中的那些金丹修饰 直接掉落 问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绿光包裹住了那些金丹修饰 他们的伤势瞬间愈合 而赵构也瞬间出现在了刘顺义面前 摩羞 你过了 赵构面色平淡 背负单手 刘顺义此时也看着赵构 两人演技十足 听说 你是金丹境界第一人 赵构摇头一笑 都是虚名 刘顺义哈哈一笑 今天我就要看看 你这个金丹第一人 是不是掺水了 说完 刘顺义的葫芦对准了赵构 雷光开始凝聚 问 赵构也释放发法力 随后轻飘飘地朝着刘顺义打出一掌 扑 刘顺义大口地喷血 眼神之后更是震惊 好一个赵构 果然名不虚传 说完 刘顺义转身就要跑 赵构冷哼 莫秀 你跑不掉 刘顺义当即调转葫芦口 对准了观战的那些人 哄 一大片雷光落下 那些观战的人倒了一大片 刘顺义更是笑着说道 赵构 你是要救他们 还是追我 说完 刘顺义开始无差别的攻击 葫芦喷出来的雷霆 宛若末日 赵构震怒 莫秀 你 虽然愤怒 但是赵构 还是选择救人 只见赵构法力运转 那些凡事被赵构法力所笼罩之人 伤势都瞬间好转 甚至转眼之间 恢复如初 那些人在恢复过来之后 也是完全愤怒地看着 还在行凶的刘顺义 草 狗日的一代米太郎 去他奶奶的天神教 兄弟们 抄家伙 弄死他 一瞬间 刘顺义直接引起了众怒 几乎是所有的修士 都开始朝着刘顺义围攻 卧槽 刘顺义看着那黑压压的一片人 也是吓了一跳 还没有等刘顺义反应过来 各种法术就朝着他身上招呼 看着那漫天的法术 刘顺义也感觉到头皮发麻 嗡 刘顺义赶紧掉掉转葫芦 让葫芦变大 轰轰轰轰轰 万千法术 全部轰击在了葫芦上 噗 法术和葫芦的撞击 产生冲击 直接把那群修士冲击得七零八落 反观刘顺义 从葫芦侧面露出来一个头 有些猛逼地 看着那些掉落的修士 我去 你们那么弱 随后 刘顺义对着远处的赵构眨了眨眼 赵构立马心领神会 哗啦 绿色的法力 犹如潮扩散 凡是被绿色法力经过之人 伤势再次瞬间全无 你们放心捉拿此人 有我赵构在 你们死不了 一瞬间 诸位修士瞬间高呼 赵构长老牛逼 赵构长老威武 一时间 众人才知道 赵构是多厉害 原来 他们之前一直觉得 赵构杀人厉害 但是赵构长老 这救人的手段 也是相当的厉害 于是乎 众人再次开始讨伐刘顺义 而刘顺义此时 也心情十分好 因为他发现 自己的金丹 再次凝食了不少 就是这样 再来几次 老子修为就差不多完全凝食 想到如此 刘顺义直接控黑色葫芦 挡在自己身前 随后更是嘲讽 救你们这群垃圾 有本事 不要让赵构治疗你们 和我单挑 老子分分钟灭了你们 救你们这群狗东西 我看你们 是完全不知道 我天神教的威名 血魔大法 刘顺义葫芦口 对准了众人 血魔精发动 瞬间 一大股犀利 从葫芦之中传来 但是 这吸收的不是人 而是把人的血液 硬生生地从别人的身体之中抽走 然后全部凝聚在葫芦中 卧槽 刘顺义自己都震惊了 因为 他这只是突发奇想 胡乱运用 可谁知道 配上这黑葫芦 怎么那么猛 最恐怖的是 刘顺义看到一些 修为弱小的修士 身体直接解体 他们的神魂 直接朝着葫芦里飘了过来 我滴乖乖 刘顺义赶紧停手 而赵构 也赶紧把绿色的光芒 笼罩在那些神魂之上 然后那些神魂开始慢慢地生长出血肉 这手段 再次让众人震惊 就连早就逃跑的刘顺义 回头看到这一幕 也是相当的震惊 刘顺义跑了 此时众人也是 吓得面色惨白 实在是 方才刘顺义的那一招 太过于恐怖 那是血魔精 是天神教绝学 此时有人道出 众人面色难看 这等手段 简直又伤天和 为何天神教还能存在 有人愤恨 可也有人解释 就方才那一代米太郎 一个人就能灭掉我等 你说天神教 为何还能存在 众人沉默了 可沉默的同时 他们看向了赵构 今天若非赵构 他们怕是要全部葬送 众人这个时候 再次对着赵构行礼 眼神很是尊敬 但是和以往不同 现在他们眼神之中的尊敬 是没有惧怕的尊敬 看到这里 赵构眼珠子都红了 此时 他只想对刘顺义说一声谢谢 这场风波过去 刘顺义也没有再次去磨练 因为秦州再怎么大 也就那些人 总是抓着这样一群人 薅羊毛 时间长了 总归会出现了一些问题 不过 最近刘顺义 反而是对自己的血魔精 和黑色的葫芦相结合 做了一些实验 灵无道给他的名单 也几乎被刘顺义杀得差不多了 当然 刘顺义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这 这黑色的葫芦 可以帮助自己 自动抽取血液之中的灵力 凝结血丹 而且 那血丹的品质 都是十分纯粹的 还有一点就是 这葫芦 吸收了别人的神魂之后 变得越发的厚重 重是重了一点 但是这葫芦 是刘顺义的本命法宝 驱使导也没有任何感觉 就是这黑烟太过于浓郁 不仅仅浓郁 还带着一股煞气 有些影响人的心智 我若是用自己真实的身份 就绝不能暴露这葫芦 刘顺义暗自说道 随后看了看葫芦内的几颗血丹 想了想 暂时没有动 不过 当前的情况 让刘顺义有些难顶 因为金丹之内无敌 这几天 虽然杀了不少金丹修士 但是对于自己漂浮的修为 依然没有太多的帮助 想到如此 刘顺义再次去找林无道 林无道在见到刘顺义的时候 都不由得愣问一下 杀 杀完了 刘顺义点头 不过这次不要给我金丹修士的名单 给我几个原因初期的名单 我想要试一试 我和原因修士的差距有多少 林无道点头 不过想了想 他只是拿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那名字 叫许春莉 这是一个出名的女魔头 喜好稀释别人脑髓 神通也是磨火别人心神的神通 你要 嗯 没事了 林无道想说 让刘顺义小心一些 可他说到一半 就觉得 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刘顺义若是和自己猜想的一样 就算是不是原因的对手 估计也死不掉 所以就没了下文 刘顺义笑了笑 然后再次转身离开 不过在临走之前 刘顺义把葫芦里的血单 都给了林无道 林无道拿着血单 陷入了沉默 尹卫这个时候挠头 大人 林无道疑惑地看了一眼尹卫 那尹卫问出来一个问题 大人 您之前说 那位是活颜望 林无道点头 有什么问题 尹卫此时 看着那打了个X的名单 又看了看自己家大人 你不觉得 你像是判官吗 林无道 大人 要不我们暗影阁改个名字 就叫阎罗殿 你觉得怎么样 林无道神色很精彩 不过想了想 还是觉得有道理 那你去换个名字 对了 要认真地告诉手下的人 要时刻知道 我们阎罗殿的 两个活颜望是谁 尹卫点头 可甘想要走 就更加疑惑了 大人 两个活颜望 林无道点头 赵构也是 刘大当家是掌控生死 那赵构是一念生死 尹卫深吸一口气 因为他觉得自己家大人说的有道理 然后他就赶紧去办 距离秘境开启的时间越来越近 秦州的修饰也变得越来傲越多 当然 这些东西 赵构都不关心 因为最近再次做了医生 每天背着自己的小包 行走在人群之间治病 哪怕是他现在的手段十分高超 他也习惯了最初的感觉 这叫什么 这叫不忘初心 不过 今天赵构被喊过去 治疗一个十分奇怪的病人 赵构倒是没有多想 可当赵构即将要进入那病人所在地的时候 忽然就被一群带着鬼脸面具的人包围 赵构有些猛逼 可还没有等赵构反应过来 一群人直接背对着他 武器向外 嗯 这是在 保护我 赵构有些摸不着头脑 此时 一人对着赵构说道 阎罗大人 这次要你去为他治病的人 其实已经暗中观察你很久 此次邀请你 其实早就做了埋伏 想要取你性命 赵构 不是 你们先等一会 你说 你叫我什么 那面具人的眼睛看了看赵构 然后从自己的怀中掏出来一份木雕 对比之下 点了点头 你就是我们阎罗店的阎罗大人 我没认错 赵构有些猛逼了 我什么时候 小心 赵构话还没说完 忽然一道鱼线顺息而至 那些鬼脸面具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那鱼线全部束缚 此时 一位带着斗笠的中年人 提着鱼竿从暗中走出来 暗影阁的人 你们退下吧 这件事情 和你们暗影阁没有关系 安歇带着鬼脸面具的人想说话 但是鱼线直接困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让他们想要什么什么都说不成 不过 相比之下 这里最为冷静的人 反而是赵构 对于赵构来说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就是现如今 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成了阎王 当然 这都不是关键 关键的是 赵构看着眼前 这金丹大圆满的钓鱼人 内心是着实有些无语 所以 你真的想要杀了我 赵构问道 那钓鱼人眯起了眼睛 是 赵构叹息 你知道我是谁 你还敢杀我 那钓鱼人扑斥一笑 我早就调查过 之前你杀的那些人 根本就和你没有关系 你也不过是一个 顾名钓鱼之辈吧 别人怕你 我 我 说着说着 那钓鱼人气息 忽然变得绵长 而他本人 也瞬间跪在赵构面前 那钓鱼人 一脸惊恐地看着赵构 而此时的赵构 背对阳光 正面阴暗 脸色不苟言笑 却更加显得阴沉 赵构此时十分生气 你说 你当初好好地调查过 那些死的人 和我没有关系 那钓鱼人艰难地点头 赵构的法力 微微调整 那人的头颅 瞬间飞到了他的手上 钓鱼人猛逼了 我头掉了 怎么掉的 我为什么还没有死 而赵构此时双目星红 那你当初 为何不帮我证明 你知不知道 三年的时间 我为了让别人真的怕我 我苦心钻研 医修杀人的手段 最后 我特么成了 我成了 你知道 我学医用了多长时间吗 我用了两百年 才医术精通 你知道学医术杀人 用了多长时间吗 三年时间 我甚至对于医术 怎么杀人 都掌控的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你现在给我说 你当初就知道 那钓鱼人也傻眼了 他一开始以为 赵构不过是一个 狐家虎卫的货色 可他也没有下想过 赵构真的练成了那神通啊 而且 现在是什么手段 我脑袋掉了 我还活着 而赵构此时 像是发泄完了怒火 最后叹息了一口气 算了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我也想通了 学一点防身的手段 也没有什么不好 随后 赵构提着这人的脑袋 直接放在那人的身体上 说说吧 为何杀我 同时 在赵构的法力侵蚀之下 那钓鱼人的鱼线 也直接崩断 重新获得自由的那些鬼脸面具人 此时看着赵构的眼神 都十分惊许 实在是 他们这位新的头目阎王 是真的是活阎王 你看看那钓鱼人 此时还在摸着自己的脖子 一脸的难以置信 不过 那人不老实 看到自己没有什么事情 转身就想要跑 可他刚转身 整个人就瘫软如泥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赵构此时冷哼 在我面前 不要耍一些小手段 也不想着服毒自尽 因为我不想让你死 你就死不掉 不想要遭受折磨 就老老实实地说清楚 那人闭口不言 赵构呵呵笑了笑 此时 他找到了这人身体之中的一种疾病 然后直接把这种疾病放大 啊 啊 那钓鱼人惨叫 凄厉的声音 让人头皮发麻 那些跟在赵构身后的鬼脸面具的人 此时也是浑身冷汗 实在是 这赵构的手段 太过于让人惊恐 那人想要自杀 赵构也只是静静地看着 最后那钓鱼人 毒 是吃下去了 但是也只是遭受毒药的折磨 而他本人 没死 我 我说 我说 我什么都说 求你杀了我 那人受不了了 因为赵构 还能让人的痛苦 感知增加 还能让你时刻保持清醒 这果然是阎王 活阎王啊 我是 我是怒天殿的人 杀你 是因为 你的医术 我 我只知道这些 赵构看着这家伙 不像是说谎 之后转身就走 而那人的身体 也慢慢地化成血水 最后慢慢地消失 连骨头都不剩下 那一群鬼脸面具的人 看得浑身颤抖 忽然 赵构看到 一面色惨白的路人 赵构也面色惨白 那人看到赵构看过来 吓得直接飞走 别 别跑 赵构话音刚落 刷刷 两道人影冲了出去 瞬间把人制服 可没过多久 赵构面前 跪着的人越来越多 赵构则是坐在椅子上 看着那跪成一片的人 有些惆怅 那个谁 你过来 赵构随便找了个 鬼脸面具的人过来 那鬼脸面具人 恭敬地来到赵构面前 阎王大人 对于这个称呼 赵构现在 都已经无力反驳了 我问你 我不想 让这些人到处乱说 而我又不想这些人死 应该怎么办 那面具人犹豫了一下 最后说道 那只能加入我们阎罗殿 成为大人的手下 赵构揉了揉眉心 那你去办吧 那人点头 然后带着人下去 而赵构看着 剩下的那群面具人 有些无语 我是阎罗殿的阎罗王 那些人点头 赵构又问道 那我具体有多大的职位 其中一人赶紧回应 自然是我们的首领之一 赵构此时再次问道 那我们的势力 如何 几人沉默了一下 最后再次回应 笔尖 青莲宗 赵构无语地看着天空 哼哼 成立一个顶级势力 很难 赵构已经无力吐槽 不知道为什么 他想起了那算命的说的话 自己学习医术 往后必然飞黄腾达 气韵如龙 这特么 此时另外一片天地 激素鹰的面色 十分的难看 因为 他调查到了一个全新的 在上一世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组织 怒天殿 而且 这个组织最近所做的事情 都是在猎杀上一世 威名赫赫的天才 最让激素鹰震惊的是 这个组织 甚至还和中州的天极圣地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让激素鹰的面色 十分难看 而现在最让激素鹰担心的是 如今 上古秘境即将开启 各种天才 和未来的风云人物 都会汇聚到秦州 这一次 怕是要被怒天殿一网打尽 不行 我要出去看看 激素鹰有些坐不住了 可他刚刚要走出去 姬明月就走了进来 姐姐这是要去哪儿 激素鹰直言 去下面看看 激明月摇头 去不了 外面至少有三个练须境的人 虎视眈眈 不过我也好奇 姐姐为何会被那些人盯着 激素鹰看着远处的三位 练须境界的强者 眼神已经充满了杀意 因为有人要在下面屠杀天才 可他这话刚刚说完 那三个练须境的强者 坐不住了 他们反而想要起身离开 激素鹰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立马明白一点 明月 不要让他们离开 说完 激素鹰已经冲了出去 姬明月虽然不知道激素鹰这样做 是为什么 但是她还是微微抬手 哄 一道巨大的笼子 瞬间把三个练须境界的强者 全部关起来 那三个练须境界的强者 已经面色难看到了极致 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 刘顺义已经手持一个黑色葫芦 朝着怒天殿的方向而去 刘顺义原本是想要寻找 名单上的那个原因修士 但是当刘顺义赶到的时候 那原因修士已经死了 不过 刘顺义又发现了 自己这葫芦的功能 那葫芦竟然还能收集残魂 甚至还能把残魂拼凑完整 有了完整的残魂 刘顺义当场就搜魂 结果 他就搜集到了 有关于怒天殿的消息 跟随着残魂的记忆 刘顺义也来到了 这什么老石子的怒天殿外面 只是来到此地 刘顺义的眼神就有些茫然 因为他现在所在的地方 看起来不像是能够藏人的地方 他也没有看到任何据点 灵魂记忆 应该是不会骗人的 刘顺义想了想 直接掏出自己的小黑葫芦 结果那葫芦刚刚放出 就在不停地震动 随后 葫芦上所散发的黑烟 直接形成了好多条线 连着远处未知的地方 刘顺义震惊 他都没有想到 这葫芦还有寻敌的功能 同时 刘顺义也发现了一点 这葫芦 好像很喜欢吞噬恶人的神魂 如今看着葫芦如此兴奋 想来 这些人似乎最大恶极 刘顺义眼睛闪亮了起来 然后就跟着那些黑线走 不知道过了多久 刘顺义来到了一处悬崖边上 那黑色葫芦所形成了的线条 也直接连接悬崖的底部 刘顺义想了想 直接朝着悬崖之内跳下去 那三个被困得练须修饰 看到刘顺义跳下去 不由的面色难看至极 因为他们始终观察下方的情况 怒天殿甚至也把刘顺义 设定为雷杀的目标之一 可虽然是想要猎杀 但是那个一代米太郎 实在是有些诡异 甚至可以说战斗力不强 因为自从他们对刘顺义 投去关注的眼光之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刘顺义虽然是金丹巅峰 但是一切金丹境界的修饰 在刘顺义的手中 都只不过是蝼蚁 甚至对战金丹 刘顺义都未曾动用过神通 就凭借他手中的那葫芦 直接就能把金丹修饰撞成渣 而他们放在下面的那些人 最高也不过是金丹 这些人面对刘顺义 那特么就是宋菜 不行 怒天殿绝不能在我们手中覆面 其中一位战须强者传音 另外两位也是点头 打定了主意 三人同时看向了金丹英 清联宗的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金丹英暂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他能够看得出来 这三位很着急 既然如此着急 那就说明 他们的某些不可告人的计划 怕是出现了纰漏 既然如此 金丹英就更不能让这三人动 想到如此 金丹英也是笑了笑 我关三位前辈 实在是气宇轩昂 实力深厚 刚好 最近晚辈遇到了一些瓶颈 想要向三位前辈讨教讨教 三人面色阴沉 既然你都自称晚辈 还敢向我们讨教 金丹英没有多说话 此时 他已经开始拔剑 这是金丹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拔剑 弯 长剑不过是刚刚出窍一寸 一道恐怖的剑翼 直接撕裂天地 洞穿虚空 随着长剑慢慢拔出 虚空逐渐的凝结出一道道剑压 哄 剑压笼罩在三位炼须境界的强者身上 瞬间让三人冷汗直冒 同时 他们也是骇然地看着激素英 炼须大圆满 三人都无语了 你特么一个炼须大圆满的修神 把自己的修为隐藏到了金丹境界 好玩吗 神经病吧 此时三人完全没有战斗的欲望 一方面 是激素英公认的同境界无敌 另外一方面 他是激素英 让怒天殿之主都为之变色的存在 素英仙子 莫要动手 我等认输 哗 激素英收剑 随后看着这三人 面容之上带着一些笑意 说说吧 你们三人是什么情况 三人善笑 没什么情况 就是忽然想起来一些事情 想要回去 激素英啊 看着这三人 心中也是有些无可奈何 因为他也知道 就现在的情况 他是问不出来什么来的 但是 这三人也不能走 不管是什么事情 你们都先在这里待着吧 其中两人 内心有些着急 可忽然 另外一人点头 既然是素英仙子邀请 那我们待着便是 另外两人 一同看向了那人 那人传音 没事 怒天地久怒已经前往 即便是那一代米太郎 再如何了得 也不可能是第九怒的对手 虽然第九怒只是原因初期 但是第九怒 可是和别的原因不一样 听说第九怒出手 那两人的眼神之中 也带着一些震惊 当然 他们的面色 也有些缓和 反而 现在他们的身份 再次调转回来 他们现在 反而要按住激素英 激素英看着这三人的神色 微微皱起了眉头 其中是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激素英也没有说话 只是看了一眼自己花盆上面爬着的蝴蝶 那蝴蝶慢慢飞走 悬崖之下 刘顺义看着眼前那黑鸭鸭一片人 眼神之中流露出一丝的震惊 卧槽 你们这群人躲在这里干什么 而此时怒天殿的那些人 也震惊了 甚至他们看到刘顺义的眼神 都有些难以置信 杀了他 其中有人说道 有人下了命令 那些人也绝不废话 瞬间就有十多个人 冲向了刘顺义 刘顺义有些无语 不是 我这回没有隐藏境界 你这出来几个筑机修士 是多看不起我 刘顺义连葫芦都懒得动用 只是释放了金丹境界的威压 前面就直接炸裂了一片人 一起动手 指挥之人再次说道 这一次 几乎整个悬崖之下的人 全部出动 甚至出手就是绝杀 绝不废话 刘顺义点头 不错不错 你们这群人 比外面的那些乌合之众好不少 刘顺义再次动用了小黑葫芦 哇 葫芦瞬间膨胀 随后 刘顺义控制着巨大的葫芦 对着这群人 就是横冲直撞 扑扑扑 那场面 简直就像是卡车撞血包 一撞一炸裂 那些修士所发出的法术 或者是法宝 撞击在葫芦上面 就像是小石子撞大山 直接被弹开 葫芦不可阻挡地 直接一路平推 转身之间 整个悬崖之下 形成了一条血河 呼 一股黑烟笼罩整个山谷 随后那些血液 全部被葫芦吸收 还有散落在此地的神魂 也全部被葫芦炼化 刘顺义沉默了很久 看着如今被自己完全碾压的这一片人 刘顺义忽然就觉得有点无趣了 同样是金丹 你们是真的惨 刘顺义不由地吐槽 不过 他嘴角却压制不住地上扬 嘿嘿 原来我那么猛的吗 我忽然感觉 原因 我也不是不可战胜 似乎是阴允刘顺义的想法 忽然从上空落下一把长枪 卧槽 刘顺义赶紧奴役葫芦 进行抵挡 当了 一声闷响 刘顺义连同他的葫芦 直接飞了出去 最后更是直接撞穿了悬崖 出现在了山的另外一端 还没有等刘顺义身形稳定 那长枪犹如一道闪电 再次朝着刘顺义袭来 嗡 刘顺义也再次掉转葫芦抵挡 这一次 刘顺义的葫芦 直接被长枪撞飞了出去 直接脱离了刘顺义的掌控 紧跟着 一道紫色拳印 瞬间轰杀到了刘顺义的面前 仓促之下 刘顺义只能双臂交叉 进行抵挡 碰 拳印炸开 刘顺义的身体 犹如一颗炮弹 瞬间飞了出去 轰轰轰 一座座大山 直接被在刘顺义的身体冻穿 哗啦 刘顺义除了衣服稀碎 身体倒是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不过这一次 刘顺义总算是有了经验 在身形停下来的那一刻 然血神拳瞬间开到了最大 同时 刘顺义也换回了自己的黑葫芦 碰 在黑色葫芦 来到刘顺义的手上之后 刘顺义直接单手 抓着黑色的葫芦 像是打棒球一样 直接一轮 当啦 那长枪 直接被刘顺义给砸飞了出去 同时 刘顺义也在疯狂地燃烧兽员和法力 不断在葫芦里凝聚悲鸣剑 轰轰轰 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巨蟒 直接在山间翻腾行走 然后迅速地朝着刘顺义冲了过来 刘顺义不急不缓地葫芦口 对准那巨蟒 悲鸣剑第一事 剑鱼 嗖嗖嗖 一瞬间 那黑色葫芦 直接变成了喷射剑气的加特林 在燃血神拳和悲鸣剑 燃烧法力和兽元的情况下 那巨蟒犹如豆腐一样 直接被那漫天的剑气撕碎 噗 远处一女子 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她的神色有些骇然 这是金丹 还没有等女子有所反应 她忽然看到 一道红黑色的光柱 朝着自己袭来 嗡 直接召唤出一面盾牌 进行抵挡 碰 盾牌触碰到那黑红色的光柱之后 瞬间破碎 看到这里 女子瞬间施展身法逃离 哄 她这边刚想逃离 那黑红色的激光 瞬间爆裂 随后 一道巨大的能量力场 瞬间朝着周围蔓延 女子不得不燃烧精血和法力 进行逃窜 可那女子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 刘顺义已经来到了她面前 葫芦口再次对准她 悲鸣剑第二剑 万剑归一 极致的剑气 在葫芦口之中早已经凝聚 由于是燃烧了精血和神魂的原因 那所凝聚出来的剑气 也是趋黑 女子想要躲避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葫芦冒出的黑烟 直接影响了这女子的神志 此时 她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场景 刘顺义闪烁着萌萌的大眼睛 张开双臂 一脸潮红地对着自己说道 娘亲 抱抱 那女子瞬间感觉自己的心被融化了 然后也张开双臂 噗 剑气瞬间洞穿了这女子的眉心 连着洞穿的 还有女子的原因 当然 还有女子身后的土地 直接被刘顺义的剑气 展开了一道笔直的长线 延伸不知多少里 反正是一眼看不到镜头 那女子临死之前 看着刘顺义的眼神都带着母爱 好 好儿子 说完 女子带着笑意跪倒在地 刘顺义 有病啊 死了还占我便宜 不过 总算是结束了 刘顺义坐在地上 看了看大道金卷 哦吼 大道金卷 天神叫名字的颜色 并没有暗淡多少 最多不过十分之二 而且 看现在这个样子 似乎还在逐渐地恢复 不过有些意外的是 那金色毛笔一直悬浮在半空 似乎是要写名字 刘顺义有些无语 还要我亲自为你翻书啊 刘顺义的精神进入了大道金卷 想要翻开一个空白页 嗯 然后刘顺义傻眼 后面的空白页翻不开 卧槽 刘顺义这回才仔细打量大道金卷 然后才看清楚大道金卷的侧面 有一层层的标签 分别书 原因 画神 炼须 合体 大成 第一卷 第二卷 你先别知道了 等你能到了这个境界再说 刘顺义 好吧 不过看着那悬浮的毛笔 刘顺义反而不担心 因为只要有敌人消失 怕是这笔就会自动补上 哪怕是大道金卷暂时有名字上限 但是这个名字的上限不会空 会自动填满 那就等于没有上限 刘顺义不担心 而且 现在的刘顺义更加爽了 因为他的修为 终于可以再次继续提升 没有停留 刘顺义赶紧找了个地方 准备先闭关一下 激素英看着那三位炼须强者 脸色一会开心 一会震惊 一会面色惨白 不由的和和笑了笑 怎么 你们三个是脸抽筋 还是在这给我表演变脸呢 那三人平复了自己的心情 然后笑着看激素英 没有没有 我们最近修炼遇到了差错 所以 才感觉到 身体有些不适 激素英眼神有些诡异 三人一同修炼出了差错 一同身子不适 三人下意识地点头 激素英看着三人那坐立不安的样子 不由的笑了一笑 真会玩 三人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蝴蝶落在了激素英的面前 激素英用手指接着 不多时 激素英的面色十分精彩 不多时 那蝴蝶啪打了一下翅膀 一幅画像落在了激素英的手上 激素英松开蝴蝶 看了看他画像 第一眼不认识 可再仔细看了看 面色有些怪异 他偷偷地看了一眼刘顺义的画像 又看了看一代米太郎的画像 嗯 两人的眼睛都透露着单纯 阿巫 阿巫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黑白相间的妖兽窜了出来 然后两只爪子不停地刨递 激明月有些气恼 小龙 你又发什么疯 激素英忽然愣了一下 你等等 激素英喊住了激明月 然后赶紧走到了那黑白相间的妖兽面前 看了看那妖兽的眼神 又对比了一下 一代米太郎的眼神 激素英陷入了沉默 激素英站起身来 看着激明月 这是哪来的 我怎么从来没有 见过这种妖兽 激明月手中永远是抓着一个糖葫芦 一边吃 一边说 从一个人手中买过来的 我看着这妖兽挺有趣 就买来了 但是没花钱 说是什么欠了一份因果 激素英眉头皱起来 是不是挺胖的一个老头 脸上始终带着一抹猥琐的笑容 激明月点头 没错 激素英看着那已经逃跑的三人 没有去追 因为他现在的脑子有些乱 因果道人不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出现 因为他所修炼的因果大道 有些虚无缥缈 但是也十分恐怖 最后更是施展大因果之术 截断天外前路 但是 事后 激素英也曾经问过因果道人 为何之前不出现 因果道人在即将陨落之际 曾经说过 若是他早早地出现 便无法做到截断他们前路的光景 可为什么 现在这个时候 因果道人出现了 当然 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为主要的是 自己曾经无数次寻找属于自己的机缘 结果都被人截糊了 难道是那个怒天殿 怒天殿 有人和自己一样 从时间长河而来 激素英的面色 有些严肃 甚至可以说 有些不好看 可眼下都不是最为主要的 最为主要的 还是这一次的上古秘境 那里有一件东西 对于自己而言 至关重要 其他的机缘 都可以被人截糊 但是唯独这个 绝对不行 忽然 激素英再次想起来一件事情 上古秘境 若是按照正常的时间线 应该是在700年之才开启 可这提前了700年 激素英心中 几乎可以确认 绝对有人和自己一样 从时间长河来到了这里 他们也在谋划 自己想要的东西 更加准确地来说 他们在截断自己的路 一时间 激素英只感觉 自己有些孤独 大人 大人 出事了 这一天 尹卫着急忙慌地找到林无道 林无道躺在躺椅上逗鸟 看着尹卫之不成器的样子 林无道叹息 说吧 什么事 尹卫此时吞了吞口水 大人 我们阎罗殿人 现在有点多 因为人太多 我们现在的修炼资源 几乎见底了 林无道皱起了眉头 我听错了 阎罗殿的选拔 要的是绝对的忠诚 需要考核的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 还有 阎罗殿也不算是什么好地方 怎么就有人趋之若鹜 尹卫此时也有些奇怪 这个我不清楚 但是来我们阎罗殿的人 一个个都是哭得伤心欲绝 可奇怪的是 他们都对阎罗殿十分忠诚 林无道 哭得伤心欲绝 还绝对忠诚 这是什么逻辑 尹卫直接拿出来一个记录水晶 递给了林无道 林无道看了看 记录水晶里 那些人是真的哭得伤心欲绝 但是一个个也确实通过了忠诚考验 不仅仅如此 这群人加入阎罗殿之后 对于阎罗殿里面的那些训练 也是一点都不怠慢 又忠诚 又努力 这让林无道都给看傻眼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林无道询问 你有没有打听过 这群人是怎么进来的 他们又为何如此努力 尹卫点头 好像是照顾长老招进来的 不过带他们进来的人说 他们要是不好好努力 照顾长老会轻 尹卫毫不犹豫地回答 当然是刘大人 林无道有些不解 为什么 尹卫像是看一个白痴一样的 看着林无道 因为刘大人是活颜王 我说活颜王不是好人 我是觉得自己活得长 林无道剧烈地咳嗽了一声 顿了顿 浅显一动 尹卫忽然拍了拍自己的脑壳 对了大人 最近有个叫怒天殿的组织 好像很活跃 似乎还盯上了你 怒天殿 林无道有些疑惑 那是什么地方 尹卫摇头 不知道 但是里面的人很是神秘 我也没有调查出太多的东西 不过说到怒天殿 尹卫稍微顿了顿 有些不确定 不过就我观察 怒天殿做的最多的事情 有两个 其一 他们在杀人 但是目标不是很好确定 我曾经见过怒天殿的人 猎杀过天才 也曾见过怒天殿的人 杀过某个家族的废物 其二 他们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林无道皱起了眉头 沉思了很久 林无道再次询问 这些被杀的人 有什么特殊之处 尹卫想了想 比较极端 要不就是十足的废柴 要么 就是十分妖孽的天才 林无道来回走动 大脑在飞速地运转 忽然 林无道看着尹卫问道 你觉得 我有什么特殊之处 尹卫子仔细地看了看林无道 想了半天 最后来了一句 比较阴险 林无道气地一巴掌过去 重新想 重新说 尹卫再次陷入了沉思 忽然 尹卫的眼睛一亮 当然 你除了比较阴险 质谋很高 而且 也比较废柴 林无道呼吸不停地起伏 然后他的手划过空间戒指 取出来一把刀 林无道提着刀 有些心痛地看着尹卫 尹卫赶紧压住林无道的手 大人 开个玩笑 莫要当真 其实我方才说的那些 都是大人在藏桌 可实际上 大人天资绝顶 还有轮回之体 未来的成就 不可限量 林无道总算是收起了自己的刀 若是如此看 这怒天殿的人 应该是知道 我是个隐藏的天骄 可问题是 他们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尹卫挠头 我倒是觉得 在修真界 真正的废物是活不长的 但是你活得很长 那只能说明 你隐藏得极深 林无道惊讶地看着尹卫 沉默了半天 林无道也是点头 你说的很有道理 尹卫笑了笑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林无道直接取出长刀 大人 我错了 尹卫转身就跑 第九怒得死 让怒天殿上下都十分震惊 此时在秦州之地 一中年男子满脸的寒霜 怎么死的 中年男子询问手下 那手下的人静若寒蝉 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第九怒去追杀一个 叫一代米太郎的人 然后被那个一代 米太郎反杀 中年男子沉默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中年男子再次问道 所以 那怒天殿的第二句点 也是一代米太郎干的 那跪在大殿之上的人点头 第八怒深吸一口气 那人的信息调查清楚了吗 那手下低头 颤抖得更加厉害 废物 中年男子怒喝一声 那人的身体直接炸脸 还有 谁能够告诉我 为何秦州的人员猎杀计划 到如今停滞不前了 再次有人汇报 第八大人 之所以停滞不前 是因为最近冒出来一个阎罗店 而我们要猎杀的那些人 大部分都加入了阎罗店 还有一部分 也被强行拉着 加入了阎罗店 中年男子猛逼 阎罗店 那是什么 手下的人再次汇报 似乎是新成立的一个组织 中年男子此时拿出一份折子 翻看了一下折子上的内容 其中并没有阎罗店的名字 不由得冷哼 历史上并没有这一号势力 想来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忽然 这中年男子笑了起来 既然我们需要猎杀的人 都在那什么阎罗店 那就再等等 等这些人全部聚集在一起 一同覆灭掉 那手下此时有些担心 可我看 最近阎罗店的势头 增长得有些迅速 怕是 中年男子冷笑 不过是一个刚刚成立的蝼蚁势力 就算是再给他们发展两百年 我怒天殿也不足为惧 那手下想了想 绝对也是 随后也就不再多言 好了 好好监视我们要的目标 是 时间一晃眼 半个月的时间过去 刘顺义有些无语地 翻找那女子的尸体 草 你的原因修饰 身上怎么那么穷 刘顺义无奈 最让刘顺义无奈的是 自己的金丹出了问题 他早就金丹大圆满 但是他继续修炼 依然没有想要进入原因的迹象 反而是一颗大金丹周围 环绕九颗小金丹 这让自己更加强大 强大到 刘顺义很有自信 能够和原因修饰随便打 可问题是 修炼到了这个地步 刘顺义就再也没有任何进步 因为他不知道 如何突破到原因 算了 找个时间问问林无道 就在刘顺义想林无道的时候 林无道再次通过玉牌 联系刘顺义 呵呵 你和曹阿满有的一品 刘顺义法力灌注到了玉牌之中 显现出了林无道的投影 林无道愣了一下 曹阿满是谁 刘顺义摇头 你不认识 林无道点头 你找我有诗 林无道神色十分精彩 那个 刘兄啊 最近 我们兄弟人有点多 还是需要资源 刘顺义倒也不在意 你先说个半年的量吧 你看这半年 需要多少丹药 林无道此时沉默了一会 有些不确定地问 真的要半年丹药的量 刘顺义点头 就半年的量吧 我再去炼制一些血丹 等到上股秘境开启 到时候 你就不用抽丹药的事情 林无道点头 那我盘算一下 若是一个人 每个月是十颗血丹 十颗神魂丹 那每个月一百万血丹 一百万神魂丹 半年也就是一千多万血丹 和一千多万神魂丹 这还不算 中途会不会再加入人员 刘顺义呆滞地看着林无道 多 多少 林无道叹息 这只是保守估计 刘顺义吞了吞口水 你的意思 你为我建造的势力 现在有十万人 林无道也有些麻木 粗略估计 是那么多 刘顺义人都骂了 他真的很想问 你他们是怎么做到如此优秀的 十万人啊 十万人的资源 我特不上哪弄去 刘顺义的面色十分精彩 林无道的面色也十分精彩 两人互相沉默 没过多久 刘顺义还是出声打破了沉默 我想要问一下 你们到底是 怎么弄来的那么多人 林无道此时解释 其实我建造阎罗殿的时候 我把头领说成了 是你和赵构 然后 自从赵构成了阎罗殿的头领之一 就疯狂地招人 一开始 还只是几千几千的人进来 可慢慢的 阎罗殿进来的人 越来越多 就这 甚至都刷下来很大一批人 刘顺义有些不明白 即便是赵构再如何有魅力 也不至于啊 一下子涌入那么多人 想要进入阎罗殿吧 林无道叹息 是这样的 你炼制的血丹 它不仅仅能够提升修为 它还能够改善体质 甚至改善灵根 哪怕是凡人 吃了你的血丹 也能够修炼 其次 就是那神魂丹 它的效果 能够驱散精神疲惫 恢复精神力 甚至是壮大精神力 还有一定的提升悟性的效果 这两样东西在阎罗殿 自然让那些散修 和一些常年无法突破的人 对我们阎罗殿趋之若无 刘顺义妈了 血丹和神魂丹 还有这效果 为啥我没有感觉到 可刘顺义 现在还是有些担心 这一下涌入那么多人 你们管得过来吗 就不怕有人专门是过来白嫖的 林无道咳嗽了一声 那个 这就不得不说 赵构大人实在是厉害 只此一人 然前来之人 都不敢有任何想要背叛 或者是虚于伪夷的意思 刘顺义再次傻眼 赵构 那么猛 林无道 好了 我知道了 资源的事情 再给我三天的时间 林无道点头 两人结束了传讯 刘顺义就起身去找赵构 等到刘顺义找到赵构的时候 赵构竟然在勾兰厅去 甚至身边还有几个人当作护卫 好家伙 这赵构 可真的让刘顺义开眼 刘顺义的脑子里 不由地想起来 当初那个慈眉善目的赵构 和现在这个满脸忧伤的赵构相对比 变化真大 刘顺义不由地摇头 随后直接朝着赵构走去 只是还没到镜前 就被那几个戴着鬼脸面具的人拦住 什么人 刘顺义翻找了一下自己的身上 终于找到了林无道当初给自己的令牌 令牌上写着第一罗 那几个鬼脸面具人 眼神之中都戴着惊恐 这是另外一个阎罗大人 几人吓到浑身都开始颤抖 无他 赵构的手段 他看到过 那是名副其实的人间火阎王 这第一阎王 又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几人赶紧让开身形 而赵构看到刘顺义 也赶紧起身 刘顺义摆手 咱们兄弟不用 赵构嘿嘿笑了笑 刘顺义坐下之后 小声地问道 阎罗殿是什么情况 你怎么搞了那么多人 赵构也有些无奈 我也不想 可我前些日子 总是被怒天殿的人追杀 那群狗东西 不分场合 也不分时间 我能怎么办 我就反击 可你也知道 我的手段 着实有些吓人 我杀怒天殿的那群狗东西的时候 总是有目击证人 我又不想灭口 只能让他们全部塞进阎罗殿 然后就 人越来越多 刘顺义 原来是这样一个事情啊 不过赵构还是甩锅 我虽然送进去不手 但是如今发展成这样 那也是因为 你的血丹和神魂丹过于霸道 刘顺义摇头 这些先别说了 我想问 那十万人你真的都能控制住吗 赵构满脸的自信 放心 他们进入阎罗殿之后 我就已经在他们的体内 留下了我的法力 若是他们不听话 赵构没有继续说下去 主要是 赵构越来越觉得 自己现在像话本子里面的反派 刘顺义也是诡异地看着赵构 因为他也觉得 赵构有反派的气质 两人再次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对了 你找我来 有事 赵构忽然打破了这份沉默 有些疑惑地看着刘顺义 刘顺义点头 确实有事情 我想问一下 你能够治疗别人的神魂 和恢复别人的血液 赵构点头 这自然没有问题 就是一直治疗他们的肝脏 甚至加速造血 至于灵魂 在我的法力 照射之下 也确实能够迅速恢复 刘顺义点头 然后递给赵构一个除袋 里面全是回气丹 而且 全部是带着一道三道丹纹的 赵构看着这丹药的橙色 不由地愣了一下 你要干什么 刘顺义黑黑一笑 练丹 赵构挠头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刘顺义再次解释 你说呢 赵构忽然瞪大了双眼 这会不会太狠 刘顺义无语 坏人我做 好人你做 你在担心什么 赵构忽然想了想 忽然觉得 也对 那行 我应该怎么做 刘顺义低声说道 我们先这样 然后再这样 最后再那样 你懂了吧 赵构目瞪口呆 旁边一直听着两人说话的那些鬼脸面具人 此时都呼吸有些急促 因为他们终于知道 为何说这来两人是活颜忘了 安培落雪 最近面色很难看 一方面是天极圣 忽然就和他们解除了任何关系 因为是被赵构吓的 反正唐小人认为 赵构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激素因直使得的 他也就干脆地离开 而在唐小人走后 之前一代米太郎做的事情 瞬间就引爆修士 对天神教的愤怒 那简直是群起而公之 好在是 天神教确实强大 那些小宗门 或者是上部的台面的散修 对于天神教而言 都不过是蝼蚁 可最近这一段时间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天神教的弟子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动不动就失血过多 动不动就晕倒 甚至可以用弱不禁风来形容 最让安倍落雪面色难看的是 他今天早上起来 看到了清一色面色惨白 犹如纸张的脸 加上那空洞的眼神 还有黑眼圈 差点给安倍落雪 下沉神经病 想想看 当你站在高台上 数百万像是僵尸一样的脸 对着你 那是什么感受 安倍落雪 坐在大殿之中 看着来一个人 就是面色白的 像个死人 来个人 面色难看的 就像是病入膏肓 心里就十分的烦躁 就连那平常喝给自己端茶倒水的仆人 都一个样 走路都双腿打扇 端茶的手 都抖得像是慕年的老太太 安倍落雪忍不住了 谁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安倍落雪询问 他手中的大将回应 哎呀 回禀大人啊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自从来到这秦州南部 我们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 感觉身体像是被掏空了一样 那人短短的一句话 中间更是喘息了三四次 那虚弱的样子 感觉随时要眉 安倍落雪深吸一口气 你们不会吃丹药恢复一下吗 那人苦笑 大人啊 这种情况在两个月之前就发生了 我们也是 靠着吃丹药走过来的 如今 我们身上已经没有存量了 安倍落雪深吸一口气 那就打开内裤 先把你们状态恢复过来再说 秘境开启再急 千万不能出现什么纰漏 那人犹豫了一下 随后点头 一晃样 又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 安倍落雪的心 也开始凉得和内裤一样见底 因为现在天神教的弟子 越是吃丹药 身体的情况就越是糟糕 现如今 天神教的弟子 几乎是躺下了一大片 别说是那些弟子 就是安倍落雪养的鱼 都全部翻了白肚皮 安倍落雪抓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谁给我们下毒了吗 安倍落雪忍不住问道 他最为忠心的手下摇头 不是 我都检查过了 下毒 还是诅 这都是没有的事情 至于我们的情况 我们也是不清楚 毫无头绪 安倍落雪的心 沉到了谷底 实在是 秘境就要开了 现如今天神教出现了这种事情 这还怎么争夺秘境 这还怎么完成 家族所给的任务 忽然 有人赶紧跑过来 神情兴奋地说道 两位大人 我想起来一个人 也许 他能够帮我们解决现在的处境 安倍落雪愣了一下 谁 那手下赶紧说道 我方才看到清廉宗的赵构长老 从我们这边经过 这可是天下有名的衣修 也许 让他出手 能够解决我们目前的处境 安倍落雪皱起了眉头 他想起之前 赵构得罪了唐小人的事情 一想到两人之间 似乎有什么过节 安倍落雪 就有些不敢和赵构有什么关系 甚至 之前赵构还灭了他们天神教那么多句点 那赵构真的会帮忙 可一看目前这一大片僵尸脸 安倍落雪当即也管不了那么多 赵构现在人在何处 那手下赶紧说道 我已经让他稍等一下 现在就在门外 安倍落雪点头 带我去见他 那些人点头 没过多久 安倍落雪见到了赵构 赵构依然是先锋道骨 甚至因为成为了阎王的原因 他身上竟然还携带着一些威严 安倍落雪 见过赵构道友 赵构摆手 不用多礼 只是赵某有些不明 落雪道友找在下 是有什么事情 安倍落雪满脸的无奈 之前天神教多有得罪 还请赵构道友多担待 日后 我天神教必然会有所补偿 赵构摆手 不用了 你们冒充清廉宗 我也灭了你们不少人 我们之间算是扯平 若是没有什么事情 在下还有是事情要处理 就 安倍落雪赶紧拦住赵构 赵构道友 小女子确实还有一些事情 你看 现在我们下弟子 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 你看看 能不能帮忙治疗一下 毕竟 你可是一者人心的赵构 总不能看到 世人被病痛折磨不是 赵构眯着眼睛 你们世人 安倍落雪额头之上的青筋 瞬间突起 可为了秘境 为了自己家弟子 安倍落雪还是说道 赵构道友 只要你答应救治我交弟子 你想要什么 我都无不应喻 赵构沉默了一会 随后假装叹息 罢了罢了 既然是得病 那我就看看 安倍落雪大喜 快 里面请 赵构点头 同时 他捏了捏袖子中的玉牌 给刘顺义发了个传讯 在阎罗殿的一处高楼之内 刘顺义收到传讯 便赶紧带着林无道 还有几个鬼脸面具人人 前往了阎罗殿的仓库 随后就开始等待 没过多久 赵构那边再次来信 开始 刘顺义瞬间掏出葫芦 开始虚空抽血 抽神魂之力 然后在林无道和一群鬼脸面具人 惊恐的眼神下 开始凝练一颗颗的血丹和神魂丹 丹药犹如下雨一样的 开始不断地进入仓库 那感觉 就像是无中生有 而此时的天神教 从上到下都传来一片哀嚎 赵构的医术确实很厉害 普渡众生之下 他们瞬间恢复到了巅峰的状态 可巅峰状态尚未恢复多久 便再次虚弱 虚弱 恢复 虚弱 恢复 那种一抽一抽的感觉感觉 实在是一种折磨 让人想死 因此 整个天神教都传来一声声的怪叫 安倍落雪在一旁看着 都不由得吞了吞口水 虽然 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他身上 可他依然能够感知到那些人的痛苦 甚至有人忍不住了 赵构大人 求你别治了 让我死吧 我受不了了 有一人开口 其他人也相机开口 赵构面色阴沉 不行 哪有看着病人不治疗的道理 随后赵构再次加大了治疗的力度 同时 赵构也终于明白 刘顺义为何要给他丹药了 这特么的 自己也扛不住了 赵构一边吃丹药 一边恢复这群人的状态 而刘顺义那边也在疯狂地炼制谢丹和神魂丹 转眼之间 十天的时间过去 天神教的人惨叫了十天 而赵构也持续治疗了天神教十天 当然 现如今整个秦州的修饰 也看戏看了十天 他们从一开始的震惊 到麻木 再到后面的沉默 之后就是恐惧 因为他们看到了天神教弟子的状态 那些弟子从脸上充满血色 再到毫无血色 几乎是一秒一跳 甚至还有人看到 有些天神教的弟子 偷偷地拿刀自杀 可下一秒 在普渡众生的光光芒下 直接活了过来 之后再次承受着顶级的折磨 众人全部都看得不敢吱声 啊 哦好好 嗨嗨嗨 天神教的弟子 如今过得 简直像是在下十八层的地狱 那种感觉就像是 有人拿着刀子 在你身上 从里到外 全部哗啦一遍 身体疼 灵魂也疼 头也疼 关键是 在赵构的持续治疗当中 他们能够迅速恢复 然后再重新感受一遍那种痛苦 最为让人崩溃的事 赵构的医术 是真的很厉害 他们都遭受如此巨大的折磨了 竟然还能够神志清醒 甚至还能看到 有几个人一直掉在树上 甚至房梁上 也是掉了一大片人 安倍落雪 此时也是面色惨白 他看着还在为 他们治疗的赵构 忍不住询问 赵构道有 这大概还有多长时间能好 赵构想了想 然后说道 你等会 我问一问 安倍落雪 赵构咳嗽了一声解释 这里的情况 我也和我的助手说明了一些情况 我要让他给我带一种药材 药材到了 估计就差不多了 安倍落雪恍然 随后赵构赶紧联系刘顺义 还需要多久 另外一头的刘顺义 也是擦汗 好了好了 赵构松了一口气 你若是再不好 这群人估计要废了 刘顺义疑惑地问道 怎么说 赵构看了一眼安倍落雪 小声地说道 他们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缠血 那是因为 我一直在催化他们的肝脏 让他们的肝脏超负荷的造血 虽然我在一边治疗 可这连续十几天没日没夜的造血 就算是黄牛猛兽 也扛不住 刘顺义干咳一声 哦 那没事了 我好了 赵构点头 最后再次治疗了一遍 天神教的人终于是恢复了 赵构停下 天神教的那些弟子呆滞 可当他们真的感受到了自己身体 没有再受到任何的痛苦之后 所有人都不由得痛哭流涕 不是感谢赵构 而是开心 他们终于从阎王的手中活了下来 赵构也是累得不行 幸不如命 赵构看着安倍落雪笑着说道 安倍落雪看着自己家的弟子 一个个看着赵构的眼神都带着恐惧 犹豫了半天 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多谢赵构长老 赵构白手 多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你看看 咱们这枕筋是不是应该结算一下 安倍落雪呆滞 枕 枕 枕筋 赵构面色一变 不是 你这是准备让我白干 说着 赵构浑身再次萦绕着绿色的法力 安倍落雪吓了一跳 别别 赵构倒有 枕筋好说 好说 你要多杀 赵构粗略地估散了一下 我粗略地算了一下 这次总共治疗了五十万头 一头按照一万灵石来算 五十万头 那就是五十亿灵石 安倍落雪猛逼了 五十亿灵石 你怎么不去抢 安倍落雪面色十分难看 不 我们暂时没有那么多灵石 要不 我天神教先欠着 你看如何 赵狗摇头 那不行 你若是给不出来 那我只能让你的人 挨自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这话一出 整个天神教的弟子 都恐慌了 别别别 赵长老 我们出 我们出 然后 那些弟子 开始凑灵石 又是半天的时间 赵狗成功地 拿到了五十亿灵石 好了 既然没有什么事情 那赵某也就告辞了 赵狗说完 直接走出了 天神教的大门 同时 赵狗也在期望 现如今的人 对自己那尊敬的眼神 和对自己医术的评价 可当赵狗走出门外之后 那些看热闹的修士 一个个吓得面色惨白 一哄而散 赵狗 这是什么意思 我很可怕 赵狗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随后 他再次走了一段路程 还是发现 凡是看到自己的人 都是能躲就躲 躲不掉的 笑脸对自己打招呼 只是那笑的 比哭还难看 赵狗忍不住地抓来一个修士 你见到我跑什么 那修士浑身颤抖 赵狗前辈 你在天神教大展神威 我们都看到了 说真的 我们有点害怕 赵狗皱起了眉头 我失去治病 而且已经把他们治好了 你们怎么还害怕了起来 那修士吞了吞口水 赵狗前辈的医术 自然是绝顶的 但是赵狗前辈 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赵狗很是好奇 什么道理 那修士不敢说 赵狗让自己笑得和善一些 你尽管说 我不怪你 那修士眼神有些躲闪 就是 就是 有的时候 死了反而是一种解脱 还有一句话 他不敢说 那就是得罪了赵狗 那是真的生不如死 试想一下 若是你得罪了赵狗 赵狗直接把你扔进油锅之中 一边治疗你 一边让你承受油炸之苦 尼玛 这才是当代活颜望 赵狗的笑容 僵硬在了脸上 最后放开了修士 然后沉默地离开此地 林无道和尹卫 此时看着满仓库的血丹 和神魂丹 两人的身躯 也开始颤抖 之前林无道认为 自己多少能够知道一点 刘顺义的秘密 甚至有可能 有应对之法 可林无道觉得 刘顺义那是针对个人的秘法 可如今 他看到刘顺义隔空抽血抽神魂 凝炼丹药 林无道就明白 自己对这刘顺义 还是一无所知 至于那戴着鬼脸面具的人 他们对于刘顺义的恐惧 甚至在某些方面来说 要大于赵狗 得罪赵狗 说不定还有生存的希望 虽然生不如死 可眼前这位阎王 那才是他 想要让你三更死 你绝对活不过五更天 当然 赵狗和眼前这位大人 真的不愧是两个活颜王 这两人联手 直接让你后悔 来到这个世界上 如今阎罗殿的人 神色都十分精彩 而刘顺义 暂时也没有修炼的想法 他反而是看着林无道说道 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可能没有太多的动作 我和赵狗都要回归宗门 毕竟秘境马上要开始 阎罗殿 还需要你来主持大局 林无道行礼 放心吧阎王 刘顺义点头 之后走出了这阎罗殿的秘密之地 刘顺义重新变回了自己的容貌 然后拿着陈巧莉给他的传送令牌 瞬间回到了清廉宗的驻地 虽然是驻地 但是盛在清廉宗也是实力雄厚 哪怕是驻地 也是建造了巫舍 宫殿 甚至还有弟子房间 炼丹房 修炼房 说是驻地 倒不如说 这更像是清廉宗的分宗 刘顺义赶紧把自己的人偶收了回来 自己则是伸了一个懒腰 走出了自己的住处 只是刘顺义这边 刚刚走出自己的房门 看到一个人 一身红衣 怀中还抱着剑的姬宿英 姬宿英看到刘顺义 微微笑了一下 出关了 刘顺义也笑着点头 姬宿英再次说道 你怎么不问我 找你来有什么事情吗 刘顺义愣了一下 要不你直接说 姬宿英摇头 你先问 刘顺义 师姐 你找师弟 是有什么事情吗 姬宿英叹息 当初说的 你到了住基境界 就帮我炼制一颗宁金丹 我丹药呢 刘顺义二话没说 直接拿出一个小盒子 递给了姬宿英 姬宿英单手接过盒子 稍微打开了一丝 看到霞光之后 便赶紧盖上 多谢师弟 刘顺义点头 姬宿英转身离开 没有和刘顺义多说话 不过他还是传音 最近有个叫做怒天殿的组织 在猎杀一些人 这些人很危险 你多注意一些 虽然我不太确定 他们的目标有没有你 还有一个叫做阎罗殿的 不知道是一个新势力 还是很早就隐藏的势力 可目的不清楚 小心一些 若是没有什么事情 还是尽量不要出去 赵狗长老很不错 只要你不出门 有赵狗长老在 想来那些人 也不敢随便对青年宗动手 刘顺义 不过刘顺义还是说道 好的 多谢师姐告知 姬宿英点头 嗯 对了 这次上古秘境 你还是不要参加了 很危险 反正一切有我 我在 往后少不了你的修炼资源 你只需要好好隐藏就好 刘顺义认真的点头 只是等到姬宿英走后 刘顺义直接躺在躺椅上 四下无人 刘顺义开始联系林无道 怎么了 活颜王 林无道问道 刘顺义直接询问 你听说过怒天殿吗 林无道点头 听说过 反正我们现在人那么多 让人去调查一下怒天殿 顺便也让我看看 这阎罗殿的价值 林无道那边沉默了很久 刘顺义 信号断了 林无道那边再次传来消息 阎王给我一点时间 我们已经调查出来一些苗头 嗯 我最近有点忙 等忙完之后 再给详细地给你讲述一下 当前的情况 刘顺义倒也没有在意 行 那你给我一份 如何突破原因的资料 好 结束了传讯之后 刘顺义一时间感觉 自己过得有些清闲 随后开始认认真真的 看原因的突破资料 激素因下来 确实只是单纯的 要一颗丹药 因为这一颗丹药 价值无量 有了这个丹药 它就多了一层谋划 不过想起刘顺义 激素因还是有些担心 因为这个世界有些乱 乱得让激素因有些看不懂 就比如说赵构 前一世只是个救济天下的衣修 没有什么战力 但是行医的手段实在是恐怖 可现在的赵构 不仅仅行医的手段恐怖 就连杀人的手段都十分的恐怖 清连宗能够在这秘境下方安然无恙 甚至让所有人都不敢招惹 这可都是赵构的功劳 可正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和自己认知的完全不同 激素因也再次找到赵构 见过赵构长老 激素因对赵构很是尊敬 赵构则是赶紧摆手 素因仙子无需如此 之前在天神教那边 多亏了素因仙子帮赵某挡住了唐小人的那一击 不然 这世界上 怕是都没有我赵某人了 激素因微微笑了笑 赵构长老行医手段通天 怕是就算我不出手 赵构长老也会相安无事 赵构摇头 我手段再如何了得 可面对化神境界的强者 该死的还是死 这一点 赵构倒是没有说错 化神出手 直接神魂俱灭 有再多的手段都没有用 赵构先前之所以敢跳脸唐小人 那是因为 他始终观察唐小人 发现他的状态不对 这才敢跳脸 忽然 赵构皱起了眉头 刘顺义能够千里之外 抽人神魂和鲜血 那他岂不是 也可以千里之外 让人爆炸 难道 之前一直坑自己的 是刘顺义 赵构的神色变了变 可最后他还是觉得 有些不可能 因为他和刘顺义相处的 这段时间 他觉得 刘顺义这人对自己人 还是很坦荡的 怎么会坑自己 赵构长老 姬素英看到赵构在发呆 不由地呼唤了一声 赵构这才回过神来 哦 抱歉 刚才在想一些事情 有些出神 对了 素英仙子来找赵某 应该不是简单的 来寒暄几句吧 姬素英点头 确实有件事情 还请赵构长老 劳烦费心 赵构很开心 素英仙子尽管说吧 只要我能够帮得上忙的 我绝不推辞 姬素英也是笑了笑 是这样的 我想要让你照看一个人 赵构愣了一下 照看人 姬素英点头 我看中了一个弟子 只是那弟子实力低微 而且还有些胆小 此次秘境又十分凶险 甚至秘境没有开之前 外面也有很多不知名的敌人 所以 我想让你帮我照顾一下那弟子 赵构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没问题 你说的那弟子是谁 姬素英平静地说道 说起来 你可能也认识 就是我藏剑锋的炼丹师 他叫刘顺义 呼 赵构刚喝了一口茶 直接喷了出去 不是 你说谁 刘顺义 实力低 胆小 赵构赶紧用大袖擦了擦嘴 有些茫然地看着姬素英 姬素英皱起了眉头 有什么问题吗 赵构赶紧摆手 不不不 问题倒是没有问题 我只是好奇 他实力低 怎么还能成为三阶炼丹师的 姬素英顿了顿 也许是天赋一笔 最后 姬素英更是给了赵构很大的一笔好处 作为照顾刘顺义的辛苦费 而赵构也是拍着胸膛说道 你放心 有我赵构在 我保准刘顺义没事 有赵构的保证 姬素英也算是放心地离开 虽然赵构现在的人设变了 但是 他赵构 还是那个说一不二的赵构 这一点倒是没有变 不过等姬素英走了之后 赵构赶紧去找刘顺义 无他 他要把姬素英给他的东西 还给刘顺义 开什么玩笑 自己照顾刘顺义 他自己怕事都要被刘顺义照顾 而且从天神教那边回来之后 赵构都有些后怕 自己和刘顺义不是敌人 因为赵构他的医术 对刘顺义是完全没有用的 换句话来说 他若是和刘顺义打一场 刘顺义可以完全无视他的手段 甚至可能会秒杀他 就算杀不了他 刘顺义也能再抽他的血 炼他的魂 让自己成为刘顺义的循环修炼工具 尼玛 这种事情光是想一想 赵构就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好在是 刘顺义和他是兄弟 而且刘顺义对他也确实不错 自己做恶人 让自己做善人 这样的兄弟哪里找 赵构马不停蹄地来到刘顺义的住处 刚刚来到刘顺义的院子里 赵构就把储物袋丢给了刘顺义 这是啥 刘顺义接过储物袋 有些疑惑地问 赵构笑了笑 素英仙子给我的费用 让我照顾你 刘顺义把储物袋重新扔给了赵构 那往后可要多多仰仗 赵构长老了 赵构有些无语 别拿我打去 不过我今天来 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刘顺义点头 什么事 问吧 赵构盯着刘顺义 你能不能让一个人凭空爆炸 刘顺义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 怎么可能我要有这样的手段 我不成神了 赵构沉默 这说的也有道理 可你能凭空充血 刘顺义叹息 我就算是凭空抽人的血 就算把人抽干了 那也只是让人成干尸 怎么可能凭空爆炸 赵构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情 我之前就治疗过一个人 不 准确来说 我还没有治疗呢 我就是啊 摸了他一下 他就成干尸了 说到这里 赵构死死地盯着刘顺义 刘顺义无奈 我凭空炼血 那靠的是我金丹金介的本病法宝 你说的那个被你治疗成干尸的人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赵构沉默了 哦 没事了 说完 赵构再次拿出一个除物袋 这是从天神教那抢 不是 那赚取的五十亿零食 你看怎么处理 刘顺义都惊呆了 五十亿零食 一休那么赚钱的吗 只是看着这些巨款 刘顺义思索了一下问道 你自己赚的钱 你自己处理呗 赵构想了想 最后还是说道 那我把这些钱 全部投入阎罗店算了 刘顺义愣了一下 真的假的 你对阎罗店那么看重的吗 我怎么感觉 这不像是你 赵构叹息 其实阎罗店进去的 都是不怎么得知的人 还有一些大限将至的人 虽然你的血丹和神魂丹 有些邪恶 可终究是给了他们一些希望 这其中 善恶说不清楚 我是在想 既然他们有机会 倒不如把这些资源都给他们 让他们为自己拼一下 也算是做一件好事 刘顺义点头 那行吧 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 赵构点头 本来想要离开的 可赵构还是看着刘顺义问 这次秘境 你应该不会放着我 一个人去冒险的吧 刘顺义笑了笑 放心 你是我兄弟 我自然不会让你一个人冒险的 赵构点头 那到时候 你可要多照顾照顾我 毕竟 我只是个衣修 不善和人战斗 刘顺义看着赵构沉默了半天 然后也说道 其实我只是个炼丹师 越不善斗法 赵构 刘顺义 时间再次过去了三个月 距离秘境开启的时间 还有不到一个月 这三个月的时间 林无道感觉自己像是做梦一样 刘顺义提供的血丹和神魂丹 确实有些奇怪的作用 可林无道也没有想到 那玩意吃多了 竟然还能让阎罗殿 领悟一种全新的神通 因为吃了神魂丹 灵魂过于强大的原因 再加上那血丹所改造的身体 导致阎罗殿的人 全部都是基因血体 甚至灵魂还能衍生出 灵魂法器或者法宝 至于作用 是直接打散别人的灵魂 和勾走别人的灵魂 不仅如此 如今阎罗殿的人 是随时随地 能够嵌入暗影 嵌入虚空 那简直就像是真的鬼一样 不对 我之前只是看过一个画本 就随便玩笑想 兴致地取名为阎罗殿 现如今看来 怎么才成真了 灵魂倒是满脸的难以置信 因为此时在一旁 满脸的怪异 大人 你的轮回肢体 似乎和画本子上的地域 也有些关系 而且 阎罗殿也是你取的名字 有没有一种可能 阎罗殿的成立 是天意 灵魂倒沉默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灵魂倒忽然询问 要不 我再研究个十八层地域 再成立个六道轮回 尹魂摇头 大人 先别想那么多 因为你成立了也没有用 因为兄弟们勾出来的魂 都是直接吃了 灵魂倒 对了 我不是记得 你在探查怒天殿的情报吗 尹魂点头 情报已经得到了 不过有些小麻烦 而且 我这次来 还是有个更加重要的事情 尹魂有些不好意思的挠头 看着灵魂倒 你要不和大阎网说一下 让他再弄点血丹和神魂丹 灵魂倒瞪大了眼睛 还要 尹魂此时拿了一个空间戒指 递给灵魂倒 灵魂倒接过来看了看 发现里面的资源 简直堆成了好多小山 瞬间就疑惑了 这不是不缺资源吗 尹魂的面色十分尴尬 兄弟们不愿意吃这些正常的资源 他们就想要那血丹和神魂丹 而且很离谱 他们的基因肢体 无论受到多厉害的伤害 血丹和神魂丹 都能瞬间让他们恢复 可以说 现在阎罗殿 这两单药已经成为了通用货币 灵魂倒深吸一口气 联系大阎网没问题 可怒天殿 到底调查得怎么样了 我总不能不带回去一点消息吧 尹魂小声说道 还差一个主要据点 就全灭了 等全灭了怒天殿 我们就能够完全洞察怒天殿的消息 灵魂倒 灵魂倒深吸了一口气 他看着尹魂 再次确认了一遍 我让你去调查怒怒天殿是不 尹魂闪烁着蠢萌的眼睛 点头应道 对呀 灵魂倒平复了一下心情 那你之前说 暂时有些困难 尚未明确怒天殿的消息是吧 尹魂再次点头 灵魂倒忍不住了 这怎么转头给人家灭了 你都把人家给灭了 你还给我说 暂时还没有调查到怒天殿的消息 尹魂赶紧摇头解释 不不不 判官大人 是这样的 一开始 我们确实是想要偷偷调查的 但是有个兄弟 直接把怒天殿的人魂都给打出来了 兄弟们就想着 这怒天殿的人那么弱 不应该啊 然后就想着深入调查一下 然后就慢慢深入 最后就成了 还剩下一个 在秦州的怒天殿的主殿 灵魂倒坐在躺椅上 捂着自己的额头 他忽然觉得 这个世界很陌生 也很疯狂 更让灵魂倒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当初成立暗影阁的时候 这隐位也没有那么能干 这不过是换了个主子 怎么到处充满了诡异 灵魂倒一时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可忽然 灵魂倒有些疑惑 阎罗殿虽然有十万人 可大部分都是炼器 助击 金丹都很少有 怒天殿真的那么弱 隐位摇头 其实怒天殿的人不弱的 助击和金丹都不少 但是架不住 大阎王的神魂丹和血丹 实在是过于变态 你敢相信吗 就算是我们的人 被打得只剩下半个脑袋 一颗血丹就能直接复活 而我们的人手段 是直接攻击别人的灵魂 或者是勾魂 而且随便融入地下 或者是暗影处 再厉害的人 也经不住 我们十万条鬼一样的存在碾压 灵魂倒听得头皮发麻 他是这辈子都没有想到 自己当初玩笑一样的改名字 结果发展的方向 越来越走入了正轨 尹未这个时候再次询问 所以 血丹和神魂丹的事情 你要不再找大阎王要点 毕竟那玩意 对于我们阎罗殿十分的重要 那可是货币 灵魂倒看着尹未 伸手 把现在获得的 怒天殿的情报给我一份 找大阎王要钱 那也总要有点恭敬 尹未此时有些犯难 这不太行 目前怒天殿的情报 不是很准确 甚至感觉有些离谱 我们需要灭掉怒天殿 在秦州的主店 反复确认情报才行 灵魂倒微微闭上了眼睛 那就确认了之后再说 尹未点头 那行 我和兄弟们说一声 灵魂倒忽然叫住尹未 那血丹和神魂丹 你吃了吗 尹未点头 吃了 你别说 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灵魂倒点头 行了 你去吧 对了 既然阎罗殿现在那么厉害 你再帮我调查一个人 谁 灵魂倒眼神有些冰冷 天殿圣地第九圣子 尹未点头 好 包在我身上 不过大人 想要知道 他哪方面的信息 灵魂倒赶紧说道 当然是全部 还有当初 他是怎么突然横空打败我的 又是如何修炼 犹如喝水一样简单 对了 别让兄弟们 再和调查怒天殿一样 天殿圣地 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对付的 尹未笑了笑 你放心 咱又不傻 说完 尹未去办事 灵魂倒看着尹未离开的身形 内心有种不好的预感 可最后 他还是摇摇头 尹未和我一同 从天际圣地出来的 他应该不会犯错 这件事情 灵魂倒暂时没有去想 此时灵魂倒反而是拿出来一个储物袋 里面全是刘顺义 当初给他的血丹和神魂丹 犹豫了一下 灵魂倒还是小心翼翼地 吃了一颗血丹 之后仔细感受 嗯 除了灵力充沛一点 我似乎还听到了什么声音 灵魂倒有些不确定 他又吃了个神魂丹 死我忽然感觉脑子很雅 但是灵魂倒没有停 继续开始吃 无论是神魂丹 还是血丹 到了最后 灵魂倒忽然感觉自己的灵台 忽然一片清明 紧跟着 他看到了一条长河 长河翻涌奔腾 更有无数灵气 灌入他的身体 哄 灵魂倒的修为 来到了原因中期 同一时间 灵魂倒明白了 那条河的名字 黄泉 哗啦 潮水褪去 灵魂倒直接毫无感知 低头一看 才发现 神魂丹和血丹吃完了 灵魂倒瞪大了双眼 有些难以置信 他叮 就在这个时候 一本书不知道从何处而来 砸落在他的头上 掉落在地下 紧跟着还有一个毛笔 灵魂倒带着些许疑惑 捡起那本书 书很普通 就像是凡人世界 随便装定的一样 但是书的名字有点厉害 善恶才定 生死有定 命运之书 灵魂倒看着这书 沉默了很久 他拿着毛笔 想了想 翻开书 之后在上面写上一个人的名字 二影子 没多久 那空表之处逐渐地浮现出一栏字迹 阎罗殿公职 善恶评判 由阎望定驳 灵魂倒瞪大了双眼 然后 他开始四处看了看 最后吞了吞口水 不是吧 我真的成为判官了 想了想 他又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不多时 那命运之书再次显露出一行字迹 有空找赵阎望看看脑子 灵魂倒 他感觉 这本书在骂自己 想了想 他写上了刘顺义的名字 结果那本书直接飞了出去 然后一个螺旋 狠狠地拍在灵魂倒的脸上 灵魂倒猝不及防之下 直接被抽飞了出去 还没有等灵魂倒反应过来 那毛笔也变得巨大 最后 毛笔都变成了浮沉 浮沉直接把灵魂倒吊起来 那命运之书 直接幻化成了一个戴着面具的大汉 手中按着鞭子 开始抽灵魂倒 啊 哎哟 啊 别打了 别打了 我错了 啊 两个时辰之后 灵魂倒鼻青脸肿地看着自己手中的命运之书 和那乌黑的毛笔 陷入了一阵的沉默 此时秦州 怒天殿主殿 此时有人浑身颤抖地 跪在大殿之上 巴怒大人 我们还是跑吧 现在真的挡不住了 第八怒面色十分难看 不过区区一个不知道什么玩意的阎罗殿 怕什么 都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都给我燃烧起斗志来 我们是怒天殿 让老天爷都会发怒的殿堂 甚至都可以截取天道机缘的怒天殿 你们再怕什么 都给我杀出去 只是这第八怒尚未说完 大殿的大门轰然破碎 紧跟着 就是一股黑烟冲入大殿 空中 还带着一阵阵诡异的笑声 嘿嘿嘿 嘻嘻嘻 紧跟着 便是一阵阵的锁链响动的声音 扑扑扑 除了第八怒 大殿之中的其他人 全部被锁链洞穿了身体 但是 他们没受伤 可随着锁链的拉扯收紧 那些金丹修饰的神魂 瞬间就被拉出 哄 一阵黑烟 瞬间包围那些神魂 啊 神魂惨叫 不出片刻 那些神魂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场面 看得第八怒也是 头皮发麻 甚至 他心中荒唐地来了一句 鬼啊 可怎么说 他也是原因修饰 一群装神弄鬼的东西 给我 他话音未落 隐蔚的手 直接洞穿了第八怒 随后更是把第八怒的原因 给扯了出来 那第八怒的原因 惊恐地看着尹卫 你 他还没有说话 尹卫直接吞了他的原因 呵呵 谁还不是个原因呢 不过 尹卫 没有完全吞噬这家伙的原因 而是留下了一小部分 在从那第八怒的身体里 取出一滴精血 然后全部封印在一块黑色的腰排之上 有人走出黑烟 有些疑惑地看着尹卫 大人 你这是在做什么 尹卫高深地说道 这第八怒 算是怒天殿的核心成员 在怒天殿 必然有魂牌的存在 我此举是保证 第八怒的魂牌 不会在那背后 隐藏的怒天殿碎裂 这样一来 怒天殿总部只会认为 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绝不会想到 怒天殿在秦州已经被灭了 当然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 即便是怒天殿总部觉得有问题 也不会大规模地来秦州 估计只会派遣一两个头目过来调查 来一个 到时候 我们就杀一个 那些躲在阴影之中的人 眼睛也亮了起来 只是那眼睛的亮光 全是红色的光芒 整个怒天殿 瞬间亮起来50个血红色的眼睛 看着让人头皮发麻 因为这个时候再次说道 先找怒天殿的消息 把所有能够记下来的 全部记下来 还有资源 全部给两位阎王送过去 说不定阎王一高兴 再次给我们奖赏 血丹和神魂丹的效果 你们都知道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那些隐藏在黑暗中人 全部露出了诡异的怪笑 森白的牙齿 配合上冒着红光的眼睛 看起来是真的像是诡异 上古秘境边缘 这里有大能者 专门构建了一个临时的小世界 而能够在这小世界之中的人 都是最为顶尖的大能 里面修为最低 都是原因大圆满的修饰 至于最高 暂且不知 不过就现在知道的 最高修为是练须修士 而在这小世界的冰雪世界当中 一浑身白色长裙 面容冷艳的女子 此时面色惨白 前几天 她总是心神不宁 因为没有接收到 任何怒天殿传来的消息 而且 她也放出过神识 寻找怒天殿的人 结果 怒天殿的人 就像是凭空消失一样 女子想不通 她甚至并不觉得 怒天殿会出现什么问题 但是怒天殿如今消失得无影无踪 让这女子 着实有些看不明白 难道是上面 还有什么计划 我都无法参与 女子只能这样自我解释 可时间过去半个月 女子才感觉有些不对劲 因为主店也在询问 问她最近在搞什么幺蛾子 为何猎杀计划停滞不前 秘境开启再急 还不动手 等什么 女子这才终于明白 是怒天殿出了问题 随后她再次派人调查 可最后 派出去的人 犹如石山大海 女子坐不住了 为此 她亲自下去了一趟 可结果 怒天殿没了 就连大殿 都从秦州消失 女子不相信 再次确认了很多天 最后得知了一个结果 怒天殿 真的彻底消失 女子赶紧上报 此时 她正拿着传讯令牌 等着主店回应 可最后 主店那边也沉默了好半天 来了一句 我的店呢 女子 犹豫了半天 女子再次灵力凝聚成字 可能被人灭了 这不可能 然后再次传讯令牌 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最后 主店那边 终于再次下了一道命令 调查灭我怒天殿的人 秘境暂时不要开启 等我再次让人 把猎杀计划完成得 差不多再开始 女子深吸一口气 好 随后结束了传讯 可女子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情 能够翘无声息地灭掉 怒天殿的人 是多恐怖 我去调查 女子头皮发麻 她也不过原因大圆满 秦州怒天殿第八怒 甚至是比她都厉害的 原因大圆满 都死得翘无声息 自己去调查 还能活命 女子犯愁 甚至感觉有些绝望 清廉宗驻地 刘顺义有些震惊地 看着自己手中的东西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怒天殿的计划 还有此次上古秘境开启之后 后面的一些阴谋 很是详细 刘顺义看着看着 眼神就变得阴沉了起来 这怒天殿 竟然掌控了 秘境的开启方法 此次秘境出现波动 竟然是怒天殿 故意引起的 就是为了猎杀一些人 而且 刘顺义看着那些 被怒天殿猎杀的人 瞳孔都不由得一阵收缩 他们这个雷杀的方式 让我感觉到莫名的熟悉 但是又有些不同 此时 赵构也在看另外一份情报 越看 赵构的面色越难看 不仅仅如此 甚至这怒天殿 似乎遍布天下 而且行踪也极为隐秘 甚至有一点 似乎每次有大小秘境开启 怒天殿的人都在 甚至能够抢夺 每一个秘境的关键资源 刘顺义的眼睛 微微眯了起来 这就很有意思了 刘顺义呵呵笑着说道 赵构此时也皱起了眉头 怒天殿的这些做法 有点不符合常理 甚至让我感觉有些怪异 甚至赵构 看着怒天殿要杀的那些人 他十分疑惑 猎杀天才 这个我十分能够理解 可是猎杀那些废物 或者是被扫地出门的家族子弟 还有一些乞丐 这是为什么 刘顺义笑了笑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怒天殿知道这些人的未来 赵构瞪大了双眼 他们会算命 刘顺义摇头 若是算命的 都能够算到秘境的出入口 或者秘境之中的顶级宝物 那这个世界 怕不是成为了算命人的天下 赵构沉思了一会 那就是怒天殿 有人看到了未来 刘顺义想了想 可以这样说 不过 若是我猜测的不错 他们应该不仅仅只是看到了未来 甚至未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 我估计怒天殿人都知晓 赵构有些震惊地看着刘顺义 那这怒天殿 岂不是很可怕 刘顺义看了一眼 手手中的情报 又看了看赵构 难道怒天殿不可怕吗 赵构陷入了沉默 可忽然 赵构发现了一个细节 其实也不尽然 至少秦州怒天殿被灭的事情 怒天殿不知道 这其实说明 怒天殿并没有我们想象之中的那么深 刘顺义有些无语 不是说好了 一般穿越者的身边 智商都不是很高 只有这样 才显得穿越者智商妖念吗 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管是遇到的敌人 还是身边的朋友 一个个都聪明得不像样子 刘顺义叹息 你 刘顺义还没有说完 赵构再次说道 可预知未来这东西 即便是神通 也不会如此详细 甚至相信到 怒天殿还专门去屠杀一只狗 不是仙人 绝不可能知道的那么详细 也就是说 怒天殿背后的人 很有可能是一尊仙人 说到这里 赵构再次摇头 这也不可能 这个世界虽然有仙人的洞服 可那也不过是仙人飞升之前 把自己的东西留下来 修真戒大能也不守 若是真的有什么大秘密 早就藏不住 但是也不敢保证 真的有什么仙人抽风 刘顺义笑了笑 其实你也有没有想过 若是有人跨越时间长河 回到了这个时代呢 赵构再次瞪大了双眼 然后再次看着手中的情报 一瞬间 觉得一切都很合理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 刘顺义看着尹卫说道 秦州的怒天殿 痕迹都清理干净了吧 尹卫点头 很干净 刘顺义恩了一声 那就好 接下来什么都不要做 哪怕是怒天殿的人 再次来到秦州 也不要动 尹卫点头 赵构挠头 若是按照你所说 这背后之人 若是真的跨越时间长河 来到这个时代 以那背后之人的推断 很难不把怀疑对象 牵扯到阎王殿神身上 我们真的什么都不做 刘顺义摇头 也不能说什么都不做 只是对于怒天殿 什么都别做 赵构不理解 为何 我觉得 我们应该来一个杀一个 刘顺义叹息 你会开秘境吗 赵构 秘境开启的方法 还在怒天殿的手上 我们若是阻拦怒天殿的计划 岂不是这秘境永远都开不了 当然 有些消息还是要说一说的 比如说 散播一些情报 怒天殿的人 知道如何打开秘境 甚至也透露出一些怒天殿的位置 相信有人会处理怒天殿 赵构点头 此时尹卫上前 递出两个空间戒指 给刘顺义和赵构 两人接过来之后 一瞬间有些猛 那么多资源 刘顺义很诧异 因为这些资源 都已经比得上 自己当初收割的秘境了 不错 这些你拿回去 和阎罗殿的人分了吧 我们两个暂时留下来一份就好 尹卫有些尴尬 那个 两位阎王大人 我们 我们想要大量的血丹和神魂丹 刘顺义 赵构 尹卫只能再次解释 为何要这两种丹药 尹卫听完之后 也是满脸的难以置信 那个 仓库里还有血丹和神魂丹吧 尹卫点头 有 但是只剩七成了 尹卫吞了吞口水 感觉有些口干舌燥 先把仓库的血丹分出去 等密尽开起来之后 我再给你们血丹和神魂丹 尹卫大喜 多谢两位大人 尹卫开心地离开 自然是去领取血丹和神魂丹 而等尹卫走后 刘顺义看了看赵构 天神教的那些人 还能再抽吗 赵构摇头 不行 上次因为他们的肝脏过度辛劳 已经导致脾脏萎缩 如今天神教的弟子 全部都有贫血的症状了 刘顺义也想起来 天神教的名字 现如今都有些变成了淡金色了 刘顺义只能叹息 那要不这样 反正怒天殿的人 还会再来擒舟对吧 赵构点头 到时候 让让阎罗店的 把怒天殿的人全部活捉 抽他们的血 赵构小声询问 你不是说 暂时不动怒天殿吗 刘顺义叹息 我总不能随便抽人血 抽人的神魂吧 我又不是魔头 赵构脸皮子抽了抽 他总觉得这个话有点问题 但是一时间又说不出来 有什么问题 而刘顺义忽然眼睛一亮 我有个计划 你要不要听一听 赵构狐疑地看着刘顺义 刘顺义挥手 示意让赵构复尔过来 赵构慢慢地靠近 刘顺义这个时候再次说道 我这里有种丹药 叫做忘忧丹 到时候 我抽他们的血和神魂 你再给他们治疗好 服用忘忧丹 再给他们扔出去 事后你打着行医的名字 告诉他们 脾脏不好 告诉他们 应该吃那些东西提挑领 等他们调理好了 我们再继续抽 赵构张大了嘴 你上一句说什么 刘顺义 赵构提醒 你说你不是魔头 冷霜最近这几日 一直在偷偷摸摸地 调查怒天殿消失的事情 而调查的这段时间里 冷霜那是一个心惊胆战 实在是 怒天殿消失的太过于诡异 原本冷霜都已经做好了 赴死的准备 甚至封地都给自己选好了 可结果 调查得十分顺利 而且顺利的有些过分 几乎是 他想要知道什么消息 什么消息就会悄然间 或者是无意间 传入到了他的耳朵里 最后明指暗指的 他调查到了一座山洞之中 来到此地 冷霜直接吓得双腿一软 因为 他看到了怒天殿成员的尸体 像是经历了一场大战 可偶然间能够看到 怒天殿成员的武器 全部都插入了自己人的身体 这是 自相残杀 冷霜很快得出来一个结论 随后 他再次朝着山洞之中探查 猛然间 他看到了一个黑色的葫芦 散发着浓郁黑光 这是 宝贝 冷霜震惊 他甚至都看不出 那葫芦的品级 甚至他也没有贪心地 想要把这葫芦据为己有 怒天殿的人都死完了 他哪有胆子去碰这个东西 冷霜最后慢慢退去 在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标记之后 他赶紧联系怒天殿 什么 有质保 怒天殿的所有人 都是为了那质保死的 冷霜点头 目前看来 是这样的 传讯令牌沉默了一会 随后问道 具体说一下 那葫芦长什么样子 冷霜探头 看向了山洞里面 随后说道 那葫芦乌黑 但是却散发着一股 奈欧浓绿色的光芒 甚至被那浓绿色的光芒笼罩 还有一些很舒服的感觉 另外一头沉默了一会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没有别的特点 冷霜再次看了看 接着像是见了鬼一样 因为他看到 那葫芦竟然用葫芦叶子 抓起来一个痒痒挠 然后再挠痒痒 冷霜有些不敢确定 揉了揉眼睛 再次看了看 那葫芦再次恢复了平静 冷霜吞了吞口水 应该没有其他特点了吧 传讯令牌那边沉默了许久 冷霜甚至能够听到 翻书的声音 不知道过了多久 传讯令牌那边再次说道 你去看看葫芦的背面 是不是还有个 犹如笑脸一样的花纹 冷霜面色惨白 这 我 别废话 赶紧看看 好吧 冷霜硬着头皮 提着裙子 小心翼翼地跨越了一个个尸体 最后终于走到了葫芦背面 果然 这葫芦背面真的有个笑脸 冷霜赶紧回应 有 另外一头再次询问 那笑脸是不是很慈祥 冷霜 他看着那葫芦上 猙獰的笑脸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怎么说 说话 冷霜吓了一跳 随后赶紧说道 应该算是慈祥吧 什么叫应该 冷霜看着刚好有一滴水 从山洞上面落下 刚好挂在那葫芦笑脸的嘴角 看着就像是葫芦对着他流口水 冷霜吓到面色惨白 然后赶紧逃了出去 没什么 就是那个笑脸 慈祥的有些过分 可怒天殿那边炸了锅 至宝 狄沉葫芦 怒天殿有些不淡定了 随后说道 你守住那里 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说完 传讯中断 冷霜看着那一群尸体 身躯都颤抖了起来 我 哎 烦死了 冷霜十分难受 他原本就胆小 此时守在这些尸体旁边 对于冷霜而言 简直是折磨 最后 冷霜也只能蜷缩在一旁的角落 双手捂着脸 噗 就在这个时候 不知道谁放了个屁 冷霜 然后 让冷霜难忘的一幕出现 他看到那些尸体 全部扭头去看向了其中一个人 那人有些尴尬 我 没忍住 啊 冷霜惊叫 然后 他看到那群尸体 又齐刷刷地看向了他 甚至有的人 脸上还在滴血 冷霜双眼一番 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这下 那些尸体不淡定了 甚至有人抓着 那放屁的人 按在地上揍了一顿 你腿磨的 若是破坏了阎罗王的计划 我们都要 跟着你受到惩罚 那两位的手段 你是没有见识过 还是怎么的 那被揍的人 此时委屈极了 我也不想啊 可 可我实在忍不住啊 等一下 先别打了 这小娘们怎么办 众人一时间都陷入了沉默 给他重新摆好之前的姿势 我们重新躺下 众人点头 然后再次把冷霜扶起来 蜷缩在地上 还是双手捂着脸 之后 所有人再次躺下 一切归于平静 哒哒哒哒 此时三个骷髅头 嘴巴在不停地抖动 像是要说什么 但是最后只能发出 一阵阵哒哒哒的声音 而被算个骷髅头 围在中间的那老头 此时也是欲哭无泪 老左 咱们要是说不上话 咱们写字成不 你们这三个老骨头 一直对着我咔咔咔的 我心慌 碰 其中一个穿着长袍的骷髅头 手骨敲在了老头的头上 随后拿起一根树枝 在地上写字 跟 我们走 那老头瞪大了双眼 不是 老左 我还没活够呢 你就要带我走 碰 老头的脑袋 再次被另外一个 骷髅头敲打了一下 随后也在地上写着 必须走 有魔头 不走 你就飞黄腾达了 老头猛逼地看着 自己这三位老左 不是 你们是骷髅头不带脑子吗 我都要飞黄腾达了 我还走什么 哒哒哒 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 另外一个骷髅头 来到老头面前 嘴巴不停地上下开河 指了指天上 又指了指地下 然后手骨一拍 弹开双臂 哒哒哒 你懂了吧 老头满脸猛逼 随后看向了旁边的两位骷髅头 这位老祖在说什么 其中一个骷髅头 在地上写着 上到天 下到地 这个世界将会错乱 甚至迎来一场谅节 你若是不走 将会在这场谅节之中 发光发热 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好事 你懂了吧 老头 所以 赶紧跟我们走 另外一个骷髅 在地上再次写道 老头的脑子 到现在都是江湖 他也是被自己 这三个老祖 给整糊涂了 我会发光发热 对我们不好 这到底 是一个什么说法 可老头也实在是 拗不过这三个骷髅 只能叹息 行吧行吧 都听老祖的 不过 我饿了 总要让我吃点东西 再赶路吧 三个骷髅头 互相对视一眼 随后点头 不多时 老头随便来到了 一个小镇子旁边 然后就随便找了 一家小餐馆 可当着老头刚刚坐下 吓得都差点跳起来 因为这小餐馆 已经坐满了人 当然 这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是 在老头的眼中 这些人的身上 都冒着血沙之气 这是 血光之灾 老头放眼望去 好急火 这些人 全部都有血光之灾 可再仔细观察 老头满脸的猛逼 客观 吃些什么 店小二走过来询问 老头看了看店小二 苦笑一声 对不起 我忘了带钱 说完 老头赶紧走 随后老头再次找了个 没有多少人的餐馆 找个雅间 随便叫了一些吃的 看着四下无人 老头赶紧对着周围 小声地呼喊 三位老祖 在不在 哗啦 老头刚刚说完 三个骷髅架 从房梁上倒掉下来 眼神奇奇地对准老头 给老头吓得一口气 没喘上来 老祖 你们能不能不要吓唬我 我年龄也不小了 我这心脏 真的承受不住 其中一个骷髅 拿个模板 刷刷地写了一行字 喊我们作甚 老头这才说出自己的疑惑 老祖 我刚刚算了一个 很奇怪的卦象 就是方才那些人 我算了 他们都有血光之灾 但是这个血光之灾 不会让他们死 甚至也不会受伤 可奇怪的是 这个血光之灾 还有点稳定中 带着不稳定 一闪一闪的 像是在跳舞 我生平 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的卦象 那三个骷髅头 场面沉默了很久 老头这个时候试探地问道 难道是我学医不经 三个骷髅头消失 没有多久 三个骷髅头 骨头都变成了青色 拽着老头就要走 哎 等等 祖宗呢 这是干啥去 我还没 老头还没说完 那三个骷髅头 直挺挺地倒下 躺成了一排 双手还交叉在胸前 那样子 看起来十分的安详 老头 这是怎么了 就在这个时候 老头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之前行医的时候 经常来这家餐馆吃东西 别看这小店不怎么样 但是手艺很绝 赵狗和刘顺义 从外面迈步走了进来 老头愣了愣 然后对着赵狗挥手 想要打招呼 忽然一个骷髅头跳起来 捂住他的嘴 赶紧给他拉到哑间 砰个一声把门关上 刘顺义看向了老头的方向 有些不确定 赵兄 我刚刚好像又看到他算命的了 赵狗愣了一下 在哪 刘顺义指了指老头的哑间 此时 那捂住老头嘴的骷髅 再次躺下 一动不动 而刘顺义和赵狗 已经来到了哑间的门口 哗啦 哑间被推开 刘顺义和赵狗 就看到那老头嘴里 吐出一根植骨 地上还有三具骸骨 几人相互沉默 老头此时赶紧解释 这三位是我老祖 之前我们家祖坟不是炸了吗 我就想着 帮我们家老祖重新找一个风水宝地 方才搬运我家老嘴的时候 不小心打了个喷嚏 就 这太巧了 刘顺义和赵狗诗然地点头 赵狗这个时候笑了笑 刚好 熟人见面 我们喝一杯 我请客 老头一听说 赵狗请客 自然不会拒绝 不过看着这老头 赵狗还是说道 要不 你再给我算一挂 老头挠头 你想要算什么 赵狗还是有些不死心 你给我算算 我未来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赵狗自从跟着刘顺义 虽然没有做坏事 但是他总觉得他们做的事情 不像是什么好事 这才有了 想要再找老头算一算的想法 老头这个时候说到 生辰八字 赵狗点头 拿到了赵狗的生辰八字之后 老头开始测算 不多时 老头瞪大了双眼 你 你未来受天下人敬仰 人人见了都要朝拜 甚至还我还看到了一行字 赵狗欣喜 怎么说 老头挑眉 救苦救难赵天尊 赵狗瞬间欣喜若狂 真的 老头点头 此时赵狗高兴地像个孩子 刘兄 你听到了吗 我 往后可是救苦救难赵天尊 这说明 我的医术 将会名扬天下 刘顺义越是恭喜地说道 所以说 这回你不用担心了吧 赵狗点头 此时赵狗忽然看着老头说道 要不 你再给我刘兄算一算 老头看了看刘顺义的面相 犹豫了一下点头 行吧 八字 刘顺义犹豫了一下 把自己穿越到这里的时间 说出八字 给了这老头 老头开始补算 嗯 嗯 老头再次算了算 然后陷入了沉思 赵狗皱起了眉头 你倒是说说 怎么回事 老头有些不确定 这位刘兄 虽然名气不如你 但是也被人称之为 一身正气真君子 名气不算大 也不算小 可就是 那呼呼冒着的黑气 真的是浩然正气吗 赵狗 一身正气 赵狗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着刘顺义 刘顺义有些无语 你这是什么眼神 难道不是吗 赵狗陷入了沉默 原本有些预约的心情 瞬间变得不好了 唉 算命之道 果然不可信 刘顺义黑着脸 我觉得你在骂我 赵狗笑了笑 真没有 我就是觉得 算命是真的不可信 刘顺义叹息 不过刘顺义眼看 怒天殿的人离开了 这个时候 也对那老头行礼 多谢老先生 说完 他丢给老头一千零十 提出告辞 赵狗也跟着离开 刘顺义和赵狗刚走 那三个骷髅 就他跳起来 一个来了个飞踢 直接把老头踹倒在地 另外两个超级板凳 然后三人一起军殴 别 别打了 冷霜再次醒来的时候 一脸猛逼地看着当前的场景 尸体 还是那些尸体 位置都没有换 而自己 也依然是坐在地上 双手捂着脸的动作 我 做噩梦了 冷霜有些不自信地自愈 想了想 冷霜捡起一颗小石头 朝着那群尸体丢了过去 小石头准确地砸在一具尸体的脑袋上 毫无动静 也毫无反应 冷霜捡起一块更大的 一瞬间 阎罗殿的成员都有些无语 碰 石头再次砸中一个尸体 没有任何反应 冷霜犹豫了一下 随后他单手一招 轰隆隆 一颗巨石被他直接控制在空中 阎罗殿的成员已经汗流加倍了 这姑娘是不是有兵 这是阎罗殿人员脑海中的第一个想法 就在阎罗殿的人 忍不住要暴露的时候 忽然有人叫住了冷霜 住手 你在干什么 冷霜吓得一哆嗦 当他回头看了一眼 才发现一长相妩媚的女子 怒目看着他 第七大人 我我我 冷霜想要解释 可一时间又不知道如何解释 总不能说 自己被这一群尸体吓到了 那多丢人 被称之为第七的女人 面色冰冷 滚一边去吧 冷霜赶紧低头 好的 等到冷霜让开之后 他身后怒天殿的人 赶紧包围了这里 第七大人 则是无视了地上的尸体 直接朝着山洞走了过去 当看到那葫芦的时候 第七有些猛逼 他拿出了一卷画册 和那黑色的葫芦比对 这 资料上说的 笛尘葫芦是紫色的 可为啥这是黑色 随后 他再次走到了那葫芦的背面 看到那葫芦上 猙獰的笑脸 第七不由看向了外面的冷霜 这就慈祥 冷霜脖子一缩 紧接着 冷霜的身体搜的一下 消失在了山洞的盲区 第七有些无语 虽然有可能不一样 但是 这确实是笛神葫芦 来人 带走 第七喊道 只是喊了半天 第七也没有看到人 都死哪去了 第七怒气冲冲地走出山洞 可他刚刚走出山洞之外 砰的一声 第七就感觉眼前一黑 然后趴在地上 刷刷 刘顺义和赵构的身形 瞬间出现 动手 赵构点头 刘顺义直接控制黑色的葫芦 开始凭空抽这些人的血 还有神魂的力量 赵构也在一旁治疗 阎罗殿的其他成员 一边防止有人醒来 一边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甚至他们看到了地上的那些人 虽然昏迷 可身体还是不停地抽搐 这 就是两位阎罗王大人 众人内心 对于阎罗殿 就更加地忠诚了 甚至看刘顺义和赵构的眼神 也越发地尊敬 可能是一回生二回熟的原因 这一次 刘顺义和赵构 配合得极好 两人直接把这些人的肝脏 抽到了最大的限度 也就停手 随后 刘顺义给每人一颗忘忧丹 让阎罗殿的人 再次把这群人送到外面 甚至还为他们支起了帐篷 让他们好好地休息 做完这一切 刘顺义给那些阎罗殿的人 一些血单和神魂单之后 他带着赵构再次消失 第二天清晨 第七嘴唇发白 有些猛逼地站在帐篷之外 他现在不仅有些口渴 甚至还有些头疼 甚至单手下意识地捂着自己的肚子 感觉还有点肝疼 可最让他疑惑的是 他昨天有让人搭建帐篷吗 四 第七揉了揉太阳穴 有点想不起来 可随后 一群怒天殿的人 都是嘴唇发白 一脸猛逼地从帐篷走出来 从他们的眼神之中 似乎可以读出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第七此时开口询问 昨天晚上谁搭建的帐篷 为何我们是在这个地方休息 众人一脸猛逼 第七皱起了眉头 都检查一下 身上的东西有没有手 还有 有没有受伤 怒天殿的人再次检查了一遍 最后都摇头 没有受伤 就是有点口渴 还有点 肝疼 出现了这个情况 第七也没有准备立马行动 那 先调整一下 晚上再去探查 众人点头 第三天早上 第七再次猛逼地站在帐篷外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八天 第七大人站不起来了 因为站起来就头晕 甚至 他内饰了自己的身体 自己身体的血液极少 这是怎么回事啊 撞邪了 第七大人颤颤巍巍 拄着拐杖走出去 可映入眼帘的 是怒天殿的人 全部面色惨白 相互搀扶 明明都是年轻人 可现在看起来 似乎都像是老弱病残 第七猛逼了 谁能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 我们是来干啥来着 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在这里 此时 有个怒天殿的人 捂着自己的肝 大人 其他的先别管了 你有没有感觉 肝脏抽疼 第七点头 是有这么回事 那人此时面色难看 我方才检查了一下 发现我们的人 肝脏都有些萎缩 那感觉像是过度老了一样 其他的先不说 我们若是再不吃点养肝脏的东西 那就只能换一个肝脏了 第七愣住 那还等什么 赶紧找 是 随后 第七大人就看着一群人相互搀扶 朝着远处的镇子上走去 转眼之间 过去了三天 他们终于是恢复了气色 这个时候 第七也才想起来 不好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敌城葫芦 赶紧去看看 葫芦还在不在 又是一天的时间过去 这一天 第七大人脸色有些蜡黄 他坐着轮椅 被人推到了一处小河边 第七大人一边喝着菊花茶 一边发呆 他就这样坐着 在怀疑人生 直到太阳落山 第七才有所反应 尤其是当黑暗降临的时候 他的心中就涌现出了无尽的恐惧 又到了晚上了吗 不知道为什么 一到晚上 第七就感觉自己的肝脏 都在忍不住的颤抖 到了深夜 第七大人 还是没有做出任何行动 因为内心的恐惧 和肝脏的抽搐 时刻在提醒他 他现在最需要做的 就是好生修养 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随着夜色越深 他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就越是严重 重新回到帐篷之中 第七大人 看到自己所带来的那些人 也同样和自己一样 不安 恐惧 紧张地 看着周围的环境 第七的眼神很是迷茫 甚至有些不解 为何会变成这个样子 还有 我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就在这个时候 第七的腰排忽然飞了出来 紧跟着 便释放出一个身穿黑袍 看不清面容的虚影 那虚影看到坐在轮椅上的第七 还有那全部虚弱的 不成样子的怒天殿成员 也是呆滞了几秒钟 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虚影才问道 你们这是怎么了 第七再次喝了一口菊花茶 神情茫然地摇头 不知道 那虚影也不再询问这件事情 迷范葫芦到手没有 这才是那虚影最为关心的问题 可谁知道 第七在听到迷范葫芦的时候 浑身开始颤抖 猛然间 他模模糊糊地看到两个人 那两人逐渐地在第七的眼前 变得巨大 不仅如此 那两人脸上还带着凝笑 一个浑身冒着绿光 一个人手拿黑色的葫芦 然后他就看到两人朝着自己伸出了巨大的手掌 不不不 不要 啊 第七腾的一下 从轮椅上跳起来 发了风一样的朝着远处逃跑 那虚影 他这是怎么了 虚影看着其他的怒天殿成员 结果那些怒天殿的成员 一个个嘴里流着口水 眼神呆滞 阿巴巴 嘿嘿嘿 阿巴巴 虚影 怒天殿主殿 怒天殿副殿主 看着手下汇报的内容 神色也是充满了难以置信 第七怒疯了 连同他一起带去的人 也全部成了赤傻 那穿着黑袍的人点头 确实如此 而且比想象之中的还要严重 第七似乎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创伤 尤其是一到夜晚都躲在别人看不到的角落里 瑟瑟发抖 似乎是有什么大恐怖在追他 傅殿主皱眉 那敌尘葫芦呢 黑袍摇头 不知去向 冷霜呢 不知去向 傅殿主再次变得沉默不语 因为这是第一次怒天殿接连失利 并且是遭遇到了什么事情都不得而知 而且毫无头绪 这对于知道天下时的怒天殿而言 是多恐怖的一件事情 当然 傅殿主也赶紧做出了回应 既然秦州的计划失败 那就再找个机会继续实行 上古秘境的开启时间已经不能再拖延 错过了这个计时机 那之后的一切努力都将会白费 这一次 你亲自带人前往秦州接应 上古秘境之中的补天丹何山何印 必须到手 无论是哪一样 都不要让他落入激素因的手中 那黑袍人点头 我知道店主 那副店主有些奇怪地看着他 你总是捂着自己的腰子干什么 那黑袍人眼神也有些疑惑 不知道 就是去了一趟秦州 回来感觉就有点肝疼 副店主手指敲了敲椅子扶手 你这症状 怎么和第七怒有点相似啊 其中 你遇到过什么事情吗 那黑袍人摇头 那倒是没有 就是有的时候有些 忘记了一些事情 不过无碍 那副店主点了点头 然后挥手示一只黑袍下去 走出了怒天殿的主殿 黑袍的心中也是有些疑惑 他还在努力地回忆 自己在秦州调查迪称葫路的时候 最后是怎么睡着的 睡着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自己的肝和第七怒一样 一到晚上就抽疼 甚至这一次 副店主让他带队去秦州接应 他没来由的 内心有些抵触前往秦州 秦州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怎么让我有种龙堂虎穴的感觉 这黑袍走着走着 忽然眉头一皱 哼 他直接出手 瞬间从暗影之中 抓到了一个浑身冒着黑气的人 你是谁 为何会在这里 那浑身冒着黑气的人 嘴角微微扬起 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你跑不掉 不过 你可以苟活一段时间 阎王让你三更死 你就活不过五更天 好好享受一下仅存的时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扑呲 黑袍直接把他捏碎 对于这诡异的人 和他所说的那些诡异的话 黑袍人十分不屑 哼 装神弄鬼 可下一秒 黑袍的面色就变得呆滞 因为他看到黑雾涌动 没过多久 那之前被他捏碎的人 再次凝聚复活 那人对他 再次露出诡异的笑容 随后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 黑袍面色难看 他有些不明白 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但是 他依然不拒 哼 阎王 若是敢出现在我面前 我会让你知道 说到这里 黑袍人说不下去 因为此时他脑海中 忽然闪过一个画面 他似乎看到两人 两人的笑容十分猙獰 当脑海中闪过这画面的时候 黑袍人浑身都已经被冷汗打湿 呼呼呼 他最后 心脏更是不自觉地加速跳动 也导致他呼吸急促 最后更是扑通一声躺在地上 身体还在颤抖 他的瞳孔也开始涣散 这人死了就死在怒天殿之外 也刚好应了方才那黑影的一句话 阎王让你三更死 你就活不过五更天 此时正好应验 林无道看了看他命运之书上 打了个叉叉的黑泽 逐渐消失 这才收起了命运之书和毛笔 当然 在黑泽名字从命运之书上消失之后 林无道的修为再次有所长进 林无道无语宁焉 他当初的想法 反正打不过就暂时先加入 只要不和刘顺义为敌 怎么都不亏 至于阎罗殿 这纯属是意外 可这个意外 成为了林无道的大机缘 这可真的是精彩 林无道忽然想起来 之前从圣地离开的时候 曾经遇到过一个算命的老头 当初自己只是开玩笑地问了一句 我应该去哪儿 那算命的说 去秦州 未来之路畅通无阻 那里还有属于你的大机缘和天地 看着如今的阎罗殿 林无道有些沉默 将来有没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林无道不知道 可以想到 如今阎王殿的离谱的程度 他觉得会有的 说自己在这里有大机缘 也没有说错 但是 自己是死了一次 而且还被一本书给读打了一顿 至于说 自己未来的路 林无道运转了一下自己的修为 此时 他浑身都冒着恐怖的黑气 甚至给人一种阴沉冰冷 还有诡异的感觉 林无道 嗯 我总有一种说出来的感觉 甚至有些牙疼 忽然 林无道眼睛一亮 来人 搜 一道黑影瞬间出现 林无道直接给这黑影一个画像 找到这画像之中的老头 把他带到我们阎罗殿来 这是个人才 不能让他流落在外 那黑影点头 拿着画卷 瞬间消失 林无道则是笑起来 既然你算得那么准确 那还是为我阎罗殿之后 屈即避凶好了 就在这个时候 尹卫也走了过来 当然 你要的东西 拿到了 林无道愣了一下 随后试探性地问到 第九圣子的全部资料 尹卫点头 随后 递给林无道一份卷轴 还有一颗名叫转逆珠的东西 林无道仔细地看了看上面的信息 他也终于知道了 这家伙 当初为何忽然崛起 原来都是靠着这颗转逆珠 因为这珠子 可以逆转一次别人的资质和悟性 甚至还带着一些独特的特性 当初那第九圣子便是如此 只是很可惜 这转逆珠只会自己认主 若非认主之人得到这东西 也就是普通的珠子 当然 这还不是最详细的 最为详细的是 这资料上还写着 第九圣子穿神底裤 甚至有什么爱好 干过什么都一清二楚 林无道有些震惊 因为这效率 还有这信息 比当初的暗影阁 可不知道强大多少倍 等等 林无道忽然看着 自己手中的转逆珠 陷入了沉思 你们是怎么调查得那么清楚的 因为黑黑笑了笑 我们有个兄弟 有些天赋 那就是他 吃掉一个人的灵魂 就能够得到 那人灵魂的所有记忆 林无道震惊 所以 第九圣子死了 尹卫点头 林无道慌了 你他妈 林无道使劲平复了一下 自己的气息 再次说道 你不清楚 第九圣子死了 将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天极圣地的手段 你难道不清楚吗 你可知道 这件事情若是败露 我们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后果 尹卫点头 我知道 林无道气急 知道 你还如此淡定 尹卫嘿嘿一笑 所以 猎杀天才的这件事情 是怒天殿干的 林无道翻了个白眼 你觉得 天极圣地都是傻的 尹卫摇头 那当然不会 但是第九圣子 确实在怒天殿的猎杀名单之中 林无道静静地看着尹卫 不知道过了多久 林无道叹息 天极圣地第一圣女 被称之为寻真圣女 你所做的事情 此时怕是都被他完全洞察 甚至天极圣地 还有一些人 和怒天殿有交易 你此举 实在是不明智 尹卫点头 我知啊 所以我们把寻真圣女给抓来了 林无道目瞪口呆 刘顺义和赵构 一同坐在青莲宗的一处屋檐上 两人同一边喝酒 一边看着远处的风景 最为诡异的是 此时 刘顺义和赵构两人 都有光 赵构身上 散发出淡淡的金光 看起来有些神圣 刘顺义身上 散发着淡淡的黑光 看着有些圣人 此时 两人都十分迷茫 赵构有些搞不懂 刘兄 我都把人治成了神经病 而且配合你抽人的血 和神魂炼丹 这怎么还被降下功德加深呢 刘顺义也很是苦恼 这说明 我们做的并非是邪魔之事 可我就不明白 同样是功德 为何在你身上是金色的 在我身上屈黑 赵构 刘顺义 两人再次喝酒 看着远处的风景 只是他们深山冒着的光芒 实在太过于鲜明对比 关键是 两人还十分融洽地坐在一起 这场面 十分的诡异 不过刘顺义想到 之前按住那黑袍 抽血抽神魂的时候 十分费劲 对方也不过是原因后期 这就显得自己的修为不够用 于是 刘顺义开口打破了沉默 天神教的那些人 应该恢复得差不多了吧 赵构点头 不过 赵构心中有些抵触 要不 你还是直接弄死天神教的人吧 我真的不想抛头露面了 你不知道 上一次天神教的事情 现在别人看我的眼神 都尊敬之中带着恐惧 刘顺义此时拿出来一颗丹药 那丹药之上 有三道丹纹 这是 赵构疑惑 刘顺义解释 精灵丹 提升修为用的 赵构有些沉默 最近和刘顺义在一起 经常面对原因修饰 他现在的精丹初期修为 确实太低 可以想到 自己要帮助刘顺义抽血练魂 他就有些隔音 刘顺义此时再次解释 这一次不抽血练魂 这一次 你帮助天神教 纯纯的 是在救死扶伤 因为 我要实验一个法术 只是这个法术威力 可能会有些大 赵构眼神直直地盯着刘顺义 会爆炸吗 刘顺义咳嗽了一声 这个 我还真不知道 刘顺义确实不清楚 因为 他进入金丹的时候 最后那雷杰的表现 怕使原因 应该不会那么恐怖 但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所以 刘顺义也说不准 赵构深吸一口气 你给我说实话 之前在我眼前炸的那些人 是不是和你有关系 刘顺义摇头 没有 你说自己人不骗自己人 那抱歉 从此往后 我们恩断一绝 草 果然是你 刘顺义 我特么跟你拼了 半个时辰之后 赵构鼻青脸肿地坐在地上 双手抱着腿 满脸的委屈 行了行了 你放心 跟着我 往后 一定会让你成为救苦救难的赵天尊 我对天发誓 赵构看着一个熊猫眼的刘顺义 面色稍微好看一些 这可是你说的 刘顺义早就知道了 猿鹰的迈入方法 如今 资源有 敌人也不缺 上古秘境又开启在即 金丹的修为 实在是不够看 主要是他金丹修为 在抽猿鹰修饰的血液和神魂的时候 很费劲 如今为了秘境和往后 更加方便养活阎王殿的人 他都必须要好好地提升修为 不知道过了多久 刘顺义终于找了个隐秘的地方 随后开始盘作 金丹进入原因 需要让金丹十分凝实 当金丹凝实到一定的地步 再分出一缕神魂 进入金丹之内 之后就是让神魂完全吸收金丹的灵气 然后开始成形 壮大 最后突破金丹 成就原因 这过程 怎么那么像是 刘顺义面色十分的古怪 可现在的问题是 自己一个大金丹 九个小金丹 这应该怎么进入 想了想 刘顺义也不多想 他直接分出十道神魂 分别进入自己的金丹之内 然后开始吞入丹药 用大量的灵气 开始滋养神魂 随着时间的推移 再加上刘顺义不计成本的吞噬灵丹妙药 他也逐渐地感受到原因的存在 并且 那原因还在不断地壮大 时间又是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刘顺义的金丹 轰然破碎 一个迷你的小金人 出现在刘顺义的丹田之中 那小金人张嘴一吸 破碎的金丹 直接化为了粉末 被他吸收进入了嘴里 然后那和刘顺义长得一模一样的小金人 身上的金光 开始变得更为的闪亮 而让刘顺义更加诧异的是 那九颗小金丹 并未凝结出九个原鹰 而是九颗金丹 分别闪烁着九个不同的属性 然后链接成一道圆环 悬浮在自己原鹰的背后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神轮 哄 原鹰出现的那一刻 刘顺义的气息 瞬间攀升到了另外一个高度 此时 他体内所掌控的力量 和金丹时期相比 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最为直观的感受就是 金丹是可以移山填海 那在原鹰的眼中 天下山河都不过是豆腐渣 哄 此时 刘顺义随手释放了一下灵力攻击 没有任何的法术 也没有任何攻击手段 就是单纯的灵力攻击 可就是这一道灵力的攻击 直接把眼圈的一切都化为虚无 就像是蒲公英被吹了一口气 一堆沙子被自己轻易推倒 这 原因如此可怕 刘顺义震惊 更加震惊的是 到了原鹰之后 自身的灵气量也过于恐怖 金丹的灵力量若是比作是河水 那原鹰就是一片汪洋 怪不得 当初我手段全开 再加上天神教的金光暗淡不少 才斩杀原鹰 这原鹰确实和金丹是一道鸿沟 若非自己有挂 在原鹰手中还真的是找死 问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光芒从体天空直直地照耀在刘顺义的眼前 紧跟着是一道金光大道 直接延伸到了刘顺义的脚下 刘顺义瞪大了双眼 卧槽 别闹 我猜原鹰还不至于飞升啊 你这承仙鹿都给我整出来了 刘顺义自然不相信这是承仙鹿 他只能说 这天节是越来越会玩 刘顺义决定不搭理这眼前的假象 可刘顺义这边转身 就再次看到承仙鹿 不管转身多少次 承仙鹿都在脚下 刘顺义无语了 我就一定非走不可吗 刘顺义倒也不慌 老子有大道金卷 而且名字也很多 甚至在他进入原鹰之后 大道金卷开启了新的空白叶 瞬间又有三个金光 闪烁到了机智的名字 出现在上面 秦远山 李铁 王明 金色极品 哼 老子现几乎都是金色的敌人 老子还怕你这区区雷结 说完 刘顺义一脚踏出 然而 没有任何反应 甚至 他大道金卷上的名字 都没有任何波动 就这 刘顺义有些难以置信 随后 刘顺义再次往前走 一直走到了尽头 刘顺义才目瞪口呆 因为 他看到了一群丑到极致 甚至身体肥胖的女人 穿着极少 浓妆艳抹地对着自己跳舞 一边跳 还一边朝着自己抛媚眼 刘顺义 天神教之内 这段时间 天神教的身体 才刚刚养好 原本天神教觉得 自己又可以支冷起来 可忽然 天神教上下所有人 张嘴就吐 吐不出来的 直接吐血 那种强烈的恶心和反胃感 让天神教的人 变得再次生不如死 扑扑扑 此时 有天神教成员 心态早就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今再次遭受这样的苦难 他们笑了 看得很开 自裁得也很随意 甚至走的时候 脸上还带着笑容 终于 解脱了 那些人十分开心 可随后 一道绿光 笼罩在他们身上 他们瞬间满血复活 天神教的人 赵构此时飞在空中 吃了刘顺义给他的精灵丹 他如今也是精灵中气 治疗手段 更是再进一步 赵构看着天神教的成员说道 放心 有我在 你们绝对死不了 天神教上下 我 哦哦哦 天神教上下一边痛哭 一边呕吐 甚至有人已经跪下 砰砰地给赵构磕头 赵构阁下 求求你 让我们死吧 真的 只要你放手 我愿意把我全部的身价都给你 是的 赵构阁下 我现在真的不想活了 你放手吧 让我死 我对人间已经没有任何留恋 赵构面色一冷 什么话 什么话 我身为医生 我怎么能让人死在我眼前 你这是在砸我招牌 我说的 今天天王老子 来了 你们也死不了 一听到这话 天神教上下都绝望了 而此时看热闹的那些人 虽然已经有些麻木 可看到天神教的人 跪着让赵构刺他们一死 还是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别说是这些人 就是秘境边缘的小世界 那些大能在看到 赵构这手段 都不由地嘴角疯狂地抽搐 可接着 让人惊恐的一幕出现 天神教的人 此时开始全部趴在地上 嘴巴一张 汪汪汪 众人 小世界中的大能 赵构 赵构的名声 确实很响亮 前有普度众生之下 万物洁灭 后有让你活着 不如死了 可现在 赵构的名声 再次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赵构竟然直接 把人治疗成了畜生 这一下 连看热闹的人都没了 很简单 他们怕赵构 看他们一个不顺眼 直接给你治疗成畜生 小世界里面的大能 虽然修为 比赵构高很多 可即便如此 看到赵构的这手段 他们也不由得满头冷汗 甚至 有些大能 直接传音家族 或者是宗门 往后若是遇到赵构 绕着走 记住 一定要恭敬有加 万不可得罪 若是违背 逐出家族 此时小世界里 怒天殿所在之地 一道声音传来 无论如何 这个赵构 都不能让他存在 抹杀 必须抹杀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这赵构都必须死 随着这声音说完 就已经有怒天殿的高手涌动 至于赵构 当看到天神教 现在已经没有治疗的必要了 他也就停手 可看着那群 如今像是畜生一样的天神教弟子 赵构还是忍住的脸皮抽搐 这就是你说的 让我成为名阳天下的救苦救难赵天尊 赵构此时满色铁青 尤其是 当他看到那些修士 看自己的眼神 都带着惊恐 他就心里难受 你他娘的刘顺义 赵构心里暗骂 直接怒气冲冲地去找刘顺义 他要让刘顺义给他个说法 赵构是走了 可安倍落雪 却站在天神教驻地中 看着自己这些弟子 全部趴在地上 像是出畜生 他就有些绝望 为什么 这种离谱 而又诡异的事情 出现在我天神教 甚至看着这些弟子 一个个 都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思维 安倍落雪 只感觉眼前一黑 完了 完了 这次上古秘境 天神教彻底完了 此时的刘顺义 双眼充满了血丝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的天节 竟然是这种辣眼睛的画面 那些五大三粗 胡子拉叉得如花 在他面前跳脱衣物 还有各种那让人恶心的妖娆 看得让人想吐 关键是 自己那恶心的反应 也全部传给了天神教 但是辣眼睛这个 不算是负面 这对于刘顺义而言 也是一种顶级的折磨 好不容熬过了这一关 结果又出现了一群 可爱到了极致的狗狗 然后一直围着刘顺义转 加入我们吧 加入我们吧 加入 一道道声音 一直在刘顺义的脑海中萦绕 再配合那些狗狗超级可爱的眼神 若不是刘顺义有大道精卷 刘顺义估计是真的着了道 好在是 这似乎也是一种精神负面 直接被天神教承担 哗啦 成仙路破碎 刘顺义的身体悬浮在半空 那破碎的成仙路 化作一道道恐怖的法力 全部灌注到了刘顺义的身体之内 原本 进入原因的刘顺义 应该非常的开心 可经过这诡异而又折磨的天节之后 刘顺义是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刘顺义甚至沉默了半天 最后叹息一声 还不如遭雷劈呢 我情愿遭雷劈 刘顺义这边刚刚结束渡截 就看到赵狗怒气冲冲地飞过来 手中还提着一个已经吓傻了的白衣女子 刘顺义 赵狗看着刘顺义 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到底干了什么 为什么天神教的人都失去了人类的思维 变成了畜生 你知不知道我特么被坑得有多出名 现在人家私下都喊我当今最为恐怖的魔头 甚至有人直接喊我赵老魔 刘顺义愣了一下 真的成狗了 赵狗摇头 那倒不是身体还是人的身体 但是思维上 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一条狗 不对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我这次单纯的是救苦救难 你为何要如此坑害于我 刘顺义也有些尴尬 他哪里知道 这一次的天结长这样 刘顺义赶紧拿出两颗精灵丹 这次是个意外 这是赔罪的东西 赵狗还想要说什么 可看到精灵丹 赵狗吞了吞口水 不行 这次我损失很大 你再多加两颗 刘顺义 多加两颗自然是没有问题 刘顺义随手就多拿了两颗 而赵狗这时欣喜地接过精灵丹 笑得合不拢嘴 刘顺义有些奇怪 你就真的不生气了 赵狗叹息 我的名声 早就被你给打出去了 如今名声再凶悍一些 倒也无所谓了 反正我算是看出来了 自从跟着你 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安生了 一说到这里 赵狗就满眼的忧悦 像个小媳妇似的 不过赵狗画风一转 他身上再次释放了一些金光 我这怎么又增长功德了 还有 这功德到底有啥用 刘顺义笑着解释 功德这东西 万金油 有足够的功德 可以直接让你的法宝 法器 瞬间提升一个等级 或者也可以用来增长修为 这一点 我倒是不建议 或者 你也可以用功德铸造金身 功德金身 万法不清 万法不灭 赵狗神色异常 憋了半天 赵狗问道 可以行医吗 刘顺义有些无言 能是能 但是这就像是 你在花钱给人看病 不是抽个几百年的风 都干不出来这种事情 只是话说到这里 刘顺义看着那在赵狗手中 已经抖了半天的冷凝 这位又是谁 你提着他干啥 嗯 还是个原因大圆满 赵狗也有些惊讶 这小耸包 还是原因 刘顺义翻了个白眼 这是重点吗 你怎么抓了原因过来 赵狗瞬间面色严肃 是这样的 这姑娘虽然是个耸包 但是这姑娘熬制的汤药 着实有些厉害 而且 她通过自己熬制的汤药 解除了你忘忧丹的 带来的短暂失忆 刘顺义有些震惊 那么厉害 冷霜此时绷不住了 两位阎王大人 而且我这辈子 也没有做过太多的坏事 求求你们 别再抽我的血 抽我的神魂了 冷霜说完 眼泪哗啦哗啦的往下掉 刘顺义面色有些古怪 会熬药汤 更够治疗失忆 你叫什么名字 冷霜赶紧回应 我 我叫冷霜 刘顺义再次看向了赵狗 所以 你把他抓过来 是准备怎么处理 赵狗叹息 我感觉 他不像是在说谎 毕竟在我们两个面前 他还没有说谎的勇气 但是也不能 就放着不管 所以 我打算把他丢到阎王殿去 刘顺义有些沉默 他依稀记得 当初凌乌到城里阎王殿 是干什么来着 为自己打探情报来着 可怎么逐渐的 阎王殿慢慢地 朝着地府的方向发展 这熬汤的都来了 刘顺义点头 行吧 正好我也有些事情 前往阎王殿一趟 有些事情要调查 赵狗点头 随后两人带着冷霜 一同前往阎王殿 阎王殿的牢狱之中 凌乌道一边走 一边难以置信 寻真圣女 原因大远马 你不过是原因初期 你是怎么把他抓过来的 凌乌道看着尹卫问道 尹卫嘿嘿一笑 放毒 啊 寻真圣女 被你放毒毒到了 什么毒 那么厉害 尹卫再次嘿嘿一笑 很简单 自从吃了大量的神魂丹之后 现如今 我们的灵魂十分强大 所以 我就专门找了一些 专门针对灵魂的毒 直接把毒放到最大的剂量 我们没事 寻真圣女 可就不见得没事 结果显而易见 寻真圣女被我放倒 凌乌道深吸一口气 你放了多少毒 尹卫摇头 不知道 反正我把寻真圣女带来的时候 他所在的那一座山 几乎都赶了 扑 凌乌道差点一口老血喷出 你 尹卫再次说道 寻真圣女都在我们手中 你觉得天极圣地 是信我们这个刚刚成立不久的 阎罗殿 有能力 去搞天极圣地 还是会信入天殿 没有了寻真圣女 天极圣地 可不就是瞎子 凌乌道有些无言以对 甚至认真的看了看尹卫 我觉得 你也有成为阎王的前置 尹卫眼睛一亮 是吗 那要不你去跟两位阎王说说 让我也成为阎王 刷 凌乌道掏出自己的长刀 笑嘻嘻地看着尹卫 来来来 我先送你去轮回一趟 尹卫赶紧按住凌乌道的手 大人 开玩笑的 你都还不是阎王呢 我怎么敢见远 然后尹卫慢慢帮凌乌道把刀收起来 只是行走在牢狱的道上 凌乌道看着那些黑漆漆的神魂 有些震惊 这些都是我命运之书上的那些人的神魂 尹卫点头 是的大人 凌乌道有些疑惑 直接杀了不就行了 或者让兄弟们直接吃了 关起来做什么 尹卫摇头 之前是直接吃的 但是我们发现 直接吃 还不如让大阎王 直接把他们炼制成神魂丹 而且 这些都恶人 灵魂之上 也带着一些邪气 吃了 对兄弟们也有影响 凌乌道呵呵一笑 随后来了一句 你觉得大阎王和赵阎王很闲吗 天天来给你们炼丹 还专门抓圣魂炼丹 你怎么不把 生魂当做饭菜 起锅烧油 直接丢进去 炸炸 话还没有说完 灵魂道愣住了 尹卫也愣住了 两人沉默了许久 尹卫这个时候问道 大人 你说的 是不是十八层地狱 灵魂道的神色十分精彩 我不知道 尹卫反而是把这件事情 深深地埋在心中 对了 那算命的找到了吗 尹卫点头 在你的客厅 灵魂道点头 不多时 两人来到了寻真圣女的牢狱 虽然同样在牢狱 但是寻真圣女的牢狱 却格外地舒适 只是如今 一身黑衣的寻真圣女 眼神有些迷茫 甚至感觉自己的精神 还是有点恍惚 当寻真圣女 看到尹卫和灵魂道之后 她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灵魂道 二影子 灵魂道笑了笑 好久不见 寻真圣女 尹卫也笑了笑 住的可还习惯 寻真圣女左右看了看牢房 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尹卫 你觉得牢房能住习惯 尹卫咳嗽了一声 寻真圣女站起身来 双手背后 她看着灵魂道和尹卫 眼神之中充满了淡定 你们两个胆子不小 胆敢把我掳到此地 你可知道 这件事情 若是让天骑圣得知道了 你们是什么后果 你们现在创办的这个势力 又是什么后果 灵魂道刚想要说话 此时 刘顺义的声音传来 寻真圣女 天急圣低 灵魂道和尹卫 看到赵狗和刘顺义 带着冷霜过来 两人赶紧行礼 寻真圣女有些呆滞 灵魂道是多高傲的人 竟然对别人行礼 而且 当他看到那两人 寻真圣女人傻了 一个和灵魂道年龄差不多 另外一个 虽然看起来是中年 但是只有金丹修尾 灵魂道竟然向两人行礼 而刘顺义则是仔细地 看了看这女子 长相很不错 身材也好 就是有些句哦 刘顺义看了看 灵魂道和尹卫 你们怎么把 太极圣低的圣女抓来了 灵魂道赶紧说出来 其中的由来 刘顺义听完之后 不由地点头 嗯 你们考虑得周到 说着 刘顺义直接拿两枚 带着一道单纹的丹药 上次给了两人 尹卫和灵魂道 都是天急圣地 走出来的人 他们自然知道 这丹药的珍贵程度 多 多谢大阎王 刘顺义摆手 只是这寻真圣女 怎么处理 刘顺义思索了一下 要不 杀了 寻真圣女面色难看 杀我 哼 我若是少一根头发 刘顺义直接打断了她 尹卫 把她头发全剔了 尹卫点头 是 寻真圣女 忽然就慌了 宁宁 你大胆 你难道不怕天急圣地吗 刘顺义再次说道 灵魂道 去 把天急圣地灭了 灵魂道刚想要行礼 可行至一半 就满脑门的问号 大人 你认真的吗 刘顺义摆手 大人是开玩笑的 尹卫这个时候 小声嘀咕 大人 虽然灭不掉 但是我可以放毒 灵魂道一巴掌 拍在尹卫的脑袋上 你压得闭嘴 天急圣地那地方的恐怖 不是你能够想得到的 但是寻真圣女此时却老实了 因为 她算是看出来了 眼前这些人 是真的不怕所谓的天急圣地 可就是不知道 是无知者无畏 还是 他们真的有这个实力 原本 刘顺义想要弄死这寻真圣女 但是被灵魂道拦住 大人 大人 他有用 他有一种天赋 可以追溯本源 这个能力对于我们的 不 对于我们阎王第二岩 在探查情报方面 有很大的帮助 你想要一下 若是敌人给我们假的情报 我们若是真的信任了 那是什么后果 但是有他在 我们就不会有假的情报 听了灵魂道的话 刘顺义反而有一些心动 可刘顺义 还是皱起了眉头 你能确定 他忠心吗 灵魂道这个时候赶紧说道 我会让他忠心的 听到这话 刘顺义看了看他低头不说话的 寻真圣女 你倒是聪明 即便是身在牢狱 都没有想要动杀我的心思 灵魂道瞪大了双眼 他还能明白 一个人是不是想杀他 这 有点恐怖 甚至灵魂道有些后怕 得亏自己 没有什么歪心思 不对 有歪心思的自己已经死了 而且 最让灵魂道恐惧的是 如今再见到刘顺义 他感觉到一股无法喘息的压力 他知道 刘顺义是进入了原因 这个提升速度太恐怖 甚至恐怖的是 明明同样是原因 为何刘顺义才刚刚进入原原因 自己面对刘顺义 都感觉像是蝼蚁看剧木 而刘顺义则是再三思索 最后还是点头 行吧 既然是你担保 那就留下 至于怎么处置他 此时 刘顺义看了看赵构 赵构瞬间了然 他直接在寻真圣女的体内 打入了一道法力 刘顺义看着寻真圣女说道 既然你能够看破一切 那也应该明白 你体内的东西是什么 寻真圣女面色惨白 我 我知道 刘顺义点头 知道就好 随后 他看向了林无道 接下来他的事情 你来安排 还有 我之前要的 有关于天神教的底细和情报 我要看 林无道点头 随后几人 前往了阎罗殿的政厅 其实说是政厅 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 因为阎罗殿的成员 大部分时间都在暗影中修炼 房子什么的 暂时也不需要 也就没有建设 不过来到政厅之后 林无道带着寻真圣女和尹卫离开 他要去见那个算命的 赵构在和冷霜讨论药材的问题 而刘顺义 则是在看天神教的资料 因为刘顺义想要知道 这个世界是什么情况 怎么还有小樱花 所以 他才想起来 去小樱花的历史 不过通篇看下来 让刘顺义有些哑然 因为这些小樱花 竟然还是这个世界的 九大洲之一的樱洲 樱洲之人 普遍就是小樱花 至于天神教 就是代表着 樱洲最强的宗门 可又因为 秦州和樱洲接壤 所以 樱洲才有狼子野心 想吞并秦州 不过 天神教能够在秦州站住脚 这背后 竟然还有怒天殿的影子 刘顺义手指轻轻地敲动桌面 一时间 他想了很多 怒天殿的形式风格 不对劲 起码像是重生过来的人 可重生过来的人 截乎别人的机缘 刘顺义还能理解 可你杀天才 甚至看起来 像是专门杀气运之子 这就不对劲 怒天殿 怕不是反派重生 而且这做法 是要统一天下 刘顺义摇头 这太俗套了 很简单 就目前刘顺义 所掌握的情报 这怒天的实力 怕是已经能够做到掌控天下 可既然有如此实力 还如此迎人 那说明怒天殿 似乎也有害怕的事情 在害怕什么 重生之前的主角 还是天道 不过 刘顺义觉得 应该都有可能 曹 我自己在这想 半天干什么 刘顺义忽然拍了拍额头 尹卫 尹卫瞬间出现 来了来了 大人 有何吩咐 刘顺义此时笑着说道 去查一查怒天殿的主人 是谁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在害怕什么 尹卫瞬间眼睛一亮 大人 你是要快的还是慢的 慢的会仔细一些 快的怕是只能知道一个大概 刘顺义想了想 这个不着急 慢慢来 尹卫点头 那我现在就去办 对了阎罗大人 最近怒天殿发动了一个灭招计划 几乎是能够出动的原因都出动了 刘顺义愣了一下 哦 知道现在怒天殿出动的人在哪吗 尹卫笑了笑 已经灭了 刘顺义 时间转眼之间过去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刘顺义和赵构 没事就去沟兰厅去 要不就是修炼睡觉 再不然 就是喝酒 其实这都很平常 可怒天殿的人 看着赵构 每天都在活蹦乱跳 什么事情都没有 他们就心里在滴血 怒天殿赴店主 甚至为之震怒 我们的人呢 为什么赵构还活着 为什么秦州的猎杀计划 依然没有进行 此时 一不同花纹的黑袍人 深吸一口气 大人 我们的人 进入秦州就消失了 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 秦州最近有个组织很神秘 甚至让人恐慌 赴店主平复了一下心情 什么组织 阎望殿 而且听说 阎望殿专杀恶贯满盈之人 而且从未杀错过 所以 属下觉得 我们的人消失 会不会 就是这阎望殿的人所杀 怒天殿的赴店主冷哼 阎望殿 资料中都没有出在 往后的历史之中的势力 你认为这样的势力 能够和我们怒天殿抗衡 那黑袍人沉默了 因为 他也觉得不可能 怒天殿 哪怕随便拉出来一个人 都能吊打其他宗门的所有修士 甚至怒天殿的底蕴 都和天极圣地不遑多让 阎望殿 应该不是怒天殿的对手 不对 这黑袍人再次摇头 大人 这阎望殿只是听话有 但是 我们并未查到 安有关于阎望殿的一切信息 甚至谁成立的阎望殿都不知道 怒天殿的副殿主皱眉 比我们还神秘 黑袍摇头 倒也不是说神秘 主要是 我们的人 只要进入秦州 人就没了 根本掌握不了一点消息 副殿主有些无语 那你去找两个人 一个是寻真圣女 他可以准寻本源 看真相 看过去 另外一个是一个老头 修为不高 但是算命很准 那黑袍有些尴尬 寻真圣女不见了 那老头前段时间似乎被人抓到了秦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